何治眼中担忧更多,他立即搀扶住我的胳膊,急促地问道,阴阳,你怎么?我粗重地喘息两声,一只手撑在桌子上,低声道,我没事,你快去找那些杂役。 我另一只胳膊也挣脱了何治,他才收回手,强忍住眼中担忧,匆匆地低头往院外走去。 我独坐了好一会儿,才看看回过神来。 摸出来了之前何治给我的铜镜,我低头看自己的脸。 因为我这身体状况的确不对劲。之前在马车上睡过去,可以解释成我太过疲惫。 可这都两天了,我竟然还站不住脚,肯定是有问题。 仔细地看着自己的五官面相,我心惊之余,几两股都窜起来了一股良意。 此时我双眼松散,毫无精神,目光虚浮,眼珠似有凸起。 更主要的是,我左边的眉毛竟然断掉了一般,整张脸仿佛泥塑,一碰就会碎脸。 眼浮珠突断命相,饱受弓断翼腰折。 面如泥塑,其命难存。 我的面相,竟然有三种短命夭折相。 但凡常人有一种,就会短时间内夭折丧命,我竟然出现了三种。 更关键的是,这不是预兆发生的面相,而是已经发生。 我怎么会寿命忽然不足? 放下铜镜,我百思不得其减。 在见到郭天玉之前,我的面相都是正常的,出来之后,我便没有看过。 一直到进汉王县,中途也就只给了一个老人家干饼子,之后我就昏睡了。 难道,郭天玉还对我做了什么? 可他所说的那番话,完全没必要对我做什么呀,况且他还给了我通俏分矜持。 我下意识在身上摸索起来。 很快我就想起来,通俏分矜持我让何智拿着了,我便没有再继续找。 陈宁片刻后,我将长木匣打开,拿出来了金算盘。 三种短命像,我必须得有一个解决之法,否则的话,我很可能会出意外,忽然暴毙而亡。 可手落在了算珠上,我却不晓得从何处开始落挂。 生辰八字只能算整体命格,我这是忽然的短命像,属于命数突变,算整体命格是算不出来的。 只可能在中途有波折,或者我逃不过这一变数,直接丧命,挂镜头便是我命运。 除非我知道自己短命的原因,才能够从中找到解决的法子。 我手离开金算盘,又拿起来了铜镜。 再从铜镜之中看自己的脸,那三处短命像越来越明显。 我目光离开自己的面颊,落至耳垂珠上,脑中冒出一个办法。 这还是因为师尊给我巨嗷骨改骨,我才能联想到。 我立即起身,去了合制的房间,从包裹里取出疗伤用的银针。 回到堂屋后,我照着铜镜,取出来两根银针,掰断了针间。 用其细小的一截,穿入我耳垂珠的皮肤里。 虽然刺痛,但这种痛,此时对我而言,根本不算什么。 最后我挪动针间,让其别在了我的耳朵表面。 耳垂珠逐渐肿大起来,并且垂珠的方向正好斜对着我的口部。 我心跳的速度加快,立即如法炮制,用了另一截针间,将耳垂珠弄肿。 骨相可以用骨改,那面相是否也可以做相应的一些变化,来抵消掉另一种面相的恶化。 垂珠炒口,使人才两望,长寿之命。 我定定地瞧着自己的脸。 逐渐地,我浮光和凸起的眼珠平复下来。 面相上也稍微好了几分,没那么脆弱了,额头上还有薄汗。 只是眉毛已经断了一截,没能恢复。 重重地吐了口啄气,我脑袋也没那么浑浊了。 收起剩下的银针,我揉了揉眉心。 不过,这只是短暂的处理之法,我还得找到让我短瘦的原因,并想办法弥补才行。 又闭目养神了一会儿,我的脑袋更清醒了些。 杂乱的脚步声入耳,我立即睁开眼,瞧见得正是合致带着三个人进来。 那三人身上还穿着天元石道道场的衣服,的确是杂意不假。 只不过,我没见过他们。 我赶忙站起身来,走进院子,到了何志跟前。 何志开始还是神色黄极,和我对视一眼后,他脸上历时露出几分惊喜。 阴阳,你看起来好多了,脸也有血色了。 我点点头,和何志说等会儿我给他解释缘由。 目光落至后方的那三个杂役,我发现他们眼中依旧透着不安和恍然。 何志回头瞥了他们一眼,沉声道, 李先生问你们什么就说什么,否则的话,我手里的哭丧傍不认人,把你们都打丢了活。 道场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会失火? 我开门见山地直接问道。 那三人几乎同时摇头。 前头那个杂役,谨慎地达到,忽然就起火了,我们真不晓得原因。 本来应该还有很多人能逃出来的,可大电竞突然塌了,大家都跑去就灌注。 我们三个住在一个杂役房,又离得远。 眼瞅着火势越来越大,道场其他地方也要倒了,我们家中又有老母妻小,只能够先跑,保住小命要紧。 后方的两个杂役在看我的眼神,却透着几分怀疑之色。 我瞳孔紧缩,眼皮也狂跳起来,皱眉道,郭先生难道没有提前说过什么话? 那杂役还是摇了摇头。 我眉头皱得更紧,难道说郭天玉是自己觉得命到头了? 所以放火自焚? 否则的话,我着实想不到,还有什么变故能让一个那么厉害的阴阳先生被烧死? 可他自焚,也不应该带上那么多性命啊。 我重重地吐了口浊气,又开口问道, 你们再仔细想想,道观里面是否还出了什么怪事? 有没有人来过,或是除了我们之外,又有谁离开? 那杂役却立即点了点头,道,来过人? 你们刚走第二天的中午,来过一个讨饭的老头, 他要向先生讨米吃,我听其他杂役说,那老头还给了先生一个宝贝。 说是捡来的好物件,先生亲自给他顿粥盛饭,两人聊得甚欢。 他们彻夜长谈,我们就安稳睡觉,结果半夜就遭了伙事。 恐怕那讨饭的老头子,也和先生一起毕命了。 我心头咯噔一下,历史变了脸色,何志也是满脸惊恶。 我们相识一眼,我低难道,哪有那么巧合的事? 话语间,我的手也落在了自己的眉骨上。 何志立马追问道,那老头还说过什么? 杂役摇了摇头,低声道,不晓得了。 我陈宁片刻,低声道,你们可以回去了,我们会回一趟天元石道道场,将这件事情弄清楚。 我说完,那三个杂役都明显如释重负,几人匆匆从院子里离开。 何志在看我,不安道,是因为那老头,所以你才昏睡了两天,肯定不会那么巧合。 我点头说道,这事和他脱不了干系,我并没有看出来他的问题,郭天玉竟然也没看出来,郭天玉是个小心谨慎的人,他又给了郭天玉什么,放松了他的警惕。 我让何志准备一下,我们这就离开。 雨霸,我便低头陷入沉思。 何志目光却落在我的耳朵上,探手就要来摸。 你耳朵上是…… 我稍微闪躲了一下,才简单解释了我面相有变,是夭折短瘦像,所以用了银针刺穿耳垂珠,用长寿像将其暂时抑制住。 何志面色更精,他顿时不再多问,开始去房间收拾。 片刻之后,何志就示意我上车。 他则是在前面赶车。 坐在蒲团上,我一眼就瞧见了其中一个包裹上放着的通翘分矜持。 我刚顺手将其拿起来,大黑木箱旁边的老鸡就晃着脖子走到了我跟前,歪着脑袋看我。 新红的小眼珠子转动了数次。 老鸡的腿早已经恢复,一路上虽然跟着我们颠簸,但是毛色依旧显亮。 忽然间,他抖了抖脑袋,机关子一阵晃动。 我晓得他是想告诉我什么,但一时间我却没能弄明白。 我疑惑地看着老鸡,他眼珠子也瞧着我。 过了半晌,老鸡咯咯了一声,又回到了大黑木箱旁边蜷缩下来,脑袋埋在羽毛里面,不理我了。 我略有尴尬,很快撇开了思绪,一边研究通俏分矜持,一边时不时地看看车窗外面。 这期间,我们已经离开了汉王县,马车平稳地朝着天原石道道场赶去。 只不过,我看了通俏分矜持许久,只是发现其上有很多风水方面的转文,其他的却看不明白。 除了见郭天玉用他打人,以及马汉被震尸,我就不晓得岂有什么作用了。 不过,他能震观诗鬼将,绝对不简单。 要知道,八卦虎头镜都因此融化。 这同时,是比八卦虎头镜还要厉害的东西。 我的精神也逐渐松缓下来,没再多想。 暂时将他拿来当震尸之物,也会让我多很多评见。 没了八卦虎头镜,我一直都不太习惯。 至于他到底,还有什么用处,还得以后再做打听,看看他是出自哪一门阴阳先生的手中。 天色一直很阴暗,风还很大。 等我们回到天心石道那几座山的时候,我注意看了一下时间,差不多下午六点钟。 因为天太过阴沉,连暮色都瞧不出来。 马车停下,何止声音有些颤抖地说了句道了,让我下车。 我钻出马车,眼前的景象却让我心头猛地一颤。 入墓地,竟是一片焦黑,窗移,整个天元石道已经不复存在。 院墙倒塌,屋舍即便是没坍塌的,也至多剩下两面黑漆漆的墙壁。 唯一还存在的便是那一大片潭水,而其中的假山也都被熏得漆黑一片。 即便是眼见为实,我还是难以想象,成名多年,与我世尊蒋一红齐名的郭天玉,会落得这样一个下场。 小心一些,不知道还有什么危险。 我低声嘱咐了何之一句,便迈步走进了被焚毁的道场。 循着水潭的边界,我很快就走到了曾经大殿所在的位置。 大殿已经完全被焚毁了,只剩下左右两侧墙壁,地上满是碎瓦片以及焦炭一般的房梁。 在那些残骸下面,我发现了尸体。 同样,我还瞧见了一些生铁,以及刀剑。 我完全无法推断出来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有一片刻,我绕着继续往后走。 风变得更大了,呼啸的风声之中,我忽而瞧见了后方一堆残骸中似乎有一个人影。 我猛地抽出腰间的捕刀,何之也蹭了一声,拔出了炸鬼刀。 我们两人几乎贴着身体,走到了那残骸之前。 这片地方大致就是后墙前边了。 几根烧焦的木梁斜着架在一起。 木梁之下的人影,却让我心头更是遗憾。 此人枯瘦如柴,却是唯一一个没有被烧焦的尸身。 因为残骸的原因,我没办法绕到他正面。 摸出来了灰仙手套,我戴上之后,小心翼翼地从背面的缝隙之中去搬动尸体。 何之也拿出我之前给他的灰仙手套,戴在手上,帮我一同挪动尸体。 当我们将这尸身拉出来之后,我更是心头大惊。 这尸体的枯瘦如柴可没那么简单。 他脸上的皮肤完全褶皱下垂,就像是被吸干了血肉一样。 此人不是烧死的,甚至是火苗连他的衣服都没分毁。 从他的穿着和面部隐约可见的轮廓可以看出,这尸体赫然就是郭天玉。 郭先生,郭脸色格外难看。 何之不安地指了指刚才郭天玉尸体所在的位置,我才注意到,那里的地面交错有不少的刀剑。 还有一条烧得焦黑的胳膊刚好被几把剑扎穿。 那胳膊的手掌上还攥着一只已经碎裂了的碗。 胳膊已经完全被烧焦了,那碗却让我觉得很扎眼。 何之要去将那胳膊拿起来。 我立刻出声阻拦道,别用手碰,这可能是那老头的胳膊,他问题很大。 何之赶忙缩回伸出的手,冲我点了点头。 我又仔细打量了一遍郭天玉的尸身,想要找到他身上的致命伤。 只不过一眼上去,什么都没瞧见。 我低声说了句得罪了,便将他的尸身放平,开始在其身上摸索插找。 结果一遍摸索下来,却还是什么伤势都没发现。 反倒是我发现郭天玉的皮肤变得很苍朗,这不是简单的褶皱。 若非是他面相上还有穿着的确是郭天玉,我都会觉得,这肯定换了一个人。 最后,我将目光落回到郭天玉的脸上,小心翼翼地将他面部的皮肤捋平。 他没被烧过,光线纵然是昏暗,但也能看清脸上的纹路以及面相。 让我面色变了的是,他的眉毛近乎完全脱落,人中凹陷, 信门也有了一丝裂纹。 他,寿终而亡。 这档口,何智也用枯桑棒将那条断臂给剥拉了出来。 胳膊虽然断裂,但他依旧死死抓着那只腕。 我心头阴霾不少,脸色也格外沉重。 先去外面,多弄一些尸体出来,看看他们的情况。 我将郭天玉的尸身背在了背上,朝着道场外走去。 何智紧跟在我身后,不多时,我们回到道场之外,我将尸身平放在了地上。 何智则是在出来的时候,拖上了一具如同焦炭一般的尸体。 天已经彻底黑了,夜色和寂静笼罩了一切。 只剩下我和何智搬动火场之中尸身的声响。 我们足足忙活了大半夜,才总算将所有的尸体都搬了出来。 近乎百具被烧死的尸身中,也有一些没有被彻底烧焦的,还剩下头脸的部分能辨别。 何智脸色苍白,眼中尽是不安和惊恐。 毕竟他年纪也不大,即便是从小就学鬼婆子的手段,这么多尸身也足够令他心生俱异。 我同样心机难言。 并且我发现,除了郭天玉之外,这些尸体身上或多或少都有致命伤,甚至还有一些是被房梁掉下来的刀剑或钝起砸伤致死的。 没有一个人和郭天玉的死相相同。 而郭天玉和我也有一个共通之处,我们都出现了夭折短瘦的面相。 而我们两人,同样都是,接触了那老头。 不知道他到底用了什么手段,郭先生是寿命耗尽,那老头应该是逃了,尸体里面没有他。 我压低了声音,同何智说道。 那现在,咱们怎么办? 何智更为不安。 我低头盯着郭天玉的尸身,犹疑了一下道,毕竟是蒋兄的尸尊,理应好好安葬,我们在这里多待一段时间,你做一口好官,我选一个风水好的地方,将郭先生葬了。 至于其余人,在进城找一些人手来,咱们帮忙把他们都安葬了吧。 何智点点头,他犹豫了一下又问道,这道场,难道不是一个风水宝地吗?就安葬在这里,或许。 我打断了何智的话,摇头道,小火望地气,大火却逞凶,这场大火烧毁了天心石道的地气,血眼之地更是如此,若是葬尸,必定会成为凶坟。 至少需要一甲子的时间,这个地方才能恢复。 听了我的解释之后,何智才露出恍然之色。 此时早已夜深,我和何智回马车上休息了一夜。 四日清晨,我依旧留在道场外,何智则是又回了汉王县。 再次仔细检查了一遍郭天玉的尸体,确认没有任何遗漏之后,我便开始在周围的四山查看。 天心石道的风水局,血眼最好,不过四山也不弱。 我粗略选择了玄武所在的山,决定以此安葬郭天玉。 我打算将这件事情想办法告知蒋盘,天元橡树传承六十年之后,便可以让那一代的弟子来给郭天玉牵纷至地气恢复的血眼中央。 又或者六十年后,蒋盘还在,他也能来办这件事。 等我下山回到道场前面的时候,我才发现,何智竟然已经带着不少人回来了。 其中三人,赫然是之前给我们说过消息的杂役,其余的人则是在收拾火场,还有人在整理尸体,用草席将尸身逐个包裹。 何智快步走至我近前,小声说道,他花了整整两条大黄鱼的钱,才请到这些人,我们这么长时间,只出不进,钱已经不多了。 说这话的时候,何智明显撇了撇嘴,不过他又告诉我,他选了好的木材,等天黑之前,应该就会送到。 我低声说钱的事情不用多考虑,之后我们想办法去给几个大户人家办事,肯定能赚回来。 那三个杂役,也跑到了我跟前,此时他们已然是满脸感激,还对我行了脸。 只是,这三人眼中的情绪,格外悲哀。 我轻叹一声,严谨一概地告知他们,郭天玉是被人害死的,凶手就是那老头,让他们以后务必小心谨慎。 那三人顿时面色骇然。 其中一个杂役,却低声说了句,蒋盘大师兄离开那几日,先生瞎了眼, 便一直说他可能命不久矣。 没想到,大师兄这一走,反倒是勉强保住了性命,不然这天原一脉,也断了传承了。 我心头一正! 其实我没往这个方面想,这样看来,蒋盘一家还真的是逃过一截。 只是,难道这一次的灾结,也是郭天玉动了巨凹骨的报应? 因果命数,息息相关。 一次命数的变化,就像是往一个平静的水面丢了一块石子,形成了无数的涟漪。 那在之后,又会发生什么样的巨变? 我心知,在我将地上看于全部残透之前,我的确不能再招惹祸端了。 否则的话,我根本没有入局的本事,也没有在命数变化中反抗的资格。 我低头没说话,那些杂役也都散开。 在之后,我们又在原地停留了三天的时间。 主要是合制做棺材,安葬其余的那些尸身。 直到将郭天玉葬了之后,被焚毁的道场也基本都被合制请来的人清理干净了。 那些道场的残骸被堆积在一处,留下了遗址。 我又写了一封书信,将此地发生的事情,简明恶药地描述了一遍,让那三个杂役帮我去想办法送到蒋盘手中。 原有简单,我不敢再见蒋盘,怕命数再将它牵连其中。 而且,蒋盘必定不太好过,它妻女命数的问题,若是它能解决,也不用之前一直与妻女分离,让她们留在道场里。 做完了这一阴事宜,我才和合制驾着马车离开,静止朝着九合线的方向回去。 我从这里带走了一样东西,就是那老头的断臂,以及那只铜碗。 直到现在,我才能仔细去看那铜碗。 只不过,铜碗上面满是锈石,我稍微拨弄下来,就只剩下粗糙的碗臂,什么都瞧不见了。 至于那条胳膊,我倒是没看出来有什么蹊跷。 我打算等解决了九合线的事宜,弄清我的身事,并找到我娘,将她安葬之后,就回地乡炉。 届时,我可以借用师尊的名号,想办法接触一些先生,打探消息,研究这晚的出处,以及那老头害人寿命的本事,到底是什么。 长时间的赶路,令我异常烦躁。 这段时间发生了太多事情,我也难以彻底静下心来,甚至无法再在路途上专心看书。 路途差不多一半的时候,我就开始计划,到了九合线之后应该做的事情。 原本我还想着要打探老庚夫的下落,也直接放弃。 除去了找到我娘,我还得解决了二叔的命太硬,没办法娶亲生子的问题。 这样一来,我才能放心离开。 又是近一个月的赶路,九合线着实太远,山路太多。 当我们终于回到城门口的时候,我才唏嘘,这趟离开,竟是小半年的时间。 由于我们的马车太大,马匹又高,引来了不少人的围观议论。 有的人认出了我的身份,更是低声交流。 我驾马朝着丧葬街去,走到码头方向的时候,就听到了一个激动的喊声。 李先生! 这声音略有几分熟悉,我下意识地回过头,瞧见的却是一脸憨厚老实的谢满仓。 他从码头下边匆匆朝着我跑过来。 到了镜前,谢满仓的神色显得格外激动紧张。 李先生,你好久没回来了。 说着,他就探头朝着车上张望,眼中顿时闪过一丝失望,开口追问道,黄七呢? 他先回家了吗? 何志刚好也从车厢内钻出来。 他面色一僵,我也沉默下来,神情复杂无比。 谢满仓的脸一下子就白了,眼中透着不安。 黄,黄七没回来吗? 他语气明显都勉强许多。 路上遇到了一些意外,黄七还没能回来,不过事后,我会将他带回来的。 说这话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都没跌。 马宽这人,心眼小,又凶狠,如今黄七是否活着都还两说。 谢满仓满脸苦涩地垂下了头。 半晌之后,他挪开了步子,让开了我们的马车。 也就在这时,何志却跳下车去。 他到了谢满仓跟前,手头竟然取出来了一张银票。 黄七有家小,我和阴阳不晓得他家在何处,你应该知道。 如果不知道,你就想办法找找。 这银票是给他家人的,至于黄七以后生死,我们肯定会得个交代。 这是你的赏钱,把这事办好。 说话间,何志摸出来了十几块大钱,又递给了谢满仓。 谢满仓接了过去,呆呆地看着银票,眼中都是金色。 一,一千二百块大钱。 他飞速地将银票塞进怀里,小心警惕地左右四看。 何志眼中慎重更多。 谢满仓深深地鞠了一躬,诚恳地说道。 黄七跟对了人,我马上就把这银票送去他爹娘那里。 这段时间,他家里人来过好几次了。 要是有什么事情要办,李先生你们找我,我肯定办妥当。 我? 点头N了一声。 谢满仓的面相是有一些小问题的,会偷盗,甚至是奸诈。 可这乱世之中,小人物想要活下去,也得有小人物的本事。 刚才他接过去前,何志吩咐了之后,我注意到他的面相,也没有要将银票占为己有的打算。 谢满仓迅速离开之后,何志回到了马车上。 我认真地和他说了句谢谢。 何志挽着我的胳膊,头依靠在我肩头上。 黄七是跟着你的人,生死不知,的确是要处理好他的家事。 何志低语道。 停顿了一下,他却撇了撇嘴,与其中又有了小女儿家的委屈。 可钱真的不多了,我点点头,驾车继续前往丧葬街,心头也在思索。 乱世之中,真金白银也是少不了的,解决完二叔的事情,我也得离开。 二叔已然过了中年,水中到底是危险。 既然要让他能娶妻生子,肯定得少捞尸,那就免不了要给二叔准备一大笔钱。 把我娘的事情先解决了,我会找一趟霍昆明,或者猪假,让他们介绍几个生意做了,攒一笔钱,咱们再去红河。 临到了丧葬街牌楼,我才沉声开口。 何志顿时笑竹颜开。 他摸了摸自己的脸,仰头看了看我,认认真真说道, 那我要买很多胭脂水粉,全部带着。 何志的笑颜,再加上回到丧葬街这熟悉的地方,陡然让我紧绷的神经都松弛了不少。 我又点了点头,说了个好字。 不多时,我们到了街道尽头。 此时天色正值赏五,纸扎铺还没开门。 何志要下去敲门,我拦住了他,说我们就在外面休息,等天黑了,许叔自然会开门。 停顿了一下,我又说道,到时候看看二叔在不在这里, 如果不在的话,让许叔找人去告诉二叔我们回来了。 何志乖巧地点点头。 这时,老鸡晃晃悠悠地从车门走了出来, 他扑腾一拍翅膀,竟是飞到了屋檐上头。 阳光晒在老鸡身上,他羽毛赠亮,鸡关子也更为透红。 我也扭了扭脖子,活动了一下筋骨,更觉得放松了不少。 其实这一路上,老鸡还重复了数次看着我的动作, 就像是要告诉我什么似的,可我的确是弄弄明白。 若是罗鸡婆的话,恐怕很轻易就能知晓了。 何志忽然又喃喃说了句, 阴阳,等到了唐阵,我们找个地方吧, 我想养一头狼翱,大翱没了。 虽然爷爷将我逐出了何家, 但是我不交出去其他的东西, 只是养一头狼翱,也不算违背爷爷的话。 狼翱很护主的,吃凶狮就会越来越厉害, 马宽那人迟早会和我们撞上,狼翱客他。 我瞳孔紧缩了几分,现在我还记得, 何志说过怎么养狼翱。 又回想起,当时大翱宁可跟着和鬼婆死, 也不跟着和阿婆走, 我心里又是一阵感触。 若是有狼翱在,的确有大用, 还能保护何志。 我当即就点点头,说没问题。 何志脸上欣喜更多, 眼神也更加坚韧。 可下一刻,不知道他又想到了什么, 忽然面颊一阵微红。 你在这里等,我进一趟城, 买点东西。 何志忽然说道, 我愣了一下,也没多想, 就说了个好。 这么长时间,何志和我形影不离, 一直在外拼死搏命, 总算回到了九河县, 他也该去放松一下心神了。 独坐在车厢里, 心静下来之后, 我下意识地取出阴生九树去看。 要找到我娘, 还得将她安葬, 我怕她会反抗不愿意走。 阴生九树之中, 有更多可振母子煞的术法, 我还需研究透彻。 时间一点一滴地过去, 暮色逐渐降临。 何志终于回来了, 他大包小包地提着东西, 我也不晓得里头装的是什么。 枝鸭的声响, 指扎铺的门开了。 一个瘦高的人影入目。 开门的, 的确是指人许。 可让我变了脸色的, 是指人许竟然断了一条胳膊。 此时的指人许, 明显苍老了更多, 腰背都完全鱼捋了下来。 我盯着他看, 他同时也抬起头来。 这一次, 指人许明显没有上一茬 见我回来的那股惊气神了, 可他眼中依旧闪过惊喜之色。 阴阳, 指人许匆匆下了台阶, 只不过他的独臂让我怎么看, 怎么心里头难受。 何止神色同样凝重无比, 他和我一起到了指人许进前。 指人许谨慎的右手握住了我的左臂, 连连点头, 说了几个好字。 我抿着唇, 盯着指人许的那条手臂, 却一点都高兴不起来。 我低声道, 许叔, 谁伤了你? 指人许面色一僵, 却笑了笑说, 意外, 你回来了, 是大好事, 先进院, 有事慢慢说。 接着, 指人许就看向了我们身后的马车, 连声赞叹。 好马, 英娘, 看来这一次你在外, 有长进了。 这高头大马, 还有这马车, 看上去就价值不菲。 我听得出来, 指人许是在拉开话题。 这几句话, 看似他语气爽朗了起来, 可他曾经哪儿, 会有这种态度, 分明现在是牵强的, 不想让我过问断臂的事。 我沉默, 没有立即再接话。 我同河志将东西搬进纸扎铺, 把马拴在了铺门前的一棵树上, 这才跟着指人许进了后院。 院内酒气熏天, 地上全是杂乱的酒瓶子。 一眼我就能看出来, 二叔和指人许同住。 那棵老槐树却满目疮疑, 身上有很多孔洞, 分明是弹孔。 老鸡从瓦顶跟着我们进了院子, 扯着脖子咯咯叫了一声。 指人许多了跺脚, 才笑着说道, 你二叔心情不好, 最近喝了不少酒, 许叔收拾收拾, 你们去堂屋做, 等会儿我去买点菜回来。 也就在这时, 旁侧的一间屋内 转出来醉醺醺的骂声。 老许, 谁家的鸡下蹄呢? 等会儿, 老子就宰了下酒。 这赫然便是二叔的话音, 除了醉意, 还透着困倦。 碰! 的一声, 房门被一脚踹开。 二叔光溜溜地脑袋入木, 他满脸不洗, 身上衣服也是灵弯。 二叔, 我喊了他一声, 只不过, 我的脸色瞬间就僵硬了。 二叔右手扶着门框, 可食指和中指却光秃秃地, 竟是断了两条手指头。 只人许的断臂, 已然让我不解。 再加上二叔断指, 这绝不是什么意外。 我扭过头, 看向那棵老槐树上的弹孔, 呼吸逐渐粗重了起来。 院内这一瞬间变得极为安静。 只人许低声喝了句, 老刘! 二叔顿时清醒了不少, 他挠了挠光溜溜的脑袋, 换上了一副笑脸。 阴阳, 怎么忽然回来了? 显然, 二叔酒醒了不少。 我没有说话, 静止走到了二叔跟前。 此时, 二叔也没扶着门框, 右手揣进了衣兜里。 我抬手直接抓住了二叔右臂, 结果我一拉, 没能拽出来。 再用力一拉, 二叔闷哼了一声, 往后躲闪了一下。 我极度地沉默, 深深看着二叔的脸。 二叔明显眼神躲闪, 没和我对视。 何致同样也看出来了问题, 他放下大包小包的东西, 匆匆走到了我身旁, 袖眉紧促, 神色凝重。 二叔这才甩了甩胳膊, 任由我拉了出来。 他摇摇头说, 阴阳, 断两根手指头而已, 没什么大碍, 你刚回来, 别太激动。 老许, 你去弄点吃的回来, 再买两瓶好酒。 何致小声地接了二叔的话, 我刚买了很多酒, 都在包裹里。 可指人许还要转身往外挤走。 我低声说了句, 许叔, 你不准走。 我声音格外沙哑, 话音也很难听。 指人许脸色更是僵硬。 我眼眶却红了不少, 松开了二叔的胳膊, 二叔的身体也明显有些僵硬, 不知道是藏还是不藏手。 许说, 你断了胳膊, 说是意外, 二叔少了两根手指头, 又说没什么大碍。 好, 就算是你们出意外了, 二叔老师被水势鬼啃断了手指, 你挖坊给棺材压断了胳膊。 可你们告诉我, 树上的弹孔又是怎么回事? 我胸腔中的怒气猛地升腾了起来。 这不是针对二叔和指人许, 只是针对他们的伤。 我死死盯着二叔半晌, 又扭头盯着指人许, 一字一句地说道, 你们打算瞒着我不说, 可我觉得九合线应该有其他人能知道, 我这就出去找人, 问得清楚。 我转身, 直接就要往院外走去。 二叔飞速探出左手, 按住了我的肩膀, 他力气不小, 一时间我还真没挣脱开。 指人许重重地叹了口气, 面色更为复杂。 阴阳, 这件事情没那么简单, 现在已经大事化小了。 我直接就摇了摇头, 打断指人许的话。 一条胳膊, 两根手指, 已然伤人致残, 哪有什么大事化小, 定是有人欺辱了你们。 二叔如同我爹, 许叔你带我, 更是势如己出, 我怎么可能让你们平白受辱? 这当口, 二叔也挡在了我身前。 他面色阴晴不定, 又摇了摇头。 何志走到了二叔和指人许中间, 低声说道, 你们要是不说, 阴阳肯定也能问出来, 就算问不到, 他也能算出来。 这到底怎么回事, 他弄不清楚, 不可能这么算了的。 指人许和二叔僵持了许酒, 还是指人许先叹口气, 摇头道, 进屋祥谈。 我们进了堂屋内, 围坐在方桌旁, 指人许瞅了一眼二叔。 二叔却低声说了句, 你一子, 拿一瓶好酒出来。 何志赶忙去院内, 把包裹提进来, 取出来了一瓶酒。 二叔拧开盖子, 咕嘟咕嘟喝了小半瓶, 才开口道, 红颜祸水。 在之后二叔的一番话, 更让我面色难看。 这事的起因, 还是因为二叔平时的习惯, 他以往, 做了大户人家的买卖, 赚了钱, 就喜欢进一些烟花地喝花酒。 大约两个月前, 醉花楼新送来了一个情侣, 那女子弹的一首好曲子, 不过卖一不卖身。 事情, 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二叔在醉花楼听曲儿, 流连忘返。 那取掉悲伤, 也让二叔想起不少往事。 于是他花了一笔钱, 将那情侣买了出来。 不过二叔深知自己行客妻儿, 也没敢说想和那女人成家。 他当时心想着, 等我回来了, 或许能帮忙, 看能否解决这个麻烦。 可没想到, 刚过了几天就出了事。 一个新进的军阀, 带着队伍途经九合县, 并驻扎在了县后。 九合县之前也有军阀, 还和霍家关系匪浅。 只不过之后, 霍昆明汉不畏死, 要去报仇, 再加上许昌林帮忙, 那军阀头子丧了命, 队伍也跑了。 这新的军阀头子, 自是在县城之中盘剥了一番, 又在醉花楼, 听说了情侣的事情, 直接就上门要人。 纸扎铺是指人许的地盘, 对方自然没讨到好果子吃, 还都被绞了枪。 二叔他们还留下来了几把防身。 结果没过一天, 对方卷土重来, 还带来了一个先生。 那先生要比苗光阳厉害得多, 直接让指人许束手无策。 他们不但将人直接抢了, 那先生还断了二叔两根手指头, 让二叔握不住补刀, 又断了指人许一条胳膊, 让他不能灵活用指扎。 一黄眼过去了两个月, 二叔和指人许纵然心头怨恨, 却也无可奈何。 话音至此, 二叔顿了顿, 叹气摇头道, 我俩已经被废了, 双情也被抓走, 加上那先生本事极大, 我们的确没对付他的办法。 红颜祸水, 你二叔我天克女人, 这一次反倒是惹祸上身。 阴阳, 这事儿, 你就不要管了, 吃了这哑巴亏便罢。 二叔眼睛微微泛红, 他言辞之中不甘也有, 却没了报复的心思。 我闭了闭眼, 极力让思绪平复下来。 很明显, 是那军阀带来的先生, 手段下到了二叔和指人许, 以至于他们不敢报仇。 二叔伤心难过, 更为自责。 同样我还想到一点, 他怕闹得太凶, 伤了那叫双情的女人。 这件事情的确很棘手。 一来是军阀手里有人有枪, 二来是那先生不晓得是什么来头。 贸然动手, 可能占不到便宜。 可这件事情, 我不可能不管。 直接废了指人许的手段, 二叔少了握刀, 握船桨的手指头几乎也被废掉了。 霍家现在如何了? 我低声问了句, 其实我是准备想找霍家了解清楚一些情况。 指人许面色复杂地摇了摇头道, 霍昆明听闻我和你二叔的事情, 前去讨个说法, 结果被人打了个半死, 霍家也被抄了。 现在霍家大宅, 成了那军阀在九河县城内的据点, 至于城外的山庄, 则是那先生住。 如今霍昆明住在城内租的宅院里, 伤势好了一些。 我面色又是一变。 低下头, 我不再说话, 而是飞速想着对策。 我娘的事情, 肯定得暂且等等, 眼前这件事必须立即处理。 先生和军阀分开住在不同的宅子里, 这倒是一件好事。 只不过, 两人身边肯定少不了枪和人手。 此前我同何志, 甚至还有柳天牛, 都不止一次在枪上吃了大亏。 很快, 我稍微有了主意, 低声道, 那是英树先生, 还是杨蒜先生? 二叔和指人许都摇了摇头, 表示不知道。 我又沉冰片刻, 说道, 我和何志今夜去霍家大宅看看。 二叔脸上顿时惊忧。 没等他开口, 我就告诉他, 这事儿我肯定得要个交代, 他劝我是没用的。 二叔和指人许, 这才无奈作罢。 目光落至何志身上, 我更慎重地说道, 看过宅子, 你用一些手段, 让那宅子招阴魂惊恶鬼, 我不拘让齐成凶宅。 何志点了点头, 我又沉默了许久, 才起身说我去买点吃食回来, 让二叔和指人许些着。 何志起身, 表示要跟我一起去, 我则是让他将我们的东西能放下的都放下, 我只是去买吃食, 不干别的, 很快就能回来。 何志也这才作罢。 我离了纸扎铺, 走出丧葬街。 此刻天色已晚, 夜空寂寥, 月华更是清冷。 我低头一直朝着城内的方向走过去, 路遇了拉黄包车的车夫, 又上车喊他, 带我进城。 路上我也在考虑一件事情, 还有一些隐患。 我不止凶宅对付军阀, 便又免不得要花一些机会。 可这事儿, 又是我必须管的。 这样一来, 凶宅不能害人性命, 我只能将那军阀制住之后, 再让二叔和指人徐处置。 至于城外山庄的那先生, 倒是好办一些。 先生和先生之间轻易不动手, 就是因为一旦斗起来, 基本上手段进出, 不死不休。 如今, 那先生还没防备, 我直接下狠手, 用风水让他中创。 这忌讳便没有普通人那么大。 是有因果, 他伤二叔和指人徐就是因, 被我报复就是果。 很快我就进到城内, 买了不少的吃食。 我忍住了直接去货家大宅的冲动, 又让黄包车拉我回去丧葬街。 等回到指扎铺之后, 吃东西期间, 二叔和指人徐还是担忧不止。 显而易见, 二叔过了中年, 指人徐更是年纪不小。 两人如今的胆破早已不如从前, 这一次伤残也彻底损了他们的尽头。 令我欣喜的是何志在旁边一直和他们说我们在外的经历。 何志开始很乖巧, 说得也很小心, 之后便是会声会色。 听到二叔和指人徐两人都是一愣一愣的。 指人徐不甘心地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胳膊, 叹气道, 爆典天物, 都是爆典天物, 观尸鬼将那凶狮, 要是包了皮, 得多厉害。 还有其余那些凶狮, 都是宝贝啊。 哎, 指人徐又是一声长叹, 正正地看着我, 道, 阴阳着实是不一样了。 二叔此刻, 眼中却活泛了不少。 许氏多喝了几口酒, 又许氏何志的话, 点燃了他心头的希望。 他咬牙道, 阴阳真能对付他们的话, 得保住双情, 他是个可怜女人, 二叔瞧得上他。 你不是想要, 二叔能娶妻生子吗? 我就要他了。 那军阀, 你抓住了不准杀, 我要亲自动手。 话语间, 二叔的脸更加唇红, 他晃晃悠悠地朝着桌上倒去。 素来海量的他, 竟然今天半瓶酒就醉倒了。 指人许戳了戳二叔的肩头, 又喊了二叔几声, 二叔没反应, 他才起身将人搀扶了起来。 阴阳, 等会儿许叔和你们一起去。 我立即就摇摇头道, 许叔, 我和何志两人。 你嫌许叔废了一条胳膊? 没本事了。 指人许掩珠子瞪得浑原。 要不是被人来了阴的, 又让枪指着头, 伤我哪有那么容易, 现在我也。 我这才摇了摇头, 和指人许说我们不是去动手的, 现在去坏货家大宅的风水, 用阴招对付那军阀。 我再去城外山庄, 同样也要用阴招。 停顿片刻, 我继续解释, 说先生动手几乎都会在风水上交锋, 直接硬拼的话, 对面有枪, 我们完全落入下风, 也只能够从暗处来。 我笑了笑, 说让指人许放心, 我和何志在外那么长时间, 配合得很默契, 只要他和二叔在家里等好消息即可。 指人许脸色这才好看许多。 他搀扶着二叔进了房间。 我摸出来怀表看了看, 此时天色尚早, 才刚晚上九点。 盘算了片刻, 我让何志先去睡一会儿, 我们子时整出发。 那时候, 货家大宅该睡的人应该都睡死了。 何志听话地回了房间, 我则是等到了指人许回来, 将怀表交给他, 叮嘱他凌晨十二点喊醒我, 才回了屋休息。 躺上床, 熟悉的环境让我很快平静下来, 不多时就进了睡梦中。 只是, 我刚闭上眼, 就觉得格外压抑。 周遭很冰冷, 时不时还能听到哗啦的水声。 当我能看到周围情形的时候, 整个意识中都充满了哀伤。 我躺在一张竹筏上, 上边满是鸡瓶。 悬河的水面尽是褶褶波光, 我觉得有一个视线在注视着我, 只不过距离我很远, 当我想找到那视线来处的时候, 什么都很空洞。 这种梦, 我做过不止这一次。 主法就是我娘被当成 和神典女祭品的主法。 这条流域, 就是我爹和罗音婆救我的地方, 也是我娘丧命之所。 我不是惊醒过来的, 而是缓慢地恢复了清醒, 睁开了眼睛。 房梁上满是蛛丝, 一个黑漆漆的蜘蛛 吊着一条长长的丝线, 悬在我脑门正上方。 我盯着它看的同时, 它搜的一下就, 顺着蛛丝窜回了房梁, 消失在阴影中。 咚咚咚, 轻微地敲门声传来, 阴阳? 指人徐喊了我一声。 我醒了, 徐说。 我低声回答, 嗓音甘涩嘶哑。 下床推门出屋, 我才发现, 何志也已经在院里了。 我同何志相视点了点头, 又低声说, 让指人徐好好休息, 两人便直接离开了院子。 进城花费了不少时间, 等我们赶到货家大宅 那条寂静的街道时, 夜色更加清冷幽深。 大宅对面是一道极长的围墙, 很远之后才有民居建筑。 货家两侧的院墙更长, 占地面积更大。 只不过货宅的那牌匾, 却换了模样。 黑色的牌匾上, 写着汤府两字。 我盯着那牌匾看了片刻, 眼睛微眯了几分。 其实之前我还想过, 我让这宅子化凶, 会不会令霍昆明也遭到祸患, 现在连牌匾都换了, 便没了这顾虑。 何志警惕的左右四看, 一副耳听六路, 眼观八方的模样。 我细细打量了整个宅院的布局之后, 心头顿生了计策。 我先和何志顺着宅门外的东面走去, 一直走到街道的拐角处, 这里恰好也有一座屋宅。 我敲了敲屋门, 不多时门被推开。 一个穿着布衣, 睡眼惺忪的妇女问我做什么? 她眼中明显生起警惕, 打量着我和何志。 我示意何志取出来十块钱给那妇女。 何志快速拿出来十块大钱, 那妇女顿时就清醒了, 她吞咽了一口唾沫接过去前, 小心翼翼将其藏在怀中。 她警惕之余, 更是迷惑不解。 我指着她院墙的角落, 也就是街道拐角的位置, 轻声说道, 大姐, 明天天亮, 你去买一个木头回来, 要桑树或者槐树, 将其削得尖头朝上, 要比你家院头高两米, 将其插在那里。 你按时做到, 我会命人来再给你送十块大钱。 那妇女神色更恶然, 显然是不敢相信。 就这么简单, 她满眼狐疑, 眼中却还闪过几分贪婪。 不能拆掉, 拆掉了的话, 我会回来要钱, 要是有人问起, 你那里怎么出现的木头, 你就说随便买的, 胡乱放下了。 我再一次叮嘱。 那妇女连连点头, 说了几个好字。 我淡淡笑了笑, 便同何志转身, 朝着街道另一头走去。 枝鸦声响, 分明是后方关了门。 何志小声问询我, 刚才那安排是什么意思? 墓头就可以让货家宅院 变成凶宅了。 我低声告诉何志, 这是飞檐煞, 我用了煎木, 就会成飞檐枪煞。 樱木会直接冲射大宅, 以至于现在的汤宅人丁伤亡。 东方在八门之中, 又属于伤门, 挂在镇宫。 镇挂主洞, 洞则一伤, 主疾病行伤。 不多时, 我们又回到了宅门前头, 不过我没有停下, 而是继续往前, 那边是膝头。 我的安排方法, 便是在这大宅三队的不同方位, 找到人家弄出相应的克制之物, 以飞檐煞的形式冲撞大宅。 很快, 我们就来到了西侧的街道拐角。 我同样按照刚才的方法, 敲门将住户喊了出来, 又让何志给钱。 接着, 我就叮嘱那家住户, 等天亮了之后, 选在镇五十分, 在院墙上钉上一根铁签, 以尖头朝上, 试成之后, 再给他送十块大钱。 那住户是个精瘦的汉子, 他连连点头, 表示肯定绊倒。 西方队位, 属于金门所在, 主口蛇关飞, 惊恐创伤, 刚好和东方正宫的伤门相对应。 之后, 我又带着何志绕到了大宅后辈的街道, 找到了西南方位, 也让那里的人家准备次日, 弄回来一捧坟土, 就堆在家门侧边。 西南方位属于死门, 诸事不宜, 只一吊死送丧。 此时, 我们刚好距离这大宅后门不远, 何志又示意我一起过去。 到了地方, 他在后门口洒了很多白色的粉末。 何志动手的时候, 我自食警惕地观察四周。 天色愈发地暗了, 几乎伸手不见五指。 黎明之前的夜色最为漆黑。 在何志洒完了粉末, 缓缓后退到我身边的时候, 我才发现, 后门的位置竟然隐隐升起了雾气。 我说不清, 这是何志用了手段声的雾, 还是本身凌晨会起雾? 快天亮了, 这些粉末是死人指甲磨出来的, 里头还添了一二的头发, 以前爷爷给我留的, 必定招死人上门。 今天来不及招惹什么凶物了, 明天, 这院子里指定热闹。 我认真听完何志的解释, 便伸手拉住他手腕, 快步离开了大宅范围。 等我们绕到另外一条街道的时候, 天色已经蒙蒙亮, 路上开始有行人。 卖早点的铺子都开了门, 蒸笼冒着白烟, 面瘫也直冷了起来。 早起干活的渔民传夫, 有的急匆匆往码头方向走, 有的还在摊点上吃饭, 要五喝六的, 好不热闹。 我拉着何志也坐在了一个摊位上, 要了一些吃食。 好久没喝过热粥, 一口下去, 当真觉得整个身体都暖和不少。 吃罢了东西, 等天亮了, 咱们逛一逛, 你买些胭脂水粉, 过了五十, 咱们再回去。 我语气很平常地说道, 何志也是像寻常家的女孩一般, 露出几分惊喜笑颜。 要等到五十的原因, 也是我想万无一失, 得看那些人户有没有照我说的做, 若是没有, 我还得想对策。 吃罢了饭, 天色也大亮了。 何志拉着我逛了不少铺子, 不只是胭脂水粉, 还有裁缝店。 他选了不少布皮, 又和店家形容尺寸, 还给我量了。 临最后何志才说, 他让店家做了好几身衣服, 二叔只认许都有, 而且, 我身上的糖妆, 也该多置换几套了。 一晃眼, 时间就到了五十, 我们一边逛, 一边去了货家, 也就是如今汤府的位置。 到地方的时候, 我刚好瞧见那拐角的院墙里, 有人攀到了院边缘, 正在固定一根小臂粗细, 顶头尖锐的木头。 干活的那人是个男的, 倒不是昨夜的妇女, 我心头沉稳了不少。 再接着, 我们又故作无视地继续往前逛。 剩余两个不同的位置, 都已经按照我的要求, 摆放上了相应的物件。 我这才同何志, 朝着码头的方向走去。 何志尖头挂着不少小包裹, 他一直笑也如花。 我便开始在人群中寻找。 不多时, 我就找到了谢满仓, 抬手将他喊了过来。 他到了进前之后, 神色顿时兴奋不已, 连声说道, 李先生和姑娘, 我起早去了丧葬街, 不过刘老官说, 你们还没起, 让我晚上再去, 哪下你们过来找我? 我这才晓得, 谢满仓去过丧葬街。 不过我不动声色, 也没接他话茬, 只是让何志取出来了35块大钱, 又和谢满仓说了三个位置, 让他把钱送过去。 我叮嘱谢满仓, 多余的, 不要问, 也不用说。 谢满仓连连点头, 说肯定办好, 接着他才禀报了, 说何志给的银票, 他已经交给黄七的老娘了, 只是老人家伤心过度, 好在黄七媳妇能照料。 我心绪复杂, 点了点头, 说如果黄家有什么事情, 还是立刻去丧葬街通知。 谢满仓又对我鞠躬感恩之后, 便转头去办我给的差事。 我同何志两人, 也回了纸扎铺。 此时铺子却开着门, 只认许竟然没去休息, 而是破天荒的白天在做纸扎, 他只剩下一条胳膊, 已经多有不便。 二叔在旁边坐着, 手指头敲击着桌面, 更是难得的没喝酒。 我们进门之后, 二叔就立即匆匆关了门。 他示意我们坐下, 说一下情况, 事办得怎么样了。 我简单同二叔说了, 我已经设了凶宅, 只不过凶宅见效与否, 还得时间, 不能急于一时。 二叔点了点头, 他又略有担心地问了一句, 这凶宅, 不会获及到双情吧? 显然, 双情就是二叔重义的那个女人。 我沉宁片刻, 回答说, 凶宅影响的是住在那里的所有人, 不过主商的还是家主, 也就是那军阀。 二叔眉头紧锁, 坐在了椅子上, 眼中明显透着不安。 我劝说二叔几句, 说凶伤也不致命, 等对付了那军阀, 离开了宅子, 自然不会有事。 只认许竟用力敲了敲桌子, 接着, 只认许便问询我, 城外山庄的那先生, 怎么处理? 我点点头, 说我已经想好了, 现在周围的山, 水, 布置一下, 对冲山庄里的先生, 在登门, 去拜访一下。 只认许瞳孔紧缩, 不自然地说道, 万一他发现了, 先动手怎么办? 我告诉只认许, 对付这先生, 我肯定会用很凶的手段, 请凶师或者厉鬼进宅, 尽量保证, 除了他一个人能撑住之外, 所有人都挡不住。 这样一来, 我登门造访, 也就是只见他一个人。 只认许的神色, 这才松缓了不少。 我又撕存了片刻, 说这事儿我同和之稍后, 就会去做, 不能拖延太久, 因为汤府出事, 必定会派人去山庄请先生。 二叔同只认许当即点点头, 说没错。 稍作陈寗之后, 我告诉二叔和只认许, 等会儿我出发的时候, 他们也要出发, 在城外的药道上守着。 如果那先生提前回了城, 我们也有个知晓, 若是他身边没跟着带枪的大头兵, 就直接将人扣了。 鱼罢, 我又叮嘱了他们, 若是对方有人有枪, 就不能动手, 我们可以再找机会。 只认许眼中略有感叹, 他长嘘了一口气道, 阴阳这思维手段, 当真是缜密。 我现在倒是有个法子, 和娘子的纸扎皮上有诗毒, 他们下了一次阴招, 我和你二叔守路的时候, 自然也有阴招。 我心头一惊, 点头之余, 还是叮嘱他们, 一切以小心为上。 差不多交谈完了, 只认许才起身, 说去后院喝点滑滑粥, 完事做好准备, 咱们就出发。 很快, 我们几人便到了后院, 只认许去弄出来了粥锅, 何止帮忙去打粥。 何止刚递给我粥碗, 我捧在手里准备喝。 老鸡不知道从什么地方, 扑腾到了我的肩膀上, 他脑袋撑着, 机关子上却在一雪。 一滴一滴的黑红色机关血, 掉进了我的粥碗里。 我扭头瞧了一眼老鸡的关子, 发现其上竟然有一个小小的血洞, 分明是被锐物扎穿。 我眉头一皱, 他这是在哪儿弄伤了? 老鸡也有和淮花粥的习惯, 我以为是他想要我的粥。 于是我将粥碗放在了地上。 结果, 老鸡却扑腾一阵翅膀, 又从我肩膀上跳了下去。 他昂首挺胸地走进了厨房, 等出来的时候, 机关子上却沾着不少草木灰。 草木灰将他伤口完全堵住, 不再流血。 至于那淮花粥碗, 他没过来碰, 反倒是在屋檐下面蜷缩下来, 小眼睛盯着我看。 不仅仅是我, 就连和志, 二叔, 只能许都盯着老鸡瞧着了。 和志嘀咕了一声, 他好像故意给你放的血。 只能许却微眯着眼睛说道, 东西老了, 都有灵性, 机关子血很滋补, 这老鸡年头更长, 鸣娘, 你趁热喝了吧。 我再一次端起来粥碗, 老鸡抖了抖脖子上的羽毛, 慢慢蜷缩了下去。 喝粥的过程中, 我才回想起当时老鸡在车上不止一次地看我, 还扭动脖子, 抖动机关。 我这才有了猜测, 他是要让我放血。 这一晚淮花粥下去, 我觉得自己身上气件都足了不少。 二叔砸巴了一下嘴巴, 忽然说道, 还真是, 一晃眼, 脸上血色都多了, 等会儿, 我也去放点机关子血。 结果他话音将落, 就传来了老鸡哥哥一声尖锐的提名。 老鸡本来蜷缩在地上, 这会儿却猛地震吃起来。 他脖子上的毛都炸了起来, 凶狠地盯着二叔。 二叔, 我也是哑然失笑, 何知更是捂着嘴笑了起来。 院子里头的氛围都好了不少。 一顿饭吃罢, 二叔还嘀咕了几句, 说他还不幸整治不了一只鸡了, 回头非得放点血出来不可。 老鸡却直接飞上了那棵老槐树, 枝叶遮挡, 已然瞧不见了他的身影。 指人许站起身, 说让二叔仔细点, 鬼婆子的敖, 接鹰婆的鸡都只认一个主子。 小新等回来的时候, 老鸡直接窜下来, 给他脑门戳一个洞。 二叔顿时一言不发, 只不过他明显挪了挪凳子, 距离老槐树远了点。 我咳嗽了一声, 清了清嗓子, 才说让二叔和指人许收拾收拾, 准备出城。 他们两人分别回了房间。 不多时, 指人许还是背着那方背楼, 二叔腰间不只是补刀, 竟然还有一把细长的窄刀。 我们一行人出了院子, 上了马车之后, 合制便开始赶车。 一路上静止朝着城外而去。 我大致还记得去霍家山庄的路。 出城之后, 开始路上行人不少, 我也没让指人许和二叔在这里下车。 一直到了静山庄的分叉路, 我才停下马车。 我叮嘱了二叔和指人许几句, 告诉他们前面一段会有一条石子路, 旁边草木很深, 再往前才是山庄所在。 只要他们在附近守着, 如果那先生离开, 肯定会途经这里。 二叔和指人许迅速下车, 引入了旁边的荒草地, 很快消失在我和合制的视线中。 合制小声问我, 我们接下来去什么地方? 我沉凝了片刻, 示意合制继续往前赶车。 大约一刻钟之后, 我们经过了一座石桥, 桥下是一段基里宽的湍急水流。 从这窄河上去, 便是当初霍昆明的第二任老婆 奇思丧命的地方。 我还清晰地记得荡日的凶险。 急水冲尸, 尸所猴。 不过, 我们已经在玄湖口遇到了更凶的凶尸。 若是再经历一次这种事, 必然不会有那么多危险了。 我示意合制下了石桥之后, 就顺着那段河往上走。 合制赶着马车, 沿着河道走。 我则是探头在车窗的位置, 观察周围的地势, 以及入木之中的山。 按道理, 从这个方向一直往上, 回到一个位置。 那里有一片空地, 空地正前方, 就是霍家的山庄。 此时, 河岸相对的四五十米外, 则是有一座不大的山丘。 我视线, 落至那山丘的位置, 打了手势, 示意合制将马车赶过去。 约莫一刻钟之后, 我们到了山丘脚下。 我下了马车, 眺望远处, 赫然便瞧见了霍家的山庄。 而且这位置, 刚好看到的, 就是山庄大门。 只不过, 距离尚且很远, 只能看清大门的轮廓。 我低声告诉河志, 先将马车藏到正面看不见的地方。 河志立即赶着马车, 绕着往山丘后方挪去。 我则是微眯着眼睛, 盯着矮山丘看。 凶宅的形式, 有很多种, 最常见的是本身的宅凶, 要么死过人, 要么房屋构造, 院子的形状出了问题。 另一种凶, 则是地凶, 这也是最大的隐患, 是风水本身的冲撞。 我给汤府设置的飞檐煞, 就是借用了冲撞, 那不算地凶, 只是外煞。 地凶的风水冲撞, 有一种是与山有关。 山为龙, 龙若死, 那死龙召乌门, 死气灌入宅内。 即便是山未死, 山前若有大量枯木, 正冲着大门, 也会形成凶射。 我所打算的, 便是将这座山改成这种风水, 让那山庄不知不觉地变成大凶之宅。 这种情况下, 若是再搭配一些特殊的手段, 譬如以火焚山, 这骤然死龙的怨气, 就会凭借着枯木所指, 全部灌入那山庄里。 但凡是活人, 都肯定承受不住冲撞, 短时间内精神恍惚。 轻则重病一场, 重则伤及阳寿, 时间一长, 还不搬走的话, 必定暴毙而亡。 城内的宅院, 我控制了度, 不会伤人性命。 而这山庄, 我对付的是风水先生, 便没那么多顾忌了。 我刚思绪落定, 何志也匆匆回来了。 他告诉我, 已经将马车藏好。 我点了点头, 低声说道, 我们上山去找枯木, 全部堆积到山脚。 何志没有多问什么, 就开始跟着我上山忙活。 这山不高, 在山腰处, 我们发现了不少粗壮的老树, 已然枯死了许久。 我们两人同心协力, 将那些枯木搬运下去。 等我们在山脚正对着山庄大门 堆积了一大堆枯树干之后, 山腰的枯木已经没了。 我们就只能再往山顶 更高的地方去找。 而接近山顶的时候, 我发现了一个问题。 我身上的定罗盘, 正在发出嘶嘶的响声。 我飞速将其取下, 定罗盘的指针形成的是转针, 其速度飞快。 何志小心凑到我身边, 问我脸色怎么变了。 我微逆着眼睛, 喃喃道, 天助我眼, 这山上, 竟然还有凶坟, 我们把坟找出来, 挖湿。 何志略有心惊, 不安道, 挖坟, 要凶狮做什么用? 我和何志解释了, 枯树是引导死气, 凶狮的死气更厉害, 将其挖掘出来, 头对着山庄大门, 事半功倍。 何志点了点头, 但他的眼中却流露出几分担忧, 欲言又止。 不多时, 我们两人就到了山顶。 我仔细观察了一圈周围的树木, 发现这山顶光秃秃的 多是瓦砾石子, 树木植被反倒是稀少。 山头正中央荡针瞧见一座老坟, 坟头上的荒草异常茂密。 我示意何志将炸鬼刀给我, 手头没别的工具, 我只能用炸鬼刀来挖坟。 何志犹豫了半晌, 终于开口问道, 阴阳, 真的要直接挖坟吗? 你对付汤府那军阀都没下死手。 这里直接下死手会不会有报应? 蒋先生他。 何志的话顿时让我沉默下来。 我也知晓他刚才那股担忧神色的原因了。 还没等我说话, 何志又小声说, 他不是要阻止我给二叔和指人徐讨个公道的意思, 他也恨不得砍了军阀和那助纣为虐的先生的胳膊, 可他怕我恨意太重, 万一弄出来的问题太大, 影响了我。 我笑了笑, 才回答何志说事情必定有取舍, 乌炎煞我已经控制了堵, 不会致命, 只是让那军阀自顾不暇而已, 等是罢了, 承接了那军阀, 让他不敢再回九合县即可。 至于这先生, 尚且不知道他什么来头, 不会那么容易丧命。 稍作停顿, 我又说到, 马宽, 吴显长, 还有其他人, 都是后患。 现在既然动手了, 我就不能让他逃掉, 再成了隐患。 临最后, 我又解释了, 先生之间动手, 怕的是不死不休, 因果关联也是如此。 至于军阀, 我不要他的命, 即便会有一些报应, 也不会太重。 为了二叔, 这点事情我必须得承受。 何志的神色明显松缓了不少。 他点点头, 将炸鬼刀递给了我。 我将其荡成了铲子, 一下一下地缠走坟土。 当然, 挖坟也有禁忌。 好人的坟不能挖, 有镇湿效果的坟不能挖。 此时我挖的这孤坟, 明显已经无主, 而且凶器外泄, 令山顶上大部分的树木都枯死了。 这不但没有镇湿的效果, 假以时日, 整个山顶树木完全枯死, 再来一个普通人的话, 必定会被撞碎。 到时候, 凶尸也会出来。 就如同那马汉, 凶器太重, 撞碎了关山镇的人, 想要离开坟种。 不多时, 我就将坟头挖开了大半。 我手上的动作更加谨慎, 因为已经瞧见了泥土中的草席。 再产掉了一些泥土, 草席露出来更多, 我便将炸鬼刀放下, 或用手清领泥土。 很快, 一卷脏兮兮的草席暴露在视线中。 何止眼皮微跳, 我额头上也冒了不少汗珠。 这年头, 穷人只裹一卷草席下葬已然是常态。 只是这草席很短, 并不是裹着成年人的。 草席底部还露出来了一双枯瘦的小脚。 是个孩子, 何止话音不忍。 我停顿了片刻, 将裹颈的草席打开。 躺在席子上的, 的确是一具孩童尸体。 它早已经枯搞得没有血肉, 双眼虽然是睁开的, 但眼球也干扁了下去。 干巴巴的皮肤上, 隐约能瞧见黑色的纹路, 它腹部极为肿大, 这就显得格外的怪异。 饿死的。 何止眼中的不忍更多, 它紧咬着下唇。 我深吸了一口气, 弯腰摸了摸草席下方, 确定了草席的底部, 其实就是山石的表面。 怪不得会成凶尸, 藏坟最忌讳直接藏地雷土, 必须要挖出金井, 否则的话, 山头表面缠绕的也是阴气。 我们见完它的尸体后, 将它安葬一处好地段。 我吐了口浊气, 继续说道, 假以时日, 它怨气消散, 也能投胎。 何止点了点头, 在了腰间。 这孩子的尸体反倒是沉甸甸的, 就像是抱着一块粗重的死木。 这一段时间耽误下去, 天早已到了暮色, 都快要天黑了。 不多时, 我们回到了山脚。 我将草席放置在枯木之上, 调整了同事的头, 正对着那山庄的大门。 又抬头看了看山, 我沉溺片刻道, 怨气,够了。 此前光用枯木冲射山庄, 不加一把大火烧山, 怨气不够重, 能伤普通人, 但没那么容易伤到先生。 现如今加上凶尸, 自然是足矣。 此时, 暮色渐深, 黑夜将至。 何志问我, 我们现在怎么办? 是去山庄拜访一下那先生, 还是说, 就在这里等着啊? 我微眯着眼睛, 沉思了片刻, 道, 天黑之后, 怨气冲撞过去, 普通人定被撞碎, 看那人的本事如何, 他能不能好端端地从山庄走出来。 先生逗, 逗的都是暗处, 我们占了先手, 他只会吃闷亏, 即便是他出来之后, 发现问题是这座山, 也已经来不及。 我们去山庄前面, 那空地后方和窄河 有一段枯草能藏身, 若是他一人出来了, 看看能不能抓了他。 若是等到此时他都没出来, 那就是, 他出不来了, 我们进去找他。 说完, 我就静止朝着前方走去, 何志紧跟在我身后。 不多时, 我们两人就到了那窄河前头, 天已经彻底黑了。 我示意何志要游过去 这三四米的窄河。 却没想到, 何志竟然捡了地上一块木头, 抛进了河面。 他纵身一跃, 刚好踩在那木头上。 木头哗啦一下压下不少, 他却凭借着力道落到了对岸, 何志跺了跺脚, 竟只是湿了鞋子。 我没着伸手, 就只能够游过去, 浑身弄了个湿透。 我赶紧拧了您身上的水, 何志也过来给我帮忙。 等我身上的水稍微干了些, 我们两人就匍匐着 钻进了后面的荒草丛里。 很快, 我们就钻到了边缘的位置。 前头是一片空地, 在空地之后, 就能瞧见霍家的山庄大门了。 此时大门紧闭, 不过隐隐能从上方看到一些灯光, 甚至还有鼓乐歌声传出。 我们刚蹲在这里一会儿, 我就觉得身后一股透凉的气儿窜过来, 似乎贯穿了我的身体。 何志也打了个寒镜, 他的脸上透着几分不安。 有点冷, 好似有东西从我们身上钻过去了, 他小心地说道。 我微眯着眼睛, 一直盯着山庄大门。 是那座山的怨气 混杂着凶器冲撞过来了。 雨霸, 我对何志做了个噤声的动作。 何志顿时闭口不言。 我快速取出来一张镇煞符, 让何志贴在了肩头。 同样, 我也在身上贴了一张镇煞符。 那骨子冷气儿不再从我们身上钻过, 反倒是肉眼可见 有丝丝缕缕的白雾正在缓慢地滋生。 顺着风吹, 那些白雾逐渐汇聚到了山庄上空。 风水之中, 这冲撞的气息都会落在对应的位置。 所以我和何志 至多也就是感觉怨气的冰冷。 现在有了浮, 那冷意也不会靠近。 其实, 我还可以将通俏分金尺 或者定罗盘拿在手上 会有更强的效果。 可我担心 这两样东西震煞的效果太强, 直接将怨气冲散太多, 破坏我的计划。 时间一点一滴地过去, 整个山庄都开始被白雾逐渐笼罩, 一切都变得寂静起来。 之前的鼓乐歌声 不晓得在什么时候消失不见了。 甚至山庄中的灯光都暗淡下来, 反倒是浮现着一股悠悠的绿光 似是鬼火一样。 隔远了看, 这山庄就仿若一个死宅一般。 这是从气息上透出来的死迹。 何志的额头上 冒出来几丝汗水。 好像有人进去了, 我眼花了, 外面没人。 不, 不对, 我伸手捂住了何志的嘴巴。 另一旁的路上, 的确有一些人 翘无声息地出现, 或是有人衣衫褴褛, 或是有人骨瘦如柴, 又有人提着灯笼, 他们顺着走到了山庄门前。 山庄门只是开了一条缝隙, 这些人全都走了进去。 我冷不丁就想到了类似的一幕。 和鬼婆开鹰鹿的时候, 还有在秦梅被害的院子前头, 都出现过相似的人。 这些人都不简单, 不晓得是什么牛鬼蛇神, 痴妹亡凉。 再之后, 就是漫长地等待。 我将怀表握在手中, 时不时地低头看一眼时间。 身上的衣服都已经干了, 只针到了十一点, 已然是紫时。 山庄前头的雾气越来越重, 却没有人出来的迹象。 我感觉, 那先生可能没有你预料的厉害, 他没出来。 再不进去, 怕是要死人。 我微眯着眼睛, 点了点头道, 走。 我带着何志快速钻出荒草丛, 急步朝着山庄门前走去。 当我们到了大门前头的时候, 肩膀上的符纸, 竟然都有几分卷曲。 我耳边似乎感觉到一股气, 像是有人在身后吹了我一口。 瞳孔陡然紧缩, 我猛地回过头去。 身后空空荡荡, 并没有任何人, 半个鬼影子都没有。 可远眺之下, 我觉得远处的山丘, 好似都变得削瘦了许多, 就像是一个蹲着的人, 正在盯着我们。 我呼吸粗重了不少, 闷哼一声, 扭过头来。 何智已然一把推开了山庄大门。 花圃亭台之中, 是一条小径, 直通最里侧的堂屋。 小径两侧, 一部分穿着扑从衣服的人, 就像是丢了活一样, 脚步蹒跚地走着。 我们进院子, 他们就像是没有感觉似的, 都没搭理我和何智。 堂屋里头的东西七零八落, 还有很多人昏迷倒在地上。 其中不乏一些穿着暴露, 满是风尘气息的女子。 隐隐的吸流声, 咀嚼声若有若无地传入耳中。 我低声说了句小心, 便迈步朝着堂屋方向走去。 不多时, 我和何智就走到了堂屋外头。 何智警惕地看着屋角一处地方, 猛地拔出来了腰间的炸鬼刀。 我目光过去的瞬间, 也是心头一紧。 阴暗的光线下, 似是有个孩子趴在墙根。 可很快我就看清晰了, 那哪是个孩子, 分明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 他脸颊凹陷下去, 还有黑气笼罩在硬堂, 颧骨, 鼻梁。 一双眼睛瞪得极大, 手头捧着一个碗, 碗里头全是吃食。 他还在朝着嘴巴里面猛塞食物, 看他的肚子已然撑得圆圆滚滚。 再吃下去, 他就要撑死了。 其余人没承受住这种巨大的怨气冲刷, 大部分都昏迷或者丢环, 反倒是他撑得住, 被撞了碎。 怎么办? 何智微眯着眼睛, 低声问我。 我直接抽出了怀中的通窍分金尺, 低声道, 破了撞碎, 捆了他。 我大步进了堂屋, 何智则是紧随我身旁。 也就在这时, 那中年人忽然砰了一下, 将手中的碗砸在了地上。 他本来是侧脸对着我们, 现在猛地转头, 猙獰地盯着我和何智。 滚! 略有稚气的声音, 透着凶狠气。 我没有后退, 沉声喝道, 我借你凶气一用, 也会将你好好安葬, 给你供果。 要是你和我作对, 不但下不了葬, 凶狮更不会有好下场。 转眼间, 我就到了那中年人跟前。 他猛地起身, 双臂就要来抓我的肩膀。 若是换作以往, 我可能会躲开。 可如今手中是通翘分矜持, 这是能震马汉的宝物, 对付一个黑煞凶狮撞碎的人, 不可能有意外。 思绪之间, 我仰起手, 啪的一下就拍在了那中年人的头顶。 他的双手几乎同时抓住了我的肩头。 剧痛传来的一瞬间, 他的身体却疯狂地抽搐起来, 双眼瞪得溜圆, 不停地口吐白沫。 下一刻, 他直挺挺地朝着地上倒去, 并不住地发出呕吐声。 我额头上也见了汗, 他下手不清, 不过还好通翘分矜持作用大, 不然很可能他手指头扎穿我肩膀。 小心! 何志忽然轻呼一声, 他的刀背忽然朝着我身后一劈。 我只觉得一股进风闪过, 等我回过头的时候, 刚好看见一个仆人被何志用刀背砸飞。 那东西被你打出去, 又撞碎了别人, 这院子里人不少, 得把他弄走, 不然的话, 肯定得出事。 何志语速极快, 面色更是凝重。 紧跟着, 那仆人又颤巍巍地站了起来, 目光尖锐地盯着我。 我直接将通翘分矜持, 甩给了何志, 低声道, 挂在大门前头, 正对着那山丘。 何志飞速接过尺子, 朝着院子大门冲去。 我则是又取出来一块雷击木短刻的符牌, 踏步往前, 用符牌直接去拍那仆人头顶。 顷刻间, 何志已然到了大门前, 他纵身一跃, 就将那铜匙倒插进了屋檐。 与此同时, 我也刚好用符牌将那仆人拍倒。 他在地上口吐白沫, 没能再起来。 同样, 堂屋也没人再撞碎。 身后却传来一道痛苦喘息的声音, 质问道, 你是谁? 你算计我? 芒刺在背的感觉陡然从身后传来。 我骤然转过身。 刚才那中年人已经没有口吐白沫了, 他双眼瞪得溜圆, 双臂撑着地面要爬起来。 他眼中更多是惊怕。 兄太, 我们往日无怨, 近日无仇。 你想做什么都行, 没必要整我。 说着, 他的右手却飞速朝着左边腰侧摸去, 眼中更是闪过一抹凶狠。 我猛地跨步, 冲至他跟前, 狠狠一脚踹中他的太阳穴。 我反应速度飞快, 而他只不过刚从撞碎中清醒, 动作格外迟缓。 碰! 悲声闷响, 他的身体重重地撞在了墙上, 整个人瘫倒在地, 没了丝毫的声息。 我快速蹲伸下去, 直接将他的双手拽着腰头后边。 何致也快速回了堂屋。 他面色紧绷, 摸出来了一条绳索, 蹲伸下来, 帮我绑住了这中年人的手腕。 我则是摸索着他的腰头, 取出来的竟是一把冰冰凉凉的呛。 我额头上冒了不少汗, 扭头扫了一眼堂屋里头的其余人。 除去了那些仆人之外, 还有一些人步伐穿着冰服。 心跳的速度飞快, 不过这也让我松了一大口气。 何致同样盯着我手头那把枪, 心有余悸地说道, 还好他本事不够, 不然的话, 他跑出来, 我们也不好对付他。 我沉默片刻, 低声道, 如果本事够了, 他也就不会装着东西在身上了。 我话音未落, 何致就突然向我伸了伸手。 他并没有说话, 只是眼神中代表的意思不言而喻。 我犹豫了半晌, 又盯着枪看了好一会儿, 还是摇了摇头。 这东西, 会要人命, 我们控制不好那个肚, 不能拿。 我低声说道, 可, 何致微咬着下唇。 我将枪放在了地上, 何致明显很不甘心。 我停顿片刻, 又和他解释, 如果我们拿着一柄枪, 再遇到的人也有。 是我们先拿枪杀人, 还是两者同时开枪不死不休? 若是杀了人, 报应也会更重。 何致这才挪开了目光。 我将那中年人从地上拉了起来, 拽着往院外走去, 何致则是一起来帮我。 很快, 我们就出了院子。 我又让何致在这里等我, 我去将山头前面的枯木弄散, 破掉这风水局, 再将马车架过来。 何致问我, 为什么不能一起去? 我解释告诉他, 铜尺现在拔了, 院内人又要撞碎, 麻烦不小。 先破掉风水局, 再拔掉铜尺, 就不会有问题。 这期间得有人守在这里, 免得横生变故。 何致立刻说他过去, 免得我再游一次水, 弄得浑身湿透。 我想了想, 说这样也没问题。 接着我又叮嘱了何致, 将那男童的尸体, 用草席卷起来, 放在树荫下, 等我们解决了眼前的事情, 再去安葬他。 何致点点头, 立即转身离去。 苍白的月光, 惨淡凄冷, 洒落在这空地上, 更是有种死忌感。 我低头仔细看了看那中年男人, 他身上穿的, 的确是唐装不假。 不过一时间, 我也看不明白, 他到底是风水的英树先生, 还是杨蒜先生。 去摸索了一遍他的衣兜, 我取出来的是一把竹签, 还有一些铜钱。 顿时我就明白了, 他是杨蒜。 也就在这时, 这中年男人呵呵地咳嗽了起来, 他又痛苦地闷横了几声, 颤巍巍地睁开了眼睛。 这会儿, 他看我的眼神, 已然只剩下惊恐和不安了。 兄台, 我目光平静地看着他, 说道, 你叫什么名字? 谢, 谢安, 他额头上汗水大颗大颗滚落。 紧跟着, 他挣扎了两下, 便换上了一副陪笑的脸。 兄台, 谢某当真没有得罪过你。 我看你面生, 也是刚来九合线, 没必要动这么狠的手。 你要钱, 还是要东西, 我都拿得出来。 谢安的语气更多成了哀求。 没得罪过我吗? 我视线还是和他对视, 低声道, 那你想想, 你都做过什么事? 谢安的额头上 泥出的汗水更多了。 他不自然地说道, 和霍家认识, 为了一个乡身, 没必要和我结仇, 我跟的是汤泉, 他手底下有人有枪, 咱们有话好好说。 你是有本事的人, 要是能跟我们一起, 汤大帅什么都给得起, 钱和女人少不了。 谢安的话音之中, 已经全是引诱了。 我没开口, 他就说个不停, 临最后, 他又郑重道, 我们也只是借用了霍家的宅子, 那家主是没什么事的, 既然是朋友, 宅子我也能让出去。 我依旧没说话。 谢安额头上的汗水, 就更多了。 他欲哭无泪地说道, 兄台, 你不涂财, 我们也没仇怨, 何必? 何必? 我微眯着眼睛, 神色更为冷烈。 霍家主没事, 我倒是听人说, 他被打了个半死。 谢安面色一僵, 又要解释。 没等他开口, 我又淡淡地说道, 看来你贵人多忘事, 忘了你带着人, 砍了我许舒一条胳膊, 又断了我二叔两条手指。 这是远日无怨, 近日无仇吗? 我话音落下的瞬间, 谢安便陡然白了脸色。 他眼中更是愕然到了极点, 那个纸扎将和捞尸人。 这, 这怎么可能, 那是两个下酒流的杂? 我直接抬手, 啪, 的一耳光抽到了他的脸上。 这一巴掌我没留手, 捞尸拽绳索, 那骨劲儿使了上去, 谢安被抽得一声惨叫。 我语气更为冰冷, 盯着他低声道, 下酒流的什么? 你觉得自己很高贵? 骇人不浅, 跟着军阀搜刮明枝明膏。 我, 谢安一哆嗦, 他忽而色力内忍地骂道, 你敢杀我吗? 只要汤大帅晓得我出事了, 马上就是一队人, 一人一枪, 都能把你打成筛子, 我奉劝, 你最好现在放。 我冷笑了一声, 道, 我倒是想看看, 你说的那大帅, 明天能不能起得来床? 我话音落下的瞬间, 谢安顿时面如死灰。 他死死地瞪着我, 一句话都憋不出来了。 我也不再理会他, 而是回头望了一眼那山丘的方向。 这距离不算太远, 我已经能看见一辆马车, 正朝着另一个位置赶去。 我吐了口浊气, 又平静地说了道, 我不会杀你, 不过你要付出相应的代价, 若是你们在城里害了人命, 自会有人法办你们。 至于你欠我许叔的胳膊, 二叔的手指, 他们自会向你讨要。 那谢安却被吓得快哭了, 他体弱筛糠, 只剩下了发抖。 我并没有再开口说话, 只是静静地等待, 谢安脸上的死灰却越来越多, 额头上的汗水也越来越多。 视线远眺, 对岸的马车已经消失在了视野中。 又过了约莫一刻钟的时间, 空地西侧的路上传来了踢踏踢踏的声响。 很快, 马车进入视线。 何志将车赶在我面前时, 车厢里便窜出来两个人, 分别是二叔和指人许。 何志也匆匆下车, 他低声和我解释, 说他看事情作罢, 让二叔和许叔埋伏在那里没了意义, 就喊他们一起过来了。 我点点头, 表示他做得对。 这当口, 二叔同指人许已经到了谢安的跟前。 二叔拔出腰间的窄刀, 刀柄一部分缠在了他右手的绳索里。 我这才晓得, 原来二叔是凭借那绳子, 让自己能握紧刀。 虽说会比之前不灵便, 但也不会无法用刀。 他刀尖直接勾起了谢安的脖子。 二叔脸上终于有了一丝畅爽的笑容, 喝推一口唾沫吐在了地上。 我本以为二叔要说点什么, 结果他半赏就憋出来了个操字。 深吸了一口气, 我低声叮嘱了二叔一句, 不能杀他的命, 我们最多讨债。 稍作停顿, 我又解释说, 他们若是伤人害命, 要交给九合县的人来处置。 谢安的脸色丝毫没好起来, 反倒是更绝望。 指人许点了点头, 他让我放心, 会盯着二叔的。 我稍稍松口气, 急步走向了山庄大门前头。 将倒插在屋檐上的铜齿拔了下来。 我又去了一趟大院内, 大致检查了每个人, 确定他们只是被怨气冲撞, 或是撞碎的昏迷不醒, 并没有性命危险, 才彻底放心。 不过我没有立即离开, 而是将那些穿着冰服的人搅了枪。 当然, 我没带走枪, 只是全部丢进了山庄正院的水潭中。 我故意拖延了时间, 这才从大院出去。 可让我没想到的是, 大院内那谢安还是好端端的, 并没有缺胳膊少腿。 二叔在旁边提着个酒瓶子, 时不时地滋一口。 指人许雀坐在了马车前头。 何志赶紧来到了我跟前, 他拉着我小臂, 跟在了我身侧。 到了他们跟前, 我看了谢安一眼, 他左右脸颊高高肿起, 眼睛都因此只剩下一条缝隙了。 二叔, 其实我在院里耗着, 就是不想看到二叔和指人 虚斩谢安胳膊。 二叔跺了跺脚, 又瞥了一眼谢安, 他才说道, 来的时候是想砍了这孙子的, 这会儿忽然不想砍他了, 万一不留神让他死了, 这报应还得你来背, 我和老徐也好不到哪儿去。 阴阳你刚才不是说了吗, 要交给九和县的人来处置他。 这段时间他可没少为虎作仓, 那军阀也没干过好事, 双情不是他们强抢的第一个人。 顿了顿, 二叔继续说道, 反正要交出去, 那就直接交。 马车前头的指人, 徐也点了点头。 我正了正。 二叔的秉性是没变化的, 我也听明白了, 他不想我遭报应, 我心头暖一更多。 谢安嘴巴忽然呐囊起来, 口齿不清地说道, 你, 你们, 装, 什么, 好。 二叔眼睛一眯, 又骂了个操, 接着一脚踹在了谢安下巴上。 谢安仰头往后一摔, 便直接昏死倒地。 再接着, 二叔就将谢安提了起来, 塞进了马车里。 我们三人再一次上车。 当然, 我和何志坐在外面赶车, 二叔和指人许则是在车内。 我们回城的路上, 也简单商议了一些事情。 天还没亮, 我们也不晓得那军阀汤全有没有中招, 他们有人有枪, 我们也不能光明正大的让人晓得, 是我们抓了谢安。 可以看汤全的情况, 若是他中招的话, 再将谢安交给别人。 九和县是有民兵队伍的, 甚至县长都是对汤全敢怒不敢言。 将人交出去之后, 再配合制造一些消息, 类似于汤全无恶不作, 遭到报应, 让人在城内散步, 总之先灭汤全几分威风。 离应外合之下, 他必定溃败。 当然, 我们所说的离便是指风水了。 差不多到了城口, 指人许才告诉我这件事情急不得。 我稍作陈宁也说了, 让他们传播消息的时候也多加一条, 如果不想被汤全连累的人尽快离开汤府。 二叔却疑惑地问了我, 如果汤全也跑了呢? 我笑了笑, 告诉他, 汤全换了货府的牌匾, 跑了也没用了。 那宅子成了凶宅, 要针对的就是汤全。 停顿一下, 我才说到, 这就叫做跑得了和尚, 跑不了妙。 临近成了半盏茶时间, 指人许忽然下了车, 他说, 去带一个人回来, 让我们先走。 我们则是回了丧葬街。 此时天色刚亮, 我们又将谢安弄进了院子。 谢安早就醒了, 就像是个死猪一样被扔在地上, 一动不动。 二叔去厨房里端出来了吃食。 我和和志忙碌了一夜, 早已经疲惫不堪, 而且困意十足。 二叔又让我们不要硬撑着, 先去休息。 我自是没有再推辞, 分别和和志进了房间。 躺上床, 我闭上眼, 很快就进入了睡梦中。 只不过一入梦, 我竟然又诡异地梦到了自己躺在竹筏上, 被冰冷的悬河水包围。 这一次被盯着的感觉更强了。 虽然那视线是善意的, 可其中透着的悲伤 还是让我心头压抑不止。 此外, 梦开始是一切都格外安静, 可到了之后, 我总觉得能听到一些嘈杂的声音, 隐约还有骂声, 好似说不减点, 思通。 那些声音很模糊, 很微弱, 只是片刻就消失不见。 临最后的时候, 我就只能听到一个女人在幽怨地哭泣。 我猛地睁开了眼睛。 屋内的阳光刺得双眼发疼, 大口大口地喘息着。 我捂着胸口, 脑子还昏昏沉沉了半嗓, 总算是清醒了过来。 挪着身体到了床边, 我手却还是压在心头。 先生的梦是有预兆的, 尤其是阴阳先生更是如此。 我阴阳术越来越深, 这种感应就会越来越准。 是我回到了九和县, 我娘给我托梦了吗? 还是说, 她遭到了什么变故或是凶险? 我睁着眼睛, 低头看着地面许久。 此时, 我心中也开始挣扎了。 本身回到九和县, 就是要解决我娘这件事, 不能让她孤零零地一直留在玄河, 提着那口气不散。 同样, 我也想弄清我的身世, 还有当年将我娘送去祭和神的人, 到底是谁? 只是指人许断壁, 二叔残疾, 我才对那汤泉和细安动手。 事情刚做一半, 这梦却来了第二次预兆。 这仅仅是两天时间, 恐怕我要想一件事情, 一件事情的做完, 不太可能了。 我至少得开始去打听上游的事情, 不能再拖下去, 这也需要我更缜密地安排事情, 不在汤泉的事上出纰漏。 深呼吸几口气儿, 我让思绪平稳下来。 取出来怀表看了一眼, 此时竟然已经过了正午, 我这一觉都睡到了下午两点钟。 起身推门出屋, 院内除了指人许和二叔之外, 还有一个人, 赫然正是霍昆明。 很显然, 指人许说要带回来的人是霍昆明。 可现今的霍昆明却没了当日的威风, 那张国字脸也显得苍白孱弱。 只不过, 霍昆明面色上却显得很是兴奋。 他们三人同时回头看我, 二叔和指人许眼中也喜色不少, 二叔快速招招手, 低声道, 阴阳,快过来。 我到了境前之后, 霍昆明则是伸手紧紧抓住我的手掌, 他语气都是颤抖的, 李先生, 你做了一件大事, 大好事啊。 我按住了霍昆明的手掌, 眼中疑惑不少, 然后我才问他们怎么了。 霍昆明这才按捺住了情绪, 他们三人相识一眼之后, 和我解释的反倒是指人许。 他大致就是说, 虽然霍家被占了宅子 已经明面上的铺子, 但实际上, 人心还是霍昆明这里的, 霍家经过之前军阀的教训, 早已经将一部分资产隐藏了下来。 这一次, 霍昆明侥幸保住命, 也不至于真的家道中落。 指人许的意思, 便是要借用霍昆明的手, 来暗中观察汤全, 以及散布流言。 霍昆明其实早之前, 就派遣了人随时看着汤府, 早上刚跟着来了纸扎铺不久, 就有人传来了讯息, 说今天汤府大门紧闭, 不像是往常一样, 那汤全会在城内招摇过市。 通过府内的仆人家丁才晓得, 昨天夜里汤全下床的时候, 忽然床架倒了, 给脑袋砸了好大一个火口。 连夜请了大夫上门包扎, 今天又伤寒, 起不了床。 指人许说到这里, 他就没再继续, 而是视线落至霍昆明身上。 霍昆明重重地捏了一把拳头, 他沉声道, 我已经散布出去了流言, 那汤全烧杀鲁, 抢抢名女, 之所以遭报应, 是因为咱们九合县, 来了一个先生。 先生看不过他无恶不作, 所以出手成见, 汤全的报应不止于此, 还会更多。 那谢安已经被先生拿下, 交给县里的民兵队。 如今城内被他欺压过的人, 无不欢呼雀跃, 就连志同都在路上传起来了童谣。 我愣了一下, 低头沉默。 二叔才赶紧解释, 说道, 阴阳, 你不用误会。 霍昆明脸上的兴奋喜悦, 顿时也变成了一丝不安。 他也立即说道, 李先生, 我不是祸水东饮的意思, 若是单凭说汤全遭了报应, 这效果不够大。 可若是天上一个先生, 这意思就不一样, 那汤全凭了手里有谢安, 又有那些人马, 才如此强势。 如今谢安被抓, 又有先生给他报应。 汤全一来, 不晓得李先生你是谁, 他只会恐惧。 二来, 民众对你也不会有别的想法, 只会感恩戴德。 我抬起头来, 脸上却换上了和善的笑容。 霍家主, 我不是这个意思。 再让散布消息的人, 多加一个讯息吧。 霍昆明同样愣了一下, 他眼中多了几分喜色, 追问道, 什么讯息? 九和县的先生, 师承地相看于一脉, 他老师叫蒋依红。 我沉生, 一字一句地说道。 霍昆明深吸一口气, 慎重地点了点头。 二叔微眯着眼睛, 喃喃道, 阴阳这句话, 甚好, 你师承蒋先生, 却一直没有将这名号发扬出去。 此举能清了九和县这隐患, 这地相看于传人的名头, 也必定会在九和县民间流传。 好, 很好。 霍昆明又点了点头, 他说, 稍后就去办。 再接着, 霍昆明看向了二叔, 他沉生道, 刘先生你也莫着急, 再等那汤泉病重一些, 再有点其他报应, 我命人偷偷将双情姑娘藏起来。 二叔闷声喝了一口酒, 点点头说好。 最后, 霍昆明才试探性地问我, 这风水会不会致人死地? 汤泉会直接丧命吗? 我沉默了片刻才说道, 那乌炎煞不至于死人, 不过汤泉会越来越倒霉, 还有形势加深。 霍昆明犹豫了一下, 他抬手做了个抹脖子的动作。 我还没说话, 指人许就, 直接摇头, 说了个不行。 再接着, 他就示意霍昆明不要再多问了, 再等汤泉病重一些, 就散布流言, 让他自己出来, 扶法就行。 霍昆明这才不多说其他。 此时, 院子和前铺的门处, 匆匆又走进来了一人。 这人我还有些眼熟, 只是记不起他名字, 他是霍昆明的新妇, 还给我们赶了马车。 那人手头提着两个满满当当的竹梯子, 腰间还挂着酒壶。 霍昆明神色都松缓了不少, 笑着说先吃东西。 我的确也饿了, 转身去敲何志的房门, 将他喊醒。 吃饭的过程中, 霍昆明大致又和我说了一些话, 就是说我最近不要再出门, 总归神秘一些, 免得让汤犬反扑我。 我点头表示明白。 同样, 我都私存了一会儿, 就让霍昆明去帮我打探一个消息。 关于二十二三年前, 在九河县的玄河上有一段流域, 有人将孕妇送于竹筏之上, 作为和神典女的祭祀。 霍昆明面色一领, 他立即便点了点头, 低声道, 李先生, 你是想知道这事是谁办的? 还是那孕妇的家里人? 我沉默地闭上眼, 低声道, 我都能打探到, 但霍家主你尽可能帮我查, 不管是孕妇的家里人也好, 还是当年主导这件事情的人, 我都想知道。 若是这件事情, 霍家主你帮上了我, 我也会帮你, 我保你霍家几十年的财路和安康。 至最后, 我声音都格外沙哑。 霍昆明眼中格外凝重, 也有渴望和惊喜。 何致小心翼翼地 用手覆盖上我的右手背, 二叔则是给我加了菜。 指认许则是没多说话。 这一餐饭吃罢了, 霍昆明同他手下的人离开了院子。 二叔低声劝了我几句, 就同指认许一起去房间休息了。 何致眼中略有担忧, 银阳, 你没事吧? 我笑了笑, 说, 说没事, 还是心里不舒服, 我其实很想知道, 我亲爹是谁, 为什么他会让我娘出来祭祀, 也想晓得, 是谁将我娘推上的主法。 何致站起身, 他轻轻地扶着我额头, 将我抱进他的怀中。 同时, 他身体轻颤了一下, 不过他环抱着我的脖子也更用力。 我闭上眼, 没有反抗, 只是搂着何致的腰身。 我低声难难, 老庚父的仇我也没忘记, 咱们会找到他的。 君子报仇, 十年不晚, 阴阳你是先生, 咱们不能太过极端了, 答应我, 好吗? 我一时沉默不言。 一时间的平静, 反倒是让脑中思绪开始变得稳乱。 我想起来, 师尊之前和我说的话, 先生是要靠时间磨砺的, 越老越精通。 这小一年的时间, 的确让我有了很大的变化, 从一个捞尸人成了如今可以风水救人, 甚至也可以害人的人。 因为他, 我心中也多了很多善念, 可我却发现, 我心底根本的情绪, 还是没有完全改变的。 对于恨极了之人, 我真的能将其放过吗? 何止他的确变化了, 最开始的刁蛮狠辣。 当时我们对付孔庆的时候, 如此果断, 斩掉其丝尸身的时候, 他更是没有留情。 到如今, 秦梅的事情, 还有我挖坟时他的阻拦, 以及现在让我不要太极端。 他反倒是善念比我多了更多。 只是, 这世上的公义又该给谁来定夺? 过了许久许久, 一直到老鸡从老槐树上跳下来, 脚步蹒跚地在院子里走着, 着实地上的虫子。 何止才轻轻推开我, 说他要收拾碗筷了。 我拿了一张椅子到了老槐树下坐着, 又捧着阴生九树研毒。 不多时, 我有些困意, 就靠着老槐树闭目小气。 这个后半天过得极为缓慢, 我甚至都有些觉得憋闷的时候, 日头才将将西想。 我心中是隐隐期盼霍昆明带来消息的。 只不过一直等到天黑, 都没人来, 我就回了房间继续看书。 差不多到了夜里八点的时候, 总算院里来了人, 我也听到了霍昆明的说话声。 我匆匆起身, 进了院子。 霍昆明和我行了礼, 二叔则是红光满面不少, 只忍许神泰也是高兴。 我问霍昆明消息的事情, 霍昆明才略有尴尬地说, 消息还没打探到, 只是汤泉的事情又有进展。 他正要说, 我便摆了摆手。 二叔和指认许的神态, 我就晓得, 事情肯定是朝着好的方面进展, 只不过, 我无心去听。 正要回屋, 我抬手也要关门。 霍昆明才躬身抱拳, 小声地说了句, 李先生, 最迟明天, 能否打探到消息, 我都肯定和您说, 我已经派出去很多人, 钱也花得足够, 只要那件事情当年出过, 肯定有结果。 嗯。 我点头, 降门和尚。 我回到床上, 又捧得阴生九树, 看着看着困意就来得更多了。 迷迷糊糊地, 我沉沉地睡了过去。 临睡前, 我是有念头的, 想要再做一次那个梦。 梦境竟然给我提示, 如果我发现其中更多的事情, 说不定也是线索。 这冥冥之中的命数, 或许会帮我。 只不过这一次, 我却睡得很死, 很沉。 等我一觉醒来的时候, 压根没有做任何梦, 反倒是心神格外透彻清晰。 院内有老鸡咯咯提名的声音, 也有处羊入了窗户。 我走出房间, 打了井水洗脸。 感受着阳光映射在身上的暖意, 我坐在了院内的木桌旁。 现在还太早, 只人许, 二叔, 何止都没醒来。 我不再犹疑, 将长木匣放下, 取出来了金算盘。 正当我手扶上算珠, 准备给自己算一挂, 想从命数中找一些线索的时候。 忽然间, 院门和前铺交接的位置, 匆匆忙忙地走进来了人。 来得不止一人, 除了霍昆明, 他身后还跟着一个身材干瘦, 眼睛泛黄, 脑袋突噜地只剩下一圈头发的老头。 这老头尖头缠着一圈青麻绳, 身上的青麻小挂却格外地破旧, 麻布裤子也打满了补丁。 我面色当即就是一变。 这是一个捞尸人? 李先生, 你竟然起这么早, 这才刚过七点。 霍昆明明显格外地诧异。 我深吸一口气, 按住了金算盘没动。 睡得早, 有心事, 起得便早。 我平静回答, 不过目光却落在那捞尸人的身上。 两人到了我跟前, 霍昆明低头瞥了一眼那捞尸人。 陈生说道, 这就是我和你说的阴阳先生, 他想知道当年的事情, 你如实告诉他, 霍加不少你的金子。 再接着, 霍昆明才和我拱手。 昨天他手下的人一直到了八十里外的流域, 才找到一些线索。 只不过当年的事情, 好似被人封过口一样。 不过他们找到了那段流域的捞尸人董峰, 许诺了重金, 董峰愿意开口说一些事, 他手下的人就将董峰带来了。 此时, 董峰却在打量我, 他年纪不小了, 可眼睛却还是锐利。 我的心跳, 几乎都到了嗓子眼, 砰砰砰的跳动声, 自己耳边都隐隐能听到。 这么年轻的先生, 你真是阴阳先生, 董峰嗓子干巴巴的, 像是门缝里挤出来的一样。 霍坤明脸色一沉, 他当时就有了不喜, 说道, 李先生尸呈地相看于一脉, 岂能有假? 你说你知道的事情即可。 董峰这才缩了缩手, 他明显对我是阴阳先生的事情, 并不太当真。 片刻后, 董峰摸了一根烟出来, 呵呵地咳嗽了两声, 这才说道, 这事儿, 本来我要烂在肚子里的, 可我孙子年纪也不小了, 他在城里头做生意要用钱, 我才说, 你们想要知道的, 应该是当年李家和神典女的事儿, 那可不是一件小事, 李家成的是自家的大闺女, 大小贱。 你们得亏也是找到了我, 不然的话, 肯定会被别人用假消息片。 当年, 是我亲手打的竹筏, 送李小姐下的水。 说着, 董峰深深吸了一口烟, 眼中似是有了思索。 我眼睛瞪得极大, 一瞬间, 眼睛烫红得几乎要一雪。 我猛地站起身, 一把就抓住了董峰的脖梗。 他面色陡然一变, 反应速度更是极快, 反手就抽出来了腰间的补刀, 手瞬间架在了我的脖子上。 霍坤明也是大惊失色, 不过他面色铁青之下, 更是抽出来了一柄黑漆漆的枪。 枪口直接对准了董峰的脑袋。 董峰, 谁给你的胆子, 赶紧把刀放下。 我眼眶通红, 死死地盯着董峰, 眼中的杀鸡根本压抑不住。 董峰泛黄的眼珠极为凶利, 额头上汗珠直冒。 霍家主, 这李先生想杀我, 我敢放刀。 董峰话音难听。 霍坤明额头上也冒了汗, 视线更不安地磨到了我的身上。 与此同时, 房门飞快地被打开。 指人许、 二叔、 何志分别从各自的房间匆匆出来。 显然, 场间的一幕让他们也露出惊疑之色。 何志飞速拔出腰间的扎鬼刀, 踏步上前, 直接刀刃架在了董峰另一侧的脖子上。 二叔要上前的时候, 被指人许一只手挡住。 指人许阴沉道, 再多架一把刀也没用, 阴阳或家主, 怎么回事。 二叔眼神同样透着杀机, 他低声骂了句, 操, 董峰, 八十里开外的悬河, 井水不犯河水, 你敢伤我侄儿, 我把你皮都扒了, 弄死你全家。 很显然, 二叔认识董峰。 董峰的汗水开始顺着鹅脚滑落, 他拿刀的手也微微抖了抖。 我闭了闭眼, 强行压住了心头的那股恨意和愤怒, 缓缓松开了手掌。 霍家主, 何志, 枪和刀都收起来吧。 我沙哑地说道。 霍坤明同何志, 这才缓缓将枪和刀挪开。 董峰显然不傻, 他紧绷着脸放下补刀, 只不过看我的眼神透着惊疑。 说吧, 当年是怎么回事, 李家是怎么回事。 我闭了闭眼, 坐回了木桌旁, 同时我将一张椅子推到了董峰跟前。 董峰迟疑了半赏, 这才做下来。 他四扫了一圈院内, 才皱眉说道, 李家是洪松县的大户, 当年要比货家大。 董峰又顿了顿, 忽然道, 你们打探这件事情, 到底是为什么? 不会等我说完, 你就杀了我吧。 话音落罢, 他忽然正正地看着我的脸, 像是在苦思冥想什么。 董峰这番话, 反倒是让我陷入了短暂的沉默。 不过, 很快我也想通了, 董峰不是当年事情的主导, 只是一个办事的人。 说到底, 捞尸人在玄河干活, 拿主家的钱, 消主家的灾。 我为难董峰没用, 他根本不是元凶。 我不杀你。 我思绪落定, 开口说道。 董峰略松了口气, 他还是有几分疑惑, 不过也没再多问。 片刻后, 他才继续说道, 当年李家如日中天的时候, 有个大小姐李花蓉, 生得天资角色, 又聪慧动人。 当年不知道多少名门望族, 想要娶李花蓉过门, 还有人说, 什么云响异常花响容, 就是用来形容李家大小姐的。 我神色更为正正, 下意识地便想到了, 我娘数次出现在我面前的模样。 只是我见着的她, 除了活尸的那一股清气煞气, 哪还有董峰形容的美? 董峰摸出来一盒烟, 点了根, 一口便没了三分之一。 李家也挑选到了一个极好的女婿, 是省城的一个大家族继承人, 名声极好, 可以说是郎才女貌。 而且, 那继承人对李小姐极好, 更是爱慕到了骨子里。 只是红颜薄命, 李家大小姐患了疾病, 整日丢魂了一样, 迅速消瘦, 眼看着命不久矣。 李家疯狂寻找大夫先生, 想要给她治病, 若是婚期前人出了事, 李家攀不上高知, 那大家族也会颜面尽失。 她丈夫叫什么名字? 我深吸了一口气, 问寻道, 李小姐没有丈夫, 董峰摇摇头, 复杂道, 她最后没能成婚, 哪来的丈夫? 我瞳孔又紧缩了一下, 我以为是我娘嫁过去之后, 是因为身体病症的原因, 以至于怀孕后被送回来。 可没想到, 她竟然没成婚。 阴阳, 你莫心急, 让她说, 指人徐走到了我身侧, 拍了拍我肩头。 何志则是到了我另一侧坐下, 轻轻握着我的手。 二叔搬了张凳子, 坐在稍远一些的地方, 摸出来的酒瓶子, 明显也是仔细在听。 董峰摸出来腰间的水囊, 又咕嘟咕嘟喝了一口, 接着道。 李家寻来了很多先生, 都没有任何用, 李家小姐失魂症越来越厉害, 还有几次走到了悬河边上。 就有个先生说, 让李家求和神, 看能否有用。 李家没办法了, 并急乱投医, 结果那天悬河上, 当真过来了一个先生, 那先生的本事大, 一眼就断定了李小姐的病症, 说是河里头的东西, 勾走了他一魂。 先生, 让李家在河边修草炉, 又让李家小姐在那里独居。 没过多久, 他的病果真是好了。 先生扬长而去, 不求才不求名。 李家大摆宴席, 庆祝小姐病狱, 可李家小姐还是经常往返那草炉, 像是恋恋不舍。 时间一天天过去, 他的肚子就大了起来,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他这是身怀六甲, 坏了清白。 这件事情李家根本瞒不住, 一传十, 十传百, 很快就到了那大家族的耳朵里头, 婚事, 哪儿还办得成, 只不过那大家族倒是开明, 竟然没说李家的不是, 甚至那他那未婚夫表示, 依旧要娶李家大小姐过门, 说这不是李家大小姐的错, 是他们没有照顾好人, 让那先生辱了其清白。 大家族震怒之下, 严令带他回家族, 给他选了另外的妻子人选, 他反抗逃出来的时候, 在悬河上出了事。 那是个好人, 可惜不偿命, 溺死在了悬河中。 当董峰说到这里的时候, 我只剩下了恶然, 还有震惊。 这件事情, 比我想象的要复杂太多。 董峰吐了口啄气, 摇头道, 就是那天之后, 悬河出了大事, 夜里头白鬼游河, 不管是人畜, 只要在岸边, 全都要拖进水里。 之后甚至是白天, 都会有人被拉脚脖子。 二叔却冷不丁地开口说了句, 这事, 和那溺死的未婚夫无关吧。 真闹鬼, 白天不可能拉人脚脖子。 董峰眯了眯眼睛, 他低声道, 的确无关, 但很巧合, 我们捞诗人士晓得, 那是水尸鬼开始闹事了, 可对于普通村民, 你让他们怎么看? 我自然也听得明白, 手下意识地钻紧, 眉头更为紧皱。 我娘的事情, 他未婚夫投河死试一档子时, 水尸鬼在悬河闹碎, 又是另一件, 只是两者刚好遇到一起。 这样一来, 普通的村民肯定会认为, 是我娘的起因, 他未婚夫投河成了导火索, 才让悬河闹鬼。 早二十多年, 冥峰还更汗, 谁能解释得清楚? 当然, 我没有打断董峰的话。 董峰才摇了摇头, 又说道, 村民都闹起来了, 县城里面的人也闹起来, 那可是十多万人, 一人一口唾沫, 也够淹死李家大小节的, 那大家族没办法, 让李家给一个交代出来。 村长, 镇长, 到县里头的大人物, 也都上了李家的门。 最后李家点头, 送大小节记和神, 之后他们才找到了我, 开出了十条大黄鱼的天价。 这句话, 董峰几乎一气呵成, 他又点了根烟, 巴达巴达抽了好久, 才说道, 扎了竹筏, 办了祭祀的灵堂, 送了李家大小节下水, 之后三天, 我愣是没闭过眼。 说来奇怪, 我一闭眼, 就感觉自己给闷水里了, 好几次惊醒过来的时候, 要么脸上蒙着好几条湿热的毛巾, 要么我就站在水盆边上, 脑袋储了进去。 要不是祖师爷的宝贝, 我怕是早就死的不能再死了, 李家小姐, 还有几道裂纹。 其纹路深邃, 显然已经成形了好多年。 我的手紧紧握成了拳头, 指关节完全成了惨白色。 何致小心翼翼地 用手覆盖着我的拳头, 轻声说让我放松。 最后, 你怎么活下来的? 我沙哑地又问了董峰一句。 董峰才苦笑一声, 叹气道, 第七天是李大小节的回魂夜。 我本来以为自己躲不过去了, 我也认命, 小姐不是送给了和神, 只是送给水师鬼, 我自己弄出来这么凶的厉鬼, 那我该死。 我不想牵连了妻儿, 就自己去了玄河, 跳河给她偿命。 我就撑船到了河面上, 说来也怪, 李大小姐死后, 那段流域的水师鬼再没出现过, 我跳河自杀, 却又被一个先生救了起来。 那先生, 赫然就是当初治了李大小姐病症的人。 他要送我上岸, 不过我们的船, 却被李大小姐扶上来的尸体拦住。 不, 不是尸体, 他还在喘气儿, 只不过挺着的肚子却空了, 董峰说到这里, 眼中已然是恐惧, 额头上的汗珠更是一颗颗滚落下来。 我之后昏迷过去了, 不晓得那先生做了什么, 总归我醒来的时候在岸边, 李家大小姐从此再没有闹碎出现过, 那先生野了无音讯。 李家的家道遗落千丈, 那大家族再没来过洪松县, 全县的人对那些事情避讳陌生, 没人敢提起。 谁都怕招惹祸患上门。 一来二去, 这就二十二三年了, 若非你们来问, 我怕是要将这些事带进棺材。 羽霸, 董锋又目光, 上下打量我, 眼中疑惑更多。 我头垂了下来, 一句话都没说。 手松开, 握紧, 又一次松开。 不知道为什么, 我本来觉得, 我应该会很愤怒, 可现在却平静地过了头, 脑袋也清醒地过了头。 我娘死于水尸鬼闹事地误会, 否则不会被那么多人逼着祭祀和神。 那大家族人之一尽, 丢了继承人的性命, 最后也没为难李家。 我娘的未婚夫, 当真是最为可怜。 那凶手呢? 凶手, 便是那个看似治好了我娘病症的先生。 他去而复返, 是他最后关头镇住我娘, 让我娘沉湿在水下, 最后没有害人。 我忽然明白了, 我不是平静。 暴风雨之前的宁静, 最为可怕, 黎明前的漆黑, 是不见五指的恐惧。 我清醒地知道, 他是凶手, 那别人不用被牵连, 就只有他一个人将要还债。 22年的血债。 是个先生, 倒是让我少了很多顾忌。 我喃喃自语。 阴阳, 你怎么在笑, 你先平静一下, 先别想得那么极端。 身旁, 何志的话音, 微微透着几分惶恐不安。 我这才注意到, 不只是他, 就连二叔, 指人许, 霍昆明, 看我的眼神都透着不安。 我自己的脸是僵硬的, 嘴角都是皮笑若不笑地抽起, 用力揉了揉脸, 让表情恢复了正常。 我相信, 你还记得那先生的模样, 画下来, 或者找个人将其画下来, 没问题吧? 我没回答何志, 认认真真的看着董锋。 这, 让别人, 咋画? 我这笨手笨脚, 也不会啊。 我倒是记得他模样。 我没心促起, 沉思了起来。 两久之后, 我的手, 摸到了自己的眉毛。 他眉毛是什么模样? 记得清楚吧? 我问寻出声, 仔细地看着董锋的脸。 董锋立即点了点头。 很好。 我长虚了一口气, 取出来了天干燕和地之笔, 开始摸摸。 何志看我的眼神更担忧, 他又要说话, 我虚了一声, 平和地说我没事。 只认许和二叔走到我身后, 两人也没发声。 很快, 我摸好了墨汁, 接着我取出来一张马指, 在上头勾画。 我一共画出来了十九道眉毛的形状, 将马指推到了桌子另一侧, 示意让董锋看看是哪一道眉毛。 这十九种眉形, 几乎是骨像上的全部。 董锋极为快速地点了点其中一个眉形, 说道, 对, 就这个眉毛, 都快凝成一团了, 又粗。 我眼睛微眯了一下, 平静道, 罗汉眉, 早年艰难, 七尺子晚, 兄弟行伤, 不得子力, 晚年孤独。 语霸之后, 我又取出来一张新的马指, 继续勾画, 这一次, 我画出来的是眼睛。 我画出来了三十三种不同的眼形。 只不过这一次, 董锋点了两张眼形图, 难难道, 对, 我想起来了, 他眼睛很奇怪, 两只眼珠是不一样的, 左边是这样, 右边是这一个。 他点中的眼睛, 分别是瞎眼, 还有蟹眼。 瞎眼, 属于眼瞳极小, 眼白极多, 若是阳算不够的先生, 容易误认成四百眼。 另一只蟹眼, 则是下三百, 半只眼睛藏于上眼瞼中, 上眼闲还微微下坠。 此眼心性于完, 一生难有成就。 我正在思考的时候, 董锋忽然看向了我, 小声道, 你的眼睛怎么也是左右不一样的? 你好眼说, 我, 董锋皱眉盯着我, 看了许久。 他脸色陡然一变, 身体往后一挫, 砰的一下就瘫坐在了地上。 李, 李小姐, 还有, 他。 董锋的眼珠子瞪得极大, 他面色极为惊恶苍白, 失声道, 不, 不可能, 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视线顺过去, 看着他的脸。 手摸了摸自己的眼眶, 片刻之后, 我摇了摇头, 平静地说道, 左右不一样, 但却不是, 我是一白和三白, 一白是权贵之家, 最后破落, 这是李家因此而毁。 这三白, 也并非泄眼。 我并没有直接说, 我的三白眼, 预示着什么。 只是我心头更加沉默, 想到师尊的教诲, 便又新生了煎熬和挣扎。 同样我想到, 一件事情, 我娘身上必定有关于李家的东西, 让我爹晓得他心理, 所以才给我取了理性。 董锋明显不能完全听明白我的话, 不过, 他也能听懂一部分。 他眼中更多的还是不敢相信, 以及惶恐, 并且身体微微往后磨动, 像是要逃走的模样。 霍锋明挡住了他, 二叔和指人许爷走过去, 挡在了董锋身后。 董锋的腿都在微微发抖了。 22年半以前, 九河县流域的捞尸人流水鬼, 也就是我爹, 他在河上救了一个孕妇。 那孕妇在竹筏上丧命, 在之后产子, 我爹将其抚养长大。 你放心, 冤有头寨有主, 我不会找你算账的, 我也要去一趟红松县, 因果上, 你不欠我什么, 也不欠我娘。 我这句话说完, 明显, 指人许, 二叔, 还有何志都松了一大口气。 董锋脖子都在抖动, 一时间却说不出来一句话了。 我也没继续给董锋压力, 而是开始画鼻梁, 嘴唇, 耳朵, 以及脸型。 再之后, 董锋选的就很慢, 很小心翼翼。 最后, 我用这些特征画出来一幅人脸, 我问董锋, 像不像当年那个先生。 董锋犹疑了半赏, 才说道, 相似, 但又不完全是, 但看一眼, 就知道是他。 我点点头, 说道, 面相骨相是特征, 两个相格完全相同的人很少见, 年龄也很难一样。 既然你觉得是, 那八九不离十了, 下一次我见到他, 必能认出来。 再接着, 我抬头看了一眼霍昆明, 沉声道, 霍家主, 你们注意在县内, 不要和那汤泉起冲突, 就让乌烟煞不停地折磨他, 我同合制去洪松县。 霍昆明由一半赏, 点了点头, 二叔和指人许都在看我。 我轻声解释, 说让他们不要担心, 我很清醒, 也想得明白。 他们两人这才叹气, 点了点头。 我示意合制去收拾一些东西, 便自己进了房间。 我带的东西不多, 大黑木箱是直接放下了, 此行用不上这个。 匕首, 剪刀, 还有小龙蟹针的瓷瓶, 则是装着, 已被不识之虚, 捞识人的物件我全都戴上了身, 包括那个装着不少小物识的布囊。 这过程中, 我则是一直在思考, 推演。 我生父, 实则才是罪魁祸首, 他毫无责任可言, 而我娘的情绪呢? 他在那人离去之后, 会去河边失神, 他是恨, 还是说, 对那人有了情感。 可无论如何, 他都是元凶。 他是一个婴, 起婴之后, 我娘的事情, 再到九河县, 我娘被吴险长盯上, 然后我爹丧命, 罗音婆死于非命, 苗先生在玄河中成活尸, 和鬼婆游进灯窟, 在庚夫围攻之后。 甚至可以说, 就连指人许和二叔, 都是因为这一个起因, 因为我的变数, 而被拉入这趟浑水。 若他是一个普通人, 他罪在无知, 可他还偏偏是个先生, 那他就不是无知, 而是无事。 债有人要偿, 这个交代, 我也必定要他来给。 现在我可以先找到一些关于他的线索, 而当务之急, 还是要将我娘找到。 想清楚了这些之后, 我直接推开门, 走进了院子。 何志已经准备妥当, 董锋神色稍微好了一些, 手头提着一个包裹, 包裹边缘方正, 里头显然装着大黄鱼。 我静止朝着院外走去, 他们则是紧随我身后。 除了铺子上了车, 我驾车, 则示意董锋指路。 我们并没从九河县穿城出去, 而是顺着上游赶路, 刚好是和码头相反的方向, 从另一个位置出了城。 其实去洪松县, 可以走悬河。 可我有警惕性, 担心悬河之中会有变故, 譬如当年的白鬼游河, 我娘这次回去, 也不晓得会不会惊动什么, 包括苗光阳也在水中。 走路路虽然慢一些, 但是胜在稳妥安全。 巴士里的路不短, 枪足着两匹马却很快。 正常需要半天的赶路, 我们只用了一个时辰左右, 便到了地方。 洪松县和九河县相仿, 地理位置也差不多。 进了城之后, 董锋才小声询问我, 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 是要找当年李家的人, 还是说想要找那先生? 那先生可不在这里, 他这么多年都没出现过。 我沉浸片刻, 摇了摇头道, 不去李家, 城里吃过东西, 就在码头等。 当年你在什么位置, 送我娘下的河, 带我过去。 我刚说完, 董锋面色就微微一变, 他不安道, 你不会想将他捞出来吧? 当年那先生将他沉下去, 肯定万分艰难, 他很凶啊。 你捞出来, 真要死很多人的。 我面色不变, 只是说道, 你以为, 我娘没出来过吗? 他只是不在这红松县而已。 最近, 他回来了。 他只是没有再想害人, 也没找你报仇, 震他。 他若想要报复, 这整个红松县的人都要死绝。 这, 董锋顿时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额头一直在冒汗。 他指路带着我们到码头边缘的饭店吃过东西, 又继续顺着码头边缘, 朝着下游的方向走进百米。 我们便瞧见了一处空地。 那空地后方, 则是有一个草庐。 董锋当即又变了脸色, 茫然道, 草庐很多年前就没了, 怎么又冒出来了? 我赶车往前, 要到草庐前头停下。 他顿时神色更惶恐, 直接侧身滚了下去。 明显董锋摔得不轻, 胳膊都被石块滑破在流血, 饶是这样, 他都不敢接近草庐, 眼中竟是抑制不住的恐惧。 我也没想到董锋跟着了, 让他在那里等我。 董锋明显如获大赦, 将马车停在草庐跟前, 我同合制先后下了车。 草庐不大, 约莫两三米长宽, 屋门是一道木板门, 我将其拉开。 整个屋子都漏风透光, 屋内光线并不会暗。 一张窄床上, 整齐地摆放着被褥, 床头的桌上放着碗筷。 草墙上挂着几件女子的布衣, 床边有一双绣花鞋。 只不过这些东西并不陈旧, 反倒是透着心。 刚才董锋也说了, 草庐好多年前就没了, 现在才出现。 我走到床边坐下, 低头看着地上的鞋子, 那绣花鞋的鞋尖对着床。 娘, 我低声喃喃, 手下意识地捏紧成了拳头, 我胸口却憋没着一口气。 这草庐的存在, 不仅仅是代表我娘回来了, 更代表她在念旧, 怀念她在草庐这段时间。 可与我来说, 只让我对那先生滋生了更多的恨意。 我娘当年只是个普普通通, 未经人世的少女, 她定然是骗了她。 让我娘怀孕之后离开, 作为一个先生, 有谁能逼她走? 我在床边坐了很久, 何知一直安安静静地在旁侧站着, 时不时打亮一下屋内。 天色逐渐昏黄下来, 夕阳垂暮的霞光映射进屋内。 霞光随着时间逐渐变暗, 终于黑夜取代黄昏。 我起身走出草庐, 一直走到了河边。 此时董峰才走了过来, 他胳膊上已经缠着布条纸了些。 他小心翼翼地指着我脚下的位置, 低声道,就是这里了, 推下去的竹法。 差不多在那里, 我瞧见了李大小杰的活尸。 董峰抬头远眺, 指着河中心。 要传吗? 我的捞尸传不远, 很快就能过来。 董峰问询了一句。 不用。 我摇了摇头, 便低头检查自己身上的东西。 我不担心下水会有危险, 我娘肯定不会伤害我。 我唯独不确定的, 就是她会不会不愿意上来。 小心。 何知慎重地叮嘱我, 我点了点头, 很快就检查完了身上的雾势。 水面反射着月光, 波光灵灵。 我身体倾斜下去, 后腿在岸边借力一灯, 整个人就窜入了水中。 冰冷的河水刺激着身体, 让我格外地清醒。 我斜着往前一直游, 也在不停地接近水底。 今晚的月光很透亮, 水下的能见度更高。 不多时, 我便游到了水底, 双脚落在沙石上, 屏息凝神, 我尽量让脚停稳。 深水之下, 能见度弱了不少, 一眼, 我并没有看到我娘。 能瞧见的, 只有水下的乱石, 还有微微波动的沙粒。 我摸出来了定罗盘, 低头看着起指针。 让我愣住的是, 定罗盘的指针, 竟然没有转动。 我指的转动, 是恶音之气, 有凶师恶鬼在此的转针。 眉头紧锁, 我脸色逐渐阴沉下来。 没有转针, 代表我娘不在这里。 可岸边出现了草庐, 我娘肯定回来了, 她只是此时不在, 失去了别的地方。 定罗盘转针能覆盖的位置很大, 只要这一段流域之中有怨气, 它都会波动, 我就可以凭借转针的速度去接近方位。 只是一点转针反应都没有, 我就没法找。 正当我心有不甘, 准备在水底扩大范围游一圈的时候, 忽然我发现定罗盘的针头动了一下。 我动作幅度很小地拿着罗盘, 左右转动了一圈。 西面的位置, 罗盘指针幅度稍微大了一些。 我心头一洗, 立即朝着西面缓缓挪动身体, 指针动的幅度更大。 只是, 它却并没有形成转针, 而是指针摇摆不定, 不归中线的唐针。 并且针头的位置停在了逊四柄位, 来回泛动。 我眉头紧皱, 在唐针泛动最厉害的位置停了下来。 我下方是一个略带凹陷的砂石坑。 奇针八法之中记载, 这种唐针出现之后, 脚下九尺, 必定有骨板骨气, 若是居住, 必定出九色女子, 巫师, 孤寡贫困之人。 河中是无法助人的, 那就只剩下一个可能, 九尺之下有骨板骨气。 我犹豫了好一会儿, 却并没有去挖砂石。 虽说水下砂石很松, 不像是泥土那么难挖, 但九尺得有三里深, 我根本不可能挖到。 拿出来猪肚子吸了一口气, 我又在水底扩大范围游了一圈, 不过除了唐针的微弱变化, 的确没再出现过转针。 最后唤气数次, 猪肚子里头存的气也要耗尽了, 我只能选择上岸。 等我游到水面上时, 刚好在月光最为汇聚的位置, 我大口大口地呼吸, 新鲜空气。 岸边河志冲着我招手, 我强忍着心头的不甘, 朝着岸边游去。 上岸之后, 河志还望了望水面。 至于董峰, 他则是很谨慎地询问道, 没办法请大小姐上来吗? 我沉默了好一会儿, 才说道, 我娘不在这里。 这董峰眼皮微跳, 他又小心说道, 那会不会是弄错了, 他没有回来。 我眉头紧皱, 又回头看着水面。 我又想到了一件事, 瞳孔微微紧缩。 苗先生也是朝着上游的方向来了, 结果他也不在。 我肯定不会弄错, 上游的情况, 还是柳天牛的感应。 这其中肯定出了别的事情。 难道说, 有人将它们弄上岸了? 顿时, 我就想到了, 逃出升天的吴险长和吴荣。 不过, 很快我就打消了这念头。 且不说苗光阳是活尸, 他还是阴树先生。 我娘的胸, 即便是老庚夫都对付不了, 吴险长即便是来了, 他也不可能翘无声息地动我娘。 上一次, 他也是成人之危。 这就代表, 这段时间肯定出了别的变故, 让我娘和苗先生都不在水中。 我思绪落定, 才问询董峰, 最近这红松县有没有出过什么事? 悬河里发生过什么变故没? 董峰迟一片刻, 他摇摇头说道, 悬河里面是没啥变故的, 不过县城里我还真不晓得。 井水不犯河水, 水下的事情肯定和岸上无关, 李先生, 你觉得是岸上的事引开了大小间? 我告诉董峰, 我娘和他所想的水下凶师不同。 再接着, 我让他带我同河志回他家休息, 再让他去打听一下 红松县最近的事情。 董峰点点头, 说了个好字。 我们上马车, 按照董峰指路的方向离开, 林辽我回头望了一眼, 却发现草庐的侧边好像有人在偷瞄我们这里。 在等我仔细看的时候, 却什么东西都瞧不见了。 我遇了一声, 直接将马车停下。 何志和董峰还不明所以, 我翻身下车, 迅速地回到了草庐旁侧。 若是以前, 我可能会觉得我产患, 可现在, 我对任何事情的蛛丝马迹都不会小觑。 草庐旁侧依旧什么东西都没有。 只不过地面上却有斑驳的水迹, 形成了脚印正在微微反光。 我瞳孔紧缩, 飞速摸出来了定罗盘, 只不过指针还是没什么变化。 这脚印不是诗鬼的, 是正常人。 我仔细看了许久, 水印太模糊, 也没有留下凹坑, 所以看不出来到底是多大的脚。 不过, 有人在旁边盯着我们, 这让我心中警惕更多。 我回到马车旁之后, 何志谨慎地问我, 怎么了? 董锋也探头往外看, 显得很是小心。 有人在跟着我们, 不过不是诗, 也不是鬼。 我停顿一下回答。 上车后, 驾马朝着董锋所指的方向离开。 何志时不时回头望一眼, 格外地小心翼翼。 董锋夹住在更下游的位置, 那里有一段流域, 水流往里凹陷, 成了一个凹坑, 两个捞尸船刚好在其中。 十余米外, 便正对着董锋的家门。 院内的土屋还亮着灯, 显然是家中有人。 我们到门前, 董锋先下车, 拉开了院门, 让我们进去。 这时候, 院内土屋开了门, 走出来个五六十岁的老妇, 他开始神色警惕, 不过见了董锋之后, 就稍微缓和了些。 还他爹啊? 这是, 老妇声音干巴巴的, 快步走到了董锋身边。 这位是李先生, 他是阴阳先生, 这是何智, 鬼婆子。 介绍何智的时候, 董锋明显瞟了一眼何智腰间的炸鬼刀和枯桑棒。 那老妇明显面色一惊, 他对我顿时恭敬了不少。 去弄点姜茶, 再去给李先生找一套干净衣服。 董锋立即吩咐, 衣服不用, 姜茶弄好就行, 要个房间, 我们带了干衣服, 让阴阳换一换。 何智立刻开口, 很快就从车上取下来一套干净的糖妆。 那老妇马上做了个请的动作。 至于那董锋则是走得稍微快了一些, 进了另一个房间。 老妇将我和何智请进了一个屋子, 那房间虽然狭小, 但是收拾得极为干净。 何智将衣服递给我, 又让老妇给他安排了个空房间。 老妇愣了一下, 才小声说道, 何姑娘, 你和李先生, 没成婚。 我略有尴尬, 何智则是低着头, 推开了屋门, 顺手将门戴上了。 换好了衣服, 我将湿衣凝了一下, 挂在了旁边的椅子上。 推门出的时候, 何智坐在堂屋内的木桌旁, 老妇刚好端来一壶姜茶。 至于董锋则是坐在另一侧的小凳子上, 桌旁和凳子之间放了个火盆, 炭火泛着红光。 我坐在另一侧烤了烤火, 端起来姜茶喝了一口, 整个人都舒服了不少。 天太晚了, 李先生今晚好好休息休息, 我得等天亮了才能去打探消息。 董锋低声说道, 我点点头, 说了的好字。 不多时, 老夫又端来了一些吃食, 有咸鱼, 腊肉, 以及粥。 我们吃过东西后, 就分别回了房间休息。 只是我的困意不多, 躺在床上, 半晌也没能睡着。 取出来了那张画出来的面向图, 我看着七五官, 记得便越来越深刻。 同样我也在思索, 我娘会去什么地方? 她会不会回了家? 我觉得步伐有这个可能, 虽然我对李家没什么想法, 更不想去, 但为了快点找到我娘的下落, 我还是决定, 明天等董锋去打探城内消息的时候, 或许可以让她老伴带我去李家。 闭上眼, 我强迫自己睡了过去, 以便于保证明天充沛的精力。 一夜无话, 同样一夜无梦。 次日醒来之后, 我就进了堂屋。 刚好董锋准备离开, 他同我低声说了几句打算, 以及回来的时间。 我同他讲了去李家的事情, 董锋马上就将老夫喊了出来。 三言两语交代了一番话后, 董锋才立即离开。 此时, 刚好又有个十来岁的孩子上门, 提过来了不少新鲜的蔬菜, 又喊老夫张阿婆。 那孩子还打量了我一眼, 才匆匆和老夫说, 张阿婆, 俺爹让我和你讲, 得和董大爷说一声, 有人在水里淹死了, 让他晚上去看看。 张阿婆神色微惊, 他点头说, 晓得了, 又给那孩子一点零钱。 那孩子才小跑离开。 水里头淹死人很常见, 昨晚上我才上岸, 这段流域几乎不可能有诗鬼, 所以我并不在意这件事。 张阿婆更没有多提, 他去做了早饭, 端上桌。 这时何志也出了房间, 明显他休息得也还不错, 精神很饱满。 吃东西期间, 我同何志说了, 今儿要做的事情。 何志轻轻点头, 示意明白。 一餐饭吃吧, 张阿婆就带着我们离开了院子, 朝着村内走去。 虽说这是个村子, 但是由于距离洪松县太近, 村里得有近千户人, 整个村比一般的镇还大。 张阿婆和我们讲了, 李家现在家道破落了。 要是他们晓得, 当年的大小姐竟然生了孩子才丧命, 还是个阴阳先生, 不知道李家会怎么想。 说这话的时候, 张阿婆眼中满是羡慕, 同样还透着唏嘘。 我眉头一皱, 昨夜董峰必然是说了我的事情。 我基本上没犹豫, 直接就说道, 董峰回来之后, 张阿婆你和他说一下, 再不要和人说我是谁。 至于李家, 我同他们无关。 张阿婆没敢多说别的, 小心点了点头, 脸上的唏嘘更多。 约莫走了十几分钟, 我们到了一个砖瓦房前头, 外边还有一圈篱笆。 这显然不是我所想的李家的大宅, 张阿婆才告诉我, 当年李家破败的时候, 就从大宅搬出来了, 那宅子被县里头有钱的贵人买了去, 现在是荒废的。 院子里有个老头正在做农活。 他抬头瞟了我们一眼, 眼神飘忽邪视, 又低头继续干活。 张阿婆正要敲院门。 我抬了抬手阻拦他, 陈宁片刻, 我让他先回去。 张阿婆小声说了句, 李老汉是李小姐的爹, 就匆匆离去。 我同何志站在院外, 何志也在小心打量院内。 忽然间, 何志说道, 这院子里有阴气, 肯定昨晚上有鬼。 我瞳孔一缩, 取出来了定罗盘低头去看。 果然指针呈现转针, 不过越来越微弱。 李老汉忽然站起身来, 他走到院门口瞅着我们, 语气破罗一般。 你们两个, 哪来的? 什么鬼不鬼的? 鬼远点! 李老汉面色不善, 还带着抵触和厌恶。 显然他脾气不好, 还听到了何志刚才说的话。 何志微拧着嘴, 到了我身后。 我深深地看着李老汉的脸, 却发现他的面相很差。 不谈面相, 就说他的破罗嗓, 还有眼神, 就有极大的问题。 他很有可能杀过人, 而且这种飘忽不定的眼神, 是贯偷, 他手脚也不会干净。 我盯着他没说话, 李老汉明显神色抵触更多, 他抄起篱笆旁边的锄头, 就要赶人。 偷窃, 不是好事, 害人, 更会遭报应。 李老汉, 家道破罗有破罗的活法, 一把年纪了。 你还活得不通透, 是要给后人招祸患的。 我平静地开口说道, 院门吱压一声被打开。 李老汉双目圆睁, 眼珠之中更蹦出来了凸起的血丝。 我操你祖宗, 李老汉扬起锄头, 朝着我的脸上就劈下来。 只不过, 他动作很迟缓。 一个普通的老人, 再很能狠到哪儿去? 我对比诗鬼, 对比赶诗将倒是手段薄弱, 可面对个普通人, 还是不用惧怕的。 抬起手, 我直接一把, 就掐住了李老汉的下额骨, 手指扣到了他的骨缝上。 李老汉一声惨叫, 手上的锄头, 咣当一下就掉到地上。 他疼得面色煞白, 脸上痛苦无比。 这时候, 他就骂不出来脏话了, 双手来抓住我的双臂, 想要将我掰开。 我手上的力道更大, 同时我左手朝着他头顶一锤。 我控制了力道, 并没有下狠手, 鲁门关乎于魂魄, 同样也是人脆弱的地方。 这一拳头, 我直接将李老汉打昏了过去。 松开左手, 他就顺着地上软倒。 阴阳, 何知眼中略有担忧? 这一拳都算不了什么, 伤不到他, 他欠我娘的是一条人命。 我面色不变, 语气也很低, 只有何知能听到。 跨过李老汉, 我走进了院子。 何知立即跟了进来, 我再一次低头看定罗盘, 虽说定罗盘转速越来越慢了, 但还是在靠近屋子的时候, 速度会变快。 这代表我在靠近阴气和怨气汇聚的地方。 进了堂屋之后, 我左右晃了一圈定罗盘, 判断了方向, 进了右边一个屋子。 屋内的床上, 躺着一个头发已经完全斑白的老妇人。 定罗盘的转速到了这里最快, 不过也在逐渐变弱了。 何知手里头同样拿着一个铃铛, 此时铃铛正在叮铃叮铃地响动不止。 怨气在这里最强, 不过他走了, 会是伯母吗? 何知小心翼翼地说道, 我并没有回答何知, 而是到了床旁侧, 看着那个老妇人。 她面皮浮肿, 色无光泽, 山根断霞, 搭在身侧的手指, 小拇指则是弯曲深不直。 并且其嘴巴微微张开, 没有合拢, 眼睛睁开了有一丝缝隙, 能看到黑童。 显然, 李老汉就是和这老妇在一起生活, 她是我娘的母亲。 那回到这里的院起, 是我娘的? 我扭头四看了一下屋内, 另一侧的桌面上放着很多碗, 里头还有药渣。 整个家里面都显得很破败, 穷困潦倒, 这老妇还身患重病。 面相之中, 重病有五计, 口张不合金翻黑是为甘觉, 而她那整体面相则是瘫痪像割。 咱们身上还有多少银票? 我沉默片刻, 扭头问了一下何志。 何志小声回答, 还剩下三张, 三条大黄鱼左右吧, 一千二百大钱。 还没等我说话, 何志就取出来了两张, 递给了我。 我沉默片刻, 接过来之后, 将其卷了卷, 塞在了老玉的手中。 可能是她, 或许她晚上还要来。 我压低声音说了句, 何志立即点点头, 她慎重道, 我们找个地方, 等天黑。 时候还早, 出去随便找个人, 再去一趟李家大宅。 说着, 我直接转身往外走去。 很快我们就出了院子, 这时候李老汉也没醒过来。 院外的村路上有行人走过, 瞧见我和何志, 都神色古怪, 甚至离我们远了些。 我们往村子深处又走了一会儿, 总算才找到有人的院子。 何志上去搭话, 又掏了一块大钱打探消息。 那村民开始小心翼翼, 拿了钱, 神色都兴奋了不少, 表示给我们带路。 约某一刻钟之后, 我们来到了村子外延的位置, 视线之中, 能瞧见一个古色古香的大院。 再往前看, 还能看到一条宽阔的大道, 村民解释说, 大道就能直接去城里, 李家大宅位置很好, 不过就是风水不好。 以前李家在这里住着, 好端端的大户人家, 整了个家道中落。 有人买了这宅子过来住了, 没多久, 家业也不行了。 那村民还唏嘘了一句, 说可能就是这样, 整得他们整个村风水都不太好, 不过也没人敢去拆了这宅子。 说着, 我们就到了宅门前头, 何志直接就要上前去推开宅门。 那村民顿时神色惧怕, 赶紧说了句, 开不得。 开不得? 你们来看看, 就得了, 这宅子里头, 最近还闹鬼的。 闹鬼? 什么时候的事? 我立即询问。 村民犹豫了一下才说道, 就最近几个月吧, 莫名其妙地就开始闹鬼了, 夜里头冒鬼火。 你们是外来人, 千万别进去, 要不然, 得惹火烧身。 说着, 村民都要去拉何志的胳膊。 我面色不变, 取出来了一张镇煞符, 语气也随和了很多, 告诉说, 让他不要怕。 我是下游过来的先生, 就是察觉到, 这村子范围阴气重, 特意过来解决此处的麻烦。 只要这地方的鬼祟被解决了, 村子的风水指不定也会好起来。 雨吧, 我将符纸塞到了那村民的手里头。 村民呆呆地看着符纸, 喃喃道, 先生, 他猴姐还滚动了一下。 我点点头, 示意他可以离开了, 我们不会出什么事。 村民这才小心地装好符纸, 他连连点头, 匆匆地走开。 何志已然推开了院子大门。 只不过门刚一开, 头顶就飘下来了一张符纸。 他反应速度飞快, 迅速抬头接住了符纸。 何志眉头却紧皱成了疙瘩, 不对劲阴阳。 这里闹鬼, 怎么还贴了符? 符也没变黑啊。 我接过来了符纸, 目光一扫, 却发现我并不认识。 符纸最顶头是一个宝盖, 往下似是一个狮, 只不过狮那一撇拉到了最底端, 有一个扁扁的口字收尾, 若是倒过来看, 那也是一个狮字。 双狮之间则是子丑银帽, 还有极为潦草的鬼字组合。 看上去这张符纸极为凌乱, 毫无道是符的正气, 也没有阴阳先生符纸的中正, 反倒是透着一种难掩的压抑怪异。 何志说得却没错, 这里闹鬼, 怎么会贴符? 取出来定罗盘看了, 指针裹针形成了转针, 丝丝的转动不止。 小心一些, 我叮嘱何志。 两人几乎并肩进了李家大宅。 大宅内很破落, 院子里头满是杂草, 草丛起码得有一米多高, 几乎看不到能过人的路。 好歹右侧还有一条狼道, 只不过狼道上方的木梁上 结满了蜘蛛丝。 难道符年头长了? 没效果了? 何志谨慎地问道? 不太可能。 我摇头回答。 符饰不会因为时间长而失效的, 反倒是会因为画符的人丧命, 而符纸墨迹逐渐溃散, 这样才会失去效果。 当然, 厉鬼凶尸的冲撞 也会让符纸发黑, 甚至是燃烧。 显而易见, 现在我手上这张符不属于这两种情况。 思绪间, 我同何志解释, 应该是这宅子里头有某种凶物, 才被贴了符纸封宅门。 只不过, 这符纸的作用也仅仅是封住宅门, 无法震住那东西, 村民才会看见大宅之中有鬼火, 以及闹鬼的迹象。 雨霸, 我们两人就绕过廊道, 走到了堂屋前头。 紧闭的大门给人一种强烈逼则感。 何志抬手按住大门, 用力往前一推。 屋内的樱幕却让我瞳孔紧缩。 何志则是飞速地按住腰间的枯桑棒, 目光警惕到了极点。 堂屋中央有一口棺材。 这棺材漆黑无比, 漆上涂满了一道道的白色痕迹, 就像是石灰, 更让人觉得很不舒服。 棺材里头有东西。 何志小声警惕地说了一句, 我们两人并肩进了堂屋, 我才发现棺材上头还钉着一些风关的钉子, 只不过那些钉子明显松动了。 这却令我很不解, 原本荒废的李家大院竟然摆着一口棺材, 这显然是最近几个月的事情, 院门上还贴着符纸, 分明是阻止棺材里头的东西离开院子。 这当口, 何志都走到了棺材进前, 他小声询问了我一句, 要不要开棺看看。 我沉丁思索, 点点头道, 打开看看。 棺材上本身没什么符, 那棺中如果有凶尸, 我们的确得顺手震了。 因为之前院头的符也掉了下来, 不震尸, 我们最近在这村里, 只不定会带来麻烦。 何志立即摸出来了一根铁签, 飞速将其插在棺材缝隙中。 咔咔两声轻响, 棺材盖子就被撬开了更大的缝隙。 我收起手头的东西, 帮忙将棺材盖子挪开。 一股冰冷的气息从棺材内窜出, 我立即掩面, 何志稍微躲避了一下。 那冷气散开之后, 我们才重新看向棺材里。 灰暗的光线中, 棺材底部的确躺着个人。 只不过, 这人怎么穿着一身糖装? 他的身形更是给人一种强烈的熟悉感。 我却并没瞧见他的脸, 因为他脸上盖着一张符布。 那幅是圆形的, 有简单的八卦, 还有一些特殊的符文字眼, 总之不是道士符, 也不是先生的符。 符布的边缘还钉着很多颗细小的钉子, 就像是将这尸体的头锋在了棺材的底部一般。 何志的动作很警惕, 他用那铁签要去掀开符布。 我并没有阻拦。 这是一具先生的尸体, 而且这种熟悉感觉让我觉得难道他是苗光阳? 我娘和苗先生都本应该在悬河里。 结果我娘不在, 苗先生也失踪不见。 李家劳两口家中有阴气, 可能是我娘回去过, 这棺材里头却躺着先生尸体还被震住, 这就让我思绪极多。 铁签已经勾住了符布, 可偏偏这时一个极为沉重的阴影感从屋外袭来。 何志竟是陡然松开手, 他猛地回过头来, 眼中都是金色。 何志一把就抓住我的衣领, 朝着侧面一滚。 我的反应也不慢, 可速度完全跟不上何志, 两人重重地撞到了旁侧的墙上。 同时, 一根巨大的木杠从我们刚才站着的位置直射而过。 轰隆一声击中了后方的墙壁, 再重重落在地上。 整个堂屋都仿佛颤动了一下, 抖落下来大量灰尘。 何志猛地抽出腰间的炸鬼刀, 警惕无比地盯着堂屋大门。 平稳的脚步声传入耳中, 正在接近堂屋。 我站起身来, 摸出来的却不再是补刀, 而是通翘分金尺。 我最近才想到, 我可以效仿郭天玉用这尺子防身。 一来是尺子厚重, 形弱棍棒, 二来他不尖锐, 不会直接杀人性命。 何志隐隐变换了身形, 随时做好了月初的准备。 一道影子进入了大门, 再接着的便走进来了一个人。 此人身形矮小, 不过给人的感觉却很强壮。 四四方方的国字脸, 透着一股子很利感, 只不过他身上的阴气又太重, 给人一种强烈的阴柔。 这两种感觉揉杂在一起, 就觉得此人很怪异。 他扭过头来, 微眯着眼睛看着我和何志, 问声说道, 鬼婆子, 风水先生。 好没规矩的先生, 动不动就开人棺材。 他语气并不怎么好听, 不过却没有杀鸡。 我眉头紧皱, 横举着的通翘分金尺放了下来, 何志也是秀眉紧簇, 刀稍微垂了下来。 阁下, 是台关匠, 何志语气格外凝重。 那矮小的男人走到棺材盖子前头, 轻而易举地将盖子拿起, 往上一甩, 轰隆一声闷响, 就盖住了棺材。 他更是走到了那根粗壮的木杠前头, 抓起来了木杠上头的一根发白的绳子, 竟轻而易举地将其提起。 两位, 这是一个荒宅, 那就是有个先来后到, 我已经在这里住了几个月了, 不管你们来这里是干什么, 现在还是离开得好。 若非此刻天亮, 你们冻着棺材, 怕是都要死在这里, 我还得惹上一身心骚。 此人说话距人千里之外, 更是直接送客。 何志余光看我, 明显是在询问。 我摇了摇头, 盯着那人说道, 棺材内的尸体, 你是从哪得来的? 说话间, 我更是仔细地打量了一遍他的五官, 以及穿着。 黑布衣, 白布鞋, 腰间缠着一根卷起来的帕子, 头戴着一顶翻了好几次帽檐的传帽。 此人整体面像是王字面, 腮骨, 额头, 颧骨都略大, 脸上感觉瘦骨灵循, 但身上的肌肉球节, 撑起了他的不衣, 尤其是脖梗露出来的位置, 更能瞧见骨包。 此种面像, 个性固执, 自高自大, 缺乏远见和周祥计划, 并且运势一年好, 一年差。 那台关匠, 骤然将那木杠一翻, 砰的一声, 他就树立在了旁侧。 他极为冷淡地说道, 与你何干? 何至眉头紧皱, 正要说话。 我抬手拦住何至, 并且收起了通翘分金尺, 双手抱了抱拳。 关中之师是否瞎了一只眼睛, 他是一句活尸。 顿时, 那台关匠微眯着眼睛。 我已然能够通过他神色的变化, 推断我所说的是对的。 深吸了一口气, 我继续说道, 他叫苗光阳, 与我关系匪浅, 他在九河县流域坠入玄河, 怨气化作活尸, 又因为特殊原因来到了红松县流域。 我昨夜到了之后, 就苦寻其尸身, 还望归还。 李某自然不会亏待阁下。 哦? 怎么不亏待? 你说来听听。 台关匠呼而笑了笑, 似是饶有兴趣地问道。 阁下想要什么? 我沉申开口。 台关匠的身手绝对不简单。 那么大的木杠, 他拿在手里轻若无物, 我和何至还有要事在身, 肯定不能和他硬碰硬。 况且, 他并没有凶恶面相, 只不过偏执了一些, 更不需要动手。 能安稳找回苗光阳的尸体, 才是上策。 呵呵, 既然这样的话, 一百条大黄鱼吧。 又或者, 你拿不出来的话, 我就要你身边的女人怎么样? 台关匠顺手就指着何至。 何至脸色骤然一变, 我眉头也紧锁起来。 这人的要求, 显然我答应不了。 还没等我继续说话, 那台官匠就冷声呵斥道, 乳袖未干的臭小子, 穿个糖装, 还真的以为你是先生了。 还有你这小姑娘, 不过十几岁大, 偷了你家长辈的炸鬼刀和枯桑棒, 仔细回去就被打断腿。 老子出道这么些年, 还没有人敢从老子手里头, 拿走一具老子看上了的凶尸。 玄河里头的尸体, 可都是无主之物, 老子将其弄走, 那就是老子的东西, 和你没关系。 不然的话, 你可以来领教一下老子手里的龙杠。 鱼霸, 他狠狠一剁手, 那根龙杠轰然一下, 又撞击在地面。 那力道, 让地面的砖石都裂了好几块。 你, 何知的炸鬼刀骤然横在胸前。 我面色更沉, 垂下来的通翘分金尺也半举了起来。 这种情况, 那就只能够硬抢了。 我不可能看到苗先生的尸身, 还要离开。 万一这台官匠将其带走了, 那我就无处可寻了。 他也有镇尸的本事, 苗先生很凶, 他竟然能将其压在棺材里面。 我更不能打草金蛇后离开。 何知的余光扫过我的手, 我动作很轻微地点了点头。 他顿时右腿一抬, 狠狠地在墙上一蹬, 整个人就如同离弦之剑, 朝着那台官匠冲去。 他猛地扬起扎鬼刀, 劈向台官匠的胳膊。 我同时踏步往前, 紧握着通翘分金尺, 准备效仿郭天玉对付柳天牛那般, 先让此人手臂脱臼。 瞬间, 何知就接近到了他面前。 台官匠的手却朝着右侧一拉, 顿时那根龙杠则是倒了下来, 何知左手去撑, 右手还要劈刀。 结果他闷哼一声, 左手竟是没挡住龙杠, 反倒是不堪重负一般。 他右手的刀自然劈不下去, 立即去挡龙杠。 他双手撑住之下, 才没让龙杠砸下来。 台官匠陡然伸出左手, 拍向何知的胸口。 我已然冲置近前, 同耻直接劈向台官匠的左手手肘。 抬起腿,狠狠地朝着我一踹。 左手反而抓向通翘分金尺。 砰的一脚, 他踹中我腹部, 那一股大力让我五脏六腑都在翻滚。 同时, 他左手也直接握紧了通翘分金尺, 直接要从我手中拔出去。 我哪能松手? 卯足了气劲没松开, 我左手反倒是极为迅速, 抽出来了腰间的补刀, 直接朝着他腿上一炸。 他此时正在收腿, 鱼力未足之时, 何知又在撑着龙杠之鱼, 抬腿用力踹向他胸腹。 我和何知两人的合力一招, 眼看就要将他制服。 可他冷哼一声, 右手猛地一甩。 那龙杠虽然被何知撑住, 但却被他往后一拉, 脱离了何知之后, 又重重一甩。 我和何知几乎同时被龙杠横向击中, 砰了一下, 砸向了后方的墙壁。 撞击在墙上, 我已然觉得喉咙一阵心甜。 何知的更轻巧灵活, 他在撞击上去的一瞬间, 双腿往后曲起, 双脚落于墙边, 双手在后方借力。 又如同弹射一般跃出, 他瞬间落在了那台关将的肩头上。 台关将大怒, 骂道, 臭娘们, 敢踩在老子头上, 老子刮了你的脸。 他一扔手头龙杠, 反手抓住何知双腿。 何知的脸色瞬间大变, 一声惨叫出声。 他双手猛地掰住了台关将的左右头骨, 尖锐颤抖地呵斥, 停手, 否则我弄断你脖子。 何知当真也下了狠劲。 台关将的脑袋都被掰得向左边弯曲, 脖子都快变了形。 他明显在拼命抵抗, 脖子上肌肉球结鼓起, 轻筋都在疯狂突起。 何知颤声继续道, 大不了, 我养几个月腿, 你下辈子再长的脑袋吧。 这一切都在两个呼吸间发生, 我根本来不及帮手, 也帮不上手。 那台关将面色愤怒无比, 眼中却透着惊怕。 他缓缓地松开了自己的双手, 何知还是吃痛得闷哼了一声。 我能瞧见, 他眼泪都痛得掉下来了。 下一刻, 何知速度飞快的双腿 夹住台关将的脖子并没有松开。 台关将压根不敢易动。 何知双手握举成拳, 朝着他头顶狠狠砸了下去。 臭婊子! 你! 台关将一句话没骂完, 便被击中天灵盖, 他双目圆睁, 直挺挺地朝着地上倒去。 台关将倒地的瞬间, 何知从他肩头跃起, 可落地的时候也是一脸痛苦。 他双腿根本站不稳, 直接瘫坐在了地上。 我这才快步走到何知身旁, 低头看何知的双腿。 布裤子挡着, 也瞧不见伤势。 犹疑了片刻, 我直接用补刀割开了右侧的裤子, 入目的大腿, 却呈现一片污渍的痕迹。 何知面上痛楚更多, 他双手摁着地面, 似乎想要抓进去。 我不只是心惊, 更是怒气在胸腔翻滚。 这台关将下手, 当真是狠毒, 若非何知也置住了他脖子, 恐怕他这双腿就保不住了。 先捆住他, 咱们得带苗先生走。 何知强忍着痛楚, 喘息地说道, 不然等他醒了, 我们都不是对手。 我心知, 刚才何知能得手, 也全因为这台关将轻敌大意, 认为何知十几岁, 没什么本事。 快速取出来身上的青麻绳, 我直接将这台关将手脚, 完全反着捆绑起来。 这当口, 何知从身上取出银针, 站立地扎自己受伤的腿。 我余光能瞧见, 他针扎过的位置, 黑红色的血不停一出。 不敢耽误, 我快速回到棺材前头, 将棺材扒下来了之后, 我直接一把拽下来了尸体头部的幅部。 果然, 幅部之下是一张瞎了一只眼睛的脸。 苗先生, 我重重吐了口浊气, 先用了一张符, 振住苗光阳, 再将苗光阳从棺材里头拽了出来。 何知也从地上站起来了, 他被我割开的裤子那里用针给叠上, 不过其余的裤腿上却满是浸透的血迹。 抬官将还没有醒来的征兆, 何知到了其跟前, 用力地踹了他几脚, 他脸上挂了不少彩。 咱们走。 我低声说道。 何知用炸鬼刀当了拐棍, 我则是背着苗光阳的尸身, 两人迅速出了堂屋。 从廊道往外的时候, 天色阴沉了不少。 阳光已经完全被阴云遮蔽, 似是要下雨一样。 很快, 我们便出了李家大院。 只不过, 我却总觉得背后发毛, 像是有人在盯着我们。 我本能地往后看了一眼, 何知也同时回过头。 此时天光更暗, 似是天黑, 李家大院的宅子上面, 当真像是漂浮着幽绿色的雾气, 像是里头有鬼火一样。 我背着苗光阳的尸身, 他被我镇住, 也没有动的迹象。 可现在苗光阳都在我这里了, 院内还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我和何知并没有回去。 那台关将住在李家大院 已经好几个月的时间, 院内的东西他必定知晓。 我更不可能放开他, 不然等会儿他醒了, 必定找我们麻烦。 不多时, 我们到了村子的主路上。 路上有村民正在匆匆赶回家, 他们见了我和何知, 以及背着的苗光阳尸身, 顿时都被吓得不轻。 有不少人在远处驻足看我们, 也有人吓得跑得更快。 何知一瘸一拐, 走得极为艰难。 花费了很久时间, 我们才到码头, 在到董峰家里的时候, 已经过了半个钟头了。 张阿婆本在堂屋里头缝补东西, 见了我们, 就赶紧过来搀扶何知。 目光落至苗光阳尸身上, 他眼中却净是惊怕。 李先生, 这尸体张阿婆明显很不安。 我低声解释了一句, 这是我一个长辈的尸身, 恰好找到了。 将苗光阳放置在了堂屋地上, 何知也被张阿婆搀扶着坐下。 苗光阳头顶贴着的镇煞符 倒是毫无变化。 只不过, 这得等了半夜才晓得到底能不能镇住。 虽说苗光阳不凶恶, 但我也不晓得那台关匠有没有对他做什么, 肯定得确保万无一失, 我还得去找我娘。 何知这状况, 他肯定不能再离开院子。 我脑中飞速地思索推演。 何知则双手按着椅子扶手, 脸上时不时还有痛楚闪过。 很快我便下了决定, 将通俏分金尺 别在了苗光阳的胸口衣服里。 这样一来, 即便是天黑了, 她的尸身也闹不了什么幺蛾子了。 我娘不可能伤我, 我找到她即可, 拿着尺子也不可能用。 张大娘, 麻烦你去请一个大夫来。 我低声吩咐。 何知却立即摇摇头, 她微咬着下唇, 乌鞋已经放过了, 没有大碍, 她没伤到我骨头。 我又询问了何知一句, 让她不要勉强, 她还是说让我放心。 也就在这时, 院外传来了匆匆的脚步声。 我回头一看, 是董锋回来了, 他手头还提着不少东西, 有载好的鸡鸭肉食, 而他神色更为匆匆。 进屋, 董锋就面色大惊, 他盯着地上的尸体, 喃喃道, 先生的尸身, 这。 抬头, 董锋才匆匆告诉我, 他打探完消息, 过村路上就听人说, 有个穿堂装的先生, 背着尸体进了他家里, 他就晓得是我。 稍作停顿, 董锋问我是怎么回事, 不是去找李大小姐的尸身了吗? 怎么找到了另一句? 还没等我说话, 张大娘就到了董锋身边, 小声儿语了几句。 我大致也听得清, 他将我叮嘱地附述了一遍, 又说了关于苗光阳尸身的事。 张大娘与爸, 董锋才心有余祭地点点头。 再接着, 董锋才说道, 洪松县的事情, 我也打探出来了一点眉目, 李先生, 你说得还真没错, 最近的确出了事, 事情还不小。 我平稳呼吸, 让董锋说来听听。 董锋深吸了一口气, 才道, 最近县城周边的坟山被挖了不少, 有人在道师, 很怪异的是, 死人偷盗的都是女尸。 还有, 他要的都是心死的女尸, 若是时间太长, 腐烂, 或者成了枯骨, 就会被他曝尸在外。 如今洪松县内闹得沸沸扬扬, 上头派了不少兵去看守坟山, 也派遣人手去调查这件事, 约莫七天没有传出来被挖坟的消息了。 话语间, 董锋还心有余悸。 他又继续道, 挖坟自然不会是尸体挖, 难道是纸扎将? 稍作停顿, 董锋小心翼翼地多看了我一眼, 方圆百里内最厉害的纸扎将就是指人徐。 我当即就摇了摇头, 许叔没来过这里, 还有, 他如今身体。 说着, 我眼皮就狂跳了一下。 我首先想到的是那台关匠。 可很快, 我又觉得不对劲, 他挖女尸有什么用? 而且我们也只看见了苗光阳的尸身。 此外, 我隐隐觉得一阵压抑和威胁。 那就是, 有人对女尸下手, 他已经七天没了讯息, 是走了, 还是潜伏起来, 准备下一次行动。 又或者说, 他会不会来到这个村子。 那人偷窃女尸, 不要腐烂或者枯骨, 显而易见, 就是对容貌以及怨气之上有要求。 我娘怨气重, 以至于咽不下那口气, 如今都保持当年的模样。 若是他来到这个村子, 必定会对他有寄予之心。 沉默思索了许久, 我才开口说道, 那人肯定不是许叔, 他可能会来这里, 若是他不来, 便和我要做的事无关, 若是来了, 会多不少麻烦。 董峰面色当即微变了一下。 何至眼中也露出金色, 喃喃道, 伯母。 我吐了口啄气, 道, 我娘的事情都已经是二十多年前了, 她如今回到这里, 除了我们也无人知晓, 倒不用担心那人刻意来, 只要她不恰好到村内, 又恰好遇上我娘就行。 董峰这才点了点头, 道, 那自然是没那么多巧合的。 我恩了一声, 低头又看了一眼苗光阳的尸身。 董老爷子, 今晚就麻烦你和张大娘, 帮我照看好何至, 已经苗先生的遗体了, 我还得出去。 另外, 这村里头有个台关匠, 你应该不晓得吧? 此前我没说尸体是怎么找到的, 毕竟张大娘只是个普通老妇, 董峰眼中都是金色, 台关匠。 怎么回事? 我这才将我去了李家大宅的事情说了一遍。 董峰面色殷勤不定, 他忽然低声道, 得放了那人, 不然会引来大麻烦。 我眉头一皱。 何至顿时也神色不满, 气氛道, 他扣苗先生尸骨不还, 还对我们下狠手, 如此狂妄之人, 稍作成戒, 有何不可? 他都被五花大绑了, 还能引来什么麻烦? 我虽说同何至想法不同, 但我也不想现在放开他, 以至于他打乱我的安排。 我今夜还要找到我娘。 董峰眼皮狂跳不止, 才低声解释, 台关匠, 一般一个领事带着八仙, 他们很少独自出行。 你说的那人拿着龙杠, 必定就是领事, 那八仙没出来, 肯定在别处。 八仙虽说没领事厉害, 但却没一个弱的, 下九流之中, 最不好招惹的是耕夫, 其次便是台关匠, 领事打头, 八仙台关, 一起就是九人, 咱们势单力薄。 只不过, 董峰眼中疑惑更多。 我面色同样变了。 照董峰这说法, 招惹那台关匠, 我们当真是捅了篓子。 但我也不可能看着他 带走苗光阳的尸身。 只是, 一旦等那八仙回到李家大宅, 领事被松开, 他们必定会来找我们麻烦。 我星辰下来了不少。 何志俏脸略有煞白, 他咬着下唇, 半晌挤出来几个字, 总不可能让我们 给他赔礼道歉。 况且, 那人性格怪异狂妄。 我扭过头来看向何志, 目光深邃了不少。 何志身体顿时一僵, 他眼神略有不安。 我有个安排, 你需要同意。 我深吸了一口气, 才慎重地说道。 何志抿着下唇, 他眼中都是不解。 天还没黑, 我们也刚回来一会儿, 让董大爷驾马。 你们带着苗先生尸骨回酒和线, 免得和那台关匠硬碰硬, 我们也很难碰得过。 不行, 何志眼眶一红, 立即摇头拒绝。 若真的是我一个人, 我不会是他们对手, 也不会留在这里, 可我娘在此处。 何家村里老庚夫都拿我束手无策, 几个台关匠也做不了什么。 我沉声解释, 你们走, 我才无后顾之忧。 何志呆了一下, 似乎才明白我的意思。 董锋神色虽有不解, 但是他连连点头。 没错, 既然李先生有保护自己的手段, 他也必须要留下, 咱们先离开, 反倒是好事。 董锋也在劝说, 何志这才点点头, 我立即就将他搀扶他上了马车。 董锋同张大娘一起, 收拾了他们家里一些戏软, 同样去了马车上。 和董锋叮嘱几句, 让他们直接回纸扎铺, 切莫中途横生之劫, 董锋再三保证之后, 这才驾车离开。 一直到马车走远, 何志都在从车窗回头看我。 我则是站着, 一直到他们消失在视线中, 这才转身进屋。 我尽量平稳地思绪, 让自己足够平静下来。 接着, 我便静静地等天黑。 外面的天色愈发地暗沉了, 因为阴天, 所以没有夕阳, 便快要进入夜幕。 我算准了时间, 快要入夜之时, 才离开董锋家, 朝着李老汉家的方向走去。 村路上行人不多, 大部分都屋门紧闭。 大概是因为我刚才背着苗光阳尸身走过了一次, 吓得这些人不敢夜里出来。 等我走到李老汉院外不远处的时候, 天色总算彻底入了夜。 我并没有直接再过去, 而是藏身在一处院墙后。 我不能完全肯定, 是我娘来了这里, 只能说是极大概率, 因此也只能在旁侧观望。 天色越来越黑, 路面也愈发地安静。 今夜没有月光, 甚至没有一点星星。 零零散散, 又有两个村民走过村路, 连影子都模糊难见。 我注意到, 李老汉家的院子, 不知道在什么时候灭了灯。 小心翼翼地取出来了定罗盘, 此时定罗盘的指针转速开始变得飞快, 我深吸一口气, 将其往前移送, 那指针更是发出了痴痴的声响。 他,来了? 我心头惊喜之下, 在看李老汉家的院子, 还是没发现别的一样, 只是那里愈发地漆黑了。 他怎么进的院子? 我不知道, 我怕他又悄无声息地离开。 而这距离, 我也怕他不知道我来了。 深吸了一口气, 我走出藏身的院墙, 朝着院子方向走去。 很快, 我就到了院子跟前, 定罗盘的指针速度, 已然快到了极致。 我在院门口站了许久, 心头的激动更是按捺不住。 娘, 我喃喃地低于两字, 直接过了篱笆院门。 快步走至唐屋门前, 我用力一把推开门。 屋内其实是有烛光的, 只是那烛光泛着幽绿色, 以至于光线暗地传不出来。 卧房门前跪着一个人, 赫然是那李老汉。 李老汉垂着头, 像是忏悔。 我忽然觉得有些不对劲, 身上净是冷汗, 飞速地滋生鸡皮疙瘩。 卧房内滴滴答答的声响传出来, 就像是湿漉漉的衣服在滴水。 这种冷意来自怨气阴气。 我娘的怨气和阴气固然很深, 可却没透着这么大的敌意。 我眼皮狂跳起来, 死死地盯着卧房里。 门没关, 可那里面更黑的下人, 不晓得有什么东西。 那恐怕并不是我娘。 额头上也溺出来了不少汗水, 我强行抑制住自己的心经, 缓步后退。 可我刚退到堂屋门前时, 忽然吱压一声轻响, 后面便是强烈的阴影袭来感。 我猛然回头, 竟是房门被一股风吹着关了过来。 抬起手, 我直接去挡门。 可门的力道极大, 轰得一下就砸在了我的手上。 那一瞬间的剧痛, 让我觉得手都要被除断了。 我蹬蹬后退了数步, 肩膀的位置却忽然被一只手拍了一下。 这冷不丁的拍肩更让我汗毛倒立。 李老汉还跪在卧房前头, 没任何反应。 那是谁在我身后? 我猛地回过头, 瞧见的却是一张灰白色的脸。 他眼珠子极大, 嘴巴隆起, 鼻梁却极为塌陷。 瘦小的身体如同猪如一般, 并不是站在地上, 而是一只手卡在了墙缝里, 整个身体半悬着。 他那占据了脸框三分之一的眼珠, 直勾勾地盯着我。 他忽然脸皮抽动了一下, 就像是皮笑肉不笑, 嘴角也翻起一点, 露出来尖锐的獠牙。 我头皮都炸了起来。 这赫然是一头水尸鬼。 还是一头老的皮毛都已经彻底发白, 甚至脱落的老水尸鬼。 一般情况下, 水尸鬼都待在悬河里面, 怎么会忽然上了岸? 还到李老汉家里了。 思绪电闪之间, 这老水尸鬼猛地张开口, 直接咬向我的脖子。 我猛地抬起腿, 狠狠踹中墙面, 借力后退, 更是一把抽出了腰间的捕刀, 往前一挥。 那老水尸鬼没有咬中我, 双爪刚好朝着我狠狠抓来, 因此刚好同捕刀碰撞到一起, 发出铿锵一声。 它砰的一下落在了地上, 更是飞速朝着我窜来。 这灵敏的速度我完全跟不上, 它直接从我胯下窜过, 我挥刀去斩, 非一旦没有斩中, 反倒是让它一爪子撩过我小腿。 剧痛传来, 我闷哼一声, 几乎半跪在了地上。 白影窜进了卧房屋内, 那滴答的声响却变得更清晰。 那东西还在屋内, 并不是这水尸鬼传来的滴水声。 水尸鬼, 是屋里那东西带来的? 此时, 李老汉缓缓地站起来了身体。 他转过头来, 直愣愣地看着我。 显然, 李老汉此刻被撞碎了。 在下一刻, 忽尔白影再从屋内窜出, 刚好就落在了李老汉的肩头。 这的确是刚才那水尸鬼, 只不过, 他双爪捧着一个圆滚滚的雾式。 那是一颗男人的脑袋, 其模样和李老汉有好几分相似, 约莫四十多岁, 其双眼是睁开的, 显得格外的猙獰凶利。 头颅之下, 是黑漆漆的练符, 只不过练符之中, 完全是空荡的, 就是绑在了脖子断茶上。 滴答的声响更为清晰, 还带着冷气不停地扑面而来。 水尸练符滴出来的, 而这头颅是凶尸头, 其上透着红中泛青的绒毛, 那冷意几乎要让屋子里的空气凝结成冰。 我本以为来李老汉家里的是我娘, 却完全没想到, 竟然是一个毫无相干的凶士。 她更没有自己来的本事, 还是水尸鬼带来的。 她是撞碎了水尸鬼。 我思绪快到了极点, 也飞速地掏出来雷击木的符牌。 这张符牌之上刻得何归斩尸符。 你是谁? 我没有立即动手, 反倒是盯着李老汉, 低声问道。 李老汉并没有理会我, 她静止走至我面前, 双臂直接掐向我的脖梗。 我浑身肌肉绷紧, 直接扬起符牌, 打向李老汉的信门。 结果那水尸鬼却猛地张开口, 发出尖锐的嘶吼声, 朝着我猛扑过来。 那颗头颅也朝着我飞速逼近。 我啪的一下抽中了李老汉, 雷击木的符牌顿时紧贴着李老汉额头。 她口吐白沫, 疯狂抽搐之下, 直挺挺地倒在地上。 水尸鬼却也落在了我肩头, 她竟是将那头颅用力按在我的肩膀上。 我顿时察觉到一种吸附感觉, 就像是她要粘在我肩头一样。 滚! 我一声低吼, 用力要甩开那头颅。 水尸鬼在我耳边又是尖锐的一声嘶吼, 直接掐住了我的脖子。 那冷银的指甲几乎要割破我的喉咙。 我猛地一下重重撞在了旁侧的墙上, 刚好拿水尸鬼当了垫子。 水尸鬼一声闷哼, 顿时松开了我的脖子, 在地上颤抖静巒。 那头颅粘在我肩头越来越深了, 我更能察觉到一股热流似是从体内流出。 呼吱地声响, 屋内的烛光闪动了两下, 绿油油的烛火更盛。 阳气被这颗头颅吸走之后, 我只是短暂地觉得虚弱, 很快便被冷意充斥了身体。 我还能感觉到似是又一种无形之中的压迫力, 想要控制我。 只不过, 那感觉与我来说又太薄弱, 干扰不了我。 前一刻的手忙脚乱, 忽而在这一瞬间变得平静下来。 水尸鬼挣扎着想要爬起来, 我抬手, 直接拽住了他的脖子, 反手狠狠朝着墙上一砸。 他顿时一动不动, 软倒在了地上。 扭过头, 我看向脖子上的那颗头颅。 他的双眼似乎也是在盯着我, 显得格外的阴厉。 练符似乎紧贴着我的身体, 都快要钻进去了一般。 我微眯着眼睛, 笑了笑。 再接着, 我的手直接就抓住了他的头发, 狠狠往下一转。 剧痛从肩膀上传来, 我耳边仿佛听到了尖锐的声响。 这头颅自然发不了声音, 那尖叫就像是从我意识深处传来的一样。 耳膜剧痛像是被扎穿, 脑袋剧痛像是有一把刀在里面搅动。 不过这脑袋, 却被我从肩膀上拔了下来。 然后我狠狠朝着地上一砸。 轰隆一声闷响, 地面被砸出来一个凹坑, 这凶尸脑袋的鼻梁也直接断了, 显得格外狼狈, 并且还从伤口处流出来红中泛青的血。 不管你是谁, 你不该坏我的事情。 我微眯着眼睛, 低声喃喃。 我直接将那头颅拿到了桌子上头放下, 取出来了地支笔和天干燕。 我忽而想到了一件事情, 就是当初柳花道直接在秦梅的头上画符。 那我是否可以将何魁展示符 直接画在这凶尸头颅上? 冷意越来越重, 我脑袋在清明和昏尘之间。 此时我最想做的事情, 就是让这个凶尸头颅魂飞魄散。 我晓得, 这是阴气充斥身体带来的影响, 让我控制不了那股狠劲。 可同样, 若非是这阴气, 我肯定被这凶尸头颅摆布, 甚至被那水尸鬼弄死。 显而易见, 它这么重的凶器, 肯定不只是害过一条命。 只是除缺了杀术, 我还真没有直接断绝凶尸魂魄破的手段。 柳花道当初画符的一幕在我脑海中回旋, 我取出来了天干燕和地支笔。 怪异的是, 定罗盘, 当初的八卦虎头镜, 还有通窍分金尺, 会让我在阴气极重的时候无法把握, 甚至会伤到我的手。 但天干燕和地支笔却没有抵触我。 我静静地用燕太摸摸。 这期间, 时不时我低头看一眼那颗头颅, 它静静地一动不动。 即便是凶尸头, 在无法撞碎人的情况下, 它也无法凭空蹦起来。 隐约的, 我察觉到屋内的冷意便少了很多, 弥漫着的似乎是一股恐惧的情绪。 熙熙索索的声音又从屋内传来, 我侧头一看, 卧房门前, 竟然处着一个人。 那人赫然是白天我见了的老玉。 他应该就是我娘的母亲, 此时他面色极为惶恐, 眼带也搭拉得极低, 他竟是颤巍巍地跪下, 冲着我磕头。 老玉已然瘫痪, 怎么可能动? 这凶尸是察觉到了我的意图, 他不想魂飞魄散, 所以又撞碎了老玉在求我。 我只是瞥了他一眼, 飞速地用地之笔沾了一些燕台之中的墨水, 直接就点向那头颅眉心。 老玉忽而一声尖叫, 他色力内忍地朝着我冲来。 我眉头紧皱, 画幅的速度骤然快了很多。 脑袋清零下来, 而且深周没有让我情绪波澜的人的时候, 我发现我是能控制我的思绪的。 我才发现这阴气并不是让我失控, 只是让我情绪难以自控。 像是之前我身旁有柳花烟, 他想要对我下杀手, 以及吴显长, 他和我之间有血海深仇, 我都会控制不住自己, 想要他们的命。 可追根究底, 那也是我的极端情绪都是来自于我本身。 现在我没对老玉下手, 就是因为我觉得他们可怜而有可恨。 若非是当初那样对我娘, 我不会对他们这么冷漠, 他们也未必落得这个下场。 我对他们很平静, 平静到恨意都只剩下怜悯和冷漠的时候, 便没了杀心。 何愧斩师傅, 我画出来了一半。 老玉直挺挺地停在了我跟前, 他眼中被撞碎的那骨子呆逐渐在散去。 那颗头颅正在蹊跷流血。 我微眯着眼睛, 心跳都咚咚加速了不少。 直接用地支笔画幅在这凶尸头颅上, 果然有用。 除去了蹊跷流血外, 还有一道血线从头颅的顶端往下蔓延, 似是要将头颅从中间劈开。 我要更快地画幅。 忽而, 老玉嘴巴如动了一下, 发出来轻微的声音。 放过她, 这不是一个男人的声音, 更不是老玉本身的, 而是一个年纪不大的女生。 我心头一颤, 喃喃道, 娘! 手上的动作顿时就僵硬了下来, 画了一半的符, 我终止了。 这头颅是谁的, 我娘会让我放过她。 正当我抑制不住自己思绪的时候, 那老玉呆呆地回过头, 转身进了房间。 我立即放下了地支笔, 快步跟了进去。 老玉躺在了床上, 闭上了双眼, 就像是从没起来一样, 屋内什么人都没有。 娘! 我声音大了许多, 低吼出了声。 我呼吸变得格外急促, 脑袋嗡嗡作响。 正当此时, 我却瞧见了墙头的窗户上, 映着一个黑漆漆的影子。 似是有人站在窗户外头一样。 我心头顿声惊喜。 拔腿, 我直接走出卧房, 一把推开堂屋门, 我直接走了出去。 结果屋子右边, 刚好是卧室窗户外面, 站着的却并不是我娘。 而是一个身材鲜瘦的男人, 他穿着格外眼熟。 头顶翻了几圈的帽子, 黑布衣, 白布鞋, 腰间缠着一条帕子, 并且他手头还握着一根格外长的竹竿, 那竹竿上边还挂着红白相间的布条。 此人赫然是台关匠的穿着, 却不是被我们绑起来的那个台关匠。 我盯着他, 他同样盯着我。 他瘦长的脸颊上忽然闪过一抹阴狠, 男男道, 唐庄, 你就是今天那个绑了领事的人。 那个狗日的先生, 我面色很难看, 我娘肯定就在附近, 可却冤家路窄。 显然, 这人就是董锋所说的八仙。 果然, 台关匠不是一个人出没, 领事还带着人手。 我飞速一把, 抽出腰间的补刀。 呼啸的靖风赫然响彻, 那人猛地挥动手中竹竿, 直接朝着我手上抽来。 同时, 他胸腔高高鼓起, 口中猛地发出一鹤, 这鹤声极大, 传出去了好远。 我面色在变, 他这是在传递消息, 他们其余人必定都在不远处。 赶伤领事, 你今天跑不掉。 羽霸的瞬间, 就是啪的一声, 那竹竿抽在了我的补刀上。 补刀并没有将竹竿斩断, 反倒是被压下来, 以至于竹竿另一头 狠狠抽在了我的肩膀上。 我开始觉得一阵剧痛, 只不过这疼痛 并没有让我倒地, 反倒是给了我一股狠劲。 反手, 我直接就抓住了竹竿, 猛地朝着我身前一转。 那人大惊失色, 直接就被我拉地撞了过来。 我右手的补刀, 猛地朝着他肩头扎了下去。 吃的一声, 补刀直接扎穿了他肩膀, 他一声淒厉的惨叫, 下半身骤然跃起, 狠狠蹬在了我的胸口, 整个人借力往后一窜, 便逃窜了出去, 他直接丢了竹竿。 他连跪带爬地跑进院子, 想要冲出去。 我左手本来就抓着竹竿一截, 此时我踏前一步, 一挥竹竿, 直接就抽在了他的背上。 啪的一声脆响, 他被我抽得砰一下, 砸到了篱笆上。 淋漓的鲜血洒落满地, 他想要爬起身, 却没爬起来, 又软倒在了地上。 艰难地扭过头, 他看我的眼神, 已然只剩下恐惧。 你不是先生? 你是什么鬼? 这么凶? 鬼? 我微眯着眼睛, 直接将竹竿扔了出去。 右手握着补刀, 我走到了那人的跟前。 低头盯着他, 我意识里有股冰冷的念头在冲撞, 想要一刀截裹了他的性命。 扬起手, 我额头上却轻筋鼓起, 汗水大磕大磕地滚落。 因为我本身的理智告诉我, 我不能杀他。 右手猛地往下一挥, 左手陡然抬起, 挡住了右手手腕, 我粗重地呼吸着, 死死地瞪着他。 那人本来面露绝望, 此时却惊恶地看着我。 他额头上汗水比我更多, 几乎是大汗淋漓。 滚! 我咬牙, 嘶声嘀吼。 那人艰难地又从地上爬起来一次, 跌跌撞撞地冲出了院子。 我喘息得更为粗重, 将捕刀啪地一下扔在了地上, 裂切后退了数步。 当那人跑开之后, 我才总算将那骨子杀意压抑了下去。 娘, 我低声喊了一句, 在左右四看。 我娘必定在不远处, 她没回来, 是因为刚才那颗头颅。 只是我依旧不理解, 为什么她要我放过她。 摸出来定罗盘, 我本来想用转针确定方位, 只不过屋内还有一颗凶尸头, 以至于我分辨不了定罗盘细微的变化。 我犹豫之中捡起来了补刀, 又回去将那颗头颅用不包裹了起来。 至于地上的老水尸鬼, 我直接补了一刀, 割断了他喉咙。 水尸鬼和老师人本就是不死不休, 我留他, 必定生后患。 悬河之中的水尸鬼指定不会少, 要是放他回去, 他肯定会报复。 一手提着凶尸头颅, 一手提着老水尸鬼尸体, 我往屋外走去。 或许我想法错了, 本来在屋里的就是这颗凶尸头。 我娘并不想进来院子, 才会在一旁观望。 我都接受不了李老汉一家, 更慌论他。 等我出去之后, 说不定我娘就会出现在村路上。 结果刚出唐屋门, 我脸色就变了。 院外, 站着一大群人, 当头堵在篱坛门口的, 赫然是那身形矮小, 肌肉囚结, 生着一张果子脸的抬棺匠。 也就是董峰所说的领事。 他单手抓着龙杠上的红白绳, 面沉似水, 眼中尽是杀鸡。 领事的脸上还有不少伤痕, 脖子上更是肿起一大块, 头顶也有一个骨包。 很显然, 这都是合制给他挂的彩。 至于他两侧, 最近的那个是刚才在我手里吃亏的人, 其余还有七人, 手持着长短不一的竹竿, 漆上都绑着红白相间的绳索。 领事打头, 八仙抬棺, 我微眯着眼睛, 双手松开。 雄狮投卢落地, 老水是鬼的尸身也落在门槛上。 我浑身肌肉都紧绷起来, 拱起身体。 目光四扫院外, 还有我身侧, 我在找逃跑的机会。 刚才被我打得半死, 那八仙即便不能动手, 他们都还有八人, 我不可能是对手, 硬碰硬就是找死。 只不过, 那八仙中的七人却逐渐散开, 直接包抄了这半个院子。 我奇怪一件事。 领事问声开口, 你们晓得台关将, 你也知晓, 领事打头, 八仙台关, 我们不会单独行动, 还敢对我下了手不跑。 是该说你们侥幸, 还是要说你们胆子太大? 我王杠, 从来没落过这么大的颜面。 让一个臭婊子踩在了头上。 王杠微眯着眼睛, 阴沉逐渐变成了杀鸡。 我没心紧错, 他对何止的无礼, 让我也心生厌恶。 受伤那八仙之一凑到了王杠耳边, 低声说了几句话, 大致就是讲, 我形若恶鬼, 看似是个先生, 但阴气和凶气不亚于一个诈尸的黑煞。 王杠眼神更阴冷, 他点点头, 忽而往前迈了一步, 沉声喝道, 结巴仙压尸阵。 我瞳孔紧缩, 顿时感受到八道如同刀子一般的目光, 正在割裂我的身体。 周遭逃不掉, 我就只能进屋, 看看是否有后门。 我猛然转身, 要我冲进屋内。 嗖嗖数声破空响, 左右各有一道竹竿, 竟是直接飞尸而来, 刚好在我冲入屋内的那一瞬间, 横着拦在了屋门前。 我就刚好撞在了竹竿上面, 那股反振动的力量, 让我闷哼一声, 直接被弹进了院子。 两道人影, 飞速从院外冲到了院内, 竹竿交替, 冲至对面男人面前, 就像是他们交换了一次家伙事。 其余五人, 连带打头阵的领事, 也寝客间冲进院内。 七人探出竹竿, 朝着我头顶打来。 我面色大变, 双手聚护住脑袋, 整个身体朝着地上蜷缩。 啪的一声, 剧痛几乎让我自目欲裂, 他们没有直接打我的头, 反倒七根竹竿交错压住了我的肩膀。 八仙大喝一声, 我喷的一下, 直挺挺地跪倒在了地上。 尖头的力道, 让我压根无法反抗, 将我死死地定住。 那八仙七人, 神色都格外冷漠。 王杠微眯着眼睛, 他都还没出手。 他眼中出现了一丝蔑视, 我还以为你这先生有多奇怪, 凶器是不小, 堪比黑煞。 可我王家的八仙鸭狮阵, 专打凶狮, 即便你今天是血煞, 也要命丧于此。 不过, 你这体质特殊, 等我杀了你, 必定鞭狮让你真的化傻。 你弄走我一具凶狮, 就让你去我王家镇观宅。 说着, 王杠便高高扬起了手头的龙杠。 两三米的巨大龙杠, 直接被他高举过了头顶。 他眼中杀鸡蹦发, 这一龙杠, 当真是要将我打得脑僵蹦裂。 我瞪大了眼睛, 脑中飞快地在想着对策。 可我却什么都想不到, 只是愤恨和不甘心。 八仙儿的力道太大, 我根本反抗不了, 就只能等死。 只不过, 最后的求生欲望, 让我直接放弃了想要顶过八仙起身。 而是猛地一泄力朝着旁侧闪去。 果然, 我泄力之下, 他们顿时压空, 我身体朝着右侧闪躲而去。 王杠冷笑一声道, 临死挣扎, 毫无作用。 他居高临下, 稍微动了一下龙杠, 就朝着我闪躲的方向劈来。 我额头上满是大汗, 浑身也被冷汗浸透。 偏偏就在这时, 王杠的眼睛忽而变得圆了几分。 他脸上杀意顿时消散不见, 取而代之地, 竟是蒙着一层青色。 他本来要砸向我的龙杠, 却忽然在半空中停顿下来, 朝着我身侧四周扫去。 这一幕, 顿时让那八仙神色大变。 只不过王杠的反应太突然, 我虽然晓得我娘肯定会出手帮我, 但我也没料到他会用这种方式, 在这种关头插手。 当那七人回过神来的时候, 龙杠已经扫到了他们的胸腹前。 砰砰的闷响声中, 七人纷纷被击中, 惨叫着倒飞而出。 在我头顶的那些竹竿, 全部都哗啦落地, 顿时我的压力完全散去。 我立即站起身来。 王杠脸色却在青红交加的变换不止, 他颤抖地抬起一只手, 似是要从兜里面拿出来什么东西, 又绷着停在了半空中, 没能伸进去。 尤其是他的眼睛, 时而似是女人一般阴柔, 时而又变得很立起来。 顿时我就明白, 他是在挣扎。 我娘竟然都撞不了他多久, 他的本事绝对比我现在能想象的要大, 还有可能身上有一些震尸的物件。 抬棺匠专门送棺材, 在镇尸方面也有专业的手段, 那肯定少不了宝贝。 我快速捡起来地上的人头包裹, 以及老水试鬼的尸身, 急步朝着院外跑去。 之前在我手里受伤那八仙, 他眼中惊恐不已, 飞速后退。 其余的那些八仙, 则是被王杠伤到了要害, 直到此刻都没有爬起来。 很快我就走到了王杠身后, 快步地朝着村路尽头跑去。 胸腹的气血还在翻滚, 跑出去一段路之后, 我总算舒缓了一些。 鬼石神拆的, 我继续朝着前方走去, 就好像冥冥之中 有股力量在指引我一样。 我没有反抗那骨子引导。 一直往前走, 不多时我便走到了 靠着玄河边缘的村路, 又朝着下游的方向走去。 不多时, 我就瞧见了河岸边的草路。 我一个机灵, 那股引导的感觉消失不见了。 在原地呆战了一会儿, 我顿感复杂无比。 拔腿往前走去, 很快到了草路门口。 屋檐在风吹下, 发出速速声响, 木门也在来回晃动。 只不过屋内空无一物, 我没瞧见我娘。 娘? 我声音稍微大了一些, 将头颅和水势鬼的尸身放下。 左右四扫一遍, 目光更多地聚集在了玄河水面上。 夜太黑, 河面隐隐还有雾气。 斑驳的白雾之中, 好似有一个竹筏, 竹筏上更像是站着一个人。 我扯着脖子, 又大喊了一声娘。 竹筏却没有靠岸的征兆, 也没有任何的反应。 我喘息着走到了河边, 砰的一声重重跪倒在地。 我用力磕了两下头, 沙哑道, 阴阳小的您来了, 为什么您不见我? 这夜太空季, 以至于我的喊声和话音 形成了波浪一样层叠的回音。 雾气却逐渐散去了, 水面上只剩下一个空空荡荡的竹筏。 我呆住了, 正正地看着水面, 心头却只剩下不理解。 甚至于, 我觉得心口像是被堵住石块一样, 呼吸都变得不顺畅。 我艰难得难难, 您不想走。 我唯一能想到的缘由, 就是他不愿意离开。 可这与我来说, 却让我无法接受。 我双手紧握成拳, 狠狠地垂击在了身旁两侧。 水边的泥土是湿润的, 直接被我砸出来两个凹坑。 我呼吸变得更急促, 而河边的冰凉, 反倒是让我觉得身体没那么难受, 恢复了不少。 当年的事情, 我已经知道了。 我沙哑开口, 低声道, 李家的大院, 容不下您, 当初您的父母, 毫无对骨肉至亲的情面。 那消失不见的先生, 害了您一生。 留在此地, 对您来说, 又有什么意义? 这二十多年来, 而懵懂无知, 如今儿晓得一二您所受的痛苦, 哥儿走吧, 您不该再受折磨, 而是应该安息了。 说着说着, 我就觉得脸颊上一阵温热。 那温热顺着脸庞滑落, 到了下巴的时候, 就成了冰凉。 只是我娘没有传来任何回应, 反倒是悬河的水浪变得大了不少。 花都拍打到了岸边, 到了我的裤腿上。 我没有后退, 任凭水浪拍打, 还是跪在原地。 可我心里头更难受了, 因为我晓得, 这是我娘在让我走。 抿着嘴, 我一直跪着不动, 水浪便没有再拍打上岸。 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 夜色越来越黑, 一直到黑的伸手不见五指。 度过了那最黑暗的时段, 天边开始出现了一抹鱼堵白。 我脑袋开始有种昏沉的感觉, 而且天亮了, 我娘更不可能再现身。 不过我并没有离开, 而是挪动着自己身体, 起身进了草炉里。 我躺在了那简陋的木板床上, 便疲惫地睡了过去。 这一觉我睡得很不安稳, 并且一直在做梦。 还是那个相同的梦, 我待在竹筏上, 深周都是满满当当的祭品。 冰冷的悬河水面上, 有一个视线在注视着我。 只不过这一次不相同的, 是竹筏逐渐朝着下游而去, 像是要让我远离此地。 我很想停下来, 可是我却拦不住竹筏, 顺水而下。 最后, 我是猛地一个机灵惊醒过来的。 阳光透过草墙的缝隙照射在眼睛上, 我单手捂着眼睛, 才勉强坐起身。 耳边却听到嘈杂的声音, 似是有人一直在议论。 有的声音似是在骂, 说李昌顶不孝顺, 又有人小声在说, 草炉里睡着的好像是个先生。 我翻身下床, 走出了草炉。 果然, 草炉两侧的村路上都乌泱泱站着不少人。 他们看热闹似地瞧着草炉, 多数人的目光在地上的人头, 还有水尸轨上。 我出来之后, 大部分人都在瞧着我了。 他们更是低声议论不止, 品头论足的。 我大致又听到了有人说 李昌顶不孝这几个字。 眉头紧皱, 我侧头盯着地上那头炉, 心中有了疑惑。 他就是李昌顶。 姓李, 难道是我娘他家里的人? 脑海中在飞速地推断思考。 此时, 人群中却挤出来了一个人。 那不正是之前给我和何志带路的村民吗? 他小心地接近了机米, 冲我招了招手, 小心翼翼地喊道, 先生, 昨晚上你除掉的这个祸害吗? 那村民显然很惧怕, 指了指地上的老水诗鬼诗身。 我先是点了点头, 接着便指着那头炉, 沉声问道, 他就是你们说的李昌顶。 他是什么人? 此人昨天也闹鬼祟, 你们和我说个仔细, 好叫我处理后患。 我话音落罢, 顿时常见一片哗然。 昨天深夜的事情, 自然是无人知晓的。 王刚被我娘撞碎之后, 伤了八线, 最后她没来追上我, 恐怕也是没那个胆破。 此时我对李家的事情, 有了更多的求知欲, 也更想知道当年的细节。 这样我才能晓得, 我娘不愿意跟我走的缘由。 否则的话, 所有的一切都只是我的凭空猜想。 那些村民在哗然之后, 就更多惧怕, 不过也有很多人露出感激之色。 被我问话那村民, 胆子稍稍大了一些, 朝着我靠近了几步。 他才小心翼翼地说道, 先生, 此人李昌鼎是李老汉的儿子, 他消失有一段日子了, 都说他死了, 没想到真丧了命。 您哥哪儿找到他脑袋的? 我沉溺片刻, 倒也没有隐瞒, 只是选择性地说了一部分。 说, 昨夜我在李老汉家门前, 察觉到有凶师闹碎, 进了李老汉家里头, 就瞧见了这颗死人头, 连带着水尸鬼, 想要害人。 雨霸, 我又指了指那水尸鬼的尸身。 场见的村民, 顿时静若寒蝉, 有的村民眼中, 更是露出厌恶和唾气之色, 低声说了句, 死了都不忘继续去祸害人。 我也没有出声打断, 只是心中思绪更多。 面前那村民又叹了口气, 他跺了跺脚道, 李家真的是造念。 再接着, 他才和我说了事情的始末。 由于这村民不知晓我的身份, 他几乎是从李家开始说起。 当然, 他只是说了, 当年李老汉是村里的大货。 当初李家大小姐李花蓉 闹出来私通的事, 李家因此家到中落之后, 李家的二少爷, 也就是李昌顶, 便做了不少猪狗不如的事情。 譬如染上了赌博, 福寿膏, 让本来就困难的李家雪上加霜, 最后不得不卖掉了大宅, 住进了农院之中。 再之后, 他老娘李周氏患病, 他更是拿了买药救命的钱 去抽福寿膏, 本来他老娘身体不好, 被遗弃之下, 直接下半身都瘫痪了。 李老汉一个人维持不了家中生计, 便开始偷偷摸摸, 甚至被发现了还会鸣抢。 以前李家发迹的时候, 或多或少, 大家都占了好处, 要是小偷小摸, 也就不在意了, 多了才会闹起来。 这么些年来, 李家就那么苟延残喘地过日子, 一直到前段时间, 忽然李昌顶就没了声息。 好像第一个说, 李昌顶死在外边的消息, 还是从李老汉口中传出来的。 大致就是说, 李昌顶欠了不少高利贷, 还不起钱, 遭人打杀了。 说完了这些, 那村民叹了口气, 又道, 先生, 你说是不是, 李家就剩下这么一个儿子, 家道破败了不要紧啊, 好歹有个男丁, 结果他还不落教, 现在一命呜呼, 让李家断了香火。 甚至他死了, 都要再去坑害老爹老娘。 这李家上辈子造了什么念, 女儿和儿子都如此不孝。 在这村民说到女儿的时候, 他明显画风都变了变, 似是缩了缩。 在之后, 这村民便不再多说。 我早就晓得, 我娘的事情是这村里的忌讳, 同样也是洪松县的忌讳。 停顿了片刻, 我问道, 最近这几年, 水尸鬼闹事的次数多吗? 以前多, 有一年水尸鬼多的和尚都是鬼脑袋, 白天下水都要出事, 之后有一年, 就都消失不见了。 头几年又开始有一些水尸鬼冒头了, 都是这种老的毛都掉光了的水尸鬼, 还有人瞧见他们好几个一起, 把水牛拉下河的呢? 我若有所思, 他所说的有一年, 必然是我娘死那年。 那先生必定还做了一些事情, 震我娘的时候, 顺便震了水尸鬼。 或许是这几年, 水尸鬼有倒横生了的, 能够上岸为祸。 我刚想到这里, 竟然又有几个村民跑了过来, 他们到了我身前那村民的旁边, 几人相互说了几句话。 下一刻, 那村民就试探性地问道, 先生, 还没问您明慧, 我们村里的意思是, 您除了水尸鬼, 又在李昌鼎害人之前, 把他给除了, 给咱们怀里村造福了, 乡亲们都想感激你, 请您去祠堂歇歇。 我沉默片刻, 先说了我姓李。 其实我不想答应, 因为我对这些村民好感度不大, 当年我娘那个下场, 这些人或多或少也有关系。 只不过有一些事情, 我恐怕得问李老汉, 才能知道更详细的细节, 便不得不利用一下这些村民。 思绪很快落定, 我点头又说道, 我可以去一趟, 只不过不需要大张旗鼓, 你们怀里村的事情, 还没有完全解决。 等会儿, 你们派人将李老汉叫过来祠堂, 我要见他。 另外再派遣一些人, 过去一趟李家大宅, 将宅子检查一遍, 看看里面有没有什么人。 那村民也赶紧点了点头, 他立即和他旁边那几个村民说了几句。 紧跟着, 他和我介绍了其中一个四五十岁的中年男人, 说这是怀里村的村长。 村长眉毛又浓又弯, 俨然是一副好人脸, 他做了个寝的动作, 示意给我带路。 我弯腰将李昌顶的脑袋和老水试鬼的尸身捡起来, 跟着村长往一个方向走去。 其余的村民有的跟着我们, 有的便直接散了。 约莫两颗钟之后, 我就被领着进了怀里村的祠堂。 这祠堂修筑在玄河网里的一个压口里, 好似和另外一头的董峰加成了相对呼应。 进了大门, 院内便种着一棵老大的槐树, 遮住了半边的屋子。 而祠堂竟然只有一间屋子。 这屋子修得极大, 其中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灵位, 最高的已经摆得超过了三米。 下方的灵堂则是点满了香烛, 形成了不少浓烟缭绕。 我眉头紧皱, 扫了一眼院内, 确定了只有这一间祠堂。 村长则是小心翼翼地问询, 李先生, 这祠堂有问题吗? 我恩了一声, 说道, 的确有问题, 单看一间屋, 名为孤单房, 怀里村用凶宅当祠堂, 自然整个村的气韵, 也好不到什么地方去。 村长的脸色顿时就变了, 他不安道, 一间房祠堂有问题。 以前这里不是一间屋子, 那位少爷死在怀里村了, 那家族让他灵堂落在这里, 又有先生来说了, 拆了一侧的两间小屋。 我瞳孔顿时紧缩了一下。 那位少爷, 我娘都未婚妇。 我忽然觉得, 这里的事情, 恐怕远不止我想的那么简单。 那位少爷, 是哪位少爷? 我不动声色, 开口询问。 村长明显犹豫起来, 半晌没开口。 我微眯着眼睛, 淡淡说道, 说清楚, 我或许还能帮你们怀里村, 要是藏着掖着, 你们这里的事情, 我也不想多管, 免得招惹是非上身。 女爸, 我直接转身朝着祠堂外走去。 村长顿时慌了神, 他立即拦着我, 李先生, 你先等等, 我。 他面色格外挣扎, 最后咬了咬牙, 才说道, 是窦少爷, 好多年前的事情啊, 窦家全是大, 而且在怀里村死了窦少爷, 这继承人, 得亏他们没有追究, 否则的话, 村子早就完了。 当年的事情, 村长一声长叹, 说道, 都是李家惹出来的祸呀。 若非李化荣和人私通, 又怎么会让李家家道中落, 也不会让我们村子这些年都难抬头。 听到私通这两字, 我心里就极为不舒服。 因为, 我娘是个受害者, 当年她也只是个手无缚机之力的女人。 闭了闭眼, 我抑制住了自己的情绪, 示意村长说下去。 虽然我娘的事情, 已经通过董峰说了一遍, 但再听一次, 我还是心酸无比。 这期间, 之前那村民已经带着李老汉进了祠堂, 李老汉正正地站在一旁, 他身体都在发抖, 却没动。 我注意到, 他目光还落在了那李昌顶的头颅上, 只不过, 他神色并不是我预料的悲怆, 也不是恨意, 反倒是一种极为特殊的复杂。 我心头若有所思。 很快, 村长就说到了窦开叶。 大致他说的和董峰没有区别, 只不过说到关于窦开叶溺死在玄河中的时候, 他说的要比董峰更仔细。 当年, 这村长瞧见了窦开叶溺死的过程。 窦开叶不是意外死亡, 而是举着一顶灯笼, 从码头上跳的河。 话音至此, 村长跺了跺脚, 叹气道, 窦少爷的尸体最后没能上岸, 董峰没那本事, 窦家也请来了做法事的先生, 好好祭拜了一下窦少爷, 之后才让李家小姐下水祭和神。 我听到这些, 却觉得其中有不少蹊跷之处, 而且我还注意到李老汉的神色变了变, 他扭了扭头, 反倒是看向了别处。 我立即问了句, 是做法事的先生, 让李家小姐祭和神的? 明明我在董峰口中, 听到的是多方上门, 最后李家说出来的祭和神的话头, 其中的原因, 还是因为白鬼游和。 可在村长口中, 这事情却变了。 村长脸色一慌, 最后他才苦涩到, 是窦家做法事的先生说的, 先生还说了, 要是不让李花荣祭祀, 窦少爷亡魂不散, 玄河必定出白鬼。 可窦家又要颜面, 不能让人晓得, 逼死了李家小姐, 还得给窦少爷一个好名声, 为了所爱女子殉情, 这就是个很好的名声。 至于李家, 村长扭头看向李老汉, 他重重叹了口气。 李家最开始是不同意的, 可之后当真出了白鬼游和的大事, 又有风言风语, 说是李家小姐的晦气事, 是这一切的导火索, 必须将李家小姐祭祀。 李老汉这会儿背对着我们, 他身体似乎颤了颤, 都余捋了不少。 这些消息对我来说, 却完全是颠覆性的。 虽说只有细节的不同, 但这细节真相, 却是说明, 我娘不是被李家送出来送死, 而是被逼死。 我手颤抖了数次, 没有握紧成全。 再扫视了一眼这祠堂, 我直接朝着正堂走去。 三两步进了祠堂内, 一眼我就瞧见了最高处有一个极为大的灵位, 其上写着窦开夜之灵。 我仰头, 微眯着眼睛看着那个灵位。 男男道, 窦家给了你名声, 也觉得给你报了仇, 还将你的灵位放在这里, 慢慢地让怀里村风水更差, 算是未见你。 好大的手段, 好一个做法式的先生, 白鬼游和, 还能动得了悬河里头的水尸鬼。 我声音不大, 村长没敢跟过来, 或许是怕这里真的晦气。 李老汉也没过来, 所以我的话语没人能听见。 我看了那灵位许久, 最后才重重吐了口浊气。 回头, 我又走出了祠堂, 村长立即就到了我跟前, 眼中都是询问和不安。 窦家很多年没来过这里了, 晓得真相的人不多, 我收了封口费。 其余的村民, 则是因为那座法师的先生发过话, 大家都把事情烂在肚子里。 而且, 窦家还给大家放粮, 所以没人会多说。 可我们哪晓得, 窦家会最后把我们的祠堂弄成凶宅啊。 村长哭丧着脸, 说道, 李先生, 您一定要帮帮忙。 我沉丁片刻后说道, 在当年的位置上, 将两座小屋重新修出来, 再把那块窦开叶的灵位取下来, 我有用。 村长飞速点头, 接着又眼巴巴地问我, 除此之外, 还要做什么? 我告诉他, 我晚上会下水看看, 能不能将窦开叶的尸身打捞出来, 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最后我会管一管怀里村的风水。 但只要恢复了祠堂的两间屋子, 大体就不会再有风水上的问题了。 村长眼中这才露出喜色。 他低声说道, 我立即找人来办, 李先生, 你想问李老汉什么, 都直接问。 他立即侧头, 喊了一声李老汉过来。 李老汉这才挪着脚步, 到了我进前。 村长又叮嘱李老汉几句, 大致就是好好回答我的问话, 村里到时候会帮衬他一些。 李老汉嗚了一声, 神色这会淡了很多, 像是没什么兴趣。 村长匆匆转身离开, 我眉头促起, 看了李老汉许久。 看来, 你对你儿子, 没什么感情了。 我若有所思地说道。 李老汉嘴角抽动了一下, 他忽然说道, 李先生, 你是想要再数落我吗? 你已经落井下石过了, 现在晓得我这不孝子做的事情, 又要怎么编排我这个老东西。 我不知道哪里得罪了你。 李老汉嗓音依旧如同破罗, 他睁眼瞪着我, 眼中上蹦出的细小血管更多。 不管我是哪得罪了你, 你大人有大量, 放我一码成不成? 我老伴身体很差, 要不是照顾他, 我早就活得没意思了, 不用人数落, 直接就跳了河。 此时的李老汉, 明显要比我们刚遇到他的时候, 稍微好说话了几分。 恐怕是刚才村长的话, 牵动了他的记忆。 我对李老汉的情绪, 恨意稍微薄弱了一些, 那情绪更为复杂。 八百块大钱的存单, 应该够你们所用, 我只是想知道一些事情, 希望你能如实告诉我。 我没有恶意。 我平静地回视着李老汉。 李老汉的身体, 忽然就是一僵, 他略有呆滞地看着我, 神色却变得恶然。 那钱, 是你? 当年李花荣和那先生, 是否有情素? 你可知晓。 我沉声直接发问。 李老汉面色一白, 他整张脸都变得极为痛苦, 产微微道, 你真的要管吗? 这件事情已经过了二十多年, 没必要再管了。 李家败了, 豆开也死了, 妮子也死了, 豆家早已经不在省城, 不晓得去向。 你管这件事情, 又有什么好处? 我沉默片刻, 继续道, 你不用管我, 为什么要插手? 你只需要说出来你知道的事情, 不要隐瞒我。 或许, 我还会帮你们, 披入一个更好的宅院, 让你老伴身体更好一些, 若是我做不到, 也可以给你们更多的钱, 让你们有办法去洋人的医院看病。 李老汉的眼眶, 顿时就泛红了。 这个红, 不是血管蹦出的红, 而是泛着湿气。 他眼中顿时也有了渴望, 喃喃道, 洋人的医院, 医术十分高超, 我以前凑了一笔钱, 带他去检查过, 不过还要更多的钱, 说是要手术。 说着, 他就死死地盯着李昌顶的头颅, 眼中透着恨意, 就是这个不孝子, 偷走了我积攒的那笔钱, 为了那口福寿高, 为了去赌, 连他娘的命都不顾了。 这会儿, 李老汉的嗓音更如同破罗, 听起来格外地让人不舒服。 我之前就若有所思一件事情, 李老汉此时的表现, 让我已经确定了许多。 他的头, 你应该斩下来的时候, 扔到了别处吧? 尸身放在了哪儿? 我平静开了口。 李老汉猛地抬起头来, 他直勾勾地盯着我。 不过他抿着嘴, 说了句,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李先生, 你是想用刚才那番话, 诱导我说什么吗? 我摇了摇头, 说道, 无碍, 既然你听不懂, 这件事情也与我无关, 我只想知道李花荣和那先生的一切, 你说了, 钱我事后会让人送来。 另外, 这个头颅我已经证实, 他不会再来害你们。 李老汉将信将疑地看着我, 他迟疑了许久, 才忽然说道, 花荣当年被推下河之后, 已经不知所踪。 你问到了, 又有什么用? 李老汉的反复迟疑, 让我对他平缓下来的心境, 也顿时阴沉了许多。 他在怀里村的悬河外, 李老汉, 你问那么多, 也不愿意说, 还是你对他, 也没什么感情。 他无论因何而死, 你都不想再惹祸上身。 你怕那豆开业一家再找上你。 我呼吸粗重了不少, 沉声呵斥。 我猛地踏前一步, 几乎脸要贴着李老汉的脸。 若是李花荣站在这里, 你的良心不会有愧吗? 他就是一个弱女子, 你是李家一家之主, 你保不住他, 难道你还要责怪他不成? 我语气更重, 声音更为凌厉。 李老汉亮腔地后退了两步, 他腰背顿时更为鱼驴。 他嘴唇哆嗦, 睁大了眼睛, 低头看着自己双手。 忽然间, 他面色也惨然许多。 他在这里, 他也阴魂不散吗? 李老汉抬头看着我。 我不再回答他, 只是冷冰冰地回事。 许久之后, 李老汉才更惨然地说道, 我错了, 砰的一声, 李老汉直接瘫坐在地, 他却哭得老泪纵横。 在痛哭流涕之中, 李老汉才哽咽地说出来了当年的始末。 当时那先生出现, 给他女儿治病, 两人的确生了一些情愫。 李花荣曾和家里说过数次, 不想要成婚了, 要和窦家退婚。 可婚姻大事, 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岂能说退就退。 李家当时并没有和那先生多做接触, 只是告诉了李花荣, 退婚的事情不可能, 让他打消掉这个念头。 到之后, 病争治好了, 那先生也离开。 开始李家松了一大口气, 却没想到, 李花荣大了肚子。 李老汉说完, 他还是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捂着心口, 像是格外痛苦。 我没有再说话, 也没有去搀扶他。 这时, 祠堂门口又进来了人, 是村长带着一群村民, 其中还有两人是工匠打扮的模样, 带着尺子, 以及一些别的工具。 村长惊疑地看着李老汉, 又看看我。 我平静地说道, 李老汉, 我都晓得了, 你带着你儿子的头回去吧, 我答应你的事情, 会如约办到。 李老汉颤巍巍抬起头, 他正正地说了句, 那花荣的尸身, 你也会捞起来吗? 村长, 派个人送李老汉回去。 我不再接话查。 李老汉咬了咬牙, 他爬起来, 低声道, 我自己能走。 显然, 他是聪明人, 没有在追问我。 从我身边擦身而过, 李老汉提起来的那头颅, 转身往外走去。 临走到祠堂院门口的时候, 他忽然回过头来, 又看了我一眼。 也就是一瞬间, 他就立即出了门, 消失在我视线中。 工匠在测量地皮, 其余几个村民搭起来的梯子, 取下来了豆开叶的林卫。 他们将林卫送到我面前, 村长小心翼翼地问我, 现在要怎么办? 我深呼吸数次, 平稳下来思绪, 说道, 准备点吃食, 再准备一只老公鸡, 越老越好, 最好是超过六年的。 晚上我会下水, 看看能不能将找到豆开叶, 你送我去它落水的地方。 犬无七年, 鸡无六载, 而杀树用的公鸡, 要越来越凶, 罗英婆所养的老鸡, 年纪恐怕都赶上我了, 效果强横无比。 现在, 我就只能先准备其他的鸡来用, 必须得留个后手。 万一我捞起来了豆开叶, 它是个极为凶煞的师, 我才能对付。 村长立即就点了点头, 跟着, 他又马上和我说道, 对了, 李先生, 你让人去看李家大宅, 刚才他们就看完了, 大宅里头没人, 只是有口空棺材, 还有打斗过的迹象, 这是不是有问题? 我若有所思, 王刚那群台关将, 应该已经走了。 虽说他们之后拦住我, 让我吃了不少的苦头。 但是他们吃的, 苦头最重。 不但有一个八仙, 近乎被我废掉, 另外的八仙七人, 则是被王杠用龙杠抽伤。 王杠最后还有一些思维, 要挣扎抵抗我娘, 他不蠢的话, 就肯定会逃走, 不会留下来等死。 思绪至此, 我告诉村长, 没什么问题, 总归之后, 不要再让人进李家大宅即可。 村长连连点头, 和我说, 这些年基本上没村民敢进去。 再接着, 村长就招呼了两个村民, 让他们去准备攻击。 吩咐完了, 村长就请我去他家里吃饭, 再休息休息, 等天黑再办事。 此时村长谄媚了不少, 讨好的神态更多。 我恩了一声, 示意他带路。 离开了祠堂之后, 没走多远, 就是村长家。 他家的房子, 要比其余村民好不少, 院里头养鸡, 也拴着一条老黄狗。 我进屋的时候, 老黄狗却呜咽了一声, 没敢对着我吼叫, 反倒是夹着尾巴。 村长喊了他媳妇去下厨, 又让宰了鸡鸭。 我并没有阻拦。 我办事, 虽说在我这里是为了我娘, 但顺道, 我也说了一些关于怀里村的事情。 一些关于怀里村的好处, 我得接受, 也算是因果。 村长给我倒茶, 又小心翼翼地询问我, 还有没有法子, 让村里发发财。 我告诉他, 不要心急, 我已经说过了, 解决了事情之后, 会看一看风水, 只要他现在配合我就好。 村长连连点头, 应了好几声势。 不多话, 一个妇人就端上来了饭食。 我吃过之后, 也略微有了困意。 村长眼力见儿不错, 马上就安顿, 我去房间休息。 我去睡了一觉, 叮嘱了他天擦黑的时候, 将我喊醒。 这一觉我睡得平稳了许多, 也没有再做梦。 等被喊醒的时候, 刚好天将擦黑。 又吃了一些饭食, 村长才示意我, 说机送到码头那边去了, 当年豆开业, 就是在那里丧命的, 他带我过去。 我示意村长带路, 他便立即匆匆走至前方。 不多时, 我们两人就来到了码头上。 这里村民不多, 只有几个人, 其中包括那个, 给我和何志带过路的。 村长和我解释, 说这事没有传到全村知晓, 怕引起恐慌, 先尽量办完事, 以后再让村民晓得。 我点头, 表示, 他这样安排没问题。 再接着, 村长就扭过头, 指了指码头最右边的位置, 小声道, 就是那边了, 当年的事儿我记得清清楚楚, 他提着个灯笼, 走到那里跳下去的, 连水花都没多少, 也没挣扎过。 我静止走到了前边, 到了码头边缘, 低头看着下方。 取出来了定罗盘, 我看着指针。 此时罗盘的指针, 当针在微微地旋转, 只是幅度不大。 之前去打捞我娘的时候, 我们去的是下游草卢外的流域, 距离这码头, 还有相当长的距离, 我也没过来这边。 现在出现转针, 极有可能是豆开叶的尸肾。 我摸了摸腰间的补刀, 心头警惕更多。 当年董峰也曾下水, 不过他没能捞起来, 这其中必然也有些问题。 村长, 你将机抓着, 就在我这个位置等着, 不要离开, 明白了吗? 我沉生指了指自己身后一米。 村长立即从其中一个村民怀中 拿过来一个竹篓, 快步地走到了我所指着的位置。 我微眯着眼睛, 仰头看了一下天。 黑漆漆的夜空, 月亮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 显得极为冷清。 检查了一下身上的东西, 尤其是捏了几下猪肚子, 却保里头灌满了气。 我直接就顺着码头边缘, 斜着身体窜进了水里。 我游下去机密之后, 立即就取出来定罗盘, 开始观察器上的指针变化。 果然, 此时指针的转动更为快速了一些。 我照着老办法, 将手伸出去, 晃了一圈, 寻觅到了转针速度最快的北面, 便朝着北方下潜, 同时也往前游去。 水越来越深, 压力越来越重, 我极力调整身体, 放缓了一些速度。 等我到了水底的时候, 我这位置, 已然不是码头边缘, 至少游出来了接近20米。 在我脚下, 是一片空旷的砂石。 只不过, 定罗盘的指针转速极快, 这地方, 肯定不是表面看得那么简单。 我摸出来了捕道, 弯腰下去, 便开始挖掘。 沙石很松散, 我挖掘起来很容易。 没多久, 捕刀就触碰到了一个坚硬的物质。 我瞳孔紧缩了一下, 稍微停顿了一下手头的动作。 这河底水流的流速很快, 因为沙石浑浊的水流, 很快又清澈下来。 入木之中, 我脚下约莫有个一尺到两尺的深坑。 一颗头颅, 正正地仰着头看着我。 那是个极为年轻的男人, 他一半的额头是光亮的, 后脑勺还有一根发辫, 全部缠在了脖子上。 他嘴巴鼓起, 就像是口中含着什么东西一样。 死不明目的眼睛里头, 竟是一片血轰。 我侯姐滚动了一下, 和他视线对视, 显现没呛水。 赶紧拿起来猪肚子, 用力吸了一口气。 保持呼吸平稳, 我盯着他头颅许久, 也确定, 这应该就是豆开叶了。 怪不得董峰没有找到。 若非是有定罗盘, 我也肯定找不到 被埋在沙石之中的尸体。 这也很诡异, 还有, 他圆滚滚的嘴巴里头 是含着什么东西。 我抑制住了自己的疑惑心理, 缓慢地刨开了豆开叶 尸身旁边的沙石, 最后将他的尸体 从水中拔了出来。 我很紧急小心, 随时准备摸出来 雷姬木的浮牌。 不过好在, 此刻豆开叶是没有闹碎花煞的。 我用了一截青麻绳 拴住豆开叶的肩膀, 就打算游上去。 结果, 当我注意力撕散开来的时候, 我却看到在我身旁周围 有许多密密麻麻的阴影正在接近。 顿时, 我就格外心惊和胆寒。 那些阴影靠近多了, 我才发现, 那些都是一个个凶汉怪异的水尸鬼。 它们在水里游动, 几乎让我没有发觉, 至少上百水尸鬼 形成了一个包围圈, 将我围在了其中。 就连头顶上方, 也有几个。 我将青麻绳缠在腰间, 一手抽出来了胸口的骨玉, 让其露出在外, 另一手的捕刀横举在胸前, 我面色很利, 全部被河水冲散。 我还是第一次独自遇到这么多水尸鬼。 其中至少有七八个水尸鬼, 莫不是毛发通体发白, 就是有的毛发掉光了, 像是赤裸的人。 我一时僵在原地, 不知道该如何动视好。 但凡是一个白毛老水尸鬼, 都给我很大的压力。 更何况, 这还是在水下, 白毛水尸鬼足有七八个。 其余的水尸鬼, 数量也太多太多。 我压根不可能上得了岸。 又用猪肚子换了口气, 那些水尸鬼 朝着我逼近了许多, 包围圈也显得更为密集了。 我死死地捏着补刀, 脑海中也在飞速推演算计。 可还是没有一个 能突出重围的好办法。 再被逼下去, 更不会有退路。 别无选择之下, 我猛地摆动双腿, 朝着上方游去。 结果上头的那几个水尸鬼 直接迎着我游了下来。 他们飞速地窜至我面门前, 爪子挥动的速度更快。 尤其是在水下, 他们的面貌更是猙獰, 眼珠子都像是快突出来了一般。 我快速挥刀和他们爪子碰撞之下, 捕刀似乎都在振战, 手能感受到齐翁洞。 一个水尸鬼击中了我的肩膀, 我顿时感到剧痛和温热, 淡红色的血迹瞬间缭绕开来。 一个交锋之后, 我被压了下来, 他们则还是在上方挡着。 心头的阴霾越重, 还有一种无力感。 也就在这时, 忽然我觉得一股冷意从身下袭来。 我以为是乌漏偏逢连夜雨, 豆开夜也炸湿了, 猛地低下头。 可让我心头一颤的, 并不是豆开夜。 而是豆开夜的身后, 也就是我下方的水底沙石上, 竟飘着一个女人。 她头发四散开来, 像是无数只舞动的小手, 泛青的脸皮, 透着极为浓郁的悲怆气息。 我眼眶也在发热, 心头颤抖更多。 可我却张不了口, 说不了话。 我娘漂浮到了豆开夜的尸体旁侧, 她的头发忽而卷上了豆开夜的头。 豆开夜鼓鼓囊囊的嘴巴, 忽然一下子就张开了。 她口中含着一颗晶莹剔透的圆珠。 这一瞬间, 周遭的水尸鬼似乎都变得激动起来, 水流开始振战。 甚至那几个白毛水尸鬼张开了嘴巴, 表情格外的猙獰, 似是在水下尖叫。 圆珠缓缓地从豆开夜口中吐出。 水流似乎变得汹涌了不少, 我娘的头发也因此被搅动, 直接撞在了圆珠上。 下一瞬, 那珠子竟是被河水冲向了北面。 一个黑漆漆的水尸鬼刚好挡在那个方向, 珠子射在他面前, 他张开口就要将其吞下去。 结果旁边还有个水尸鬼, 猙獰的挥动爪子一找就扎穿了他脖梗。 鲜血呼斥一下四散开来, 水尸鬼乱成了一锅粥, 全部朝着那里冲去。 我看得心惊胆战。 鱼光在看我娘, 我似乎感受到一股情绪, 她在让我走。 我一边摸出来猪肚子换气, 一边飞速朝着上方游去。 可游了一会儿, 我才发现她没跟上来。 再低头往下看, 不知道是水太浑浊, 水尸鬼闹得太凶, 还是我娘已经走了。 下方, 我已经什么都瞧不见了。 反倒是豆开叶的尸身正在逐渐滋生起来黑红色的绒毛, 微微张开的嘴巴, 舌头似乎也被水冲了出来, 显得极为诡异。 《关于宅经》之中的一个记载。 风水之地吸收日经月华, 草木生脸老受孕丹。 譬如, 老人觉得牛黄狗黄是宝, 认定那是丹。 生出人脸的草木, 可迷人心神, 生了丹的畜生也会通人性, 那丹更有多用。 难道说, 是豆开叶寒丹阵尸? 也怪不得, 它将其吐出来之后, 会让那些水尸鬼疯狂。 吸收日月精华出来的宝贝, 对那些吃美亡俩效果极大。 一瞬间想清楚这些, 我游动的速度更快。 本来开始, 是我拽着豆开叶往上, 结果到了之后, 我感觉它的尸体正在自己飘上来, 快速地在接近我。 我心中恶寒, 可不想水中豆穴煞。 几乎拼了命往上游, 我也没有解开青麻省, 因为我怕松开了, 它直接就不跟我上来。 总算我抢先一步冲出水面。 哗啦的声响中, 水花似箭, 我刚才在水下就掉转了方向, 所以我刚好在码头边缘。 一把抓住码头, 我低吼了一声, 拉我一把。 村长就在眼前, 他显然被我吓了一跳, 赶紧放下攻击过来拉我胳膊。 借离之下, 我直接上了码头。 尖头的青麻绳绷得很紧, 忽而它重重往下一沉, 似是要沉到水下。 我猛地拽紧了绳索, 一声低吼, 狠狠地往上一拉。 又是哗啦一声水响, 豆开叶的尸身, 直接就被我拽出了水面。 它满脸都是红色的绒毛, 出水的那一瞬间, 死不瞑目的双眼似乎都在滴血, 直勾勾地盯着我。 村长被吓得一声惨叫, 咣当一下就坐在了地上。 因为惯性, 豆开叶尸体直接朝着我冲来, 我猛地往后一退, 直接被朝着地上倒去。 双腿就顺着蹬中了豆开叶的胸膛。 这期间, 我快速地用捕刀一割腰间的青麻绳。 绳断的瞬间, 我也因为惯性身体往后曲起, 双腿再次发了一灯, 豆开叶尸身便被我朝着后方蹬飞。 砰的一声, 重重地落在了码头边缘。 我翻身起来, 迅速抓住了地上的公鸡, 直接朝着豆开叶急步走去。 码头旁边还有几个村民, 他们也被吓得魂飞天外, 惊慌地逃窜。 只不过, 他们只是跑出去了几步, 就猛地驻足回头, 一个个凶狠地盯着我, 眼中闪过血红。 顷刻间, 我已经来到了豆开叶尸身身后, 那些村民也急步朝着我冲回来。 我一把拽掉公鸡三根尾铃, 在他的机关子上用断茶一抹, 顿时染满了机关血。 我压根没看那些村民, 甩飞了公鸡, 右手四指夹着三根尾铃, 那炙热的感觉, 让我感觉手指都被烫伤。 可当我想要挥手扎下去的时候, 尖头却忽然被一只手按住。 余光一看, 按着我的, 竟然是村长。 而此时村长眼似女人, 还蒙着一层轻翼。 我心头一颤, 手头的力道顿时弱了几分。 村长眼中闪过一丝痛苦, 青涩也瞬间散去。 娘, 你。 我一句话没说完, 村长就朝着后方仰去, 重重地摔倒在地上, 显然昏死了过去。 是因为杀树离得他太近, 以至于撞碎都被破开了。 其余撞碎的村民已然逼近我, 甚至有人抓起来了木棍, 还有人不知道从哪摸到了斧子。 我驱散了心头那些杂念, 低头盯着豆开叶尸身, 一字一句道。 豆开叶, 你当年对我娘尚算真心, 可你豆家却害她一条命, 逼死了她。 你死不瞑目, 是恨她, 还是恨豆家? 你又因何而死? 我捞你, 是你与我有用。 我娘不想你魂飞魄散, 若是你要和我斗, 我现在就诛灭了你。 你这尸骨, 一样能用。 我的嘀吼几乎形成了回音, 在码头响车不止。 下一瞬, 那些村民忽然停了下来。 他们一动不动地僵直在原地, 血红色的毛子正在逐渐散去。 片刻后, 所有村民都倒在地上。 我娘是活青师母煞, 这豆开叶也是蟹煞, 他们的撞碎, 又哪儿是普通人能承受得住? 我粗重地喘息着, 放下来了手。 豆开叶的双眼还是睁着, 她仰头看着夜空, 眼中的死忌似乎还染着一层情绪, 那就是痛苦和茫然。 只不过, 她脸上的血色绒毛也在消退。 显然, 我的话让她不想和我斗。 盯着她的脸许久, 我观察的却是她的死相。 很快, 我就发现了其中的特殊之处。 豆开叶的确不是自杀相哥, 而是枉死相。 枉死, 便是被人害了命。 回忆村长当初说的话, 豆开叶是提着一个灯笼落了水, 我呼吸变得更粗重了不少。 这当年的事情, 却越显得复杂了。 我娘患怪病, 先生来医治, 她却和先生生情愫, 怀了孩子。 豆开叶情深义重, 却被人害死, 豆家又因此记恨了李家和怀起, 豆开叶给豆开叶保留名声的同时, 设计逼死我我娘, 还坏了怀里村的风水, 又将豆开叶留在水里。 那豆开叶又是谁所杀? 当初豆家在寝来的那风水先生, 是故意留着豆开叶在这里养尸吗? 我基本能断定, 白鬼游和也是那先生弄出来的手段。 豆开叶嘴巴里不会莫名出现那珠子, 必定是他弄进去的。 而且,豆开叶还是被害死, 也不是自杀, 这就代表, 豆家也被算计了其中。 我脑中推演的思绪飞速, 却升起了一个猜测。 难道那风水先生, 和令我娘生了情愫的那先生, 两人之间有什么瓜葛, 甚至恩怨? 我闭上了眼, 恨意没有分散, 却滋生了更多, 除了我那生父, 便是对豆家的恨和那风水先生的恨。 我知晓的信息着实太少, 无法将如同乱麻一般的思绪, 推演出个结果, 只能强行将想法按了下去。 但只要我找到豆家, 找到当年豆家那风水先生, 我必定就能知道更多的信息。 譬如, 我生父的信息, 再一次低头看豆开业的尸身, 我低声道, 你的确是个可怜人, 被人利用致死。 我也还需要你一次。 我取了雷姬木符牌, 将其直接压在了豆开业胸前。 再接着, 我便盘膝坐在地上, 取出来了宅经, 借着月光低头看。 此时, 我已经有了计算。 豆开业的尸身, 我要葬入一处地方, 用于来针对豆家。 迫使豆家来找我, 我与豆家有因果, 势逼杀母之仇, 不共戴天。 我设立的风水不能太狠, 不能让豆家死人, 但却要让豆家难以承受。 这样一来, 才能达成我的目的, 也让我受到反噬最小。 另一层, 就是我如今带不走我娘。 我也清楚原因, 一来是因为我生父, 二来, 他被害死, 如此大仇, 他又怎么可能安息? 我不能一直留在怀里村, 也怕到时候豆家来了, 对我娘下手。 有一个法子, 让他们绝对伤不了我娘。 我取出来了天干燕, 迅速地研磨墨汁, 又用捕刀撬开了码头上的一块木板, 将其削得四方平整。 我以地支笔沾了墨汁开始画佛, 我画出来的佛, 赫然是福气。 木板顶端, 是一个糖字, 而那糖的盖子头, 我将其改成了椭圆, 并且两边的笔画交叉一次, 顺着下方的口和土边缘往下拉长, 形成了两树, 包裹了整个字体。 再在这两树之中, 我填进去射, 扇, 封的两撇也顺着往下延长, 其中又用小转书写, 左侧为土母白虎, 右侧为土宫青龙, 中央又写了一个封字, 只不过其中的叉, 以五个更小的字眼所取代。 后图李花蓉。 临最后, 我用一个戒字, 毒死上方符文, 戒字拉长的两树之中, 又写了几字。 天皇守目神君。 最后一笔落下之后, 整张符如若浑然天成, 透着一股阴益, 却说不清道不明的威严。 甚至是这符记之上, 还泛着一股青涩。 符记并不是地上堪于独有, 精通风水术的先生, 几乎都会画。 当初后前书就给女儿画了符记, 以至于她还能和柳天牛斗一斗。 这是给死人画的地界。 我给我娘一道符记, 再将其落入这段流域的悬河里, 于她来说, 这流域之中, 再来什么人, 就更难对付她了。 不过, 我并没有简单画符就结束, 而是又用刻刀, 顺着符刻了一圈。 再将符画的缝隙处 用墨汁浸染了一遍, 以免长时间符牌进水, 以至于其溃散。 回头, 我走到码头前边, 低头盯着下方水流许久, 我将符牌扔进了水中。 结果它并没有直接沉下去, 而像是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牵引, 斜着朝着和中央飘去, 好似要接近下游草炉对着的河段。 当符牌消失在我眼前的时候, 天也蒙上了一层亮光。 这一晚, 差不多结束了。 我又看了一会儿宅经, 顺道等着村长和那些村民悠悠行转过来。 他们显得极为虚弱疲惫, 就像是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情一样。 我让村长再给我找几个壮牢猎, 去把李家大宅里头那口棺材抬出来, 再陪我走一圈这周遭的山。 村长虚弱地点头, 他脚步蹒跚地离开码头。 我则是驱散了其余那几个村民, 让他们回家休息, 还要多晒晒太阳。 那些村民也很听话, 快速地散去。 我要这棺材的原因很简单。 王杠用它震了苗光阳。 而我要的是让窦家找到窦开叶的尸骨, 这样当他们开坟之后, 看到这棺材, 若窦家的风水先生见多识广, 说不定会认出来一些台关匠的手段。 这样一来, 窦家必定也会恍然不安。 这件事情纠缠进来的人越多, 他们就越会分散, 甚至可能去触台关匠的眉头。 王杠险些杀了我, 他们牙子必报, 与其被他们再用手段报复, 或是围攻我, 我还不如直接将他们拉入这阴国里。 我一个人势胆力薄, 让窦家被分散, 也会给我更多机会。 思绪至此, 我让那几个汉子开了棺木, 我又将窦开叶尸身放了进去。 简单用钉子封关, 我便让他们抬着棺材跟我走。 虽说我不晓得窦开叶的生辰八字, 推断不了先命年, 但有的坏风水之地, 可以无需先命年贴合。 在怀里村外绕了一圈, 我便找到了一处合适的山。 那是一座平级的矮山, 而且山前有一处悬河的分叉水流, 水流湍急, 丝毫不平稳。 风水之中, 这属于不急之山, 有古语言, 龙学名堂各居各凶, 永世不兴隆。 这种简单的凶山, 所造成的后果, 就会让家业逐渐溃败。 但并不会因风水害死人, 刚好为我所需。 我找到了藏风那气的血眼, 便命令那些汉子挖坟。 深挖三米金井, 再将棺材葬入其中。 最后, 我用刻刀在棺材顶端刻了一排子。 又立了一个好端端的坟包, 我才和这些汉子一同离开。 阳光已然很大很盛, 照射在我身上, 给我暖意的同时, 我也感觉到自己身体逐渐没那么冰凉。 过了两天了, 总算阳气恢复了不少, 我身上的阴气没那么重了。 回到码头之后, 其中一个汉子领着我去村长家, 其余人则是散开。 我到了村长家里, 村长他媳妇则是给我煮了饭食。 我吃罢了之后, 他又安排我去休息。 我的确是疲惫不堪, 去睡了一觉之后, 精神才好了很多。 差不多我起来的时候是下午, 起床进了堂屋, 我才瞧见村长已经醒了, 他坐在一张椅子上, 神情局促。 看向我, 他就要站起身来。 我抬手做了个阻拦的动作。 这两天的事情, 劳烦村长配合, 我会画几张图, 你可以安排人修出宅院, 让村里人搬进去, 应该会给你们村子不少的财运。 我沉生开口, 村长顿时面露惊喜之色, 感激地连连点头道谢。 我坐在木桌另一侧, 取出来地质笔天干燕, 又用麻纸简单地画出来了 五张招财的洋宅图。 并且, 我又领着村长, 走了一圈怀里村, 给他点了几处能够修宅的位置。 沿途不少村民跟着来看, 村长说了几句话, 走漏了风声, 那些跟着的村民也都兴奋无比, 都在议论我, 说不晓得我这先生叫什么名字, 从哪儿来。 将宅地点了以后, 我便让村长给我准备一匹快马, 我要离开怀里村。 村长想要留客, 眼中又有隐隐的不安, 最后还是什么都没说, 去给我准备快马。 月末下午三四点的时候, 他准备好了马匹。 我静止便离开了怀里村, 没有再去李老汉家里看, 也没有再去草炉, 徒增伤感。 赶路途中, 我却停下来了数次。 因为阳气恢复的愈发多, 我心头反倒是有种难以压抑的心计。 每一次停下, 我都会回头看看。 留下福气, 倒没有怎么影响我此刻的情绪。 反倒是对窦开业的方式, 让我现在隐隐有几分后悔。 毕竟他很可怜, 至少他最后还想娶我娘, 也是真心实意。 一来, 是别无他法, 我只有他的尸体, 能用, 能影响到窦家, 让窦家来找我。 二来, 我被吸了阳气, 虽说独身一人, 尚能控制思维, 但阴气的冲撞, 始终让我心狠了不少。 这阴气是一个隐患。 上次被柳天牛抽散, 却被吴显长给我补足了回来。 我得想一个办法, 将这阴气再次散去。 或者, 有没有法子彻底让它消散, 或者被压制? 否则的话, 我觉得以后会给我带来大麻烦。 八十里地, 马车慢, 单纯骑马却很快。 临天黑关头, 我就回到了九河县。 此时距离我们离开, 也不过三天的时间。 我刚进了县城, 就顺着马路, 朝着丧葬街过去。 等我进了街道, 到了纸扎铺的时候, 我还愣了一下, 以为我走错了地方。 因为纸扎铺竟然大打大开了铺门, 门头还罕见地挂了两个红灯笼, 像是有喜事一般。 铺子里头还堆着不少的礼盒。 瘀了一声, 我让马匹停了下来。 铺子里头还有两个仆人穿着的人, 正在轻点东西。 我下马之后, 那两人刚好扭头看我。 其中一人我认了出来, 我在霍家见过, 是霍家的仆人。 那人惊喜地喊了句, 李先生, 他匆匆过来迎我。 我皱眉问他们怎么回事, 怎么会在纸扎铺轻点东西, 只人许, 还有我二叔留鬼手呢? 我同样觉得疑惑, 因为铺子前头, 我也没瞧见枪足给我们的马车。 这就代表, 何治也不在这里。 之前我让何治他们回来九河县, 又出了什么变故? 我思绪极快, 而那仆人才立即回答我道, 李先生, 您神机妙算, 做了一件大事。 这些东西, 可都是九河县各个掌柜, 或者做生意的家族送来的。 家主昨天搬了新宅, 只人许先生, 留鬼手先生, 还有何治姑娘和那个捞尸人, 如今都被接过去了。 我眉头皱得更紧, 说道, 新宅, 霍家主如此大张旗鼓, 要仔细汤泉。 我话还没说完, 那仆人就脸就笑开了花, 道, 前天下午, 汤泉逃了, 大致他们觉得九河县太妖艺, 又有人在算计他, 就连他手下的先生都中了招, 汤泉带着人马, 直接拔营离开。 走的时候, 还将门匾都拔走了, 家主稍微鼓动了一下, 全县的人都晓得, 对付汤泉的先生是您。 这不, 这些东西, 都是送您的礼。 那仆人又指了指铺子内, 接着才说道, 我领您去新宅。 这消息, 当真是让我愕然。 我还以为, 汤泉这件事情, 我还需要动一些心思。 没想到, 他竟是直接被吓跑了。 我深吸了一口气, 沉声道, 先不去新宅。 你跟我去霍家大宅外, 汤泉既然走了, 得处理一些东西, 不能真让他死了。 那仆人被吓了一跳, 问我什么意思? 我摇摇头说道, 霍家大宅被安了汤府的牌匾, 不是拆了牌匾跑了人就能摆脱风水的, 他跑多远都跑不掉屋檐煞。 那仆人愣住, 他低头想了片刻, 又抬头不解道, 李先生, 您的意思, 您要放他一条命。 可汤泉无恶不作, 他死, 是九和线那些遭他欺辱之人, 做梦都想的事情, 您杀他是替天行道啊。 还没等我说话, 旁边另一个霍家仆人也走到我近前, 他煞有其事地点头。 李先生您不知道, 汤泉不止是和许先生, 刘先生的恩怨也不止是和霍家的恩怨, 他手下那些人听从他的命令, 烧杀鲁虐不守, 县长都不敢管。 您对付了他, 县民都感激不尽, 他要是死了, 才解恨。 我沉默, 半上没开口。 我对付豆家, 都不能伤他们性命, 要减弱报应。 那尚且还是我和豆家有恩怨。 并且, 我目的也只是让豆家发现, 是我, 找上我来。 对于这汤泉, 我本身目的也只是用屋檐煞, 削弱他的胆气, 等我回来之后才会对付他。 只是没想, 他会因此逃走。 两个霍家仆人眼巴巴地看着我, 我摇了摇头说道, 天理循环, 报应不爽, 我用屋檐煞, 只是一个导火索, 让他开始遭报应。 若是我真的杀了他, 那我手头便有一笔血债, 杀人偿命, 欠债还钱, 九和县帮我的人, 也要有报应。 成一石之快, 用风水要他命, 只是加快他遭报应的结果。 我们没有必要搭进去那么多人。 我这一番解释, 让两个霍家仆人听得半懂不懂。 最开始说话, 那仆人小心翼翼地问我, 李先生, 总归不是您放过他, 他还是会死。 我点点头N了一声, 道, 天理循环, 报应不爽, 我放过他, 天也不会放。 说着, 我指着头顶的天。 这件事情, 便又让我想到了丁家的事情。 当时我太狠, 在丁家本身已经开始断后, 我还设了凶宅。 此事足够让我教训和警惕了, 所以, 做任何事情, 我都在留意线。 即便是面对斗家, 我完全可以用斗开业的尸身, 葬入一个让斗家家破人亡的风水, 我也不敢, 更不能那样做。 这期间, 那两个仆人面面相去。 其中一人又走出铺子, 表示他跟我去办事, 在之后, 带我去新宅。 我调转了码头, 那仆人则是在我前头小跑。 不多时, 我们就进了城, 到了大宅所在的街道, 我分别去两个拐角的地方敲门, 让他们拆了屋墙上的木头和铁签。 又去了街道后面, 死门所在之处, 让那家人铲平了坟土。 最后, 我才让那仆人处理了后门, 何至所洒的那些招鬼的坟墨。 那仆人小心翼翼地问我, 这样一来, 是不是货家也能搬回来这宅子了? 我告诉他, 既然已经有了新宅, 这就宅子就可以空置了, 否则的话, 总会有所冲撞。 他心有余悸点头, 不再多说, 这中后, 我们便到了货家新宅外。 这地方是在九河县西头边缘了, 竟然是一座新式的洋房。 大院是高墙, 还有一扇大铁门。 院内的洋房很高, 窗户也极多, 抬眼一看, 少说有三丈有余。 下马之后, 我们刚进铁门, 院内就有人匆匆跑进那洋房内报信。 我一眼, 也瞧见了院子左侧的马车, 以及枪足那两匹骏马。 片刻之后, 洋房的大门便被打开, 急匆匆走在最前头的, 正是何志。 他跑到我进前, 几乎是扑进了我怀中。 在后方, 才是二叔、 指人许、 霍昆明等人, 他们之后还跟着董峰, 以及张阿婆。 我身体开始僵硬了片刻, 才环抱着何志的腰身, 轻轻拍了拍他的肩头, 低声说, 没事了。 好半上, 何志才缓过神来, 他抬头看我, 眼中泪花和惊喜混杂在一起。 众人也到了我进前, 霍昆明立刻做了个请的动作, 陈生道, 李先生, 你平安回来就太好了, 快进屋说。 所有人脸上喜色都不少, 董峰更是松一口气的表情。 我们进了洋房屋内, 屋内的装饰, 更给我一种新气感。 头顶就类似于当时洋人医院一样的平顶, 挂着不少灯具。 座椅也不再是正常的木椅, 而是长条状的布椅子。 总归这屋内整体的布局, 都给人一种新鲜感。 霍昆明请我到了一个布椅子前坐下, 何志就坐在我身旁。 其余人也分别落座之后, 霍昆明才叹了口气, 道, 李先生, 你不知晓, 城内发生的事情颇多, 和姑娘和董峰回来之后, 我听了你那边的情况, 也和酒和线上头的人商议了, 准备带一支队伍过去帮你呢? 本来今夜就打算出发, 没想到, 您竟然回来了。 指人徐也立即问我, 怎么我就一个人回来了? 还是说, 那台官将人手众多, 不好对付, 乱了我的计划, 只能提前离开。 我深吸一口气, 我目光扫过董峰, 董峰点点头, 说他将怀里村的事情, 差不多都说了。 我这才和众人说, 事情的始末。 董峰晓得我娘的事情, 没必要再避着他。 很快, 我就将所有事情, 条理有据地说了一遍。 包括那些台官将围堵我, 最后他们伤在王杠的龙杠之下。 以及我打捞了豆开叶的尸身, 确定了豆开叶死的蹊跷, 不是自杀, 又确定了逼死我娘的是豆家, 和他们请来的风水师。 稍作停顿之后, 我又说了豆家那风水师, 或许和我生父有仇怨, 我算计了豆家, 会让豆家自己找上我。 只不过, 我并没有将福气的事情说出来。 同样也隐瞒了, 我推断李老汉杀了自己儿子的事。 众人久久没有言语, 只允许神色复杂, 他却说道, 最可怜的是你娘, 这也和李老汉太想让你娘嫁入豪门, 脱不开干系。 李家可怜, 他们是咎由自取, 唯独可惜你娘。 我沉默, 就连勉强地笑都笑不出来。 只允许稍作停顿, 他又皱眉道, 可阴阳, 这件事情, 你直接让豆家找上你, 你能对付吗? 这么多年过去了, 当年那风水先生手段肯定会越来越深, 还有你生父, 我怕你不是对手。 我深吸了一口气, 才告诉只允许, 说让他放心。 我自然晓得我的精良, 这些我都有安排。 过几天, 等我处理完依因事物之后, 我就要回到唐振地巷炉。 若非阴阳术大尽, 我不会走出唐振半步。 我话音落罢, 众人又是一片安静。 懂风自然是听不太懂, 霍昆明则是一知半解。 只人许编面露唏嘘。 二叔手指敲击在桌面上, 神色却复杂许多。 何止稍微贴近了我一些, 握着我的小臂。 忽而二叔开口道, 我跟你一并去。 我略有犹疑, 可转念一想, 这也不是不可。 我此行回地香炉, 就要中断和外界一切联系。 所有的事情, 都要等我出来之后, 再去一间建立顺。 那时候, 我才会有足够的本事, 不让人难念。 虽说我要帮二叔改好他的命数, 让他能娶亲生子, 但我也担心这段时间再生变故。 他跟着我去, 反倒是安全。 思绪落定, 我点点头道, 好。 接着, 我看向霍昆明, 沉声问询, 霍家主, 那女子双情, 是否被救了出来。 去怀里村之前, 霍昆明就说过他, 还有人手在府宅里, 等汤泉再病重, 就会将双情藏起来。 如今汤泉都已经跑了, 若是霍昆明失手, 恐怕。 霍昆明点了点头, 二叔同时开口, 阴阳, 这件事情的确要多感谢霍家主。 不过双情此时不在, 本来我们打算今天晚上就出发, 要去怀里村帮你, 捞尸船上需要添置一些东西, 他在打脸。 等会儿会直接去纸扎扑。 我们回去, 我介绍他给你认识。 说到这里的时候, 二叔眉头都舒展了不少, 露出笑容。 我由一片刻, 又看向了指人许, 道, 许叔, 要不你跟我们一起走吧, 一个人留在九河县, 你也是估计。 我目光尤其落向了指人许的胳膊。 虽说我没有明言, 但我晓得, 指人许肯定明白了我的意思。 结果指人许却摇了摇头, 他笑了笑道, 不去了, 纸扎铺待了一辈子, 我这把年纪了, 若是死在外面, 落叶不归根。 可, 我眉头紧皱, 便直接说了, 明断臂, 指扎树大打折扣, 若是有仇家。 指人许沉默不言, 只是他目光之中, 透着几分说不出的复杂伤感。 阴阳, 你不用劝我, 这件事情, 许叔自有打算。 指人许在开口, 言辞便果断了不少。 二叔拍了拍我肩膀, 他让我先别多说了, 他回头和指人许好好商议。 此刻指人许低着头, 二叔又给了我一个眼神, 似是话里有话。 我便不再多说。 又在霍家留了一会儿, 大致霍昆明讲了一下 被我交给民兵队的谢安。 谢安的下场颇为凄惨, 他之前害人不少, 不但被游街、 鞭刑、 奄奄一息之后, 又被救活。 现在他被关押起来, 给他害过的人算命, 让他好好弥补自己的过错。 若是他再借此机会害人, 就会遭到更严厉的刑罚。 我倒是没想到那民兵队, 竟然会用这种方式来对待谢安。 谢安若是给人改命, 对于他害过的那些人来说, 的确是还债的一种方式。 各种的报应, 那就是谢安自己要承受的业债。 停顿片刻, 霍昆明又说了九和县民众的反应。 县民最开始将地相看于蒋一红的弟子, 名声上捧到了极高的程度。 他又用了一些手段, 放出去了风头, 将我的名字传了出去, 现在县民查钱饭后, 津津乐道的都是我。 雨霸, 霍昆明目光灼灼, 他又说道, 李先生, 若是可以的话, 九和县一些家族, 还有上头的人, 都想宴请您, 临线的朱家也派来了仆人, 他们准备了厚礼, 正在送来的路上。 我陈宁片刻, 摇了摇头。 霍昆明一正, 他立即就和我说, 这种宴请只会有好处, 不会有坏处。 我则解释说, 本身我不打算传扬那么多, 只想要让地相看于的名声, 还有我师尊的名声更响亮。 现在既然阴差阳错, 将我的名字也宣扬出去不少, 我就得有所注意, 不要太过张扬。 只能徐点了点头, 道,没错, 木秀于林, 封闭催之, 这倒是我们失算了。 再接着, 只能徐又说, 这种情况的话, 还是不要久留在九河县, 尽量快些去唐镇, 以免出现其他意外。 万一那汤泉折返回来, 弄个两败俱伤, 实属吃亏。 我大致思索了一下, 说明天就可以出发。 二叔也点头同意。 话音至此, 我让二叔他们先回去, 我和霍昆明单独聊几句事情。 众人离开之后, 屋内就只剩下我和霍昆明两人了。 此时霍昆明还眉头紧皱, 眼中懊恼不少。 他对于外人, 大家主的气势不减, 对于我则是恭敬了太多。 我看得出缘由, 告诉他不用介怀, 我并不是想说 他将我身份泄露出来, 才留在这里, 而是想求他帮我办件事。 霍昆明先愣了一下, 紧跟着眼中便有喜色, 沉声道, 李先生岂能说求, 有什么事情, 霍某人必定亲力而为。 我沉默片刻, 才说道, 我要问霍家取一笔钱, 这笔钱我不白拿, 或是现在, 我给霍家画一幅宅院图, 或是之后, 帮霍家做一件事情, 此外, 还需霍家主派人去一趟怀里村。 李老汉的妻子重病在床, 需去洋人的医院治病, 还需霍家主上心。 霍昆明面色顿时郑重不少, 他立即道, 李先生, 这不过是小事一桩, 若非是你, 我这霍家都没了, 我会背上一笔金银, 送到纸扎破, 至于李老汉的事情, 我也必定办好。 我摇头, 说一事归一事, 他帮我, 我得帮他。 霍昆明脸上笑容更多, 他郑重说, 那就等我从唐镇回来之后。 总归, 我现在急着离开, 他不能耽误我太久, 等我回来了, 必定也是更厉害的大先生了。 他霍家为我马首是瞻, 再请我办一些小事, 稳固一下家业即可。 我点点头, 说了句多谢。 在之后, 我就自己驾马, 从霍家新宅离开, 回了丧葬街。 到了纸扎铺门口的时候, 何志正在和仆人一起清点物品, 这会儿的何志喜笑颜开。 我倒是心情松缓了不少。 他催促我先进院, 他已经见过双情仪, 现在趁着临走之前, 将东西清点了。 我立即进了后院。 院内只有三人, 坐在堂屋里的纸人许, 院内木桌旁, 小杯小杯饮酒的二叔, 以及一个年弱二十七八, 气质极佳的女子, 静坐在二叔身旁。 我的目光流于他的脸上, 瞬间瞳孔就紧缩成了一个小点。 其实对于这双情, 我大致会听二叔的意见。 可我也要看他的相格, 若是冲撞了二叔, 我大抵会有反对态度。 毕竟刘家只剩下二叔, 我必须要让刘家能延续下去血脉。 否则我对不起我爹的养育之恩。 一眼扫过双情的脸, 我放心了不少, 甚至诧异和唏嘘。 他发际之处格外地干净, 没有瑕疵, 也没有黑子。 我看他的时候, 他也发现了我, 视线刚好后对视。 他瞳孔正视, 眼中深处却透着女性娇柔。 颧骨不高且平缓, 法令纹的位置也很柔顺, 没有凸显经络, 嘴唇也是紧闭。 并且, 他肩膀平整斜下, 整个被显得略宽。 他容貌上佳, 神色却并没有那么缓和, 第一眼让人觉得他有敌意。 不过, 这种面相是真副之相。 我放心的是他的面相, 唏嘘的, 也是他的面相。 真副面相的女子, 宁死不屈。 这乱世之中, 最容易丧命的也是他们。 如同汤泉此次抓他, 他没有破掉相格, 那便是不屈服尾身汤泉。 汤泉竟然没有杀他。 我注视他这片刻间, 他眼神才开始慌乱。 二叔站起身来, 笑着冲我招手道, 来, 双情, 这就是我和你说的阴阳。 阴阳, 这是你叔母, 摆双情。 二叔语气认真不少。 我走至近前, 微微抱拳, 微笑道, 见过双情叔母。 百双情眼中先是几分慌乱, 这才微微侧身行礼。 明女见过李先生, 他话音中的恭敬更多。 我便尴尬不已, 立即扶了扶他, 道, 双情叔母此言, 阴阳怕是担不起。 我与你叔叔还没成婚, 还未过门, 李先生自然还是先生, 先生救我, 又驱走汤泉纳军阀, 明女这一礼, 您当受。 百双情话音, 还透着几分坚韧。 二叔摸了一把光头, 苦笑道, 阴阳, 他就是这倔强的性格, 江湖儿女, 倒是无碍。 我深吸了一口气, 心绪平缓不少, 认真道, 二叔, 你也不必担心, 的确你们不能现在成婚, 我要替你改面向上的命数, 等到了唐阵, 我着手准备。 叔母你也放心, 如今你同二叔在一起, 断不会再有人欺辱你。 我语气正重。 百双情眼中泛红, 他轻轻侧身, 又行了一礼, 这才坐下给二叔倒了一杯酒。 这样一来, 堂屋内的指人许, 就显得颇为孤寂落魄了。 我看了他一眼, 二叔又给我使了个眼神, 低声道, 你莫担心他, 这事儿二叔能聊。 我点点头。 不过, 我却对此不抱太多信心, 只认许的性格比想象中的坚定得多, 尤其是许昌林那档子事之后, 他对于很多东西, 欲念都变得很薄弱。 因此, 我也在分神思索, 是不是还要推迟一点时间, 改一下纸扎铺的宅园设计, 至少画出来设计图再离开。 思虑间, 我挪了张凳子坐下, 视线则是扫视院内构造。 约莫过了一个多时辰, 我大致有了想法, 准备晚上开始画图。 我也不知道百双琴什么时候进的厨房, 总归等我抬起头来的时候, 已经嗅到浓郁的食物香气, 二叔也在喊我去吃东西。 堂屋的桌上摆着几道小菜, 还有卤肉, 以及用小炉子温了一壶酒。 百双琴又去将和制叫进了院内。 和制落座的时候, 面色喜悦颇多, 甚至有种容光焕发的感觉。 我诧异了片刻, 就知道, 肯定是和制清点的那些里, 数目不小。 我低头思绪, 开口问道, 清点得怎么样了? 和制有几分眉飞色舞, 笑容满面道, 九和县的大掌柜, 做大生意的家族, 送来的都是大黄鱼, 少说的有一条, 其余的生意人, 或多或少, 一户近百大钱, 还有很多县民百姓, 送来的小物件, 我让和家的人拿去估价变卖, 数目应该不会少。 阴阳, 咱有钱了。 和制这话, 是发自内心的喜悦高兴。 这钱, 交给和家, 让他们买米买粮, 分给全县人。 我深吸了一口气, 沉申开口。 和制愣住了, 他抬手就摸了摸我的额头。 阴阳, 你是不是弄错了? 这是咱们赚来的钱啊, 赶走汤全, 县民和那些生意人。 和制万分不解。 我温和地握住了和制的手腕, 才说道, 我们对付汤全谢安, 起因是仇。 赶走汤全, 抓了谢安, 报了仇, 让九和县的百姓解脱, 其实是顺带。 若因此敛财, 那就成了居心不正。 我们需要钱不假, 但是得去给人办事, 才能收钱, 这种明知明高, 我们不能要。 和制眼神恶然不少。 二叔更是眉头紧锁, 只认许则是轻轻地敲击着桌面, 他若有所思。 很快, 和制便紧咬着下唇, 他小声说道, 那能不能稍微留一点点, 不需要太多, 你把钱都留给李家了, 咱们身上就四百块大钱, 此行唐阵, 你需钻研阴阳术, 我们也不能。 和制能理解, 让我松缓不少, 我和他解释了, 我答应了给霍家办事点宅, 霍昆明会给我们送一笔足够用的钱。 和制这才重新露出了些许笑容。 不过二叔的眼中, 却流露出几分肉痛之色。 阴阳, 这可是真金白银, 你二叔, 我一辈子没赚过那么多钱, 就这么散了。 二叔端起来, 酒杯滋了一口, 声音有几分不甘。 阴阳说得没错, 这钱拿了, 的确居心不正。 阴阳用的也是地相看于传人的名号, 蒋先生名满天下, 他的弟子, 怎么可以大肆敛财? 这事儿, 我会盯着霍家, 一起做的。 只愿许端起酒杯, 一口饮尽。 百双情则是起身, 又对我行了一礼。 我立即要搀扶他, 他却躲过, 轻声说这时, 他替和他一样的穷苦人和我道谢。 没钱的献明, 也送不了多少东西, 可大富大贵之家送来的钱物, 分给了普通献明, 可能就能多养活不少人命。 他逃荒而来, 更晓得米粮之重。 二叔却苦笑了一声, 他说, 看我学我爹最精的, 不是捞尸的手艺。 而是这个自己肚子, 康他人之楷的本事, 简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我笑了笑, 就没多说话了。 一餐饭吃罢了, 货家的人送来了钱和大黄鱼儿。 其树木着实让我心惊, 何知又高兴了不少, 喜笑颜开。 再之后, 一夜休息。 第二日清晨起床, 我正准备画设计图, 结果屋门却被敲响。 我去开了门, 二叔摸着光溜溜的脑袋, 皱眉道, 阴阳, 你还拖着不出发? 不是说好了今天早上走吗? 我立即就和二叔解释了, 说我要耽误半天改纸扎铺的宅子, 以及交代货家的事情。 二叔眉毛一挑, 说道, 不用话了, 那老顽固已经上车了, 他一起去唐镇。 我愣了一下, 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我皱眉道, 许叔答应, 二叔, 你怎么劝他的? 二叔催了一口, 低声说了个操字, 才道, 甭管他答不答应, 小娘子上了轿子, 就是生米煮成了熟饭。 我给他下了蒙汗药, 又捆了五花大绑。 马车挺大, 也不怕他挣扎蹦的, 我用的可是青麻绳, 他还能跑了不成。 二叔这番话, 着实让我愣在了原地。 他手段虽然不怎么光彩, 但的确是个便捷的好办法。 这样一来, 也由不得只认许拒绝了。 我脸上也有了笑容。 从院子出去, 马车停在了路中央, 霍昆明也在一旁, 何志正在同他说话。 百双情则是将一些细碎的物件 搬上马车, 二叔过去给他帮忙。 我走至了霍昆明进前。 霍昆明双手抱拳, 恭敬和我行了一礼, 李先生, 此番霍某不能远送, 愿你早日回到九河县。 我同样回了一礼。 简单又同霍昆明说了几句话, 让他派人平时帮忙照看一下纸扎铺。 再接着, 我便没多留, 试意何志上车。 我最后上车的时候, 探头看了一眼车厢里面。 果然, 我瞧见了角落处的指人许, 此时他还没清醒过来, 不过却被绑得严严实实。 而在指人许身后, 则是还裹着一个草席, 何志小声告诉我, 苗光阳的尸身裹在其中。 我心头微叹, 沉思之后, 我决定先带着他尸身去唐镇, 毕竟他和师尊有救, 若是再去苗家村, 时间耽误太久, 我也怕横生之劫。 驾马赶车, 我们静止离开了九河县, 朝着唐镇的方向赶去。 赶路一会儿之后, 我就和何志交换了一下, 他赶车, 我进车厢休息。 刚好那时, 指人许醒了过来, 他神色阴沉, 直愣愣地瞪着二叔许久, 却一言不发。 反倒是二叔, 砸巴砸巴的嘴, 摸了摸指人许的下巴, 说他就喜欢智倔脾气。 我苦笑难言, 指人许显然被气得不轻, 脸都发青了。 最后, 指人许才说了句, 放开他。 我其实觉得, 已经出来了, 可以松开指人许了。 结果二叔却拦着我, 他表示, 指人许的性格他了解, 现在放了, 他肯定大打出手。 虽说指人许断了条胳膊, 但是指扎将的手段, 他还是不敌, 加上我和何志, 也很难对付。 绑都绑了, 一不做二不休, 等到了唐振再松开。 二叔性子也执拗, 我又苦笑了一句, 眼中对指人许有所歉意。 不过, 我们也真没有绑住指人许那么久, 而是在当天晚上, 进了一个驿站休息的时候, 将他松开了。 指人许倒是没离开, 他只是神色身形, 都萧瑟了不少。 二叔多喝了几杯, 又续到了指人许几句, 便沉沉睡去。 我多看了指人许一会儿, 却觉得, 我或许知道他在想什么。 只是我觉得唏嘘难言。 休息到第二日继续赶路, 其中便有个插曲, 老鸡从竹楼里钻出来, 到了车顶上。 一直赶路, 他就一直待在车顶。 路途中, 百双琴也时而会奏琴, 听了之后倒是心神宁静不少。 正常月末二十天的路程, 在枪足的大马集市下, 我们只用了七天时间便到了唐镇。 进镇的时候, 还有不少镇鸣来看我们。 大多是看个马匹的新奇, 以及对我们的疑惑。 我倒是不意外, 此前两次我来唐镇, 几乎都在地象炉里, 以及去了狗家, 都没有在唐镇露面几次。 认识我的镇鸣, 少之又少。 一直到了唐镇末端, 地象炉外的时候, 马车才停下。 下车之后, 我正正看着地象炉的院门, 以及牌匾上那几个字。 心绪一瞬间便复杂不少, 还有抑制不住的哀伤。 何知在我身旁, 眼眶微红。 只允许神色唏嘘复杂, 至于二叔, 他则是要谨慎小心很多, 总归没那么粗犷了。 深吸了一口气, 我没有说话, 上前推开院门。 进去之后, 我一眼便看到了那张宽厚的长桌, 深黑色的布将其罩住, 长桌两头边缘翘起。 两侧的珠红色木质灯台上, 放置着八边形的灯笼。 即便是白天, 还是燃烧着悠悠烛火, 灯笼被映射的通透。 转中央的暗铜色香炉, 燃香烧了一半, 鸟鸟白烟缠绕在半空中。 香炉旁侧的白烛台腊油外溢不少, 凝固在了灵堂上。 青铜镜瓶中的水却稍微少了一些。 灵堂后方的巨大棺木, 在斜阳的映射下, 木纹的金色比之前重了更多。 棺木顶端的灵位依旧空空荡荡。 阴阳, 这灵位无字是什么讲究? 二叔低声问了我一句。 我没有回答, 走至灵堂之前, 砰的一声, 直接跪在了地上。 先行了三跪九寇之礼, 我才垂头, 一直跪在灵堂面前。 何志也过来跪下, 他则是作一磕头, 行了碗背里。 接着何志轻声侧头, 道, 二叔, 许叔, 我先安顿你们进客房休息, 地上炉中的事情, 蒋先生自有安排, 让阴阳单独待一会儿吧。 二叔不再多问, 只认许也听何志安顿, 跟着他往客房方向离开。 我跪了许久许久, 从斜阳, 一直跪到暮色临近, 又一直到夜幕降临。 我似乎觉得, 棺木的方向有一双眼睛在看着我。 抬起头, 我正正地看着棺木, 只不过, 我什么都没瞧见。 我再一次低下头, 低声道, 师尊, 蒋兄, 我见过了。 他已经成家, 有了妻女, 只不过我们两人之间或许有了一些间隙, 不过, 他应该分辨了那是误会, 徒儿有错, 没能将所有的事情告诉蒋兄。 郭先生, 被害了, 我知道凶手或许是谁, 拿着他的一条胳膊, 却至今不知道他用了什么手段 害死郭先生。 刘道长都不能在郭先生面前站到上风, 那人还让我有了短命想。 徒儿遇到了很多事情, 这条路的确不好走。 当日徒儿也没敢告诉您, 我不能送走何志。 这因果之说, 以及和鬼婆的话, 我都做不到。 说着, 我又磕了头。 在抬头的时候, 手顺着就放到了自己的脑后, 摸到了巨凹骨位置。 巨凹骨, 被郭先生毁了。 徒儿明白了, 有时候一不错, 便步步接错。 徒儿不想要您太过失望, 此行回到地巷炉, 要将地巷堪于一脉, 所有先生的手杂通毒, 要将宅经完全洗透, 若非有足够的手段, 便不再离开唐镇。 命, 徒儿只能自己去改。 我会尽快, 带蒋兄回来。 我刚说完, 呼儿, 院子里起了风。 这风很大, 只不过并没有将灵堂上面的香烛吹灭, 反倒是让其燃烧得更旺。 香烛, 快燃烧到尽头了。 在此时, 我后方的位置, 却传来了一阵牛摸声。 这牛摸声格外的熟悉厚重, 不正是大黄牛, 老黄的声音吗? 此前柳天牛离开的时候, 就留下来了老黄, 让其顺道看守地巷炉。 我也安排了狗律, 时而在地巷炉内清扫, 并且按时上香点辣。 所以今天来时, 有香烛, 我不疑惑。 老黄没在, 我也不疑惑, 他应该是被狗律带了出去。 我打算的是, 跪拜完了之后, 要去找狗律。 我站起身来, 立即转过头。 院门被顶开, 老黄打着响鼻踢他的走了进来, 他硕大的牛头还回头望了一眼, 通过院门, 我发现他看的竟然是外头的那两匹枪足的马。 至于在老黄身后, 跟着的的确是狗律, 狗律穿着一身素衣, 手头还提了个竹梯子。 狗律此时, 神色则是惊喜满面。 小李先生, 他兴奋地喊了一句, 老黄又摸了一声, 走到了我镜前, 圆溜溜的牛眼看了我一会儿。 他尾巴扇了扇, 才走到了院子一脚蜷缩躺下, 牛头也放在了地上, 只是尾巴在背上甩动。 至于狗律, 他来到了我镜前, 深深地对我鞠了一躬行李。 小李先生, 此番竟是有多半年没见了, 小李先生多了几分风霜。 语气也有唏嘘。 我微微抱拳, 低声道, 这些时日多谢。 小李先生这是哪里话, 这是狗律的机缘, 也是应该做的事情。 狗律头又低了几分, 他神色更恭敬了。 当然, 这恭敬便是对于灵堂。 他立即又道, 香烛快灭了, 我每天这个时间来更换, 小李先生, 您先稍等。 我接过来狗律手中的竹梯子, 道, 我回来了, 自然这些事情, 应该由我这个弟子做, 你在旁烧等我, 狗律的一些消息, 我会告诉你。 狗律愣了一下, 眼中顿生惊喜。 他也不多言, 让到了一旁。 我更换香枝白竹的时候, 指人许、 二叔、 还有何志, 都到了另一侧的屋檐下, 看着我们这边, 也没过来打断。 所有东西更换好了, 又清扫了一遍香灰辣油, 保持了桌上的整洁。 我又去接了一点清水, 灌注进稍微浅了一些的青铜浸瓶。 做完了之后, 我便没在灵堂前站着了, 示意狗律跟我进堂屋。 到了堂屋里, 我放下来的长木霞, 取出了定罗盘的方盘, 圆盘, 地支笔, 天干燕, 以及刻刀。 我并没有坐在师尊的位置, 而是坐在了下方。 我示意狗律坐下, 他却不坐, 双手竖在身前, 微微拱腰。 虚了口气, 我才将狗玄如今的近况, 以及他和蒋盘之间的关系, 同狗律说了一遍。 狗律听完了之后, 神色略有激动, 眼中也都是喜色。 他重重点头道, 老大没事, 也有更好的前程, 我也好和其他兄弟有个交代了。 再接着, 狗律试探性地问道, 小李先生, 那狗家? 我摇摇头, 平静道, 师尊说过, 缘分已尽。 狗律面露苦涩。 这期间, 二叔, 指人许, 和志, 还有百双情, 也到了堂屋外面。 狗律深吸了一口气, 才道, 那小李先生, 我便先告退, 若是你有任何事情, 需要我, 派人来狗家通知我即可。 此外, 那大黄牛有个习惯, 他清晨时候会离开, 去镇外的草场待着, 有时候会下水, 一般快入夜他回来, 我每次就到了时辰去找他, 跟他一并返回。 我点点头, 表示知晓了。 狗律告退离去。 二叔和指人许, 则是显得略有几分不自在。 我也发现, 和志和百双情这会儿不见了, 不过厨房那边的位置, 倒是传来了火光。 二叔, 许说, 你们不用拘束了, 入座吧。 我吐了口灼气, 示意他们也坐下。 两人坐下之后, 二叔先开了口, 道, 阴阳, 我和你许叔和计了一下, 唐阵来归来了, 这没问题, 不过, 我们肯定是不能久住在地巷炉的。 这地方是蒋先生的, 和志住在这里, 以前蒋先生便同意。 你许叔却不能进这门, 现今进来了, 实属不妥。 况且, 蒋先生临堂仍旧在, 我和你双情依的事, 更是荒唐和不敬。 我面色不变, 才告诉二叔, 让他不用担心, 今天先住一晚上, 这事我早就想过了。 等明天, 我就会和和志去给他在镇上选一个住处, 再买一块合适的地皮建宅。 想要更改他的命述, 需要一个风水宅, 同样面向上也需要改变, 这得给我一些时间。 二叔和指人许面面相去, 指人许才开了口, 临时找个住所不难, 便不过夜了, 等会儿吃过饭时, 我们便出去找住处。 阴阳, 规矩是规矩, 不能变。 指人许和二叔坚持, 我便不能再多说。 没过多久, 和志和百双情两人 从厨房端出来不少吃食, 大部分还是路上的干粮, 以及有咸肉, 腊肉一类的便于储存的菜。 我们吃罢了东西, 和志同百双情去收拾。 二叔和指人许便要去找住所。 我怕他们两个陌生人 会引来一些麻烦, 便表示要一起去。 结果指人许告诉我, 当时他跟我来唐阵, 我在地下炉待着嘛, 他只能在外面守着。 恐怕他对唐阵比我还熟, 他让我好好打扫地下炉, 然后早些休息。 严禁于此, 我也没有强行跟上了。 他们两人离开, 也就过了半个时辰左右。 二叔便回来带上了百双情, 他临走前, 和我说了大概的住址, 便赶着马车离开。 地下炉内, 只剩下了我和和志两人。 我示意和志也去休息, 自打我们离开村子, 已经小一年的时间。 总算能松缓一下精神了, 地下炉中不会有危险。 和志乖巧的点头, 没多说别的, 回了他之前的房间。 我则是坐在木桌前许久许久。 最后, 我将地下勘于的传承物品, 全部按照当初师尊的摆放方式放好之后, 才起身朝着自己的房间走去。 到了门前, 我停顿了片刻, 转过身, 走向了旁侧的另外一道门。 推门而入, 入墓地便是三面墙上的墓架。 每一个格子里, 都放着不同模样的头颅。 我跨过门槛, 走到了屋子中央。 当初在这屋子里学摸鼓的一幕, 逐渐从脑海深处被回忆起来。 闭了闭眼, 在睁眼时, 我甚至能清晰想清楚, 这130多颗头颅, 每一颗大致的位置, 以及它们大致的骨像。 我走至北墙之前, 顺着木架第七个中央的格子, 这里放着一颗凶尸头颅。 此头双目紧闭, 头顶光滑无发, 头顶有几个烫伤的疤痕。 它的皮血中泛轻, 眉骨极肠, 眉毛也长出来很多。 我伸手摸到它后脑勺, 如同我记忆中的一样, 它的巨凹骨高耸, 宛若一颗凸起的小鸡蛋一般。 将它的头颅捧了起来, 我翻转过来, 看着它后脑勺。 我看了很长一段时间, 呼吸从平静变得急促。 然后我沉默, 将其放回了原地。 又扫了一圈屋内, 我撇开了心头的那点念想, 转身急步走了出去。 回到我住的房间, 躺在床上, 我才看看将杂念驱散。 我其实生起了 寻觅一个相仿的巨凹骨, 再补骨的念头。 可那样一来, 我还是得找奖盘, 并且这些凶师都是带着怨气的, 我用不了。 或许用了, 对于我本身阴气, 还会更加重。 师尊的法子已经被毁了, 我只能耐下性子, 先将地向看余的阴阳术钻研精通, 然后自己再寻觅办法。 闭上眼, 我就沉沉地睡了过去。 这一觉, 开始倒是很平稳。 只不过, 等我睡得深了, 我就觉得怪异, 好似耳边能听到噼噼啪啪的声响, 似是有人在拨动算珠。 迷迷糊糊地我睁开了眼睛, 那噼啪声又消失不见了。 我侧身起来, 从窗户往外看了看, 刚好能瞧见堂屋, 其中空空荡荡, 什么人都没有。 老鸡在院内转悠, 老黄已经沉沉睡了过去。 地向炉不比其他地方, 这里处处是震雾, 饶食那一百多颗凶狮头颅都不会撞碎, 还有老黄在, 不可能进来什么脏东西。 我师尊, 他也不可能会化煞。 困顿之下, 我又闭眼睡了过去。 在等我醒来的时候, 是阳光照射进屋内, 刺得眼皮发烫。 我起身缓了一会儿, 思绪清晰了, 这才下了床。 进院子之后, 我才瞧见何志在院内打扫, 他抬头见了我, 却匆匆朝着我走来。 何志的面容上有几分不安之色。 怎么了? 我沉声开口问询。 桌脚, 断了, 我没敢去碰, 你去看看。 何志微咬着下唇, 视线看向唐屋内。 我愣了一下, 猛地扭头看看过去。 果然屋内的木桌, 桌脚断了, 整个桌子倾斜到一旁。 我瞳孔紧缩了一下。 上一次木桌断过, 那时候是我用第一挂 给柳花烟拨乱反正, 结果没拨回来, 算盘直接落了地, 成了乱挂。 之后,何志修补了木桌, 可这一次又断了, 是什么原因? 快步走进堂屋内, 木桌倾斜, 只不过桌上的东西 却没掉下来, 只是滑落出来不少, 全部被金算盘 和长木匣给挡住了。 我正想将桌子扶正, 鬼使神拆地看着金算盘, 却发现其上 竟然形成了一副挂像。 而定罗盘的指针再转动, 不过形成的却是对针, 此针为扶神护法。 我骤然回头, 看着院内的棺材, 心头更是颤抖激动了起来。 我将金算盘小心翼翼地捧起, 没有动到旗上的挂像, 更是将其算珠的排列祭死了, 然后才快步走到了灵堂前面。 将金算盘放在了灵堂上, 我恭敬无比地跪下, 磕了头, 才喃喃道, 师尊, 您在天之灵, 给我提示。 结果旁侧却传来了一声牛猫, 我才发现, 老黄并没有如同狗律所说的那样 离开院子。 余光也能瞧见 老黄的尾巴在煽动, 他尾端的皮毛上却有不少的木茶。 我又愣了一下, 再扭头看灵位。 心中却有几分茫然, 老黄的尾巴抽了一下木桌, 将其桌腿弄断的。 挂像, 是巧合。 我眉头紧皱, 望着金算盘, 此时我才发现, 这个挂像我只知道成了挂, 但其中太复杂, 我看不明白。 我呼吸粗重, 过了许久, 才下了一个判断。 这世上的事情, 不应该用巧合来做决断, 更何况这是在地香炉之中。 我没有再去动金算盘, 而是打定了注意, 我要尽快多研读古像, 加深阴阳术的同时, 解开这一挂。 站起身来, 我思绪才稍稍平缓。 何知到我身旁, 小声问我怎么样了。 我沉宁片刻和他说了无碍, 接着又说我们去找许书和二书, 将宅院点了, 事情一件件地办。 何知立即点头, 他围咬着下唇, 似乎欲言又止。 我正想问何知要说什么, 结果院门处却传来了轻微的敲门声, 还有一个恭敬的喊话声, 唐镇镇长, 唐松求见小李先生。 我眉头微皱, 脉步朝着院门前走去。 打开门之后, 院外站着个身材高大, 皮肤有黑的男人, 他穿着珠红色的袍子, 叠起了好几层。 耳朵挂着饰品, 脖子上也挂着一些珠子, 短寸的头发上满是灰尘。 此人身后还跟着几个普通的阵鸣, 他们眼神略有恍然, 赶紧躲到了旁侧, 至于唐松, 他更是立即伸手挡住我。 唐松略有紧张, 小声道, 您就是蒋先生的徒弟? 小李先生, 李盈阳。 我大致明白他们不受理的原因, 我师尊这些年在唐镇做的事情不少, 早已经被这些人奉若生命。 我郑重点了点头, 也略有疑惑, 道, 镇长带人来地香炉, 事有何事? 唐松得了我确切回答, 他眼中顿时有了喜色, 才道, 此前我来过地香炉已经数次了, 全镇人也都悼念蒋先生多时, 只不过那狗家的狗律, 说, 小李先生, 您遵循蒋先生遗嘱, 外出历练, 短时间内不会回来。 这段时间, 镇上出了不少事情, 还有一件事, 极为难办, 若是小李先生您不回来, 我恐怕都得去外面找先生了。 我面色顿时意灵, 沉声道, 你说, 什么难办事? 唐松有黑的脸上, 闪过几分苍白, 才道, 蒋先生有个习惯, 或是胎位不正, 或是有其他风险, 蒋先生更慎重。 一个月前, 有个孕妇分娩, 结果难产, 孩子没生出来。 稳婆说成了死胎, 这都足足一个月了, 那孕妇垂死边缘挣扎, 还变得很怪异。 她家里, 昨夜还有人上吊了。 我眉头紧锁, 合置脸色一变, 道, 现在死胎还在孕妇肚子里。 唐松连连点头, 道, 稳婆没办法, 弄不出来啊, 现在那孕妇也不让人碰。 赵檀, 你过来和小李先生说个清楚。 紧接着, 唐松对身后一个阵名招了招手。 那人走至我身前, 他瘦瘦高高, 脸色病态无险。 唐松说, 这人叫赵檀, 就是那家人的邻居, 今天那家人在办丧事, 所以他也没去知会, 只是带着其余人来找我。 我点头, 让赵檀和我说一些他知道的事情。 赵檀明显心有余悸, 他小声道, 一到夜里, 胡家嫂子就坐在院子里, 靠着墙唱曲儿, 他家就在我隔壁, 就别提声音多甚人了。 我爬上墙头去看了看, 您猜怎么着? 胡家嫂子竟然穿着死人的黑衣裳, 她还啃辣呢。 她瞅了我一眼, 我就发了三天高烧, 差点就死了。 话音至此, 赵檀的额头上竟是细密的汗珠, 眼睛也瞪得极大。 昨天夜里, 我就听胡家嫂嫂骂她婆婆, 说她长蛇妇, 不是人, 总归就是把历年的怨气都发泄出去了, 今儿早上起来, 她婆婆就吊死在屋檐上了。 照谈与爸, 我感觉她眼珠子都快凸出来了。 她眼睛里头血丝更多, 神色也是惶恐不安。 何知拉了拉我的手, 给了我一个警惕的眼神。 其余的证明神色也都是面色不安慌张。 唐松和我解释, 这些人都是胡家稍远一些的邻居。 胡家一些响动都能听到, 他们最近家里也出现怪事, 倒霉。 我先给了何知镇定的眼神, 这才说道, 照你们刚才所说这种情况, 活人带死胎, 院中必然生怨气, 那也是凶宅。 靠着凶宅, 自然会影响气域。 我去处理了胡家孕妇的事情, 再看看风水是不是受到了影响。 唐松顿时面露喜色, 其余人松了一大口气, 照谈更是做了个请的动作。 我和何知跟着他们一行人到了镇内。 大致在镇中央的时候, 绕了几次路, 最后来到了一条僻静的街道。 这里的街道整体狭窄, 不超过三米宽阔, 并行两三个人都会显得紧凑。 我注意了整体的风水布局, 发现其走势很好, 更没有小镜之中容易出现的门冲煞, 或是屋檐煞, 以及穿心煞一类。 不过这也实属正常了, 师尊久居唐镇, 又怎么可能让唐镇有风水方面的问题? 很快, 我们就到了这街道靠后的半条街。 若目能看见一间院子门口, 挂着白铃, 白灯笼。 院门狭窄, 只有一米多宽, 棋内传出香烛指前焚烧呛鼻味道。 耳边能听见哽咽悲怆的哭声。 前面带路的兆坛停了下来, 不敢往前, 唐松和其余人也面露惧怕。 我同何志, 直接走过了院门, 只有唐松一个人敢跟着我们进院内。 紧凑的院子中放着一口黑漆漆的棺材, 前头摆了灵堂, 有香烛指前。 一个约莫二十多岁的年轻男人正跪在棺材前头, 一边烧纸一边低声啜泣。 我四扫院内, 进门是南面, 东西和北面分别是住房和堂屋。 西面的屋子给了我一种淡淡的压抑感。 下意识地, 我手顺着腰间摸去, 结果都里面空空荡荡。 我这才反应过来, 定罗盘被我放在桌上, 现在无法用奇针八法判断。 何志目光也看着西面的屋子, 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摸出来了一个铃铛, 手稍微顺着那边叹了叹。 叮铃的轻响传来, 铃铛正在轻微地晃动着。 好重的阴气。 何志扭头, 眼神也透着警惕。 我示意让他稍安勿躁。 此时, 唐松走到了那年轻男人的身旁, 低声道, 胡光, 我把小李先生请来了, 你莫酷, 今天就能忘了祸事。 胡光这才止住了哭声回过头来, 看着他脸的瞬间, 我眼皮微跳。 此人英志工极小, 几乎是干比凹陷下去。 其一马骨的位置也是坠落一般, 眼皮搭拉了下来, 显得极度没有精神。 英志工是子女工, 干比凹陷了, 就代表绝子女缘。 这并不是薄弱, 而是一个绝字。 那就代表, 他是不可能有儿女的, 老婆绝不可能怀孕。 一马骨的坠落, 代表家孕健康完全破败, 亲人会亡顾丧命。 棺材里是他妻子的婆婆, 也就是他母亲。 死了这一个人是不够的, 他如今一马骨的模样, 分明是全家都丧命了, 只剩下他一人。 我直勾勾盯着胡光的脸, 他神色更为恍然, 甚至双腿都在微微打颤。 就像是他要闪躲我的眼神, 又躲不开一样。 我思绪完全镇定了下来, 眼神便复杂无比。 你老婆在那个房间对吧? 我指了指西面的屋子。 胡光仓皇点头, 他嘴唇翁动了一下, 却砰了一声跪到我的面前。 他在看我的眼神就格外哀求, 颤声道, 救救他, 我就这一个老婆了。 唐镇长带他到院门口去。 我吐了口酌气, 下了令, 唐松立即搀扶胡光, 到了院门口。 我朝着西面的房间走去, 到了门口之后, 我才感觉到那股冷意愈发的强烈。 似是有无数之手, 在扒拉着我的皮肉, 想要钻进去一半。 何志跟着我, 忽然间他手头的铃铛, 直接朝着地上坠落了下去。 铃铛上头的红绳, 竟然直接就断掉了。 不对劲, 大白天啊, 只有极为凶恶的尸鬼, 夜里才会崩断震魂灵, 何志面露不安之色。 凶宅, 亡人之所, 房间遮光, 怨气阴气厚重, 即便是白天, 也会很凶。 我停顿了一下, 又继续道, 而且这孕妇恐怕已经。 我并没有说完那句话, 直接一把推开了屋门。 屋内逼则阴暗, 鼻翼间还能闻到一股淡淡的腐臭味道。 右边的床上, 躺坐着一个女人。 她肚子高高隆起, 头微微垂着, 侧边的脸上竟然都有淡淡的斑痕。 何志捂着鼻子, 发出呕的一声。 她更不安地盯着地面, 茫然道, 阴阳, 这是什么东西。 我眼皮也微跳, 地面上有不少斑驳的液体, 还有脚印。 我摇摇头, 说我也不知道, 这种情况, 我其实第一次看见。 说着, 我就进了屋, 走到了床边。 何志小心翼翼地喂了一声, 那孕妇却一动不动。 她垂着的脑袋就像是僵硬了一样。 何志皱眉, 她伸手要去拍孕妇的肩膀。 不要动她, 已经死了。 我低声说了句。 何志脸色又是一变, 她目光落在了孕妇的脸颊斑痕上, 面色变化了数次。 活尸? 何志不安地呢喃。 我恩了一声, 道, 不过这其中有些古怪, 她开始腐烂了, 并没有画纱。 扭头我便能瞧见屋外的棺材。 活尸有数种区别, 最基本的活尸, 死后一口执念横在胸口, 死不厌弃。 而仇恨让活尸画纱, 白纱, 黑纱, 血纱, 轻尸杀。 苗光阳近乎是活尸血纱, 我娘是活轻尸杀, 随着时间越久, 那口气越难咽, 其怨更深。 没有画纱的活尸, 只能凭借怨气保证身体完整, 可时间越长, 也会逐渐腐烂。 最开始活尸不会知晓, 自己已经丧命, 直到一点点看着身体溃烂, 那种恐惧才会让他们清醒, 最后成为破尸。 即便是简单的活尸, 成了破尸的鬼碎后, 也极难对付。 胡光老婆的问题, 就在于没有画纱。 照着赵谈的话来说, 胡光老婆害死了自己的婆婆, 也就是胡光的母亲。 害人的死人, 是必定画纱的。 胡光老婆没害人, 那胡光的母亲又是因何而死? 我本以为被唐松找来, 只是处理一件小事, 却没想到其中却有如此深的蹊跷。 何志同样面露思索, 他小心地说道, 害人的另有其人。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先让他接应安息, 减少麻烦? 我摇头告诉何志, 恐怕没那么容易, 皆因要生父取名供奉。 何志立即就小声道, 胡光不就在外面吗? 让他取名字? 我打断何志, 告诉了他胡光的面相。 何志面色愕然, 在看胡光老婆, 眉心促起。 他眼中的同情顿时都少了不少, 反倒是一种说不出的神色, 总归格外复杂。 我没有再说话, 而是转身走到了院内, 何志出来之后, 我示意他顺带关上了屋门。 我朝着院门走去, 镇长唐松眼中格外期待。 胡光眼中也是紧张, 他不安道, 小李先生, 我老婆, 没事吧? 最近他总说不舒服, 白天总是昏睡。 吻婆没办法把死胎取出来, 您肯定有办法, 胡光眼中祈求更多。 我一时间, 却不知道怎么开口。 胡光愣住了, 他茫然道, 李先生, 您也帮不。 我摇了摇头, 纵使难以开口, 还是如实告诉了胡光, 他老婆已然死了多时。 胡光浑身一僵, 他呆呆地看着我, 一动不动。 唐松也是愕然惊疑的表情。 我正要解释, 结果胡光却猛的一把抬手, 狠狠抓住我的脖子衣服, 砰的一下, 将我推到了旁边的院墙上。 他眼珠子瞪得溜圆, 声音都嘶哑了, 骂道, 你放屁。 唐松眉头一皱, 低声训斥, 胡光不得对小李先生无礼。 什么小李先生, 他不学无术, 神棍, 骗子。 胡光额头上, 轻轻鼓起, 他急得眼睛都冲血了。 我老婆好端端地, 能喘气, 能说话, 就是他命不好, 娃子没生下来, 留在肚子里折磨人。 现在他人眼看着快不行了, 他救不了人便救不了人, 还说我老婆死了。 胡光越来越激动, 他压着我肩膀的手, 也越来越用力。 何志抬手就要去抓胡光的胳膊。 我给了何志一个眼神, 让他不要动胡光。 唐松同样面露不安之色, 他看看我又看看胡光, 迟疑道, 小李先生, 你看, 是不是弄错了? 会不会是胡家媳妇肚子里的那个死胎, 闹出来了什么幺蛾子? 我也并没有理会唐松, 依旧深深地看着胡光, 才说道, 我理解你的痛苦绝望, 你老婆难产出世, 你母亲丧命, 家中应该就只剩你一个人了吧。 我本事远远比不上世尊, 可我也绝非不学无术之辈, 否则世尊不会收我。 除去了先生的本事, 我还是个接音婆, 处理的便是丧命孕妇, 以及死在腹中的阴胎。 你年纪上轻, 还有机会处理一阴事务之后, 重新开始。 可若是你真的想不通, 执迷不悟, 恐怕你胡家必要绝后。 阴志公干扁, 代表你老婆腹中的孩子不是你的, 至少现在看来, 你绝子女缘。 你母亲虽说有人说是被你老婆骂死, 但实则, 她死因还有蹊跷。 我越说, 胡光的眼珠瞪得越大, 她神色越发地激动。 下一刻, 她却忽然蔫了。 她垂头下来, 松开了手, 低声说了个滚字。 并且, 她的语气中还透着十足的厌恶。 走, 何志。 我深吸了一口气, 也示意唐松跟我离开。 我们出院子之后, 胡光啪的一声, 直接关上了院门。 院内还传出胡光难听的声音, 求你来帮忙的, 不是让你来落井下石, 我娘承受不住打击, 吊死了, 我老婆命在旦夕, 你却如此冷漠, 还说那些人的风凉话, 你还当什么先生? 蒋先生怎么会收了你这样的弟子? 何志猛地回过头, 眼中净是气愤。 我拦住了他, 他狠狠地跺了跺脚, 急到, 他说蒋先生, 他。 院外其余人面面相去, 唐松神色不安, 明显没有刚才坚定。 唐镇长, 我要麻烦你一件事情, 这事至关重要。 唐松拱了拱手, 道, 小李先生但说无妨。 今晚开始, 入夜之后, 街道上就不能让人出来。 唐松面露苦笑, 道, 本身夜里还敢出街的人已经很少, 而且小李先生你那样一说, 胡光老婆死了, 那不就是活闹鬼吗? 谁还敢再出门? 嗯, 你们各自回家吧。 我再次说道, 唐松脸色变了变, 他不安道, 小李先生, 你不管这件事了。 其余的证明同样神色慌张不安。 我摇头说我不是不管, 只是胡光无法接受现实。 我只能用别的方式来处理, 至于我要怎么处理, 就不方便现在说了。 停顿片刻, 我告诉唐松, 胡光老婆和人私通, 这是必定的, 而且胡光母亲也是被人害死。 我会查个水落石出, 否则的话, 麻烦的事情还在后头。 唐松小心翼翼地询问, 说会有什么麻烦? 我平静说道, 胡光老婆如今成了活尸, 身体开始腐烂。 如果不能将她腹中的阴胎接出来, 送她安葬, 那她彻底腐烂之后就会形成破尸, 破尸便会成鬼祟, 撞碎害人。 胡光母亲死因不明, 又死在凶宅中, 肯定不会那么简单, 多半会炸师化煞, 一个凶宅两个凶师, 影响的是整个唐镇的人。 我话音落下, 唐松腿一软, 险些没摔倒。 其余那几个镇鸣更是面面相去, 眼中更透着恐惧。 赵檀却小心翼翼地说了句, 李先生, 你真没弄错吗? 要知道, 胡光他老婆是镇上出了名的贤惠, 虽然我被他吓过, 但他咋可能和人私通? 我看, 他死了不假, 也是他怨气重, 害死了他婆婆。 要不, 我们把胡光扣了, 你直接处理他老婆, 这样一来, 也能叫咱们镇上的人放心。 显然, 别人也没煮心骨, 有人煞有其事地点头, 说赵檀说得对。 我直接摇了摇头, 说事情不能只看表面。 接着, 我便又叮嘱唐松, 按照我所说的, 去知会下去, 晚上我自会来处理。 雨霸, 我就直接朝着来时的路, 往回走去。 身后那些镇民并没有跟上来了。 走出这条窄小的街道, 回到了主路上。 何至小声说道, 他们不相信我, 会动摇蒋先生的声望的, 阴阳, 你。 胡光接受不了事实, 我们没拿出证据, 你看别的镇民也认为胡光老婆忠贞。 我们越说, 反倒是越让人不相信, 我们今天接近过胡光老婆, 生气也会冲撞他。 到了夜里, 他不会那么安宁的。 况且赵檀也说了, 他闹碎不止一次了, 否则不会被镇民, 认为他害了婆婆。 我稍作停顿一下, 继续道, 他今晚必定会更凶, 有人会倒霉的。 何至难难道, 谁倒霉? 该不是胡光吧? 万一他杀了胡光? 他如今的凶器, 只会让他去找, 使他成为活尸的人, 他是难缠而死, 自然要去找他私通的拼头。 我们等着便好。 我解释得清清楚楚。 何至恍然大悟, 他咬着下唇, 说那人当真品性恶劣。 我神色复杂, 轻叹道, 乱世不易, 还不知小缘由, 难以判断。 何至却眼中不解, 不过他并没有再多说话了。 不多时, 我们就绕回了镇上的主路, 并没有回地巷楼。 二叔和我说了大概的地址, 我带着何至, 去寻二叔和指人许。 我们到了地址的街道, 这里路面就宽了不少, 第二个院门, 就是二叔住的院落。 院前的台阶上, 还摆了木板, 将台阶弄成了一个斜坡。 我敲了院门, 来开门的是百双琴。 他眼中露出惊喜, 将我们让了进去, 还轻声说, 早上二叔去找了我们, 发现地上炉里面没人, 还寻摸我们去什么地方了呢。 何至和百双琴, 简单解释刚才发生的事情。 百双琴明显被吓得不轻。 我四嫂之下, 瞧见了院内的马车, 以及屋檐下一口包关。 二叔在堂屋坐着, 时不时滋一口酒, 显得心情悠哉不少。 至于指人许, 我则是没看见他, 不过一个房门口, 却挂着两个纸扎。 那必定是指人许的房间, 不过我却面露不解, 为什么他要在屋门前挂纸扎? 走进了堂屋, 二叔也和我招招手, 喊我坐下。 许叔怎么给屋门挂纸扎? 我还是疑惑地问了句。 二叔却不懈地挪了挪嘴, 道, 他怕再被我绑一次, 要不是他太倔, 我还没兴趣绑他呢, 真把自己当成大姑娘了。 何志和百双琴在后面进屋, 他直接捂着嘴巴, 扑斥笑出来了声。 我则是甘大的摸了摸头, 看来二叔的这行为, 还是给指人许, 造成了阴影。 不过阴阳你放心吧, 我会慢慢说到, 老许的也不开纸扎铺了, 没必要白天睡觉, 晚上行动, 好端端当个正常人, 指不定他还能枯木逢春, 找个老伴, 万一还能续一点香火, 那岂不是大好事? 这, 我欲言又止。 不只是想到了许昌林, 更心头轻叹, 只能许恐怕没有找伴的兴趣, 他这把年纪, 六七十岁开外, 也不太可能再有别的子嗣。 二叔, 先让许叔平静一段时间, 你不要和他说别的了, 我现在要替你摸骨。 我沉申开口, 二叔晃了晃脑袋, 他点头后直接闭上了眼睛, 就说了个来字。 我定了定神, 走至二叔跟前, 双手便按压在了二叔的头脸上。 我大拇指摁着二叔下额骨, 食指和中指压着二叔太阳穴之上, 便开始一寸一寸地朝着脑后摸骨。 摸骨的力道, 自然不轻。 二叔额头上开始疼得冒汗, 还闷哼出来了声音。 当我摸骨结束之后, 二叔的浑身都是汗水, 额头上的青筋更是鼓动不止。 我略微松了口气, 二叔的骨相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 其实最大的问题还是, 捞食人太多接近死尸, 引起太重, 以至于面向上问题更多, 行客妻而子嗣。 二叔的英志功, 其实也是凹陷下去的。 我垂眼看着二叔, 二叔便小心紧张了不少。 在我思索之时, 二叔忽然说了句, 阴阳, 你眼皮能不能抬一抬, 我感觉你这眼神, 就像是村里的老大夫, 看人没这儿的眼神。 二叔, 没那么惨吧? 我哑然失笑, 摇头道, 二叔, 你别怕, 我晓得你很喜欢双情仪。 有我在, 咱们刘家的香火, 是必定要传下去的。 我又沉思了片刻, 告诉二叔, 说他英志功凹陷, 我要用银针将其挑起, 甚至可能刺入一节针头。 并且他人中杂乱, 我要刺入两节针头, 将其绷直。 那这样一来, 就能改变面向。 二叔呼吸顿时急错了不少, 他当即点头, 又说了个成, 让我一步做二步修, 赶紧办事。 我苦笑, 说让二叔不要那么心急, 我现在看出来了, 知道怎么做了, 但我还得点宅。 宅院修好, 改他面向, 让他和双情仪成婚, 这样一来, 有家宅风水保护, 便可万无一失。 二叔这才露出恍然之色, 不过他却又看了看我, 再看了看何志, 摸了摸下巴, 道, 银杨, 二叔这事, 差不多能解决了, 我看, 和鬼婆的嘱托, 是不是也该办了? 总不能让何志这妮子, 一知无名无愤跟着你吧。 他话音刚落, 何志的脸上便顿时唇红一片, 他慌乱地躲到了百双情的背后。 我证了证, 二叔的话也让我思绪万分。 此前在关山镇, 蒋盘便说兄长如妇, 要替我们操持婚事。 如今, 我们却不知道何年才能再见面。 何志跟着我的确要有名分。 这期间, 二叔又沉声说道, 婚姻大事,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你爹虽然走了, 但二叔上去还是要管管你的。 寻常百姓, 像是你这个年纪, 少说也有两个孩子了, 此事, 二叔做主了。 二叔神色更为板正, 他又低声道地, 找人算算日子, 可不能马虎大意。 何志小心而又紧张地看着我。 我迟一片刻, 才公身抱全说, 阴阳全凭二叔做主, 只不过, 阵内还有事情要处理, 点宅的事情也得办好, 这时间上。 时间, 你就不用操心了, 莫要急, 只管点好宅子, 只管处理好你该办的事。 二叔面色依旧板正, 不过眉眼中也有藏不住的笑意。 我莫名便想到, 和鬼婆临终前的那一幕, 又想到我和何志这一路来的颠簸, 和生死相依。 顿时, 整个人的心都宽松下来了不少。 至于何志, 他脸色羞红, 完全躲在了百双琴的身后。 百双琴面带柔和笑容, 侧头和何志轻声说话。 在二叔家里留了一会儿, 吃过午饭, 下午便去镇上走了一圈, 本意是挑选两块地。 原有简单, 地香炉是地香看于学艺之地, 就和二叔要搬走一样。 我和何志婚事, 自然不可能在地香炉中办。 唐阵不小, 不过空着的地却不多, 一下午我也没找到太合适的地方。 再加上夜里还有胡家的事情, 我同何志在傍晚的时候, 就回到了地香炉内。 我做了一些准备, 戴上了定罗盘, 又画了几张符。 并且, 我告诉何志, 今晚我们不能动手伤人。 因为胡光老婆是没有凶器的, 他只有不甘心的怨念, 他找他拼头, 只会想要理论, 解脱他现在的痛苦。 除非发生更多的变故, 让胡光老婆变凶, 他才会化煞。 我们只要弄清楚是谁, 再接音便可。 何志点点头, 他表示晓得了。 我们一直等到虚时, 也就是八点左右, 才离开地香炉, 朝着之前的街道走去。 今夜的月亮蒙着一层雾, 俨然是鬼月亮。 唐阵的路上, 几乎没有开着的铺子, 也没有行人。 当然, 偶尔还能瞧见一些灯光。 等我们到了那条窄小的街道时, 更是连一点正常烛光都瞧不见。 大抵是我让唐松做的事情, 他传达了下去。 我同何志并没有进街道里面, 而是在街口隐匿了身形。 这地方能看见胡光家门, 如果我们靠得太近, 恐怕会打草惊蛇。 一等, 就差不多过了快一个时辰。 夜, 越来越冷了。 胡光家门口的两个白漆漆的灯笼, 忽然变得忧虑了两分。 我神色顿时警惕万分, 小心翼翼地确定了自己藏身没问题。 何志也隐隐后退了一些, 潜藏得更好。 远处的门槛上, 踏出来了一只脚。 紧跟着便是一个大着肚子的女人, 她撑着自己的腰身颤巍巍地走下来了台阶。 月光太暗, 幽绿的灯笼光映射在她的头脸上, 她整个人似乎都犯着绿意。 在夜深人静的环境中, 就别提有多恐怖了。 胡光老婆在原地正正站了一会儿。 她竟是顺着朝右侧, 也就是我们这方向走来。 我瞳孔紧缩, 额头上也隐隐有了汗水。 当然我不怕她, 只不过一个活尸都算不上母杀。 只不过, 要让她发现了我们, 她不去找那个拼头, 那才是麻烦事。 我正飞速想着对策。 胡光老婆却又停了下来, 她动作很是机械, 扭头走进了另一个院门。 这院门紧靠着胡光家的院子。 我瞳孔紧缩, 拼头就在隔壁, 就这么光明正大。 我还想起来一件事情, 唐松带赵潭来找我们的时候, 赵潭说了胡光老婆的怪语。 我记得没错的话, 这赵潭就住在胡光隔壁, 就一墙之隔。 难不成, 她是做贼心虚? 我眉心也促气, 成了一个疙瘩。 因为唐松带来的赵潭, 我压根就没有去想, 赵潭可能有问题。 咚咚咚, 胡光老婆敲了几下那院门, 沉闷的声响在整个街道回荡。 不过那院门紧闭, 根本没有打开的征兆。 下一刻, 便是略尖锐的喊门声, 开门。 这幽冷的声音, 饶尸让我都起了不少的鸡皮疙瘩。 何止微微捏着拳头, 小声道, 是不是能确定拼头在那院子里? 我们直接过去。 好像, 那是赵潭家。 何止眼中透着几分茫然。 也就在这时, 何止猛地回过头, 低声说了句, 谁? 我面色微变, 同时回过头去。 夜色尽头, 另一条路上, 正好看见一个人影在往远处逃窜。 那人跑着跑着, 还摔了一跤, 几乎是连滚带爬地在跑。 他偷看我们, 抓回来。 我瞳孔紧缩, 低声说道。 何止立即动身, 朝着那人追去。 胡光家的事情没那么简单, 他老婆和拼头是一回事, 他娘丧命又是另一回事。 赵潭可能就是拼头, 那凶手呢? 我和何止办事, 却有人在偷看, 那人便疑点极大。 思绪飞速, 我也回头继续看向街道里面。 可让我愣了一下的是, 街道之中空空荡荡, 哪还有胡光老婆的身影? 我脸色变得难看起来, 立即迈步走进了街道内。 活是怨气不散, 吊着那一口气咽不下去。 他虽说还像是人一样, 也将自己当成人, 但是性格脾气会格外暴虐, 万一发生什么事情, 都可能闹出人命。 很快, 我就到了刚才胡光老婆站着的位置, 一眼就瞧见, 面前的门开着一条缝隙。 游移了一下, 我抬手去推门, 快步走进了院子。 狭小逼子的院子内, 光线格外的灰暗。 几个雾门都关得严严实实, 压根没瞧见胡光老婆的影子。 我立即摸出来了定罗盘, 低头看着旗上指针。 指针果然直接形成了转针, 丝丝地转动不止。 我正要确定方位的时候, 后面却忽然传来个冷不丁的声音。 大半夜的, 谁喊你进别人家门呢? 偷东西! 那声音一点情绪都没有, 就像是门缝里头挤出来的一样, 听得让人挤两鼓声寒。 顿时, 定罗盘的指针转得更凶。 背后传来极强的冷意和压抑, 就好像有人站在我身后一般。 我眼皮狂跳, 猛地往前踏了两步, 最后飞速转身。 这样一来, 我就能拉开距离, 免得动起手来急挫。 可我瞧见的不是别人, 竟然是胡光。 此时的胡光身上套着剑破布衣, 衣服很小, 看上去像是老妇的, 他苟着背, 也像是年纪大了直不起来一样。 尤其是那张脸, 眼皮搭拉着, 更似一个老人。 胡光胳膊抄在一起, 手也藏在袖子里头, 阴侧侧地盯着我。 和白天的时候简直判若两人。 问你话呢? 偷什么来了? 还是你个小白脸, 是来偷人? 我刚瞧见那死婆娘进来了。 胡光眼神更尖锐, 语气更凶。 我脸色陡然一变。 胡光这话, 看似只是在语气尖锐地骂, 可他骂的却是有根源的。 偷人这两个字, 就是根源。 此时胡光被撞碎, 还是被他娘撞碎。 胡光他娘晓得他老婆的那档子是。 下一刻, 胡光则是朝着我走近, 他眼皮抬高了不少, 看我的眼神更凝利。 我的手顺着放进了衣兜, 摸着一张震煞符。 转眼间, 胡光就到了跟前, 他抄着一起的袖子忽然就松开, 右手劈头朝着我脸上抽来。 我扇死你个小白脸, 偷人婆娘。 他尖锐地骂着。 我陡然间抬起手来, 震煞符啪的一下, 就拍在了胡光的脑门上。 胡光眼睛瞪得极大, 不过他的手却没抽到我脸上, 便僵直在原地, 口吐白沫不止。 再接着, 他就朝着后方扬倒了下去, 砰的一下, 重重摔倒在地上。 我深吸了一口气, 被撞碎的情况我遇到多时, 胡光这种程度的太弱了。 右取出来定罗盘, 我低头瞧了, 指针稍微弱了一些, 恢复成了刚才的模样。 我在探手出去, 朝着院内的屋子转了一圈, 在右侧的时候, 指针的转速加快。 我踏步朝着右边直接走去。 到了房门前, 我直接伸手推门, 结果房门竟然没开。 我脸色微变, 又用力推门。 门还是纹丝不动, 就像是里头上了门阀一样。 胡家婆娘, 你莫要乱来。 否则的话, 你就要万劫不复了。 我惊疑之下, 低喝了一声。 我怕赵潭也在屋里头, 要是他弄死了赵潭, 这事儿就要格外棘手。 抬腿, 我狠狠一脚踹中门, 反弹的力道让我腿脚发麻。 立即转身四扫院内, 我想找个东西来撞门。 一眼没找到合适的物件, 却发现院门口鬼鬼祟祟, 还站着个人, 正在张望我。 谁? 出来! 我惊疑之中又喊了声。 那人往前走了两步, 还是显得极为畏惧。 不过他有些眼熟, 赫然是白天镇鸣中的一个。 小, 小李先生, 我住对门, 瞧见刚才的事儿了, 你要帮忙不? 那镇鸣额头上满是汗水, 明显是壮着胆子在说。 我眉头先一皱, 又看了一眼屋门, 就沉声道, 过来, 一起把门撞开, 快。 那人抖了抖肩膀, 明显更撞了几分胆气。 小李先生, 我一个人就行。 他快步到了我身侧, 双手握拳, 小臂曲起, 胳膊正对着那屋门。 这镇鸣显然是干体力活的, 块头极大。 他深吸了一口气, 卯足了劲, 猛地一下就撞了上去。 轰得一声闷响, 屋门直接就被他撞开了。 说是撞开, 倒不如说一扇门被撞断。 他一个猎前, 带着断了的门, 摔进了屋内。 我一眼就瞧见了屋内, 可入目的一切, 却让我心头恶寒不已。 靠着墙面那位置有一张床, 床上赫然躺着的大肚子的女人, 可他却深无片履。 不光是这样, 他的脸上烂出来了几个洞, 就像是之前的般完全腐烂了。 同样, 他身体上的溃烂也不少。 空气中弥漫着腐烂的臭味, 饶恕我都快受不了这味道。 地上那镇鸣艰难爬起来, 不停地干呕。 刚好他也抬头瞧了一眼, 顿时他面色大变, 惊恐大吼一声, 几乎是连滚带爬的冲出屋外。 小, 小李先生, 胡光他死老婆! 那镇鸣惶恐无比, 快速地躲到了我身后, 也不敢往院子门口跑。 我死死地盯着胡光老婆, 面色更为阴晴不定, 因为我还发现不对劲的地方。 活尸是有一口怨气的, 胸腹还是会喘息。 此时, 胡光老婆胸口完全不动了。 但凡是有口气, 他也不会溃烂得那么厉害, 白天的时候他都还好端端地, 除了扳痕, 至少看上去像是个人。 厌气了? 我眉头紧着, 迈不往前。 恐惧的声音传来, 小李先生, 你别。 我没理会那镇鸣, 直接走进了屋内, 没有捂住鼻子, 而是用嘴呼吸, 这样一来, 至少闻不到那股腐烂的味道。 走到了床前, 我盯着胡光老婆的尸身。 他的确断气了, 只不过, 他的脖子位置却完全断开了。 割裂的皮肉, 还露出一些青紫色的物质, 像是气管, 又像是血管。 整张床都被浸满了黑红色的污血, 尤其是他的头脸上, 正在滋生起来绒毛。 这些绒毛深黑, 隐隐还透着几分血色。 我瞧见他垂在床边的手, 紧紧地握着一柄敌手。 我顿时就明白, 胡光老婆是自己割断了脖子。 他这不是厌气, 而是断气。 断气成了破尸, 还要化煞。 面色顿时骤变, 我迅速摸出来一张阵煞符, 啪地一下拍中了他的额头。 滋滋地声响, 他的头顶顿时冒出一阵白烟, 那些绒毛非但没有减少, 反倒是更多, 甚至将符纸都扎穿, 整张符纸迅速地变黑。 我心头亥然, 他好凶。 只是黑煞化雪, 竟然都这么厉害, 震煞符都挡不住。 我快速摸出来剩下的震煞符, 一大半都拍在了他的头顶。 结果他脑袋滋生出来的白烟更多, 依旧没被震住。 我迅速又摸出来一张符, 这就是雷姬木刻出来的震煞符了。 之所以是震煞符, 而不是合魁斩尸符, 就是因为我还要接音。 若是直接合魁斩尸符破他魂魄, 就要造灭。 眼看着震煞符无用, 我额头上汗水更多。 小腿的位置却忽然传来轻微地触碰感觉, 就像是有个小孩子拍了拍我的小腿垛。 我脑袋嗡了一下, 整个头皮都是发麻的。 骤然低头, 结果我腿旁空空荡荡, 哪有什么小孩。 在眼皮狂跳地去看胡光老婆的肚子, 他肚子高高耸起, 就像是随时要破开。 你真要闹到底, 是赵坦和你胡来, 你怀了别人的孩子, 对不住一家人, 现在你要闹碎话煞, 坑害的又是胡光。 胡光老老实实对你, 他做错了什么, 要被你弄得家破人亡? 我盯着胡光老婆的脸, 语气都带着兄弟。 不要以为我对付不了你, 只不过想要你能下葬, 死者为大。 可你要害人, 那我就只能让你魂飞魄散。 结果我话音刚落, 后心的位置却觉得猛地被人推了一把。 那力道太重, 我直接一阵失控, 就要扑上胡光老婆的尸体。 我心头恶寒之下, 猛地抬起膝盖, 朝着床檐上挡去。 喷的一下, 膝盖撞到了床檐, 那骨子剧痛几乎让我眼前一黑。 也因为这阻挡, 我没有扑上去。 我猛地回过头, 却发现自己身后, 竟是站着刚才那证明。 他神色惶恐地看着我, 虽说没被撞碎的模样, 但他抬着手, 分明是他刚才推了我一把。 我惊疑地盯着他, 他更恐惧不安, 后背有个东西, 他想往你脖子上爬, 我喊你, 你没听见, 就过来把他打下去了, 结果拍了一下, 啥都没了, 我眼花了。 这阵明都快被吓得哭出来了。 什么东西? 我沙哑问道。 像, 像是一个小老头, 刚出生的娃娃, 那阵明更是额头上汗水往下滚落。 我脸色在变, 扭头盯着胡光老婆的肚子, 立即将仅剩的几张震煞符拍了上去。 下一刻, 他身上那些化煞的绒毛, 顿时就停止了滋生。 头脸的位置迅速地恢复成了正常死人模样。 我眼皮狂跳, 目光许久没挪开, 因为那几张震煞符上, 竟像是有小孩的巴掌印一般, 格外地甚人诡异。 是你在那? 我惊一不定。 走, 出去。 我说完就朝着屋外走。 那阵明也立即跟着一起往外, 他脚步列且蹒跚。 很快, 我们就到了院门口。 我示意着阵明将胡光背起来, 先将人放进他家里面。 那阵明显然不敢, 眼中都是畏惧不安。 我将之前没用上的雷鸡木针煞符交给了他, 陈生说让他不要怕, 我给他的符肯定不会出什么问题, 甚至鬼鬼祟祟都进不了他家门。 那阵明呆呆地接过去之后, 侯姐滚动了一下, 小心翼翼地说道, 能一直给我吗? 他这话, 反倒是问得我一愣。 我皱眉摇了摇头, 不过我也说道, 符牌不能给你, 事后归还, 但我可以给你几张符传。 阵明喃喃道, 几张? 成! 他这会儿, 面色已经不惧怕了, 更多的反倒是惊喜。 很快我就明白了缘由。 虽说白天有人对我有所怀疑, 但归根究底, 阵明还是相信地向炉。 尤其是这人还看了我刚才做的那些事, 就不会怀疑我的本事。 我给了他符牌保护他, 他还能得到几张符纸, 对他来说更只有好处。 办事吧。 我沉生叮嘱了他一句, 不过我又问了他, 这院子是不是照谈的? 那阵明一边回答我说是, 一边又将湖光从地上扛起来。 他这会儿还有些不安, 小声说不晓得照谈去哪儿了, 白天的时候他这院子暂时不敢待着了, 得找地方避一避。 我若有所思, 忽然就想到了何至说偷看我们那人, 那会不会就是照谈? 我示意那阵明先走。 他匆匆进了对面的院门, 才降门关上。 我反手关上了这家院门, 又封了一张扶在门上。 停顿了片刻, 我进了一下胡光家的院子。 院门处的两个灯笼依旧散发着幽绿色的火苗, 俨然是鬼火一般。 胡光老娘那口黑漆漆的棺材, 棺盖竟然是开了一条缝隙, 一条皱巴巴的胳膊夹在缝隙中。 仔细看那胳膊, 其上有黑漆漆的绒毛。 胡光这老娘果然化煞了, 她死在凶宅之中化作了黑煞。 对于其余人来说, 黑煞是难以对付的东西。 或者对于刚出九和线的我来讲也是如此, 但现在却成了最好处理的诗。 我直接走到了棺材前头, 取出来一张镇煞符, 直接贴在了棺材正当头。 速得一声轻响, 缝隙中夹着的那只胳膊直接落回了棺材内。 我将棺材重新盖岩石, 此时身上还剩下最后一张镇煞符, 我将其贴在了棺材顶上。 做完了这些, 我刚好听见了院外传来的脚步声。 我立即出了院子, 便瞧见何志匆匆地朝着我这边走过来。 只不过他只有一个人, 而且脸色很不好看。 下了台阶, 何志也到了我近前。 没抓到? 发生什么了? 我皱眉询问。 赵坛只是个普通人, 何志不太可能失手。 我不了解这里的布局, 他钻了好几条小径, 又有一些不容易辨认的岔路, 他跑得像是猴子一样快, 我没追上。 何志咬着下唇说道, 我重重地吐了口啄气, 道, 确定是赵坛吧? 何志点点头, 说就是赵坛。 我恩了一声, 是一说明早再让人抓他, 这会儿我们先回一趟地下炉。 何志目光跳了一眼我身后, 胡光家的院内又看了看旁侧的院子。 都贴了符, 尸体震住了。 胡光老婆, 何志询问我。 我将刚才发生的事情, 大致讲了一遍。 同时, 我也朝着街道外走去。 差不多等我说完的时候, 我们已经回到了地下炉内。 何志一直抿着嘴唇, 他没多说话。 我去将天干燕地之笔, 还有刻刀带上, 又背上了接音要用的大黑木箱, 才示意何志, 说我们还得去一遍二叔那里。 何志略有疑惑, 问我去二叔那边做什么? 我才说, 我得将通俏芬金齿拿到手里, 并且我觉得苗光阳应该不会闹碎了。 若是闹的话, 再想别的办法。 通俏芬金齿与我来说, 用处很大。 何志这才恍然大悟。 我们又走出地下炉, 准备去二叔住处。 结果我身后, 却传来一个冷不丁的破罗话音。 你就是地下炉现在的主人。 何志身体一顿, 他眼中都是惊疑, 明显是没发现我们后面有人。 我脸色骤变, 立即回过头去。 院门外右侧有一棵老树, 树干旁边果然已站着个人。 那人穿着一身暗红透黑的布衣, 肩膀直下无袖, 露出的胳膊格外壮硕, 肌肉棱角分明。 他后背横着一块木板, 多看一眼, 才发现那是个宽敞的木盒。 至于腰间, 则挂着两个黑布袋子。 布袋子圆圆滚滚, 不知道装着什么东西。 我同何至看他, 他也从树下走出, 缓步到了我们面前。 看清了他的面相, 我瞳孔紧缩。 他眼中血丝极多, 眼瞳四周可见眼白, 腮骨突出。 这是杀人像! 脸颊两侧带横肉, 神色阴沉, 脸上各处又有青筋突露。 这又是心狠手蜡像。 至于他眉头短, 眉骨突出, 还有个无情像。 这三种相阁只是其一就一犯杀祸, 三种其背更是一言不合就会狠下杀手。 再加上他刚才说话的破罗声, 恐怕丧命在他手中的人不知反净。 相游心声, 此人极难打交道。 你是谁? 何至警惕地问询。 我眼皮跳动不止, 上前一步将何至挡在身后。 抱了抱拳, 我沉声道, 阁下贵姓, 来地香炉, 有何贵干? 他忽然上下打量我, 低声道, 蒋先生没有告诉过你, 我是谁? 他眼中明显透着阴霾和不满。 我心头一惊, 这人身上杀鸡太重, 杀人像也太分明, 一旦情绪不定, 就很难招架。 隐隐后退了半步, 我警惕了不少。 阁下是师尊朋友, 还是其余关系? 若阁下来者不善, 李某, 我语气也没多谦和了, 警惕说道。 不过我还没说完, 他便扯下来了腰间挂着的两个黑布袋, 直接扔到了我脚边。 沉闷的声响中, 就像是两块肉坠在了地上。 我姓朱, 丹明贵, 我来活命。 朱贵语气明显没那么咄咄逼人, 只不过他说来活命, 却也让我瞳孔紧缩。 我再一次仔细看他的脸。 果然我发现了一些不对劲的地方, 他的短眉之上, 从中间的位置开始有眉毛脱落, 印堂之中也有一条细细的凹陷, 耳朵枯黄。 眉毛是饱兽公, 印堂是命, 而耳朵枯黄则是肾水不养命, 容易肾衰心结。 眉毛和耳朵是短命像, 印堂则是暴毙像。 你往门口走几步。 我抬手指了指地香炉的门。 朱贵一言不发, 转身朝着地香炉门口走去。 我注意到, 他身体微微倾斜, 头要比脚稍微浅一点。 在整体相格之中, 这叫做张形鼠窜。 三种短命像是代表命理要遭遇劫难, 容易丧命。 不过那种面相好变, 注意近来变故, 再配合改面相, 基本上我能处理。 可这张形鼠窜, 是代表整体命数命格。 他从出生就注定了此生急促短暂, 命不过五熏。 朱贵回过头来, 他视线又和我对视。 也就在这时, 何智忽然尖叫一声, 他猛地往前一抛。 一个鼓鼓囊囊的布包, 就被他甩飞了出去。 朱贵眉头一皱, 踏步往前, 手一探, 便接住了那布包。 我这才注意到, 何智就在开布包看里面。 死人头, 何智紧咬着下唇。 明显他是被忽然吓到的。 我眼皮也狂挑不止, 立即伸手搀扶住了何智的肩膀。 不说何智忽然被吓到, 就算换成我, 也好不到哪儿去。 盯着脚下另一个布囊, 我额头上微微冒汗, 再看猪柜。 哪有人挂两个人头在脖子上? 他还直接将人头扔到我脚下? 其实我刚才还在想, 他说活命, 又扔给我东西, 这布袋子里应该是报酬。 猪柜眉头也紧锁, 四百眼中的黑眼珠缩小更多。 蒋先生, 忽然走的吗? 猪柜神色变得复杂不少, 冷意完全不见了。 我点点头。 猪柜却正正地坐在了地上, 他又将布袋放在面前。 怪不得你不知道, 我和蒋先生有约, 若是斩了疾胸或者疾善之人的脑袋, 就会保存起来送到地下炉。 蒋先生洗人头, 他会替我算命, 让我多活一段时。 我, 是个柜子手。 我脸色又变了。 猪柜的这番话, 才顿时让我醍醐灌顶。 前一刻, 我却竟没有想到这一点。 师尊的游记, 给了我先入为主的观念, 一直认为他只收集凶尸头。 没想到, 他竟然还会让人送头来。 而柜子手在刑场上专门割头行刑, 怪不得他脸上那么多杀人像。 杀人者, 又要遭天谴报应, 他焉能长寿。 我现在才觉得, 若非是师尊替他严寿, 恐怕他活不到今天。 何之不安地看了看我。 我心中思绪飞速, 又深吸了一口气, 才说到, 一颗头, 师尊给你延命多久。 其实问这话的时候, 我心里头没底。 因为我只得自己简单改过面相, 暂时没了短命相隔。 真要让一个命中不偿命的人多活下去, 我还暂时不晓得怎么做。 可他送来的东西, 又是师尊的事情, 那我肯定要办。 一颗头, 两年命, 我两年来一次, 大善大恶的头不好运, 但蒋先生说过, 如果我有一天可以放下砍头的刀, 他尽量让我多活, 保我善终。 猪柜再一次抬头, 他声音更为沙哑, 只不过他看我的眼神却没那么多信任。 两颗头, 四年命, 多活善终, 我低声难难。 重重地吐了口啄气, 我沉声道, 你静愿中等我吧, 我还有一件事情要处理, 回来之后, 我替你摸骨, 看怎么帮你改命, 师尊答应你的, 我必定也会做到。 猪柜又抬了抬头, 他转身往屋内走去, 不再碰他面前的布袋。 我给何志一个眼神示意, 让他等我, 便分别捡起来两个布袋。 我进了院子之后, 将它们放在一侧屋檐下面。 至于那猪柜, 他则是跪在了灵堂前面, 一动不动。 我不再多言, 转身出去。 同何志朝着二叔住处走去的路上, 何志还在小声地说, 猪柜指定有点问题, 正常人怎么能挂着两个脑袋一直走, 他不做噩梦的吗? 我苦笑, 猪柜是个柜子手, 他又怎么会怕人头? 也就在这时, 何志忽然扭头看了我一眼, 道, 阴阳, 他应该不会骗你吧? 我摇了摇头, 说他没有。 并且我沉声解释了, 骗人必定眼神游离, 无论是掩饰得多好, 在先生面前也没多大作用。 何志这才点点头, 说, 那就好。 不多时, 我们就到了二叔的住处, 开门的是百双琴。 经缘之后, 我从棺木中取了正在苗光阳身上的通窍分金尺, 又准备用地纸笔在棺材上画符。 这期间我并没有让百双琴看, 而是让他进屋。 当符画好了之后, 天色都蒙蒙亮了。 本来不会耽误那么久, 猪柜的忽然出现耗去了不少时间。 正当我和何志准备离开时, 二叔和指人许, 几乎前后脚也出了自己房间。 二叔打着哈气, 神色疑惑。 指人许倒是平静得多, 问我们怎么了? 半夜来取东西。 我简单说了一下是镇上的事情, 不过关于珠桂, 我倒是没多提, 只是说地箱炉中有客人, 尽量我不在的时候别去地箱炉。 再接着, 我就说要去办事, 同何志快步离开。 等回到那条狭窄街道的时候, 胡光对门的那院子门前, 竟然聚拢了不少人, 显得拥挤喧闹。 我同何志到了镜前, 门口的人紧张看我们, 不知道是谁扯着嗓子喊了句, 小李先生来了。 人群顿时散开了不少。 从那院门亮呛走出来的, 竟然是胡光, 以及镇长唐松, 还有昨晚上帮我的那镇鸣。 到了我镜前, 胡光光的一下, 直听听地就跪在了我跟前。 他面色煞白, 全无昨天的色力内人。 唐松看我的眼神, 也只剩下敬佩和信任。 小李先生, 郭阳把昨晚上的事情, 都和我们说了。 小李先生简直神机妙算, 也一心未明。 若非昨夜是您, 恐怕就要叫胡光他婆娘害惨不少人了, 胡光也得被鬼上身害了人命。 唐松的语气透着激动。 昨夜那镇鸣, 也就是郭阳, 他毕恭毕敬地递给了我雷积木转刻的震煞符。 我点点头, 道, 过几日, 你上帝巷炉来取符纸。 郭阳面色惊喜, 连连点头。 这顿时让周遭的镇鸣, 都羡慕不止。 唐松也羡慕, 不过他很快就正色了不少, 又抬脚踢了踢胡光。 胡光抬起头来, 他是唯一一个面色惨然的人, 呆呆地看着我。 笑, 小李先生, 我, 您, 大人大量, 帮帮我。 胡光虽说没讲道歉的话, 却重重地磕了一头。 我自是不可能和一个镇鸣计较。 喂, 唐镇长, 要你去办件事。 赵谭同胡光老婆私通, 那女人难产之成活失, 赵谭担不起责任, 昨夜他迫失在了赵谭家中。 你遣人将他抓回来。 我沉生下恋。 唐松则慎重道, 小李先生, 进猪龙吗? 我皱眉, 深深看了唐松一眼, 沉生道, 国有国法, 家有家规, 唐镇的规矩如何, 我自不会多管, 只是, 我要将胡光老婆腹中的孩子接音出来, 让赵谭供奉一年。 另外, 若是伤人害命, 一命抵一命, 这是天理循环。 不过这错也不光是赵谭, 赵谭不敢露面是品性问题, 胡光老婆也是有一些问题的。 我说完之后, 唐松这才连连点头, 他说小李先生训诫的事。 他立即就说, 他带人去抓赵谭回来。 唐松离开的同时, 带走了一些证明。 跪地的胡光面色通红, 他显然没了丝毫的脸面, 整个人都在发抖。 我沉生说道, 你起来吧, 再和我说说, 你娘平时和什么人有口角, 有仇怨, 谁有可能害她? 胡光这才颤巍巍地起身, 我先抬不进了 另一则他家的院子, 胡光跟进来之后, 其余的证明就不敢进来了。 院内只剩下我们三人, 胡光正正地一直看着棺材, 眼眶却是泛红的。 我却总觉得, 胡光好像有什么话没说。 李先生, 我真没后了吗? 胡光忽然又问了我一句。 我沉丁片刻, 才说道, 英志公干别加凹陷, 的确觉得子女缘, 若只是凹陷, 不干别的话, 我还能稍微想想办法。 胡光和二叔不同的是, 二叔是行刻七二, 英志公凹陷不干别。 胡光这绝子女缘太彻底, 我的确不能骗她, 否则也有因果上的影响。 那就是我胡家要断子绝孙了。 胡光双臂绷直, 手掌握紧成拳头。 我面色复杂, 叹了口气道, 你尚有几十年活命, 人之一是。 只不过我这句话没劝说完, 胡光就朝着屋内走去。 临走到一个房门口, 停顿了下来, 声音略有惨然。 小李先生, 你说得轻松啊, 断子绝孙, 那是断子绝孙, 他进了房间, 砰的一声关上了屋门。 何止眉头紧锁, 他脸色很不好看。 我背着双手, 看着那口棺材, 更为沉默。 想到我爹, 他无而送终, 将我救下来, 抚养长大。 他承受的, 便是断了香火的这痛苦, 最后因为我, 他甘愿死。 再想李老汉那副神情, 若非有个老伴, 他也早就寻了死。 断子绝孙, 的确能让一个人完全崩溃。 我也没去叫胡光出来了, 也没想着, 让他现在就说, 谁可能害死他娘。 等赵坦被抓回来, 先将胡光老婆和赵坦的事情处理了, 最后再解决这档子事。 约莫半个时辰左右, 胡光又从房间里出来了。 只不过让我愣住的是, 这一次的胡光, 竟然穿着的是校服。 他木讷地走到了棺材前头。 我还发现了一个问题, 胡光此时的面相竟然变了。 他人中黑气, 颧骨青黑气, 印堂竟然也有黑气, 朝着口中不停地灌入。 这俨然是暴毙响。 他口唇枯白, 甚至嘴角还溢出来了几分白色的姜叶。 胡光正要朝着棺材跪下。 我脸色难看至极, 呵斥道, 胡光, 你做了什么? 我这一嗓子, 吓得何志都一个机灵。 去打一盆水来, 快。 我来不及多解释, 低声喝道。 何志立即走向院子一角的水井。 我急步走至胡光跟前, 一把就抓住了他的衣领。 毫不犹豫, 我伸手就去扣胡光的嘴巴, 手指扣进了喉咙脸。 胡光也没挣扎, 他就是在笑, 笑得却惨然而又冰冷, 还带着浓郁的讽刺。 很快, 胡光就在干呕, 何志也弄来了水。 我直接给胡光灌水, 他则是大口地呕吐了起来。 不过他越发呕吐, 他口唇间的枯白就越多, 硬糖, 颧骨, 人中的清黑气也更深。 院外本来有不少正民不敢进来, 这会儿, 他们都聚拢在门前。 最前的那正民郭阳, 他快速跑进了院内, 也一起来帮我, 不停地去拍打胡光的后背。 可胡光却逐渐朝着地上蜷缩了下去, 他已经干呕不出来了。 身体卷成了一个瞎子一般, 在轻微地颤抖, 嘴巴里吐出来的是白沫。 他的倒地也让我无法搀扶。 此刻胡光双眼睁得很大, 瞳孔也变得松散下来。 他在盯着我, 嘴巴在蠕动, 似乎想要说什么。 我紧皱着的眉头, 已经成了疙瘩。 口唇枯白是服毒, 我刚才给他灌水, 让他呕吐, 是想要救他一命。 可现在, 显然已经来不及了。 我声音格外沙哑, 道, 你何苦, 你不用死的, 这毒药自杀, 到了阴间, 你也没有来事了。 胡光的嘴角却变成了笑, 痛苦和笑容夹杂在一起, 他慢慢地不动了。 郭阳脸色煞白, 他不安道, 披霜。 以前镇上有人自杀, 就是吃的披霜, 胡光没救了。 院外的镇民都在面面相去, 同时也低声议论不止, 大致都是说, 胡光真的倒霉, 老婆跟人私通, 怀了别人的孽种, 又死了老娘, 她既没本事给胡家传宗接代, 也弄得家里狼狈不堪, 死了当真就是解脱。 可又有人小声说, 好死不如赖活着, 至于说话那人, 便被众多人鄙夷。 何止打了水, 过来给我冲洗右手。 我把手清洗了干净, 胡光已经彻底咽了气。 人死之后, 马上就会大小便湿静, 他的皮肤也迅速地变得暗沉发黄, 甚至还有缩水的征兆。 院内弥漫着一股臭味, 院外的镇民都开始捂着鼻子。 郭阳倒是有眼力见, 他猫着腰进了胡光的屋子, 拖出来了一床棉被, 将尸体盖住, 这样臭气总算减少了许多。 这期间唐松回来了, 他带着不少人手, 同样也扣回来了赵坛。 他们进院子的时候, 唐松和其余人都被吓得不轻。 赵坛则是浑身站立, 也不知道是因为胡光死了, 还是因为他此时被抓了而站立。 唐松格外不安地来问我怎么了, 刚才走的时候不是好好的吗? 怎么回来, 胡光就死了? 还没等我回答, 郭阳就凑到了镜前, 他低声说了, 镇长, 胡光自己想不开, 忽然进房间, 出来就已经吃了披霜了, 小李先生一眼就发现问题, 给胡光灌了好多水, 他还是没吐出来。 胡光是自己想死, 想死的人你怎么都拦不住, 怪不得小李先生。 唐松眼中愕然, 他也哑然失语。 此时, 人群之中不知道是谁, 喝推了一口唾沫, 直接就吐到了赵坛的脑袋上。 又有人在低声骂脏话, 很快他们就成了破口大骂, 大致都说是赵坛乱搞别人老婆, 害得胡光家破人亡, 现在就连胡光也死于非命。 越骂, 那些人情绪就越激动, 甚至还有人在喊, 应该让赵坛供奉完了一年阴胎, 就直接将他拉去进猪笼, 必须要抵命才可以赔命。 而且指不定, 胡光他老娘也是赵坛害死的。 唐松也盯着赵坛, 他眼中厌恶和狠意都多了不少。 赵坛喷的一声就跪倒在了地上, 他神色惶恐无比地看着我, 哆嗦道, 不, 不是我。 小李先生, 真不是我杀的人。 我有话说, 我认。 何知神色更厌恶, 他忽然说道, 要是你敢撒谎骗人, 我就把你关在胡光的棺材里, 或者让你睡在他老婆的尸体旁边。 赵坛更被吓得不轻, 他哭丧着脸, 哪还有昨天和我说话时, 那副煞有其事的样子。 你想说什么, 讲吧。 我没有语气。 对赵坛我丝毫不同情, 同样也有厌恶, 不过, 我得守先生的规矩。 赵坛才咬牙说道, 胡光他老娘是被胡光推了一把, 摔倒在地上, 然后死的。 我眉头一皱, 赵坛这番话, 却让我完全没料想到。 阵明之中, 忽然有人骂道, 放屁。 赵坛, 你到底还有没有良心? 你搞了人家老婆, 现在人死了, 你还要泼脏水? 赵坛惶恐地看着我, 他接连冲我磕头, 说他真没有撒谎, 我肯定能看出来。 他要是撒谎了, 就天打五雷轰去死。 再接着, 他又哭丧着脸说, 他和胡光老婆的事情, 其实胡光是晓得的。 这一次, 何止都仰起手来, 想要一耳光抽赵坛脸上。 唐松沉声呵斥道, 赵坛, 你越说, 越没有道理。 你当大家都是傻的吗? 我盯着赵坛的双眼, 眼神锐利地像是尖刀。 赵坛虽说惶恐, 但是他眼神当真, 还是没有犹理。 把你知道的, 全都说出来。 我抬手做了个阻拦的动作, 让赵坛开口。 赵坛才惨然道, 要从小一年前说起, 那会儿胡光他老娘, 天天骂秀琴, 说他是不下蛋的鸡, 要让胡光修了他。 胡光和秀琴感情也不错, 他自然是不肯, 不过两人怀不上孩子, 也着急得不行。 我以前和胡光关系很好的, 两个人是拜坝子的兄弟, 我们还一起挖过矿。 那晚上秀琴摸到了我家里, 他就说, 想要戒种。 听到这里, 我更为恶然, 甚至觉得无比荒唐。 而赵坛没停顿, 将事情也全部说完了。 秀琴问赵坛戒种, 是因为他是觉得自己没问题, 可能是胡光本身生不了孩子。 果然没过多久, 秀琴怀了孕。 胡光自是高兴无比, 赵坛心里头对胡光有所愧疚, 所以也送了不少东西, 说是恭喜他有孩子, 实际上也是弥补亏欠。 只不过, 这件事最后还是东窗事发。 临近秀琴快要分娩的前夕, 赵坛趁着胡光不在, 又送了一笔钱物到胡光家。 结果秀琴不收, 还让他以后别来了, 甚至问赵坛能不能搬走。 毕竟两家人低头不见抬头见, 如果以后孩子越来越像赵坛, 还是会出问题。 赵坛就和秀琴理论, 大致就是他哥儿就在这里, 搬走了, 连生计都无法维持。 就在两人争论不下的时候, 胡光和他老娘一起回来了。 四人撞了个正正。 赵坛叹了口气, 又继续说了下去。 四人撞上后, 当场胡光老娘就气得昏死了过去, 胡光也恨不得要杀了赵坛。 还是秀琴是个清醒人, 他说是胡光身体有问题, 要不伤孩子。 他也是不想胡家断了后。 要是胡光受不了, 那就修了他, 他跟着赵坛去过日子。 如果胡光能接受, 以后孩子生下来就当是胡家的众娘。 若以后胡光能让他怀孕, 那再好不过, 如果不能, 那总好过无人养老送终。 最后, 胡光始终还是接受了。 只不过, 他和赵坛几乎不再碰面。 赵坛并不知道胡光是怎么劝服了他老娘的, 总归那段时间, 除了晚上能听到他老娘 骂一些骚浪蹄子的脏话, 倒也相安无事。 一直到秀琴难产, 闹出来鬼祟的事情, 赵坛也再没进过胡家的门。 在之后, 便是他看到秀琴在院内唱戏, 以及四天前, 他忍不住又爬墙, 刚好瞧见胡光一把推翻了他老娘, 他老娘一命呜呼。 这个中细节赵坛没有说清楚, 可他的确没有撒谎。 我通过面向上的方式, 很仔细地审视了他, 不会出错。 我神色复杂, 场间所有的证明还是难以接受, 不愿意相信赵坛说的是真的。 在之后, 我让赵坛取了两个名字, 分别是一男一女, 也再一次告知他, 要让他供奉一年英态。 赵坛畏惧地问我, 那一年之后呢? 镇上要怎么处置他? 我沉默了片刻, 其实如今这情况, 就不能让赵坛被处置了。 因为他没有害人, 既没有伤胡光老娘, 也没做出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 借种这事儿是秀琴提起, 即便是有问题, 那也是他们之间的道德问题。 若是他被伤了性命, 也和我脱不了干系。 于是我和唐松说了, 让他们不能动赵坛。 唐松半赏后, 才勉强点了点头, 镇明虽说没多言, 但他们看赵坛的眼神明显再无友善, 反倒是避而远之。 赵坛并没有什么喜色, 只是神色正正。 我示意唐松又去搬来了一口棺材, 让胡光入恋。 在之后, 我和何志一直等到了天黑, 然后我才去赵坛家里接音。 接音的过程, 反倒是顺利无比, 秀琴产出来的是一个男婴, 我按照规矩将其封入猫骨桃, 又再和赵坛说了注意事项, 就让他动手去入恋秀琴。 这一婴事情操办下来, 都快要天亮了。 并且唐松和我说了, 以前蒋先生给唐震点过一次藏山, 唐震人亡固都藏于那山之中, 这倒是省却了我一些麻烦。 离开了胡光和赵坛家, 我同何志回到了地巷炉。 一夜劳累, 我和何志都疲惫不已。 朱贵还是跪在师尊的灵堂前面, 灵堂上的香烛都又被更换了一次。 应该是我不在的时候, 狗律来清理了灵堂。 老黄不在院内, 大抵是出去吃草了。 老鸡则是在堂屋的房顶屋檐上站着, 阳光映射下, 他毛色更为鲜亮。 我示意合之回房间睡觉。 他小心瞥了一眼朱贵, 我又给了他一个放心的眼神, 合之这才自己进了房间。 我走至灵堂侧边, 停顿了片刻, 沉声说道, 朱贵, 你来了师尊知道。 你有心师尊也知道, 不必一直跪在这里, 我给你安排一个客房住下。 朱贵低头了半晌, 他取下来了背后背着的那个宽敞木盒, 将其放置在了灵堂桌案的下方, 刚好被蓝黑色的布遮挡起来, 再接着, 他起身走到了我身侧。 我给他安排了一个房间后, 本来我还想去处理一下那两个头颅。 可身体的确太过疲惫, 只能先回房间。 我躺下之后, 几乎几秒钟就进入了睡梦中。 这一觉我睡得昏天黑地, 在等醒来的时候, 竟已经是深夜时分了。 脑袋清醒了不少, 我出了房间, 才发现何志早就醒了, 他在堂屋中修补断掉的桌腿。 屋子里还多了一张桌子, 上面摆放着不少吃食。 何志抬头看我, 他轻声说让我过来吃点东西。 我先点点头, 又扫了一眼院内, 发现老黄回来了, 而老鸡则是趴在了老黄的后背上。 他们两个都通了灵性, 倒是相处得很融洽。 不过, 我没瞧见猪柜。 猪柜没出来吗? 我坐在另一张桌旁, 问寻道。 何志小心地扶正了桌腿, 一边修补, 一边说道, 没出来, 可能没醒吧。 我点点头, 很快就吃饱了肚子。 舒展了一下胳膊, 活动了一下脖子筋骨, 我同时做好了打算。 明天就去点好宅地, 让二叔和纸人许忙活着修建的事宜, 我则要潜心学习阴阳术, 再同时帮猪柜续命。 思绪落定, 我出了堂屋, 走到了存放头颅的屋门前。 那两个黑布带散发着阴冷的气息, 给人一种强烈的压抑感。 我将两个布带提起来, 便推门而入。 屋内光线暗淡, 我点燃了墙角烛台的蜡烛, 视线总算清晰不少。 将布带打开之后, 取出来的赫然便是两颗人头。 青筋和肌肉球节, 眉骨高耸, 双目圆睁, 目中尽是血丝, 其颧骨尖锐, 鼻子却厚重, 像是塌下来的肉瘤。 他整体的脸色是发黑的, 饶是死去多时, 那骨子黑意依旧分外明显。 骨相之中有一句话, 其言, 取人性命面上黑, 换人骨髓眼中红。 这种面相, 当真是大奸大恶。 另一颗头颅, 则是个女人, 其眉发疏细轻软, 眼眶长, 断首丧命, 也依旧没露出争宁和凶恶。 这种面相, 又是温柔慈善的相格, 往往与端相, 心善良。 当真是大善之头颅, 我却不由得内心唏嘘不已。 恶人遭砍头, 那是恶有恶报, 毫无半点可怜, 这善人却也遭此恨祸, 不晓得到底遇到了什么事情。 多想几分, 如今事态炎凉, 很多事情都由不得人。 我轻叹一声, 又低头陈宁。 地相炉中的每一颗头颅, 都是有符的, 学古相的过程中, 师尊简单说过一些。 只不过, 这符并不是常规的符纸, 而是用一块铜钻刻出六腑符。 那铜片, 至多铜板大小。 浮成之后, 自口中封入, 可保头颅不化煞, 怨气却长存, 以便于头颅不符。 暂时这两颗头颅, 被诸柜处理过, 没有腐烂的征兆, 可不能长期这样。 我取出来的古相, 翻到了六腑符那一页, 仔细地研读。 我一边看, 一边手指在半空中临摹。 接着, 我去放下了身上的东西, 只拿了刻刀进来, 又从这房间一个角落的柜子里, 取出来了一些铜片。 铜片太小了, 六腑符很复杂, 不可能用地质笔画一遍, 便只能用刻刀直接雕刻。 我极为小心地刻符, 可始终还是不熟练, 扶到一半的时候, 我就错了一笔, 整个铜片变废了。 数次之后, 总是或开始或结尾的时候, 我出纰漏。 时间一点一滴地过去, 屋外逐渐有了天光, 一夜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 我揉了揉发酸的双手, 又按压了一会儿额头, 吐了口啄气之后, 我才起身出了房间。 阳光映射在脸上, 我内心始终滋生了难掩的烦躁。 何志待在堂屋内, 坐在椅子上, 双手撑着下巴, 似是在发呆。 他抬头看我, 我也顺着进了堂屋。 你没事吧? 何志皱眉, 眼中担忧道。 吐爱, 我摇摇头。 稍微多想几分, 六府服侍地向堪屋的精粹服传, 也是正式的戾气。 要是那么快就叫我学会, 那地向堪屋的阴阳先生, 也就不可能让人那么推崇被制。 我需要时间, 沉下心来多练。 走, 去点宅地, 解决之后, 我要前心闭关一段时间。 我沉生说道, 何志愣了愣, 不过他没说别的, 只是跟我往地向炉外走去。 我没有直接去找二叔, 而是同何志在唐阵内走动。 此时尘间, 街道上正名不少。 刚来的时候, 多数人见我都是远远打量, 或者是交头接耳的议论。 他们更多的是好奇, 还要对我痴意怀疑态度, 毕竟我太过年轻。 今天正名的态度, 明显有一些变化。 绝大部分人从我身边走过的时候, 都会恭敬地喊一声小李先生。 显然, 处理照谈和胡光的事情, 让正名对我多了很多信任。 我和何志这一走, 又花了一个多时辰。 令我少有喜悦的是, 我找到了一处合适建宅的地方, 刚好能满足二叔所需。 这位置本身只有几间简单的墓房, 其余地方都是空旷的空地。 我敲门之后, 屋主出来了, 是个约莫三十来岁的汉子。 这人略有眼熟, 我昨天应该见过他。 他和我打了照面, 马上就毕恭毕敬地喊我小李先生, 又给我行礼。 我搀扶他之后, 简单说明了来意, 并且也表示会给出足够的银钱。 他立即连连点头, 表示没问题, 又说能给地香炉的先生办事, 简直是他的福气。 这其实令我更多汉言, 其实我就只做了一件事, 代表了我有能力。 唐正人对我的尊重, 都是师尊庇护他们多年才得来。 何志同他商业好了银钱, 我和他说了地址, 让他傍晚过去取钱, 又说了我们还需要再寻一块地。 这镇名便自告奋勇, 他说我还不熟悉唐正, 可以给我带路。 我也晓得这镇名叫唐开兵。 又在镇上寻了接近一个半时辰, 我总算在唐正东侧, 找到了一处合适的宅地位置。 虽说我没有二叔那样的面向, 但与我来说, 我如今巨鹅骨有缺, 命数有变, 我要同何志成婚, 锁点的宅地, 必定要护我们两人, 更要护子孙后代。 这一处地皮反倒是空荡, 其上没有屋宅。 唐开兵则告诉我, 他晓得地皮是哪家人的, 这就去帮我把人叫来。 再接着没什么波折, 那家人被叫来以后, 唐开兵和他们商议的价格, 他们自然也没什么意义, 反倒是还很高兴我用了他们的地方。 去了二叔的住处, 货家给我的钱和大黄鱼儿都放在了马车上。 何志去取了钱, 付给了唐开兵和那家人。 我又让何志多付一笔钱给唐开兵, 让他平时帮帮二叔, 能快速在唐正上适应下来。 二叔晓得我们买到了地, 更是高兴地喜笑颜开。 我留在二叔这里, 画出来了两个宅院的设计图, 将图纸交给二叔, 二叔小心翼翼地收好, 又说得好好找个工匠来施工。 唐开兵立即附和, 说他认识工匠, 这事儿还能找镇长帮忙。 我和二叔表示, 这些事情交由他们来做, 完工之前, 我不打算离开地乡炉。 一旁安静的指人许, 忽然说道, 你要闭关。 我点点头, 说了句事, 指人许点点头, 又道, 粗浅听说了一些这两天你做的事情, 的确, 琐事不能让你缠身, 这段时间内许叔能帮衬你一些事一些, 这镇上若是有什么事情, 我能处理, 就去处理了。 对了, 你让何智这妮子跟在我们身边吧, 闭关, 便好好闭关。 我愣了一下, 没想到指人许会这样说, 何智不自然地退到我身后。 妮子, 阴阳要好好的将蒋先生的一波继承, 他需要足够的静心。 你每日跟着他二叔和我, 若是有什么事情, 还能照佛, 唐阵之中有什么事端。 你作为鬼婆子也能处理, 不要让阴阳分心。 指人许神色格外认真, 他说这番话的时候, 视线也一直落在何智身上。 我余光能注意到何智脸上的挣扎, 还有慌乱。 我深吸了一口气, 皱眉说道, 许叔, 闭关不影响其他, 何智, 在地相炉无碍, 只是我不插手。 可我这句话还没说完。 二叔也走至近前, 陈生说了句, 我倒是觉得, 你许叔说得没错, 营阳, 你需要时间, 需要静心。 而女情常骂, 你们有闺友, 婚事, 二叔也会定, 但你不能耽误了自己学艺。 何智, 你也得明白这些, 二叔和许叔并不是要分开你们。 二叔这番话更认真, 更慎重。 何智忽而低下来头, 他在抬头时, 竟然从我身旁擦肩而过。 他脸上的不自然神色, 已经成了另一种坚韧。 很快, 何智走到指人许和二叔的身后。 明显, 二叔和指人许两人都满意无比。 只是我觉得, 心头有种难掩的落空感, 以及不习惯。 何智也低声说道, 许叔, 二叔, 你们说得没错。 智儿的确任性了, 我跟着你们一起, 处理好其余小事, 不让阴阳分心。 我呼吸变得中了几分, 胸口起伏的力道也大了不少。 这一瞬间, 我忽而觉得, 何智又有几分变化。 其实, 他刁蛮任性, 早就在这一行之中不知不觉地消失。 甚至于我都习惯了, 何智开始附和我, 基本上任何事情, 都是我决定什么便是什么。 他以我为主见和中心。 如今这一幕, 还是何智少有的一次不打算听我的话。 一时间, 我心绪不知从何说起。 我复杂地看着何智, 一时间也没说出来话。 何智却侧身, 竟是和我行了一里数。 他轻语道, 何是鬼婆有女, 却随先生离家, 凌月可见其心。 这儿相信, 阴阳哥, 你不会丢下我, 我也不会离开你, 可你的确需要安安静静的环境和时间。 我不是阴阳哥你的父亲, 等宅见好, 等是落霸, 这儿来地香炉接你。 何智与霸又后退了几步, 却将自己身影完全藏在了 指人许和二叔的后背了。 我其实不知道自己怎么从宅院中出来的。 总归当我一个人回到地香炉之前的时候, 天色又已经变得暗沉下来。 推门而入, 狗绿正在给灵堂上更换香烛。 珠桂坐在右侧院墙的台阶下。 老黄则是在左侧花圃里趴着, 老鸡在院子里着实东西。 狗绿躬身和我行了礼。 他此时更换完了灵堂, 正要退出去。 我喊住了他, 狗绿立即恭敬道, 小李先生, 您吩咐。 我叮嘱狗绿, 让他每日有时再来地香炉, 送来两人一日所需吃食, 以及香煮即可。 狗绿也没多问, 当即点头, 说他明白。 他离开的时候带上了院门, 院内便只剩下我和珠桂。 珠桂终于站起身来, 他走至我身侧。 我同样目光扫过他的脸, 发现他面相还是如同之前那样, 没什么多变。 李先生, 什么时候帮我? 珠桂的声音依旧如同破罗。 我沉临片刻, 说道, 住在地香炉, 你不会有危险。 若是你有命短之相, 我会看得出来。 我此时还不知晓, 师尊用了什么手段给你延寿, 再丢几日时间, 我需要钻研。 只不过, 珠桂在看我的眼神, 我却总觉得有几分怪异不对劲。 具体哪儿不对劲, 我却说不上来。 总归珠桂没有蒙骗我。 昨夜我一直在克服, 也足够疲惫。 今天又忙活了整个白天, 最近几天时间, 我都完全昼夜颠倒了。 我叮嘱让珠桂好好休息, 既然来了地香炉, 那就安心下来, 也当做修身养性。 虽说, 我现在不能确定 用什么手段帮她, 但她必须要做的一件事, 肯定就是将她的性子压下来, 切磨急躁。 珠桂这才点了点头, 她说了个好字, 不过她灵了, 还是又说了尽快两字。 我恩了一声, 进了自己房间。 休息了一整夜, 次日清晨起来之后, 我进了院内, 一眼没瞧见何至, 堂屋也空空荡荡, 一时间还令我不习惯。 深呼吸了数次, 我平稳下来心态, 进了厨房, 导吃出来一些干粮吃食, 我吃过之后, 又将一些放置在堂屋的 另一张桌上。 接着, 我便进了储藏历代 地向先生邮寄的房间。 师尊的邮寄我看得差不多了, 看着书架上密集的藏书, 以及最前方的那二十多本手杂。 我先取出来了面上那一本。 阴阳术的钻研 并不只是全部的闭门造车, 足够的经验 会让我进步得很快。 看历代先生的邮寄 便相当于吸纳他们的经验。 我盘膝坐在屋内的蒲团上 开始专心研读。 这一本邮寄, 其名为《徐福守闸》。 翻开第一页, 我便愣住了, 因为我看到的 不是师尊所写邮寄的那种继续, 反倒是一道符。 第一道符令我很眼熟, 因为那是何奎展示符。 不过这张符文 更深奥晦涩一些, 感觉更难懂。 地相堪余的何奎展示符 反倒是简略了不少。 而翻到了第二页, 则又是另一张符。 这张符便是宅经之中 未曾记载的符传了。 我一直往下翻去, 这半本书竟然全都是符传。 粗略数下来, 少说的有四五十种符的形式 除了何奎展示符, 它们却一个都没出现在宅经中。 当我翻到过半的书页, 第一页文字继续的时候, 我才明白缘由。 笔人徐三笔, 乃地相堪余第二十四任出黑阴阳先生。 前人均以生平经历, 继续成策。 山野杂世, 无绝其无用。 若是先生走得山野, 那后人自然也走得。 若是先生丧于山中, 那自是无传承传地。 过多的前人经验 倒是会让小辈依赖。 无知一生, 以阳术入门, 又得地相堪余传承, 却独爱福。 二十四山, 甘之之水, 星象不裂, 无知看来, 都为阴阳福。 一笔可镇山, 一笔可定水, 一笔又可镇湿。 无于阴阳界三十岁成名, 以命树庇护护身, 以笔镇山定水, 以笔破万湿, 搜集十余道笔, 自创二十余道, 便是柳家道士之道笔, 在无知面前都黯然失色。 然, 笔之阴阳术, 太过难觅传人, 难过于得像堪余所需 阴阳平衡之命树。 吴后半生花费十年时间, 终于觅到一弟子, 可以红宅心人后, 只是适合单纯的阴阳术, 不适合阴阳笔术。 唏嘘无奈之下, 遂只将地向堪于转下。 吴之笔转, 非常人可学, 只留一道何奎斩尸入宅经。 我看完这一页记载之后, 又继续往下翻去, 在后方依旧是不同的笔。 不过, 这些都是拆解了的步骤, 分别对应前面的每一道完整笔纸。 其上降作用, 笔于挂象之中的原理, 都阐述得清清楚楚。 我心头激动不已, 因为这些笔, 它来自于地向堪于, 又偏偏不算是。 看了许久, 我才发现, 恐怕我学不会, 学任何东西, 除了刻苦之外, 还讲究一丝悟性, 对于这笔, 我悟性不足。 更让我在意的, 反倒是那一段描述。 以命数庇护护身。 很显然, 徐三笔说以命数庇护护身, 是保护自己的安全。 而他的笔, 不但能定山水, 破雄师, 更能和柳家倒是一较高下。 无论是柳化烟, 柳化道, 再道柳天牛, 我都见识过他们的本事。 若非这守闸这样写, 我绝对想不到, 也不可能相信, 因杨先生的福, 竟然可以胜过柳家倒是。 那命数庇护都和这件事情相提并论, 可想而知, 其绝对不简单。 师尊并没有和我说过, 有关于命数庇护这几个字。 是他已经来不及, 还是说, 这个本事, 他确定我能通过前人遗留下来的守闸中学道。 我觉得大致是这样, 所以师尊才会用仅存的时间教授我别的。 定了定神, 我放弃了再看这些福。 虽说他们很厉害, 但贪心过多也是无用。 就譬如徐三比所说的一红, 便是我师尊, 既然师尊无资质, 他都没有教授师尊, 我也没这个资质, 强行去学, 也不可能有个结果。 将徐福手闸放至一旁, 我拿出来了第二本优记, 低头去翻看。 第二十二任, 第二十一任, 第二十任。 因为这一次阅读有所目的, 所以我速度格外地快, 只在游记手闸内寻找关于命树庇护的内容。 时间一点一滴地过去, 窗外的天光逐渐暗沉。 我已经翻阅六本游记手闸, 其中或多或少都找到了一些关于命树庇护的描述。 越看, 我便越是心惊。 这命树庇护, 是阴阳先生一种得天独厚的能力。 当自身的阴阳术大成之后, 若是先生恪守行规, 为做伤天害理之事多悲悯世人, 冥冥之中就会有命树保护阴阳先生。 说是命树, 便是气韵, 譬如山崩地裂之下, 先生闲死还生, 甘龙绝堤, 谁也难伤其性命。 看完了这些, 我才明白, 为什么我师尊蒋一红, 能够独身一人走过明山大川, 历经各种险地。 他知阴阳术大成, 自有命树庇护。 而他平日里悲天闽人, 就有人不少, 那命树庇护就更为强烈。 不只是师尊, 我还联想到了, 自己遇到过的一些其余事情。 当时的后前书, 数次再要被我们拿下的时候, 运气就好得惊人, 反倒是让柳天牛失足, 让何志失手。 他那本事, 就是命树庇护。 更可怕的, 还有郭天玉。 郭天玉对于命树庇护的把握和运用, 要远远超过后前书。 他所在大殿的顶端, 全部都是窄小的木梁, 骑上放满了刀剑, 铁石。 稍不注意落下来, 必定伤人性命。 他丝毫不惧怕这些, 因为在命树庇护下, 这些东西伤不了他。 怪不得, 我看到的两次, 都极少有人进入大殿。 恐怕只有在危险情况下, 郭天玉才会让人进来, 届时其余人, 就没有他这样的好运了。 再一次联想到, 那条胳膊和铜碗。 那老头应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断臂, 同时, 我也更心惊。 他都断臂了, 却还是要了郭天玉的命。 他到底是什么来头, 用的什么邪门法子。 郭天玉的死, 以后蒋盘必定会报仇, 若是有可能, 我也得了解透彻, 不能让他出事。 半赏之后, 我才压下心头的思绪。 这让我对阴阳术的大成, 更为渴求。 有着命树庇护在身, 只要命足够硬, 命树庇护之下, 便不会有任何性命危险。 在这乱世之中, 就给了我更多保障。 从屋内出去, 我一眼就瞧见, 院门口多了不少东西, 包括了香烛, 以及吃食。 我给师尊更换了香烛之前, 又去喊了房间里的猪柜吃饭。 吃东西的过程中, 我仔仔细细又观察了猪柜的面相。 他硬堂的细线仍旧在, 眉毛这两日又脱落了一些, 耳朵变得更为枯黄。 改面相的法则, 对猪柜这三种短命相不适用。 我陈宁片刻说道, 硬堂裂缝的暴毙相, 只要命够硬, 就能直接度过。 你留在地相炉中, 不会有任何意外, 便不会暴毙。 至于其他的, 你再等几日。 我说完这两句话后, 显然, 猪柜的神色松缓了几分, 没有那么紧绷了。 吃罢了饭时, 我又回了房间去看手闸。 对于命述庇护了解之后, 我便认认真真的, 一本书一本书地研读。 我并没有彻夜不眠, 到了镜子时候, 我就回到卧房去睡觉。 第二日清晨, 吃过饭时之后, 我又继续去研读手闸。 七天的时间, 我就将所有的手闸完全通读了一遍。 我没有背下来地像 看于历代先生的所有经历。 毕竟其中内容太多太多。 但我却知晓了更多的事, 以及破试之后的岁。 甚至于, 我还了解了国内大量的山川, 大量的风水局布局。 有不少地方, 都有地像看于先生驻足过的痕迹, 甚至改过很多大风水局。 那些风水局, 都写明了各种细节, 更让我觉得身临其境。 再之后, 我在看宅经古像, 感官便完全不同。 只不过, 不同归不同, 我学习的速度反倒是变慢了。 我仔仔细细地剖析宅经之中记录的风水局, 每一个都力求完全铭刻在记忆中。 同样关于古像之中的骨骼面相, 我也仔仔细细地再次记忆, 更用面相断挂之法, 分辨五行人。 我还学会了古像之中极为特殊的一篇。 此为内像篇, 譬如眼口鼻, 又对体内五脏。 五脏之衰, 五官之变。 一黄眼便过了二十余天。 这段时间内, 朱贵的话稍微多了一些, 吃饭的时候会和我交谈, 说一些他砍头时候的事情。 包括砍蒙渊之人, 他时常噩梦。 斩了凶恶之人, 又会交一些好运, 甚至会捡到金钉子。 只是他杀人太多, 没有女人敢跟他, 饶式去逛窑子, 都无人皆可。 其实, 朱贵的性子是粗犷的, 也很豪爽。 我大致也能理解了, 他作为柜子手这一行, 自然也有颇多无奈, 什么事情也要听官家的。 更多交谈中, 朱贵眼中还是渴望。 他不明言, 但我晓得, 他还是想我尽快给他严寿。 至第二十一天的下午, 我便同朱贵说了, 让他可以出地巷炉去买一些药, 作用于心肾。 我点明了, 他印堂中的裂纹戏了很多, 暴毙箱算是在地巷炉中避过了。 我让他去服药, 也是要替他改巷。 朱贵当时便喜行余色, 点头说好。 紧跟着他迫不及待地离开了地巷炉。 我则是在院内静等。 这是第三个七天, 狗绿应该要送东西来了。 我打算给世尊清理了灵堂, 再继续去看书。 同样, 我也准备让狗绿多准备一些东西给我。 平时狗绿都在下午六点左右, 有时政客就会赶到。 可今天都过了七点, 到了虚时, 院门才响了两声。 我平静地说静。 狗绿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进来, 他额头上汗水不少, 眼神也透着几分不安, 在院中四扫了一圈。 然后, 他才毕恭毕敬地喊了我一声, 再将东西放下。 我发现了狗绿神色中的欲言又止, 便没立即说事情, 而是询问道, 发生了什么, 直说无妨。 本来狗绿在地香炉就帮了很久的忙, 如今也对我言听计从, 他若是有事, 我自然不可能, 不管。 狗绿这才小心翼翼地说道, 不是我的事, 是那个猪柜的事。 我眉头一皱, 是以狗绿详细说来。 狗绿才谨慎地告诉我, 说今天白天, 有一行人进了唐镇。 狗家的眼线说, 那行人不简单, 其中又有风水先生, 也有杨蒜先生, 还有道士。 因此, 狗家只是表示善意地接触了一下, 打探到了一些消息。 那行人来到唐镇, 是为了找一个人。 他们并没有大张旗鼓, 而是比较谨慎小心, 生怕打草金蛇一般。 说着, 狗绿就摸出来了一张纸, 递给了我。 我面色微变, 这草纸上画着的不正是朱桂吗? 狗绿又不安地说道, 往来一些年头, 我也见过朱桂一两次, 不过这一次他留得最久, 我担心他是不是招惹来了什么仇家? 那行人在什么地方? 我语气不变, 问询狗绿。 镇上的客栈, 我也派遣了几个人手盯着他们。 狗绿低声回答, 我知道了, 既然那行人不简单, 你就莫要人去盯着了, 无论是杨蒜先生还是道士, 都能发现他们, 殷树先生更能让他们 悄无声息地出事。 我再一次开口, 接着我又叮嘱狗绿, 让他去一趟我二叔那里, 告诉他们, 这件事情不要插手, 不要过问, 最近也不要来递香炉。 狗绿赶紧点了点头, 我抬手示意他离开。 狗绿刚走, 老黄也悠悠地迈不进了院子, 他到了院墙角落写着。 我站在灵堂前面, 低头皱眉, 许久之后我才抬头看向灵位, 南南道, 师尊, 他放下了砍头的刀, 也并未曾撒谎, 对你也恭敬, 他杀人多, 却不饿, 只是刽子手也身不由己。 这就是你说, 保他善终的缘由吗? 天愈发暗沉了, 不知不觉间, 日落西山, 夜色笼罩了头顶的天空。 门之鸭一声被推开, 我侧头, 余光便瞧见了, 提着不少东西的珠柜。 他左手挂着的, 是一长串药包, 右手提着的, 反倒是很多看起来成色不错, 精致的木盒。 小李先生, 我去熬药, 您和我说一下和小姐的住处吧, 我将这些东西, 今晚送过去。 那脂粉铺子的东西着实不错, 和小姐定喜欢, 你们好事将近, 我还准备了一些礼。 此刻的珠柜, 神情更放松, 眉眼都带着笑意, 整张脸上也没那么凶利了。 很快, 他走到我另一旁。 我点点头, 让他将东西先放下, 去熬药, 最近几天不出地香炉了。 珠柜明显震了一下, 他神色不自然地说道, 小李先生, 您嫌弃我的东西吗? 还是您认为, 我手上沾血太多? 我不误, 若我真的饿, 蒋先生不会留我。 珠柜明显肩头在站立, 他眼眶也在泛红。 不过, 我一眼就能分辨, 他这不是凶恶的红, 而是觉得被我另眼相看。 我立即摇了摇头, 说让他不要误会, 若是我看出来他是恶徒, 我自然也不会让他住在地香炉里。 更说在之前, 我师尊也的确不会管他。 珠柜眼中露出茫然之色。 我才和他简单说了几句, 说有人来找他。 不知道来者是善是恶, 总归暂时不出地香炉。 当即, 珠柜的脸色就一阵巨变。 他本来平和下来的声音, 又带上了几分破罗的音色, 低声问我是什么人找他。 我沉宁了一下, 将狗律所说那番话讲了, 便问珠柜那些人他熟悉多少, 是什么来头。 珠柜神色又变了变, 他忽然低下来了头。 许久之后, 珠柜又抬起头来。 光当一声轻响, 他双手提着的东西 全部都落在了地上。 他竟是侧过我身旁, 走到了灵堂前头, 躬身下去要摸东西。 我眉头紧皱, 这期间珠柜 已经将他之前放下去的木盒 取了出来。 他身上冷意多了不少。 不, 不只是冷意, 还有凛然杀鸡。 小李先生, 要, 我回来了再喝, 命, 我回来了再改, 我没想把麻烦带来地相罗, 来之前, 我也不知道蒋先生有事, 总归我不会让你帮我挡灾。 若是回不来, 还烦请您收下那些东西。 珠柜嗓音中 竟是破罗声了。 他起身背起了木盒, 就要往院外走去。 我眉头没有舒展开, 反倒是郁杰的更多。 其实我也在看珠柜这时候的反应。 经历的事情多了, 我还是谨慎了不少。 要是珠柜的反应不对, 那这也是命数有变, 我不会贸然帮他。 而此时, 他的情绪很直接, 态度更直接。 更重要的, 此时他面相变了。 不只是耳青珠黑, 更是两眼之下暗残。 这两种相格加在一起, 是防六十日内灾祸。 逐五十日内, 防夙愿寻仇索命。 我眼皮也忽而狂跳起来, 心头有种说不出的激动, 右手的食指也在轻颤。 历代地相看于阴阳先生的经验告诉我, 这是, 我要违背命数, 乱了因果的预兆。 这一切发生得极快, 珠桂已经走到了我身侧, 我抬起右手, 直接就挡到了珠桂的胸前。 师尊说过, 放下你砍头的刀, 保你善终夺活。 若是你今天死在了唐阵, 那我便让师尊试了言, 我这弟子, 便犯了弥天大罪。 地相炉, 是地相看于出黑阴阳先生的居所, 柳家道士尚且要尊重, 一些外来的道士, 先生, 尚不能在这里要人。 把你的刀放回去, 只此一次, 日后, 不许再碰。 我语气平静, 面色更为平淡。 珠桂身体一颤, 他看着我, 眼神却仿佛在看另一个人。 小李先生, 珠桂胸口上下起伏, 他还要说话。 我直接将他话语打断, 如果他要告诉我那行人的来头, 本事, 那可以说。 如果他要说其他的, 还是不要再讲了。 珠桂正正看我许久, 他才将墓盒放回了灵堂之下。 他又跪在灵堂前面, 咚咚咚地冲着灵位, 磕了三个头, 再令我没想到的是, 他没起身, 就那么跪着挪动膝盖转身, 竟是跪在我的面前。 紧接着, 珠桂又是一叩头, 身体都匍匐在了地上。 珠桂, 我救你, 不是要你跪我。 我皱眉, 要将珠桂搀扶起来。 结果珠桂的气力饶食不小, 我这一搀扶, 他竟然一动不动。 珠桂也没起身, 额头紧贴在地面。 他语气低哑, 一字一句, 格外地坚决。 李先生, 珠桂今日因死, 那行人本事不浅, 为杀我取物而来。 先生仁义, 保我这条命, 这条命便是先生的。 那砍头刀, 以后不再斩人手, 只斩对先生不利, 要谋害先生之人。 珠桂这条侥幸存活之命, 当为地相掳手掳致死。 他说完这句话, 又咚咚地磕了两个响头。 再接着, 珠桂踩起了身, 他眼神深处流露的, 却是至极的恭敬。 灵堂上的香烛, 烛火似乎更为旺盛, 那白眼也缭绕得更多。 我抬头看师尊的灵位, 这也是师尊的安排吗? 他收下珠桂, 地相掳也会多一人看守。 重重吐了口啄气, 我没再说其他劝赌的事情了。 我若说了, 珠桂大抵会直接离开, 地相掳也的确需要人看守。 说说那些人的来头吧。 我做了个请的动作, 朝着唐屋走去。 到了屋内坐下之后, 珠桂才说清了那群人的由来。 原来, 珠桂展的最后一个大鳄之人, 名为曹剑, 是一个专门挖坟掘墓的团伙头目。 那人贪婪成性, 不只是挖墓盗财, 甚至锁过一些村庄, 抓了向导, 最后为了隐藏消息, 将人坑杀。 他手下带着一群匪徒, 为首有几个精通风水的先生, 还有能斗凶尸的道士。 平日里去挖坟掘墓, 打探消息的时候, 几乎都是先生和道士出马, 其余人手乔装打扮成仆丛。 我顿时就想到, 珠桂带来的那颗恶人头。 没有打断他说话, 我点头表示自己在听, 示意他接着说。 珠桂却小心翼翼地 从怀中取出来了一样东西。 那是一幅略有破损的羊皮图。 我斩首曹剑时, 他对我求饶, 扔出来了这个东西, 说足够保他的命, 让我跟他干。 他那颗头关架指定了要落, 刑场之上他再无活命可能。 他死之后, 我收了羊皮图, 也将头颅带走。 再之后, 他手下的人找上了我, 表示想要将头颅要回去, 也给重金买回去羊皮图。 关架抓人之时, 就弄清了他们的手段, 这些人心狠手辣, 我若是给了他们图, 必定会被灭口, 他们目的没达成, 才对我好好说话。 我拖延之后, 悄悄离开。 稍微停顿了一下, 珠桂才告诉我, 他没想到会被人追到唐阵, 沿途赶路他已经很是小心。 我告诉他, 光是他小心没用的, 既然那群人里面有杨蒜先生, 只要知道他一些信息, 就可以起挂, 算到他离开的方向, 这样一群人找他, 怎么也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沉宁了片刻, 我取出来了通鞘分金尺。 这段时间, 除了阴阳术的应用, 我更深刻了一些, 更在其余阴阳先生的手闸中, 确认了另一种手段。 也就是我之前打人伤骨的法子。 若是破相应的骨项, 就能破相应的命数。 只是我的阴阳术远远撑不上大城, 完全触发不了命数庇护。 针对那群人, 就必定要小心了。 我示意猪柜去熬药, 服用了之后休息, 有什么事情, 等那行人上门了, 我会应对。 猪柜对我明显幸福更多, 他将羊皮卷留在了桌上, 才起身告退。 我在堂屋里坐了一段时间, 思索之下, 我的确做不了什么前置的准备, 只能等那群人来了之后, 再做打算。 正准备去房间里休息, 结果院门位置又传来了敲门声。 我皱眉, 这时候是谁来了? 狗绿。 起身去开了院门, 让我愣了一下的是, 院门外站着的, 竟然是指人许。 指人许瘦长的身体站得笔直, 他背着方形的背搂, 那条空荡荡的胳膊, 袖子被绑在了身上。 许说, 你怎么来了? 问完, 我就差不多知道缘由了。 狗绿过来说, 有人进了唐阵, 让我们注意安全。 那行人我也发现了, 他们身上杀鸡重, 土星浓, 外表看上去是先生道士, 实际上做的定是杀人掘墓的勾当。 狗绿不愿意多说, 但我和你二叔, 还有何志都晓得, 这件事应该和你有关, 你二叔和何志不插手, 我到你身边, 能帮你一二。 指人许面色慎重而又严肃。 他又补充了一句, 说本来不想打扰我闭关, 但这种情况, 他们肯定不会让我单独应对。 我将指人许让进了地下炉内。 那柜子少呢? 指人许又问道, 很显然, 何志应该说了不少猪柜的事情。 他无碍, 不过许说, 尽量你和他都不动手, 我会打翻那行人走。 停顿了一下我又说道, 这里毕竟是地下炉。 指人许面色却没松弛太多, 说他等会儿会在地下炉外布置一些东西。 我们又在堂屋里坐了一会儿, 大志和指人许商榷了一些东西, 他便取出来了数个纸扎。 其中包括何娘子的, 还有母子血纱, 甚至还有一些我没见过的指扎。 不过他刚拿出来, 地下炉中就弥漫着一股特殊的气息和氛围, 让人觉得压迫感极强。 甚至于在院墙处休息的老黄, 他都站了起来, 牛眼不善地盯着指人许。 指人许这才立即将指扎收起来, 朝着院外过去。 我在院门处观看指人许, 他从对面的房顶, 再加上这路两旁的树梢, 都拉出来了不少的钢丝。 并且, 他将指扎多数布置在了树梢下, 以及对面的屋檐下。 尤其是和娘子的指扎, 他将其放置在了地下炉旁侧的那棵老树枝叶里。 一切布置完了都到了后半夜。 指人许才告诉我, 其实多数指扎将都会玩鹰的, 不是明灭用指扎。 鸣枪一朵, 暗箭难防。 他藏在暗处, 那些人如果来者不善, 就不要怪他不客气。 我觉得, 自打来了唐震之后, 指人许其实恢复了不少, 不谈断臂, 至少他看上去不比之前弱。 我大致觉得, 之前恐怕还有许昌霖的影响, 让他心态接近崩溃, 他才会看上去那么衰弱。 如今他心态趋于正常, 或许还想通了别的事情, 所以就恢复了那股气息。 我深吸一口气, 说让他回院子休息。 做好了准备, 我们便有备无患。 指人许禁院之后, 我还仔细打量了一遍 他布置下来那些东西。 我发现, 最开始我能瞧见钢丝所在, 不过现在, 他们完全隐匿在了夜色中, 压根发现不了丝毫痕迹。 关门禁院, 指人许已经在堂屋里了。 我过去之后, 正说要带他去客房休息, 却发现指人许手中 拿着珠桂留下来的羊皮纸。 阴阳, 这东西, 你从哪儿得来的? 指人许瞳孔紧缩, 语气格外凝重。 我如是说了其来处, 也说明了那行人来找珠桂, 就是想要这件东西。 同样我还说了, 他们的习惯就是杀人灭口, 珠桂才没有交出。 指人许微眯着眼睛, 沉声道, 他们杀人害命, 掘坟盗墓, 这些东西也不是属于他们的, 而是偷抢而来, 再加上要杀人灭口, 自然不能给。 此外, 这种羊皮纸, 许书见过相似的一张。 文言, 我更是心惊。 我问指人许他在哪儿见过, 指人许神色颇为复杂, 才说道, 当年我师父得了这样一张羊皮纸, 说是这纸中地图所指, 藏着一具羽化的尸体, 他集结了不少人手前去寻诗, 却从此之后了无音训。 这两张羊皮纸, 应该不是同一物, 我看这张年份不长, 应该是踏硬的。 我瞳孔更是紧缩。 不只是指人许这番话, 还有他所说的羽化诗。 尸体之中, 有破诗, 活诗, 画煞诗。 而破诗闹碎, 活诗死不厌弃, 画煞诗更是浑身怨气。 可还有一种诗, 极为罕见, 其诗名羽化。 如同我之前点学的三阳之水, 那地方可能寓语出羽化诗。 历代王侯将相, 死后都求羽化登仙。 羽化诗太过罕见, 罕见到我看了六本地像 刊于历代阴阳先生的游记手杂, 也只是或多或少有一些信息, 未曾有一人真的见过羽化诗。 羽化诗同其余凶师最大的区别便是, 诗生百语, 其心最善。 他生机源源不断, 气息不曾断绝, 而且毫无怨念, 完全是生机支撑。 因此, 我对此也产生了浓郁的好奇心理。 极致的风水地, 郁郁出来的羽化诗, 到底是什么模样? 营养, 许叔没有求过你事情, 等你要离开地像炉之时, 若是不碍事, 陪许叔走一趟吧。 指人徐吐了口酌气, 目光落至我身上。 我点点头, 道, 好。 指人徐的眼中, 顿时露出喜悦和宽慰。 我给他安排了客房, 指人徐桓去了灵堂前面祭拜, 大致说了几句让蒋先生莫怪的话。 指人徐对我师尊也是 打心眼里的敬佩和尊重。 他去休息之后, 我也回到了房间, 上床休息。 四日半晌午我才醒来, 院内指人徐没出来, 朱桂则是在清扫院子。 至于老黄, 他像是知道什么事情一样, 今天没离开地像炉。 我取了一本手杂, 坐在堂屋内研读, 同时我也读宅金和古像, 加深自己的阴阳术。 一天的时间, 黄夜而过。 临天黑之时, 朱桂去厨房弄出来的吃食, 我们三人坐在屋内吃东西。 此时, 院门咚咚咚轻响了几声。 朱桂起身, 我给了他一个眼神示意, 他又傅而坐下。 我走至院门前, 打开了一个不大的门房。 只是我刚好站在门口, 外面的人不会看到里面多少东西。 站在院门前头的是镇长唐松, 在唐松后边则是有三个人。 围首的那人, 穿着一身蓝黑色的袍子, 头戴着一顶方帽, 腰间挂着浮沉, 铜镜。 旁边两人则是一胖一瘦, 分别都穿着糖装。 瘦的那个腰间有罗盘, 胖的那个则是挂着龟甲之类的物识。 我面色平静, 没露出神态变化。 唐松恭敬地抱了抱拳, 说道, 小李先生, 这三位客人想求见你, 请你补挂。 显然唐松不知道这些人的目的。 我却一眼就看出来, 他们必定是找朱桂来的。 不过他们未必晓得, 朱桂就在地香炉。 因为朱桂从未在外人面前在地香炉露面。 大致可能是他们找不到朱桂的人, 想要来让我帮忙。 我思绪间, 那个身材旁瘦的杨蒜先生面带笑容地拱手道, 阴阳界皆知晓, 地香先生住在地香炉, 到了这里才晓得原来地香炉在唐镇。 更没想到如今的地香先生竟是如此年轻, 晚辈何东明想请先生帮忙补一挂, 帮我们寻一人。 何东明深深居了一躬, 愈发的恭敬谦卑。 他身后那道士和另外的英树先生也躬身行礼。 我神色不变, 唐松反倒是面露欣喜之色。 显然, 唐松是觉得这些人对地香炉恭敬, 对我恭敬, 他也有连带的面子。 近日我不打算起挂, 我与三位也无缘, 还请回吧。 我平静开口。 显然, 何东明身体一僵, 他身后的英树先生和道士也是愣了一下。 李先生, 完辈是带着诚意来的。 何东明立即对身后两人打了一个眼神, 那英树先生顿时摸出来一个小小的布囊, 他将其打开之后, 里头竟然是一落厚厚的银票。 他恭敬上前, 双手将布囊递给我。 何东明才认认真真地说道, 我们来寻那人, 杀了不少人, 手中沾满鲜血, 他更是杀了我们一个好友, 夺走了他一件物品。 他若是留在唐镇, 必定害人不浅。 晚辈也起了挂, 可在唐镇之中, 挂总成乱象, 是因为此地是您的地界, 我算不出来。 李先生若是能帮我们算到他在何处, 我们会自己处理这件事情, 不会让他给唐镇带来麻烦。 我也晓得, 想要请低相先生办事, 需要准备够酬金, 这里是一万大千的银票, 请李先生笑纳。 何东明说完, 那英树先生更为躬身了几分, 他视线朝着院内瞟去。 不过我站着的位置, 足够挡住他们的视野。 眉头微皱, 我眼中露出不喜之色。 那英树先生赶紧低下头。 我微眯着眼睛, 又深深地看了何东明一眼, 才说道, 我与你们无缘, 唐镇不欢迎你们这些 深染血腥和土腥气的人, 尽快离开。 我说完这些, 一旁的唐松脸色微变, 他在看何东明几人的眼神, 分外警惕。 何东明额头冒汗, 不自然道, 李先生, 误会, 我们怎么可能? 唐镇长, 送客吧。 雨霸, 我直接关上了院门, 隔着门, 唐松的声音略小。 三位, 小李先生已经说了, 那便请你们离开吧, 若是不好走, 我请冥冰队护送你们出去。 我驻足片刻, 一直听到脚步声开始离去, 我才走向唐屋。 指人许微眯着眼睛, 诸贵眼中却透着阴霾。 我的确杀人不少, 但他们这样倒打一耙, 令人厌恶。 诸贵语气很不好听, 来者不善, 不过他们在唐镇中无法补挂, 这倒是我没想到的。 我开口说道, 指人许点点头, 道, 地象炉的威名, 船得颇远。 三个, 他们不止三个。 指人许左手敲击着桌面, 低声道, 听你们交谈, 他们应该是完全不晓得, 朱贵在这里。 若是一段时间找不到, 他们应该会走。 指人许面带询问地看我, 不会那么容易离开, 或许会和柳道长一样, 地毯式地在唐镇之中找。 我沉宁片刻, 又说道, 现在对我恭敬, 但未必一直恭敬。 我看向朱贵, 又沉声说道, 今夜谨慎一些, 朱贵, 若无必要, 你就一直留在房间内, 不要再出来了。 朱贵立即点了点头, 不知不觉间, 天已经黑了。 朱贵回了房间, 我收拾了桌上的东西, 指人许也在帮忙。 在之后, 我并没有去房间休息, 而是在唐屋内静坐。 至于指人许, 他则是去了院门前的阴暗处, 隐秘在了黑暗之中。 蜡烛的火苗在微微晃动, 屋内光线并没有那么稳定。 我此时读着的, 又是另一本新的手札。 在这手札的中间篇章, 我却看见了一则记载, 竟是关乎于羽化师。 这是第十三任地相看玉的先生所写, 说其命甚短, 恐活不过五十之术, 钻研方十之术法, 得知羽化善师之单, 可以调整命数, 增加阳寿, 驱散阴气。 他便穷尽办法, 想要寻觅羽化善师, 只不过, 他得到的消息虽多, 却没能真的找到。 看到这记载, 我心头都在狂跳不止。 猴姐滚动了一下, 我抬手摸了摸自己脖梗后方, 后脑勺下方的巨凹骨。 我巨凹骨有缺, 实则也是短命像, 同样我身上阴气过重。 那我是否也能用这羽化善师的单, 用另一种方式, 改编命数, 甚至还能拔除阴气? 羽化善师难寻, 可那张羊皮纸, 却恰好到了我面前。 命数如此, 正当我内心悸动的时候, 忽然间, 我觉得眼皮一阵发跳。 微眯着眼睛, 我抬头看向了前方。 院门处又传来了轻微的敲门声。 迈不过去, 我打开了屋门。 出现在门前的, 依旧是白天的杨蒜先生何东明, 英树先生以及那道士。 在他们身后, 却还跟着不少人。 这些人看似穿着寻常的布衣, 可身上透着的气息却让人极不舒服。 尤其是他们看我的眼神, 相当一部分透着阴亡。 何东明抱了抱拳, 他又笑了笑, 道, 李先生, 东明还是以晚辈自称, 希望小李先生帮我们补一挂。 那人的确危害性极大, 他杀人害命, 从来不眨眼。 地相先生从来都是悲天悯人, 上一任蒋依红老先生更是如此, 李先生何必又故意刁难我们? 很显然, 这一次何东明的语气 没白天那么客气, 甚至透着一丝压迫的话术。 我眉眉着眼睛, 扫过他的面相, 又扫过他身旁两人。 从他们的面相上看, 倒暂时没什么大问题。 何东明本身是杨蒜先生, 他们这一行人要是有麻烦, 估计他也能有所察觉。 正当我要开口说话的时候, 那瘦高的道士忽然说了句, 如果李先生着实不想帮忙算卦, 那想来, 您或许见过这个人, 今天我们打探消息, 发现了他进了这条街。 雨霸, 瘦高倒是取出来了一张草纸, 其上赫然是朱柜的画像。 我心头微惊, 不过面色却不变, 恐怕还是今天我让朱柜去买药, 以至于让他被证明看到。 此时, 那英树先生也开了口, 他因侧侧道, 如果李先生认识, 却不愿意说, 恐怕你要同那人同流合污。 我听闻地向卢刚传承于你手中, 蒋先生找了这样一个弟子, 怕也死不瞑目, 我们只好替蒋先生清理门户。 他话音落罢, 那倒是往前一步, 抬手就要抓向我肩膀。 我面色一沉, 肩头后闪躲避, 从腰侧抽出, 通翘分矜持。 小臂朝着那道士手腕一挥。 我速度快, 这手法也是模仿郭天玉, 也看过手闸里一些手段。 一下, 我就击中了那道士手腕的关节处。 通翘分矜持很重, 那道士闷哼一声, 脸色巨变, 右手已然脱了臼。 地向卢不是你们该漆上门头之地, 我未曾揭穿你们的身份, 已然是留了颜面。 我冷生呵斥。 那何东明脸色又是一变, 他神色阴冷下来, 算, 能算出来我们的身份。 这么年轻的地向先生, 哪有那么大的本事, 看来, 朱桂的确在这里。 你才拜奖先生几年, 又有什么本事对我遗旨气势? 东少! 何东明立即抬手, 他身后那些人陡然往前, 就要朝着我冲来。 可就在这时, 忽然速速两声轻响。 对面屋檐之下, 坠落出来两个纸扎人。 黑漆漆的人皮, 赫然是黑煞所作黑影纸扎。 他们速度极快, 落下屋檐之后, 直接飘向那些人的后背。 我瞳孔紧缩, 黑影不止一个, 落下两个之后, 后方又落下来两个。 顷刻间, 纸扎入人群之后, 最前头那个, 速的一声缠绕在一个人身上。 那人猛地便扬起拳头, 狠狠地朝着另外一个人身上砸去。 那被纸扎缠着的人, 明显眼中也有恐惧之色, 分明不是他想要动手。 砰的一拳, 他拳头就稳稳当当地 砸中了另一人的鼻梁, 那人惨叫一声, 朝着地上瘫软倒下。 人群中顿时传来惊叫声, 见鬼, 人皮纸扎。 何先生, 这里有纸扎将。 场间骤然慌乱起来, 随着十余个黑影入场, 几乎每个黑影纸扎都针对了一个人。 那些人纵然有些伸手, 却完全不是黑影的对手。 我虽说没瞧见指人许在什么地方, 可心头也是大定。 这些人虽然传闻很厉害, 但他们始终针对的是普通人, 对于我们来说, 他们必定没有那么凶。 河东明面色骇然, 额头上也是汗水直冒。 那手腕脱臼的道士, 另一手赫然抬起, 他抽起腰间扶尘, 当头朝着我挥来。 扶尘抽三道, 道士来调王。 他这咒法, 全无柳家道士的浩然正气, 反倒是一股不正不邪的怪异感。 另一个英树先生, 则是迅速和河东明后退。 他们两人手中皆取出符纸, 罗盘, 冲入人群之中。 那群人也立即反应过来, 所有人围成了一圈, 没让黑影纸扎侵入其中。 纸扎迅速形成了一个包围圈, 像是一个个凶恶的厉鬼, 环绕盯着他们。 我没有丝毫走神, 手中的通窍分矜持, 直接抽象了那道士的眉心。 同时, 另一只手拔出捕刀, 直接挡向浮沉。 见过了柳化道, 柳化烟, 甚至是柳天牛的身手, 这倒是丝毫没有给我压迫感。 纵然他身手不错, 却也完全没给我要退避的压力。 好歹我也学了二十多年捞世人的手段, 就将他荡成水中的化煞师来对付, 也不是不可。 转瞬间, 浮沉就直接抽在了捕刀上。 沉思寸寸锻炼, 崩散一跌。 通窍分矜持, 也要砸中道士的眉间。 他面露金色, 却陡然抬腿, 一脚朝着我胸口踏来。 我的反应始终慢了一丝。 他碰的一脚踹中了我的胸口。 一股距离让我胸口一阵发闷, 扑得便吐出一口鲜血, 整个人被踹进了院内。 下一瞬, 那倒是猛地踏步往前, 直接进了院内。 他已然扔下断裂的浮沉, 完好无损那只手, 握住了脱臼的一只, 狠狠的一对, 竟是硬生生地接上。 他面向此时, 变得凶狠无比。 快速地从腰间抽出来了六把桃木剑, 分别三把夹在指缝之中。 这桃木剑上有斑驳的血痕, 给人一种强烈的心机感。 而那道士的双目圆征, 此时他眼珠上血丝蹦出, 显得格外森然。 我骤然翻身而起, 握紧补刀和通翘分矜持。 那倒是双手交叉于胸前, 他微眉着眼睛, 眼神格外阴厉。 开赛鬼路, 涌断诸胸祸厄。 神剑射之方灭, 亡两幽魂。 咒法飞速, 他双臂狠狠往外一甩。 那六把带血的桃木剑, 朝着我猛然飞射而来。 这速度, 这凌厉的手段, 更让我心头大惊。 我现在已经晓得了, 我刚才轻视他们的心态, 完全不对。 一个能为了钱财某人性命的道士, 他们还能追杀朱桂到此处, 绝对不弱。 至少何志和我, 可能不是朱桂的对手, 但这些人有逼迫朱桂的手段。 顷刻间, 桃木剑逼至我面门之前。 我用通翘分矜持打飞两个, 捕刀斩中一柄直击我要害的桃木剑。 右小腿却传来一阵剧痛, 左臂也是一阵钻心的疼痛。 剩下的三柄桃木剑, 扎进了我身上。 我粗重的喘息, 伤患处还有阵阵揪心的麻痒感, 混杂着疼痛, 让我额头上汗水直冒。 那倒是冷笑一声, 一个年纪轻轻的阴阳先生, 好运得了蒋先生传承一波, 你不夹着尾巴, 等着你手段高深到无人敢动你的时候再出来, 还要在我们面前逞威风。 像是你这种自以为是的人, 我们杀了可不止一个。 倒是踏步往前。 也就在这时, 一声低吼的牛猫声传来, 踢踏声更是伴随着厚重的颤动。 一道黄色的牛影从院墙下阴暗角落冲出, 轰然一下, 就斜着撞上了那道士。 那道士一声惨叫, 就像是破麻袋一样撞飞了出去。 也就在那一瞬间, 一道青黑色的影子悄无声息出现在院门之外。 这赫然是和娘子的指扎。 和娘子的指扎双臂忽而张开, 那道士直接撞进了他的怀中。 下一瞬, 和娘子指扎的双臂 直接缠住了道士的脖梗。 飞速勒紧之下, 道士满脸占红。 他嘴角还在一血, 分明是老黄刚才撞击之下, 给他造成了内伤。 仅仅几秒钟的时间, 道士的脸又变得苍白无血。 他本来还在挣扎, 现在四肢却软踏踏地垂了下来。 他脑袋也垂下, 嘴唇变得乌紫色, 分明是中了和娘子的尸毒, 已经昏死过去了。 老黄踢踏了一下牛体子, 又甩了甩尾巴, 抽打在后背上。 他摸了一声, 回头走向院强阴暗处。 我喘息了两声, 强忍着胳膊和小腿的疼痛往外走去。 那桃木剑扎在肉里, 我动一下, 就是更钻心的疼痛, 可我也不敢现在拔下来, 那样会迅速失血。 请客间, 我就走到了院门外。 此时, 战局呈现一边倒的趋势。 黑影指扎已经打散了那群人, 不过却没伤到何东明, 以及那英树先生。 何东明手中握着的, 居然是一块虎头八卦镜。 那英树先生则是持着一截淡白色的鞭子。 黑影靠近他们, 莫不是被虎头八卦镜击中, 一处直接溃烂, 就是被鞭子抽得洞穿。 也就在这时, 那群人之中, 不知道是谁低吼了一声, 头顶有蹊跷。 立即就有人挥刀往上一斩。 虽说他们没斩断钢丝, 却让黑影指扎骤然乱了不少。 何东明低吼一声, 撤! 何娘子的指扎飞速朝着何东明和那英树先生逼近。 英树先生更是一鞭子抽僵了下来, 直接抽中了何娘子的头顶。 痴痴地声响, 饶食着青狮指扎都受了损伤, 出现了一道灼烧的痕迹。 不过, 它并不像是黑影那样直接被抽断。 我眼皮狂跳不止, 盯着何东明手中的虎头八卦镜, 我已经明白, 这种镜子就如同罗盘一样, 不会只有一个。 他们屡次挖坟掘墓, 手中自然搜集了不少好物件。 转瞬间, 其余人就在何东明和英树先生的掩护下, 从黑影之中逃开。 那两人有虎头八卦镜和那白鞭, 和娘子的指扎也飘在半空中, 钢丝若隐若现, 他没再上前。 我清楚, 只认许钢丝布置的范围不够大, 他也在暗处, 所以攻不到那么远了。 何东明逃出一段距离后, 才阴厕厕地说道, 好一个李先生, 这一查, 我们记住了。 可你也不过如此, 此仇不报, 我何东明便无脸再混阴阳剑。 语罢, 他们直接后撤, 飞速地消失在夜路尽头。 可我却隐隐觉得, 还有一种真刺一般的感觉, 似乎从暗处传来, 像是有人在盯着我。 而何娘子的指扎, 也缓缓地退到了我的身前。 就像是指认许也发现了什么, 用何娘子在保护我一般。 我眼皮狂跳不止, 小臂和小腿的疼痛, 让我额头上不停地冒汗。 这被盯着的感觉足足持续了一刻钟, 才总算消失不见。 阴阳, 你回来。 指认许的话音, 忽而从院内传出。 我才往院内退去。 嗖嗖的声响中, 那些指扎都进了屋檐阴影下, 或是到了我看不见的地方。 指认许从院墙一侧的阴影中出来, 刚才他竟是在地向炉中操控指扎。 他将地上昏迷不醒的那倒是拽了起来, 拉进了地向炉内, 最后才将院门关闭。 右侧屋檐下, 朱桂额头轻筋鼓起, 眼中警惕至极地看着院门的位置。 很显然, 大概是因为那暗中忽然注视我的目光, 才会让朱桂这种反应。 前一刻我太紧绷, 此时才想清楚。 那人应该也是何东明那一行的。 只不过他藏在暗处, 是在伺机出手吗? 他最后并没有出手, 应该是没找到机会, 何东明等人才会直接逃窜。 指认许先开了口, 陈生道, 我没露面, 是因为暗中还有一人, 那人的身手很强, 是什么来头, 不好对付。 雨霸, 指认许就看向了朱桂。 朱桂沉默片刻, 才说道, 那是个打羹的, 他没出手, 一来是因为没到时辰, 二来他在忌惮。 他忌惮的不是我, 因为我打不过他。 朱桂摇了摇头, 指认许脸色陡然一变。 我瞳孔也顿时紧缩, 沉生道, 四流帮的羹夫。 我并没有认为, 这个羹夫会是老羹夫, 四流帮人多是重, 九河县有老羹夫, 其余地方自然会有别的羹夫。 羹夫的手段极为难缠, 他是在忌惮指认许。 朱桂点点头道, 的确是四流帮的羹夫, 此人在我所住之地, 名头不小, 他叫攀玉, 手下弟子也是众多, 我最开始没想到, 他也在那群人里, 晓得他之后, 我就直接逃了, 不然其余人, 不至于将我逼到这个程度。 我其实不确定他会跟上来, 也没想到他真的跟上来了。 很显然, 朱桂眼中很忌惮, 我心头却更惊疑, 视线在落至指认许身上。 虽然我不晓得, 指认许和朱桂谁强谁弱, 但感觉朱桂不敢正面迎敌之人, 恐怕许叔也不可能是对手。 当初的老羹夫, 也能压着指认许和何鬼婆两人一头。 那他在忌惮什么? 以至于没有出手。 小臂和小腿的疼痛, 已经逐渐麻木。 我呼吸也更粗重了一些, 额头上的汗水顺着额角滑落。 朱桂匆匆走下台阶, 又低声道, 李先生, 我也会处理一些皮外伤。 先帮你处理好伤口, 我再和你说那人的本事。 指认许点点头, 让我先疗伤, 他也要将这道士捆起来, 看看能问出来些什么。 我嗚了一声, 便让朱桂搀扶我, 先进了房间。 他给我处理伤势的时候, 显然没有合制那么细心, 不过朱桂应该了解人身上的穴位, 清点了我伤处附近几下, 流血的速度都减缓了很多, 再接着拔出来桃木剑, 又取了药粉给我包扎。 约莫过了一个多时辰, 所有伤处处理完, 我浑身都被汗水浸透, 那种疼痛几乎要让我虚脱了。 鞋靠在床上, 我着实没有意志力再撑下去, 昏昏沉沉地睡下。 在等我清醒过来的时候, 屋内已经有了阳光。 我喘息了两声, 坐了起来, 鞋靠在了墙头。 也就在这时, 房门被轻轻推开, 朱桂侧身走了进来。 李先生, 朱桂到了床边, 眼中明显松了口气。 我没大碍。 我定了定神, 开口说话的同时, 也翻身下床。 朱桂来搀扶我, 我表示不用。 小腿略有一瘸一拐地走出屋门, 进了堂屋。 朱桂跟着我进来之后, 院子西侧的房间门被打开, 只能许也走了出来。 我们三人围着木桌坐下, 只能许先开了口。 那倒是嘴巴硬了一页, 不过也说得差不多了, 他们一行人, 一阳蒜, 一阴树, 一道是, 还有个打羹的, 其余手下都是亡命图, 打羹的的确最凶, 他们是想要那张羊皮图。 我点点头, 只能许问出来的事情, 基本上和朱桂说的没有差别。 稍微停顿片刻, 只能许才继续说道, 打羹的麻烦最大, 此外, 那杨蒜和英树先生也颇有麻烦, 和娘子的纸扎被损伤了。 杨蒜先生手里, 有和你当初一样的八卦虎头镜, 那英树先生手中的鞭子, 也是他们从一处大幕中得来, 很克制我。 如今他们的目的, 就是不惜一切代价, 拿回来羊皮纸。 只能许说完, 手指轻轻地敲击桌面。 只能许问出来的信息俨然不少, 可对于对付他们, 作用却不大。 主要是那庚夫潘玉的存在, 威胁性太大。 那庚夫潘玉, 既但院子里某样东西, 不敢直接动手, 不过他们应该是在试探, 所以让何东明动了手。 不晓得他们试探到了什么, 主柜说着他目光也很疑惑地 扫视院内四周。 我同样不解, 不过很快, 我的目光就落在了院墙角落的老黄身上。 老黄此时悠闲地甩动着尾巴, 有一搭没一搭地打着后背。 我心头顿时豁然开朗, 一字一句地沉声道, 他忌惮柳天牛, 柳道长。 柳道长行走阴阳界多年, 当初我见那一纸先生的时候, 他都知道柳家大长老。 柳道长出行, 必定骑着老黄, 他怕柳道长在这里。 说完之后, 我便更为肯定。 那群人已经对我师尊出言不逊, 虽然师尊名阳阴阳界, 但毕竟他已经鲜逝。 这件事我不会这么容易算了, 他们必定要给个交代和道歉。 我闭了闭眼, 重重地吐了口啄气, 在睁眼时, 我眼神锐利了不少。 指认许面色同样慎重, 他点点头道, 应该是没错了, 只不过柳道长不在此处。 明显, 柳桂他不晓得柳天牛, 只是眼中略有茫然。 我沉默半赏道, 忌惮不会太久, 他发现之后, 还会动手。 许说, 正面动手, 我们没把握的。 我微眯着眼睛, 低头想着对策。 珠桂眼中都是懊恼自责。 李先生, 这的确是我带来的祸事, 珠桂呼吸粗重。 他又道, 你能将那柳道长通知来这里吗? 现如今, 即便是我离开, 他们恐怕也不会轻易从唐阵走了, 他们将你得罪到这种地步, 肯定会和你拼了, 否则假以时日, 阴阳界也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处。 我自然明白珠桂的意思。 不过, 我还是摇了摇头, 说柳天牛不在附近, 虽说他给了我柳家召集令, 但我用了, 也没法召集到厉害的柳家道士。 话音未顿, 我大致也想到了一个对策。 我得用一些人, 还要去一个地方。 我目光看过指人许和珠桂, 沉生说道, 指人许神色一宁, 让我仔细说说。 我停顿片刻道, 玄河上有极多的江星舟, 我选定一个, 他们有阳蒜, 有风水, 再加上那个耕夫, 正面动手起来, 我们太吃亏。 江星舟多数是风水地, 我和他们斗风水。 指人许眼前顿时一亮, 他点点头道, 这的确是个好办法, 那两个先生的本事, 不可能强过你。 也就在这时, 朱桂却忽然问道, 李先生, 你提到狗家了, 我其实也想问, 狗家终于蒋先生, 可好像你如今对狗家疏远了。 若是让狗家捞世人倾巢而动, 或许能对付那攀育。 我告诉朱桂, 很多是三言两语说不明白, 这一次我要用狗家, 也会给与狗家相应的东西。 要是单纯让狗家的捞世人出来拼命, 那我要给狗家的东西就太多。 朱桂这才露出思索之色, 不再多言。 指人许抬头看了看天, 他说道, 这群人夜行, 白天也不敢光明正大的动手, 我去狗家一趟。 我摇摇头, 我们要一起去, 光明正大的出阵, 还要带上那个道士。 指人许面色一惊, 不过很快就露出若有所思之色, 点了点头。 他立即去房间, 将那道士拽了出来。 道士双手被反着捆了绳子, 甚至双肩下方的琵琶鼓 也被指人许洞穿, 腰头还绑着绳索。 他整个人都极为狼狈, 身上鲜血不少, 还有很多伤势。 显然, 指人许为了撬开他的嘴巴, 没有少用手段。 他看我们的眼神, 也都是色力内人。 朱桂和我行了一礼, 瞅了一眼灵堂喂着, 问我那他能不能将刀取出来。 我沉溺后说道, 可以, 能伤人, 不能杀人, 将他们拿下之后, 都到时候交给官家处置。 我晓得, 普通人不会是朱桂的对手, 他要忌惮的只有耕夫攀育。 只不过, 纵然那些人有取死之道, 但杀多了也要造灭。 况且, 朱桂现在要严兽续命, 更不能再沾染血腥。 朱桂立即点点头, 他舔了舔嘴角, 立即走到了灵堂下面。 将木盒抽出来之后, 朱桂毫不犹豫地将其打开。 阳光之下, 一把足足有多半人高的砍刀, 出现在我视线中。 这砍头刀极为宽厚, 刀锋锐利无比, 刀背更是厚重。 阳光映射下, 虽说散发着的是淡淡白芒, 其中却好像泛着血光。 朱桂直接将砍头刀背在了背上, 他整个人都显得力气中了数倍。 只允许看朱桂的眼神, 顿时变得慎重不少。 至于那道士, 他额头上汗水直冒, 沙哑说道, 你们的话我都听到了, 攀爷会一锤一个, 敲碎你们的头。 你狠丢道士的脸, 若是柳道长在此, 会直接废了你。 我看向那道士, 平静地说道, 况且, 你现在是阶下囚, 我要怎么对你, 你还不知晓。 那道士的脸色, 瞬间就变得惊异不定起来。 你想对我做什么? 你是地上堪余的阴阳先生, 还能杀了我不成? 我奉劝你们, 如果你们识相一些, 将东西交出来, 我们不一定会杀了你们。 否则的话, 你们没有一个活得下去。 他从静怡不定, 也成了瑟利内人。 他又继续道, 你要是死了, 这地上炉就在眉线上了。 我冷冷瞥了他一眼, 静止走向了老黄身边。 我拍了拍老黄的脖梗, 弓身在他耳边说了, 帮我一次忙。 老黄摸了一声, 便从地上站了起来。 他踢踏踢踏踏了两下牛蹄, 顿时那道士又面露惊怕之色。 显然, 昨天老黄那一撞, 让他阴影不小。 我接着朝着那道士走去, 他亮腔地想要往别处跑。 不过只认许还拽着绳子, 他根本走不开, 他闪躲得也很裂浅。 很快我就到了他近前, 抬手直接抓住了他的下巴。 我用力不小, 也捏在了他的骨缝上。 那道士顿时闷哼一声, 脸上露出痛苦挣扎之色, 口中也传出惨叫。 我狠狠往下一挫, 他的下巴就被我捏脱了叫。 他惨叫之余, 也朝着地上蜷缩倒下, 分明是忍不住疼痛。 我取出来了一截青麻绳, 将他身上又缠绕了一圈, 接着将另一截绑在了老黄的身上。 再接着, 我示意只认许和朱贵跟上我, 我们就这样, 去狗家。 只认许微眯着眼睛, 他直接往院外走去。 朱贵临出院子之前, 还走到了那道士跟前, 踢了他腹部一脚。 朱贵下脚不轻, 那道士只剩下呜呜的惨叫。 我拍了拍老黄脖子, 走出院子。 老黄慢慢吞吞地将那道士拽出来了地下炉。 他更为狼狈, 身上血迹斑驳, 嘴巴也不停地流出来口水, 硬生生被老黄拉着拖行。 只认许在老黄左侧, 朱贵则是在老黄右侧。 我们这一行人走出地下炉这条街之后, 街道上的那些镇鸣都被吓得不轻。 他们轻聚地看我, 眼中都是愕然不解。 我面色不变, 四扫街道, 沉声道, 大家无须惊慌, 唐镇来了一行不速之客, 以挖坟掘墓, 骇人为营上。 李银阳坐镇地下炉, 自不会让这些萧小之辈胡来, 此人昨夜率领凶徒, 妄图会将其带出唐镇解决。 去几个人通知唐松镇长, 民兵队持枪四处巡逻, 镇长晓得哪些是恶人, 另外, 在派遣一行人守住地下炉。 我花音落下的瞬间, 那些镇鸣顿时有人应和, 说马上去办。 其余的镇鸣也都是簇拥叫好之声, 甚至他们都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完全是对地下炉的信任。 只不过, 除了镇鸣的目光外, 我分明还感觉到了一些火辣辣的目光, 几乎要将我包皮拆骨一般。 目光四扫人群, 虽然我第一眼没分辨出来哪些人有问题, 但必定有昨夜的人混迹于普通镇鸣之中。 有一部分镇鸣去通知唐松, 另一部分人则跟着看热闹。 我骑着老黄朝着出镇的方向走去, 那道士的惨叫早已经变成哀嚎。 我并没有觉得心中不适, 这些人伤人害命, 我以这种方式羞辱折磨他, 也是为了让他们那行人愤怒。 气氛之下, 他们自然会暗中跟随我, 我更表明了意图, 要在外和他们斗。 又让朱桂和纸人许露面跟着, 他们肯定会轻敌大意。 等到镇口时, 我看见了几个狗家装束的人, 正在张望我们这边。 有人在远处眺望, 有人则是飞速离开镇口。 我还是保持正常速度, 朝着狗家的方向过去。 唐镇距离狗家其实不远, 不多时, 我们就来到了玄河那条岔河道, 又到了狗家的大门前。 此时, 狗家大门完全打开。 不少捞尸人, 狗家的仆人都簇拥站在大门处。 家主狗前在门前踱步, 一旁则是站着的人, 我格外眼熟。 不正是当初在狗家挑拨离间, 言辞羞辱我, 也冤枉狗玄的狗父吗? 稍微靠下一些的台阶上, 才站着狗绿。 我到了大门前头停下, 狗前驻足抬头, 他神色很尴尬, 既想要过来, 但又有几分僵直。 那狗父的脸色则是阴晴不定, 甚至低下头不太敢看我。 当初那一件事后, 狗家就同地向卢无援。 换句话说, 狗家还想要被递向卢庇护, 可已经失去了机会。 狗前的格局不够大, 我师尊先是, 他也未曾登门祭拜行礼。 狗绿立即上了台阶, 却和狗前低声说了几句话, 狗前才走下台阶, 到了我们进前。 我从老黄身上下来之后, 平静地对狗前汗手示意。 狗前身体僵硬片刻, 对我躬身行了一礼。 狗,狗前, 见过李先生。 虽说上一次从狗家离开, 闹得不欢而散, 但如今我已经是地向卢主人, 狗前的态度自然就谦卑下来。 狗绿同样给我含了一礼, 又瞧了一眼老黄后边的道士, 他在看指人许和猪贵, 眼中明显又有忌惮和小心。 李先生, 您需要狗家出手吗? 先开口的是狗绿, 他明显化解了狗前的尴尬, 同样也让我方便说话了许多。 狗前勉强笑了笑, 道, 李先生若要狗家办事, 狗家人手随意调派, 还请李先生不计前嫌。 我的确要狗家出手一次, 相应的, 我会帮狗家一件事情。 我平静开口。 狗前面色一僵, 还想说话。 狗绿拉了拉他袖子, 狗师抱拳说但凭李先生吩咐。 其实, 如果狗前要和我讨价还价, 我肯定就不会用它。 狗家能尽快给我的, 除了船只就是地图, 以及对悬河的熟悉。 我并不会让狗家出人, 帮我们逗那些人。 有船只地图, 以及熟悉水路的人, 我会方便很多。 没有的话, 我也可以找镇上出船, 然后自行去下方悬河水域找江星洲, 最多耽误一些时间。 现如今, 狗前这态度倒是让我满意, 我也没有记恒当初事情的心态。 思绪落定, 我说道, 我要这一段水域的地图, 并且等会儿要前往江星洲。 你们派遣一队人, 去守着地巷炉。 两句话说清了要求, 我又告诉狗前, 狗家需要算卦, 或者是点窄点木, 我会出手一次, 让他想好了找我。 狗前的眼神明显有几分复杂唏嘘, 他恭敬和我抱拳, 说了多谢。 紧接着, 他做了个请的动作, 示意我们进堂屋说。 指人许去解开了老黄身上的绳子, 让狗绿将这道是捆起来, 等会儿带到船上去。 狗绿马上就命令了人手去办, 又招呼了人, 分出来一股队伍, 朝着唐阵方向赶去。 我们三人同狗前进了堂屋, 至于那狗父则是躲到了另一侧的屋檐下, 他没敢靠近我们, 只是远远望着。 我自是没在意此人, 更不会拉低了格局身段, 去和他再一般见识。 进堂屋时, 狗前就下令让人去抬地图。 他做了个请的动作, 让我做得太失忆。 很快, 地图便被取来, 这并不是普通的图纸, 而是沙盘形式的立体地图。 几乎是将唐阵之外流域的悬河 完全缩小复刻其中。 水面以白色鹅卵石取代, 沙石则是岸边, 中间的江星洲则是岩石消成的甲山。 狗前在我旁侧低声道, 李先生, 我们所在的位置是九区悬河第一区, 此地江星洲众多, 你要选风水地。 我顿了顿, 也没有藏着掖着, 直说了我要选个风水局, 对付那群唐阵的外来人。 狗前身体明显僵了僵, 他深吸了一口气道, 那行人是为了李先生身边的人来的吧, 柜子守珠桂, 每两年会来找一次蒋先生。 一旁的珠桂面无表情, 神色很平淡。 我恩了一声, 却不再多说别的。 狗前也没有再说别的, 很显然, 他能提供一些帮助不假, 真的要让他出人手拼命, 他不会那么轻易给。 我低头端向这沙盘地图, 寻找其上的风水局。 我还没找到合适斗风水的江星洲, 却发现了另一个地方。 沙盘之上, 那地方有一座极为宽厚的山体, 两侧像是环抱的手臂一样延展开来。 手臂环抱之中, 是一个圆形的水潭, 而水潭的出水口不大, 外接着悬河进入江星洲流域的一条支流水路。 我瞳孔索了一下, 微眯着眼睛, 喃喃道, 胡荡聚沙之地, 群沙一则中而立学。 宅经之中有记录, 合博之学多有群沙团促, 远近四顾朝映。 此处是个极好的风水学演, 若是在这里藏人, 便是家业富可敌国, 子孙代代孝义手中。 其家族必定成为有权有势的大族群。 不过纵观唐镇方圆五十里, 除了狗家, 还有什么大家族? 我侧头看了一眼狗钱, 狗钱略疑惑, 明显不懂我为什么看它。 狗家主, 狗家的祖坟风水着实厉害, 你们是千坟而来吗? 我沉生说道, 之所以这样问, 缘由简单, 我想知道是不是师尊点的坟。 若是千坟而来, 那必定就是师尊点坟。 若不是, 那就是狗家前几代有机缘遇到一个大先生, 给他们点了这极佳的学演。 狗钱神色恶然, 他试探地问道, 蒋先生同理先生您说的, 此地是我狗家祖坟。 我心头一明, 顿时就晓得, 这不是我师尊所点的坟了。 摇摇头, 我直接否认。 狗钱财低声说道, 我狗家历代都住在九区悬河第一曲, 这地方的确是狗家祖坟, 可狗家未曾和任何人提起, 蒋先生没多问, 我也没多说过, 李先生风水术, 已然是让狗钱刮目相看了。 我瞳孔紧缩了一下, 不过很快, 我也想明白了。 师尊很多事情, 并不会说到的太直接明白, 他肯定看得出来这地方风水, 只不过, 没和狗家多说而已。 陈寗片刻我又道, 风水宝地可遇而不可求, 狗家有这样的祖坟, 我便多说两句。 人亦可守家丝万贯, 更可守得地位财富, 狗家主诞行好事, 狗家便代代大吉。 狗钱立即抱拳, 低声道, 多谢李先生提点。 我正撇开自己的思绪, 忽而又想到, 狗家若是在这居住几百年。 那祖坟葬葬在吉家的风水学研 也是数百年的时间。 大学之中, 也有可能产生羽化师。 当然, 这念头升起之后, 我就立即将其并且。 看过守闸之后, 我对羽化师也渴求起来, 但我也不可能去挖狗家的祖坟。 我们手中有羊皮卷和羽化师的讯息, 总有机会去寻。 闭了闭眼, 我彻底打消了自己别的想法, 继续看地图。 江星州的风水局的确不少, 可我一直没有看到特别满意的。 一直看到了刚才那胡档俱杀的风水局之下, 我心头顿时遗憾。 整个九区悬河第一曲, 呈现的是两个半圆反向相接, 就如同S的曲形一般。 胡档俱杀在上端, 下端看似大型的江星州已经没了, 剩下的江星州小而杂乱, 甚至将后方的水切割得支离破碎。 可仔仔细细地看去, 在其中央的位置有一处地方, 水流包裹着一块干涸地带。 那就像是悬河之中的一片耸起空地, 其周围又有支流包裹, 支流则是被细碎的江星州和主流隔绝。 此外,那些细小的支流 分别从六个不同的方向 形成一条环绕水包裹了那块耸起空地。 我取出来了定罗盘, 低头看着定罗盘的方位, 再看那河中空地, 喃喃道, 亥方天见水, 耿方地见水, 丁方仁见水, 卯方才见水, 迅方鹿见水, 丙方马见水。 悬河第一曲, 竟然两种极致风水学。 我呼吸都变得格外急错。 我这话分明也让狗前, 以及只认许, 诸贵凑近了更多。 都不懂, 但神色明显紧张了不少, 甚至狗前还舔了舔嘴角。 这地方能对付打羹的吗? 李先生。 诸贵压低了声音询问。 我慎重点头道, 自然能对付, 这六件水的风水局组合在一起, 为大吉大凶, 若是分散, 全部都是吉凶的风水局。 此地玄妙深奥, 那何东明必定看不懂, 我们就选这里。 而且要去马见水的方位, 此地用本山五行深山饮水, 又为鬼见水。 鬼见者乃地之宁气, 死目二位誓也, 来主招盗贼行御, 出入鬼巷, 又主妖己死, 难逃妖折, 若是潮水入冥堂, 温水血光伤。 我越说, 语气就越重。 身旁的指人许, 朱贵, 还有狗前都露出更为不解的神色。 我又停顿解释道, 简单来说, 这地方很凶, 冤魂恶鬼更凶, 我们只要占据其学严所相对的生机位, 其他地方就都是温商处, 许说你的指扎如虎添翼, 他们想对付我们, 就难上加难了。 指人许眼前顿时一亮, 他点点头道, 原来如此, 阴阳, 此地甚好。 狗前却犹疑了一下, 说道, 李先生, 倒不是我说话直白, 你确定那些人会跟着你去吗? 我围眯着眼睛, 道, 昨夜动手一次, 他们有所忌惮, 还有暗中一人不敢出手, 如今我光明正大走了出来, 他们忌惮的人不在, 我又将他们的同伙拖行一路, 他们必想要报复。 况且, 我手里有他们想要的东西, 他们不敢光天化日地动手, 一定不会放过夜里的机会。 我如今让镇上的人去守着地象炉, 镇长会派遣民兵, 狗家也去了人, 他们肯定也怕我直接让你们帮手。 我就是明白这请君入望, 而且不让狗家的人帮忙, 他们忍不住的。 昨天他们也没忍住, 在地象炉之前动了手。 我语速极快, 逻辑格外分明。 停顿片刻, 我又解释到, 若非是夜深人静, 在光天化日斗地向看余的阴阳先生, 水界同行, 他们得罪不起很多人, 也包括柳道长, 所以去一个四下无人的地方, 和他们的心意。 狗前这一次总算听明白了, 他点了点头, 立即说道, 我这就去安排人手, 送礼先生你们过去。 与爸, 他喊了狗父去安排人。 不多时, 狗家就准备好了船。 我们上船的时候, 狗绿也过来同我汇报, 说安排好了一因事物。 狗绿本打算跟船, 要同我们一起去。 我示意他帮我带老黄回地象炉, 也帮我给灵堂更换香烛。 狗绿这才打消了, 要跟着我的念头。 狗前自然不会跟着一起去, 开船的也不是狗父, 而是一个我不熟悉的捞尸人。 他和我行了礼, 说自己叫狗居。 船要比寻常的捞尸船宽阔一些, 我们三人上去了, 倒也不显得紧窄。 狗居直接撑船, 我们从岔河道进了悬河主流, 朝着下方第一曲的水域过去。 只允许, 猪鬼盘膝坐在船上, 狗居在后面撑船, 我则是站在船头。 至于那道士, 我则是将其斜放在船头, 并且我将它下巴接上了。 它也不敢再说话, 只是紧拧着嘴唇, 一言不发。 并且, 我要过来了只人许收着的羊皮纸, 就那么拿在船头上看。 我还故意让狗居将船稍微靠岸边一些。 前往下游的过程中, 我分明瞧见了岸边有一些人。 这些人显然不是阵鸣, 看似在水边走着, 实则却在盯着我。 他们就是昨夜何冬明的手下, 他们一直跟着我的行踪呢。 如今远离唐镇, 离狗家也不近, 水岸边没正常证明。 他们索性不在掩藏, 数人盯着我们, 甚至还有人抬起手, 在喉咙上割了一下。 那举动分明是在危险。 我只是瞥着他们, 神色不变, 甚至我还仰了仰手中的羊皮纸。 明显, 我的动作让那行人都往河边靠了靠。 距离太远, 看不到他们的表情, 但却感受到了很明显的杀鸡和贪婪。 没过多久, 我们的船就进了江兴州的范围。 水流逐渐变得缓慢下来, 周遭的江兴州越来越多, 就像是一个个岛屿, 后方的人也瞧之不见了。 我开始拿出来定罗盘看方位。 狗居显然知道方向, 一直在往前撑船。 光线逐渐变得差了许多。 这里大部分江兴州 都像是水中耸立出来的山, 甚至有的高出水面数十米, 生满了葱葱郁郁的树木, 遮挡了阳光。 矮小的则是如同密林岛屿一般, 也给人一种深邃感。 往前的过程中, 有一段流域变得很平静, 往前又开始缩小, 甚至于我手中的定罗盘 都开始出现对真的浮神护法。 远远眺望前方, 我瞧见了两个由高便低, 似是手臂的山栏。 流水愈发地紧窄起来。 我微眯着眼睛, 那地方就是胡荡巨沙所在。 就在这时, 狗居撑船的竹竿变换了方位, 捞尸船一下子掉了头, 从旁侧切入了另外一条弯曲的水流。 对真逐渐消散, 不过这也让我唏嘘, 果然是绝佳的风水地, 竟然连定罗盘都是浮神护法。 顺着这弯曲的水流往下去, 再等完全绕过一座极大的山头之后, 我们便来到了更为平坦的水域。 狭小的江星洲变多了, 逐渐开始割裂了悬河河流。 很快, 狗居就撑船进了一条割裂的支流中, 这条支流呈现环绕的形势中间俨然有一处空地。 李先生, 有人跟着我们, 要甩开他们吗? 狗居忽然小声说道, 我自然而然, 就想到肯定是何东铭手下那些人。 我摇摇头, 不假思索地回答, 不用甩开, 我还怕他们找不到这里, 现在跟来的是他们手下。 你撑船慢一些, 让他们跟上, 他们不敢接近的, 最多找到位置, 就会退走。 狗居点点头, 顿时捞尸船的速度慢了不少。 这条支流已经到了六件水的风水地, 只不过中央的空地太大, 不同的方位才是不同的风水局, 其余位置也不过是普通地带。 我一直让狗居撑船, 等到了深山方位的时候才让它慢下来, 准备靠岸。 这地方还有一个水口, 外延的矮小江心周就像是割断一样, 让外部的水进入了这一条支流中。 另一侧的空地边缘则是山石灵巡, 约末有一两米高, 基本上没办法上去。 狗居小心翼翼地往前寻找平地, 往下撑船了三四十米, 终于有一个平缓的地方, 捞尸船靠上去之后, 朱贵立即跳下船, 他伸手抓住船沿, 配合着狗居撑船, 将半个捞尸船顶上了岸边。 我和指人许哲才下了船, 脚踏实地。 狗居上来之后, 朱贵又将那道士拽下船, 拉着绳子, 让他跟着我们。 狗居并没有任由捞尸船放在这里, 也将其拽上岸后, 拖到了远离水流的位置。 我一眼扫过后方整个空地, 呼吸都急促不少。 空地边缘往上怂起, 中央则是凹陷下去, 一眼, 我望不到边。 各种树木高大矮小地簇拥在一起, 越往深处却越矮小, 在中央的位置, 反倒是觉得高树都像是腰斩了一样。 此地凹进去太多, 中心的位置恐怕深得有数米。 若是外沿的水涨起来, 都会将这里完全填满。 当然, 江星洲分割得太多, 支流水不够大, 几乎没有淹没这里的可能。 我持着定罗盘, 顺着这六件水空地边缘的位置, 往回走去。 很快就到了刚才, 我们上不了岸的地方。 再往前看, 刚好有一个凹陷往里的地段。 冲进来的水流, 就在这里完成了一个水旋, 再从其中冲出去往下游。 我们刚才没有进这个凹陷, 若是进来, 恐怕捞尸船会直接沉掉。 盯着凹陷水旋看了许久, 我在眺望相对的方向, 沉声道, 鬼见水游鬼探头入穴, 顺着这地方直走往前, 最黑最冷的地方因其最重, 生机位也在附近。 穿过这片六件水的空地, 在其正北方, 是天见水和人见水河流的地方, 那里会有四处凹陷入空地中, 形成一个四指掌。 单近四指掌中, 都是大凶之处。 四掌中央的位置, 是六件水学眼, 那地方若是藏人, 出神童, 状元, 宰相。 说着, 我就掉头朝着林子深处走去。 这地方常年无人, 脚下更没什么路, 灌木丛极多。 取出来怀表看时间, 现在是下午三点多钟。 林子里光线被遮挡大半, 熙熙落落的阳光穿透树叶 照射在地上, 形成细碎的光斑。 沿途我让珠桂故意展了很多灌木, 一直到走了近二三十米后, 才让它助手。 这样做, 自然是为了给何东明等人留记号, 否则这六件水风水局太深奥, 我怕他们找不到准确位置。 再看前方, 树木枝叶忧虑中带着不少漆黑, 给人一种强烈的压抑感。 光线越来越差了, 隐隐绰绰的密林中, 就像是站着很多人, 正在偷偷地看着我们一样。 我先叮嘱了指人许, 珠桂, 还有狗居, 现在尽量不要留下太多痕迹。 低头看定罗盘, 通过指针确定怨气的方向, 又判断了生机位可能所在的方位, 朝着一个方向走去。 怪异的是, 在走进深处的时候, 耳边能听到的声音都寂静了下来。 我没有能走直线, 因为走着走着, 定罗盘的指针转动就会变化。 我打算的是, 先到阴气最重的血眼处, 看看能否留下什么陷阱, 再躲到生机位去。 约莫又走了两棵钟左右, 密林的树木逐渐稀疏起来, 地面也变得潮湿湿润。 十余米外有一片稍微空旷的地带, 那里长着很多矮小的丛林, 还有一些凸起的土包, 竟像是坟头。 最中央的地方, 则是一棵粗壮的树木。 有一个人被紧贴着那棵树, 正脸对着我们, 神态格外的阴逸。 我停下步伐抬手阻拦, 三人几乎同时警惕驻足, 那倒是被绳子拽着, 停在后面远处, 一动都不敢动。 指人许单手按住肩头, 朱桂则是斜着背手, 抓住了刀柄, 狗居也握着补刀。 鬼见水的血眼, 竟然葬了这么多坟, 我还以为这地方没人来过。 凶穴葬尸更是温丧地, 怪不得大白天的光线都那么暗。 我警惕无比地说道, 目光几乎锁死在了中央那棵树上。 第一眼那树下是一个背靠着的人, 现在多看了一会儿, 我才发现有些不对劲。 收起定罗盘, 画拿出了通翘分金尺, 紧握在手中。 往前走的过程中, 我示意指人许他们不要跟上我。 脚下踩过那些树枝, 发出咔嚓咔嚓的声响, 落脚最深处的时候, 又有粘腻的唧唧声, 像是最下方有不少积水。 愈发往前走, 感受到的温度愈发生了, 好似有无数双小手在摸索我的皮肤, 要从四肢百孩钻进身体, 十几米的距离, 硬是走得我浑身都是鸡皮疙瘩。 总算到了树前面, 我才发现, 那其实并不是一个人。 这是几棵缠绕着生长起来的树, 最中央的那一棵最为粗壮, 其余的树干环绕在前方, 形成了一个人的躯干一样, 上头还有一些细碎的布条搭着, 应该是时间太长, 风化得破破烂烂。 粗树干上生了个树瘤, 竟像是一张圆圆的人脸。 刚才距离远, 我才将它当成了一个人。 宅经学的越深, 我对于风水了解的就更多。 物极通灵, 倒不如说物极通人。 像是玄河中的水尸鬼, 年岁越长, 皮毛越发白, 甚至到了最后退却皮毛, 形弱诸如一般的人。 家仙, 狼傲, 甚至接鹰颇养的鸡都通人性, 再到多年生长的名贵药材, 更是成人形。 这血眼之处藏满了尸体, 阴气最重的地方, 反倒是生了一棵树, 怨气全部凝结在这棵树上, 才会让它生出来仿若人脸的瘤子。 我眼皮微跳, 定定地看着那树瘤, 停顿许久之后, 在左右四看周围的坟营。 许说, 你就在这里布置纸扎, 应该能操控吧? 我回头朝着刚才位置走过去。 只愿许点头道, 没问题, 这里阴气这么重, 纸扎本身就是凶狮皮, 的确是如虎添翼。 更别提, 我还可以利用这里的凶尸。 等那潘玉来了, 我说不定可以利用这里的阴气, 直接对付他。 稍作停顿, 只愿许瞧了一眼猪柜, 低声道, 猪柜你身上杀气太重了, 在这地方受不了吧。 我这才注意到, 猪柜的额头上冒出来了不少虚汗, 一颗一颗从额角滑落下来。 猪柜勉强笑了笑, 眼皮都在跳动不止, 没什么大问题。 我摇摇头, 说, 杀人太多是煞气, 煞气的确可以压阴气, 人凶鬼怕, 可鬼更凶, 人就只能被压着了。 鬼见水之处, 有大凶之狮鬼, 此地又有那么多坟营, 凶狮更不止一个。 许书适应这里, 可我们的确不能待在此处。 否则等到天黑, 不用等何冬明他们来, 这里肯定要闹出乱子, 针对的就是我们。 鱼霸我又看向指人许, 低声说了, 我们先去生鸡位, 安顿好猪柜和狗居后, 我陪他过来布置。 指人许点点头, 表示同意。 以脚下之地判断方位, 前往东北方, 一直到了更宫所在的位置, 我们停了下来。 这里生长着一片极为茂密的竹林, 森冷的感觉飞蛋没减弱, 反倒是增强了。 鬼见水的血眼是多死人, 生鸡位则是旺生气。 竹子姓鹰, 不过生鸡却格外旺盛, 我们现在处于凶穴, 自不可能找到阳气中的地方了。 我示意猪柜和狗居都在此处等我们, 我布置好了之后会回来。 猪柜低声道, 李先生小心, 若是有什么状况, 大声呼救, 我会立即过来。 狗居同样慎重点头, 表示了他的态度。 我说了好之后, 就从猪柜手中接过了 绑着那道士的一节绳索, 将其拉了过来。 和指人许回到了刚才学眼所在的位置。 指人许开始在头顶的树枝上 布置钢丝, 将纸扎藏入其中。 我则是扫过那些坟营, 先将绳索缠绕上了中央那棵树, 将道士绑在这里。 接着, 我到学眼旁侧, 砍断了几根不大的树枝, 快速地削下来一些枝干, 又取出来刻刀, 仔仔细细地雕刻。 那道士的脸色却越来越苍白, 他眼神逐渐成了惊恐。 你们这是在玩火自焚, 这么凶利的地方, 你们布置这么凶的纸扎, 小心被反噬。 还有你李阴阳, 你想干什么? 引动这里的凶尸? 你就不怕, 坏了阴阳先生的规矩, 他话音都透着哆嗦。 我并没有因为他的话语而影响心境, 一边雕刻树木之干, 一边说道, 我以阴阳树窦何东明, 和那阴阳先生, 耕夫攀育。 他们是为杀我而来, 这是因被风水反噬, 或是他们破了风水, 这是果。 又有哪里坏了规矩? 先生不可伤飞门内之人, 你们杀的普通人还少吗? 挖坟掘墓坏人风水, 更是为了隐藏消息, 不知道灭了多少口。 我是破过一些规矩, 但我比起你们, 要规矩了太多。 话语间, 我雕刻出来了一个粗略的人形。 当然, 这木人也就是有头颅, 有躯干, 胳膊腿则是用其余的枝干嵌入而成。 这就是我这段时间钻研宅经, 学到的新的术法。 用特殊的木头雕刻木人, 可以是震雾。 用樱木雕刻, 便是凶雾。 我用刻刀, 轻轻刺破自己手指, 将一抹血涂抹在了木人上。 走到了最为外延的一处坟营上, 将木人插在了坟头。 顿时, 周遭更为阴冷了起来, 甚至我觉得, 好似听到了音译的笑声, 让我浑身都是鸡皮疙瘩。 胸木落胸坟, 可引凶尸闹碎诈尸。 我没有停下, 而是开始雕刻第二个木人。 那倒是语气更透着惶恐, 惊一道, 李盈阳, 你做得这么绝, 不要以为别人都是傻子, 他们不会靠近这里的, 更不会走进来, 你就算把我绑在这里, 也没用。 是吗? 我回头看他, 开始我眼神平淡, 之后, 我笑了笑说道, 他们肯定会进来, 你信不信? 我说完之后, 就不理会那道士, 继续开始雕刻木人。 时间一点一滴的过去, 我约某弄出来了六个木人, 分别插在了不同位置的坟营上, 这些方位都是接近中央学眼必经的位置。 天, 快要黑了。 只允许布置好了一切, 守在那道士的身旁。 那道士一直在发抖, 格外不安。 我走到他近前, 又和纸人许对视一眼。 纸人许眼中略有疑惑, 说道, 阴阳, 我也有些不明白, 纸扎在暗处, 若是用它来吸引, 那些人会靠近, 再用纸扎借风水拿下他们。 可你在明面中, 也准备这么多布置, 万一吓得他们不靠近怎么办? 我摸出来了那张羊皮纸, 陈生说道, 将羊皮纸摆在明面上, 他们必定会进来取羊皮纸, 我们的布置, 必定能起作用。 若是这样, 都没能将他们制住, 许叔, 你就带走羊皮纸。 我会藏在附近, 许叔你出来之后, 我们一起回生机位, 再将他们引过去, 和他们硬拼。 顿时, 只认许就露出惊骇之色。 他微眉着眼睛, 喃喃道, 用此物吸引, 的确没有意外, 主要看那耕夫攀玉, 其余人不足为惧, 能拿下攀玉, 他们都会束手就擒, 若是拿不下, 就在这里消耗他一些。 我点了点头, 表示就是这个意思。 那倒是眼神更为惊恐, 他咬牙骂道, 好阴险狡诈的小人, 你们简直是无耻。 我淡淡地回道, 好过于你们杀人不眨眼, 倒是都是替天行道, 你是其中的败类。 若是有可能, 我的确想要留道长来处置你, 现在看来, 事后只能将你交由法办。 你, 那倒是瑟利那人, 抬起脚, 竟是想要踹我下身。 我毫不犹豫地抬手, 一把掐住了他的下额。 熟练的一措手, 他的下额又被我掐脱了就。 本来想将你嘴巴堵住即可, 可你不识食物, 索性没了下巴, 不会乱说话。 雨霸, 我将剩下的绳索缠绕在了树干上, 将那道士挨着那树流人头绑在了一起。 羊皮纸我交给了指人许, 他用一节钢丝绑好, 悬挂在了道士面前的半空中。 天越来越暗沉, 树影之间斑驳的光点都快要消失不见。 道士被束缚在树干上, 远毒凶狠地瞪着我们。 指人许眼神变得警惕了不少, 道,差不多要天黑了, 你藏起来吧, 他们之前也有人跟随我们, 算上回去的路程也差不多快过来了。 雨霸, 只认许就攀附上了这棵树身, 三两下就消失在我视线中。 我不在原地多留, 从西面顺着离开了雪眼的中心地带。 不过, 我也没走太远, 差不多在二十米左右的位置停下。 这里有一座很深的灌木, 我直接钻进了灌木之中。 那倒是被我正面绑着, 它回不了头, 自然看不到我藏在什么位置。 灌木里太阴森, 我将通窍分金尺贴着胸口放下, 那种感觉才好了一些。 我选了一个合适的角度趴下, 从这里, 刚好也能看见我们的来处。 不出我所料的话, 何东明那行人到了此地之后, 通过珠桂故意留下的记号, 很容易能到外延。 而想要到雪眼中心, 他们要花费的时间肯定抵我们久, 若是走错了位置, 恐怕还得有所损伤。 时间, 一点一滴地过去。 完全寂静的树林, 本来墨绿透黑的树木, 枝叶都完全成了漆黑如墨。 按道理来说, 阳光都照射不进来, 但诡异的是, 月光反倒是透进来不少。 隐隐绰绰的树木, 像是一个个张牙舞爪的人, 影子都拉得格外长。 若隐若现的, 雪眼中心的地带, 还起了不少雾。 静静地等待着, 我几乎同整个幽臂的环境融为一体, 更能听见自己的心跳, 呼吸。 叶, 越来越深。 等得太久了, 久到了脖子僵硬, 身体都开始麻木起来。 忽然间, 雪眼中稀稀落落的林子里, 一道影子从上方落下, 刚好落在了一个坟头上。 我眼皮狂跳, 心都颤了颤。 那影子不是别的东西, 竟然是一个纸扎人。 而纸扎人, 刚好落在坟头的木人上, 便一动不动。 许书的安排, 还是出了什么纰漏。 哗啦哗啦的声音, 接二连三地响起, 其余方位竟然又不约而同地 拆了五个纸扎, 都巧合无比地 落在我安插了木人的坟头上。 我心头的精益更多了, 可现在也不可能再入雪眼去。 天已经黑了, 我进去, 就要被针对。 恰好在这时, 杂乱急促的脚步声 也从远处传来。 同样, 我还听见了说话声。 李阴阳当真是狡诈, 想出来这么个办法。 潘爷, 你别直接敲死了他, 他手里有得像堪余的阴阳术, 要是能让我们弄到手里, 也不算多跑了这一趟。 这声音显然是何东明的。 我顺着声响传来的方向看去。 果真, 在我们来时的那位置, 来了不少人。 距离很远, 我本身距离雪眼的林子 就有20米左右。 整个雪眼中心 也有二三十米的范围。 间隔五六十米, 再加上光线右暗, 我就只能瞧见大致的人影了。 最前方那几个人 大概看体型 能认出来是何东明, 同行的英树先生 以及另一个身材矮小之人。 后边人影秘籍, 不过靠后那些人 手头拿着火把, 倒是让我看清楚了不少。 他们后方跟着的人 要比那晚上来地下炉的多。 可以见得, 他们的确是在地下炉试探我。 仔细看去, 我看清了那身材矮小之人, 他果然腰间挂着锣锤和铜锣, 小臂和小腿 都缠着细细的白布条。 不过, 我还是看不太清模样, 可我能确认, 他就是庚父。 也就在这时, 众人几乎同时停顿下来。 何东明忽然惊疑不定地 喊了句, 楚道长。 再紧接着, 后方又有人露出惊喜声, 羊皮纸。 那个瘦高的英树先生 却低声说了句, 谨慎一些, 这地方就是此处血眼了, 这里风水怪得很, 那些坟看见了吗? 坟上做纸渣, 那个纸渣将摆明了, 给我们下了套。 顿时, 那些人全部都安静了下来。 崔先生, 怎么破了他们? 问声问气的话语 从耕夫潘玉身上传出。 这声音虽说不大, 震荡一般。 我更为小心地贴着地上趴着, 尽量没有让视线 在某一个人身上停留太久, 只是来回瞟着他们。 人的第六感很敏锐, 如果我一直盯着耕夫看, 他必定能发现我。 显然, 崔先生就是英树先生了。 崔先生明显往前走了几步, 他手中持着一块锣盘, 另一只手里拿着一道令箭般的巫视。 他靠近了血眼地段, 甚至往里走了一步。 让我预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 最靠近的坟头上, 那个纸扎人竟然悠悠地飘了起来。 我眉头紧皱, 其实从开始纸扎落下, 再到纸扎提前动, 都不应该是指人许现在用的手段, 这比我所做的还要明显。 纸扎人朝着崔先生飘了过去, 周遭的风忽然变大了许多, 刮得临间发出速速的杂音。 崔先生猛地后退了几步, 那纸扎停住在了他刚才的位置。 纸扎一动不动地盯着他们, 似是盯着闯入者。 下一刻, 崔先生手中的令箭忽而朝着纸扎拍了下去。 纸扎又往后一飘, 他的速度看似缓慢, 却刚好能躲开。 不像是那纸扎这样在操控, 昨夜他要凌厉得多。 瓮声的话音再一次响起。 崔先生, 直接进去, 看他们能把你怎么样。 耿扎的语气变得阴冷不少。 显然, 那崔先生停顿了好半晌, 他则是硬着头皮往前走了两步。 他入血眼的那一瞬间, 忽而半空中就传来了一阵奸笑。 笑声赫然是指人许的。 只不过, 声音响彻整个林子再不止是在血眼回荡, 更是在四周联绵不断。 我听得浑身都是鸡皮疙瘩, 更是滋生出来一种强烈的不安。 指人许, 怎么这么反常? 我从未听他这样笑过啊。 进去! 潘玉低声喝道, 那崔先生身体僵硬地再往前。 那纸扎忽而扑在了崔先生的身上, 崔先生却抬手, 一把用令箭击中了纸扎的头颅。 痴痴的声响中, 纸扎竟然开始冒出来白烟, 迅速地溶解了。 显然, 那崔先生也无比地惊恶, 他大声道, 是那纸扎匠的纸扎没错, 但不是他动的手。 他是想要在这里埋伏我们, 自己却中了招。 血眼之地有凶尸, 纸扎匠被撞碎了, 现在是这里的凶尸在拦路。 李阴阳搬起石头, 砸了自己的脚。 哈哈, 这兄弟之兄, 我们都尚且难以琢磨, 他一个刚接地像堪于传承的矛头小子, 当真是拖大。 崔先生说着更是狂笑起来, 他毫不犹豫地往前走去。 第二个坟头上的纸扎, 第三个坟头上的纸扎, 甚至于后方的竟是同时飘起, 全部都朝着他逼近。 他这番话更让我大惊失色。 只认许这反常的行为, 当真是他也撞碎, 失去控制力了。 寝刻间, 崔先生就破了那其余的黑影纸扎, 三步跨坐两步, 直接到了中央那棵树前头。 崔先生语气冷漠, 冷笑道, 因树生人脸, 好重的怨气, 这里埋的尸体也不一般。 等活捉了李阴阳, 我们挖开这里试试, 说不定能有意外所获。 羽霸, 他抬手就去抓那羊皮纸。 令我心顿时跌落谷底的, 就是他竟然当真抓住了羊皮纸。 按照我们之前的说法, 只认许应该动手, 用钢丝将羊皮纸收走的才对。 此时, 后面那些人也都全部跟进了血眼之中。 他们明显要放松了许多, 每人手里都或多或少拿着避邪划刹的东西。 正当我心头压抑, 不知道怎么应对的时候。 咔嚓咔嚓的崩断声忽而响起。 在下一刻, 便是一声惊慕的嗡声大吼, 崔先生, 闪开。 这声音几乎快破音。 可下一瞬, 还是传来了一道淒厉的惨叫。 崔先生并没有能闪避开, 一道身影骤然起来, 他几乎紧贴在崔先生的身上, 一条胳膊更是插入了其胸口中。 动手的, 赫然是那道士。 楚道长, 楚道长也被撞碎了。 惊恐的声音从人群中传来。 崔先生只剩下呵呵声, 惨叫都变成哀嚎, 显然是快要不活了。 我更是惊惧不解啊, 这里的东西当真那么凶。 其余的凶坟, 之前没有能撞碎只人许的征兆, 我才用牧人去引动凶狮, 想要他们诈尸。 难道说, 这里真的还有一个更凶的尸体? 我们在布置那一切的时候, 那凶狮只是在旁观。 我思绪想到这里的瞬间, 忽而一声铜锣在夜空中炸响。 嗨十二更至, 人定夜有时, 瓮声更是凶利, 我听在耳中竟然有股昏昏欲睡的感觉, 随时想要倒下。 用力一咬舌尖, 疼痛让我勉强维持清醒。 等我缓过神来的时候, 那耕夫攀玉, 竟然已经走到了崔先生和楚姓道士的跟前, 他一把抓住了崔先生的肩膀, 往后一拉。 另一手举着锣锤, 朝着楚姓道士的额头敲了下去。 那楚姓道士抬手, 直接就接住了耕夫攀玉的锣锤。 他另一只扎进崔先生身体的手, 往后一把。 我分明瞧见, 他手中应该是拔出来了什么东西。 那崔先生已然没了声息, 连惨叫都消失不见了。 全部退出去, 这地方太邪门。 攀玉的嗡声喝道。 扑哧扑哧的声响中, 之前被我放了牧人的坟头, 却忽然蹦裂开来。 那些牧人全部抛飞而起, 朝着人群中落去。 与此同时, 中央那棵树的顶端上 忽而蜂拥散开数十个纸扎。 纸扎如落散状一般, 转瞬间弥漫了整个血眼中心。 一对鲜红如血, 一大一小的纸扎 更是落在了攀玉身后。 说实实那十块, 两个纸扎左右夹击攀玉。 我已经分辨不出来, 到底是指人许被撞碎, 还是他故意失落了。 只不过, 那楚姓道士是实打实地被撞了碎。 纸扎进攻攀玉的同时, 楚姓道士猛地扬起手, 直接拍向攀玉脸上。 他手中抓着一团血乎乎的雾势, 不只是恐怖, 更是恶心。 月光刚好在那个位置, 形成了一道光柱, 刚好照射在楚姓道士的手上。 我眼皮狂跳, 更觉得作呕, 也不晓得他手中握着的, 到底是肝还是肺。 下一瞬, 攀玉双手绷直, 一手铜锣拍向大的血沙纸扎, 又抬起腿, 一脚踹向了另一个小血沙纸扎。 楚姓道士和攀玉距离得太近了, 再加上楚姓道士的一条胳膊, 接住了攀玉的胳膊, 更让他来不及躲闪。 啪的一声, 那血乎乎的雾势, 砸在了攀玉的头顶。 他整个脑袋都显得格外的狼狈, 满是鲜血和碎裂的内脏。 那大的血沙纸扎被铜锣击中后, 纸扎不停地滋生出来白色雾气, 攀玉踹中的那个小血沙纸扎, 则是速的一声, 直接缠绕住了攀玉的腿, 他像是被拧住了一样。 至于楚姓道士更没有停手, 他狠狠一压攀玉的头顶, 像是要将他的头硬生生压断。 攀玉和楚姓道士将持住的手瞬间往回抽来, 楚姓道士却死死地扣住他手腕, 并没有松开。 小的血沙纸扎被控制着朝着上方一收, 攀玉顿时失去了平衡, 整个人朝着后方扬倒而去。 这一幕看得我心惊不已。 两个血沙纸扎让攀玉行动受限, 更关键的是这楚姓道士的撞碎 更让攀玉措手不及。 转瞬间, 他竟就到了绝路。 攀玉的扬倒, 让楚姓道士没能继续压着他的头。 忽然间, 攀玉被楚姓道士困住的那只手狠狠地往后一撇。 咔嚓一声脆响, 竟是手直接脱了救。 他挣脱开来的同时, 铜锣往回一收, 反倒是一把拍向了楚姓道士的脸上。 当的一声罗响, 楚姓道士上半身猛地往后一弹, 重重地撞击在了树上。 子时三更至, 中叶百魂精。 攀玉的话语都不再透着嗡声, 像是破音了一般, 格外凶利。 我是完全没想到, 他竟然能用这种方法挣脱出来距离, 更是以楚姓道士的头, 当作了罗锤, 硬声声敲响了铜锣。 一时间, 罗声和攀玉的吼声, 形成了更重的音浪。 我也格外地不试了起来, 脑袋开始地昏昏沉沉, 到现在却成了头痛欲裂。 而且楚姓道士砸到树干上之后, 便一动不动。 他明明是撞碎, 撞碎的人是不会感受到疼痛的, 即便是断了胳膊, 砸他线了胸膛, 也不会停下。 他现在这模样, 是被攀玉硬生生地敲得破了碎。 我死死地摁着自己额头, 强忍着没让呼吸变得更粗重。 更令我觉得可怕的是, 那大的血沙止渣, 竟然一动不动了, 缠在了攀玉脚上的小血沙止渣也散开。 攀玉将铜锣挂在了腰间, 他先是拧着自己的手腕, 接上了脱臼的位置。 又捡起来刚才落地的锣锤, 他四扫周围一眼。 我这时候才发现, 刚才四散开来, 将整个血眼包围起来的止渣, 竟然全都锤在了半空中, 钢丝也清晰可见。 止渣本身很斜, 一部分有撞碎的本事, 另一部分则是指人许用钢丝控制。 在止渣本身, 还有散之不开的冤魂。 可现在, 他们给我的感觉却像是变成了废纸。 场间的其余人也好不到哪儿去, 就连何东明也一起捂着头, 半蹲在地上哀嚎。 好似距离得太近, 刚才那阴浪让他们受伤不清。 庚夫的手段在于打羹敲锣时的咒法, 刚才那咒法也是伤魂的。 我刚想到这里, 庚夫就阴侧侧地问声道, 楚游年死了, 崔先生也死了, 好个李阴阳, 不露面, 就害了我们两个人。 没了楚游年, 影响还不大, 少了崔先生, 寻目都是大麻烦, 今天李阴阳必须死。 何东明勉强站了起来, 他喘息地走到了崔先生的尸体旁边, 将其手上的羊皮纸拿了下来, 小心翼翼地贴身装好。 他又摘下来了崔先生腰间的一个布囊, 以及白颠、 罗盘等物事。 老崔是中了阴招, 李阴阳晓得这地方阴森, 他给我们下连环套, 恐怕楚刀长撞碎, 也是被他计算了。 此子心机歹毒, 不知道藏在了什么地方, 没有老崔, 是个麻烦事。 何东明的语气中透着无力感, 我眼皮一直在跳, 觉得盲刺在背。 不过我听得明白何东明的无力, 他只是杨蒜先生, 崔先生才是阴术, 他们能走进来, 全靠了崔先生的手段, 如今有杨无音, 他们就寸步难行, 甚至走出去都成了一个麻烦事。 这期间, 其余那些人总算勉强回过神来。 他们都紧缩成了一团, 靠近了何东明和潘玉。 此时, 他们距离我也就只有二十多米了, 我看得出来, 他们脸上的惶恐不安。 潘玉四扫周围, 整个人都透着阴霾感。 我赶紧低下头, 生怕视线和他对视被发现。 片刻后, 我再抬起头来, 却发现潘玉竟是仰头, 看着那棵树上方。 在上面藏得够久了, 你不下来, 让我上来请吗? 潘玉冰冷地问声响起。 我额头上却冒出来了不少汗水, 因为树顶上的人是指人雪。 也就在这时, 搜得一声轻响, 树顶上忽而落下来一个重物。 潘玉猛然扬起手中的罗锤, 朝着那重物击去。 哗啦一声碎响, 那物是直接四分五裂。 树上西侧又一道阴影飞射而出, 那才是指人雪。 他甩下来吸引视线的, 赫然是竹背篓。 潘玉冷声呵斥, 没了指渣, 藏不住身形。 你一个断了胳膊的指渣将, 还赶出我的眉头。 话音响起的瞬间, 潘玉再次挥起手中的罗锤, 罗锤脱手而出, 砸向半空中逃窜的指人雪。 他速度着实是快准狠。 我眼睁睁看着罗锤砸中了指人雪的尖头, 指人雪一声惨叫, 重重地摔在了三四米外的一个坟头上。 顿时分散出去几个人, 直接将指人雪扣住。 我距离指人雪更近, 只有十几米。 这一幕让我大惊失色, 我死死地攥着一节灌木, 木刺钻进掌肚, 不过此时的指人雪也有些怪异。 他身上套着一层青色的皮, 这是那和娘子的纸渣。 我想起来, 之前指人雪身上穿过纸渣, 它本是会更凶。 可明显, 现在这里的鬼祟都被潘玉那一声罗给破掉了。 只是让我难以想象的是, 这潘玉就这么凶, 这一声罗竟然让青狮指扎都受不住。 刚才撞碎处性道士的那东西, 应该也撞碎了指人雪。 他让披着青狮皮的指人雪被撞碎, 至少要比和娘子还凶, 结果都被潘玉给破了。 他这手段, 岂不是比刀是还凶了? 我难以理解, 外加指人雪被抓, 更是心头焦急不安。 我低下头, 绞尽脑汁地去想对策。 很快, 那几人将指人雪掺起来, 拉到了潘玉的跟前。 所有人看指人雪的眼神, 都透着怨毒和肃杀。 尤其是何东明, 他更是抬起手, 啪啪地在指人雪脸上抽了两下。 清脆的声响在林间回荡。 指人雪病没有搭理何东明, 反而看着潘玉冷冰冰地说了句, 一声惊魂锣, 更敷三年命, 我还只在九和县听过一次, 没想到在唐镇还能听一查。 你倒是舍得也很果断。 不过, 你只能敲散一刻钟的凶魂, 划算吗? 潘玉神色中却只有阴冷, 他淡淡地说道, 三年命, 总好过于刚才就被你阴死在这里, 一刻钟也足够把你揪出来了。 说吧, 李阴阳在哪里, 我给你一个全室, 不然我包了你的皮, 把你做成灯了, 天天提着你去守夜。 指人雪忽然笑了起来, 他笑声嘶哑, 阴阳自然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不会让你们找到。 而你们死了阴树先生, 我看除了你, 他们还怎么活着走出去? 话音至此, 指人雪语气更狠利。 潘玉抬起手, 一把就掐住了指人雪的脖子, 狠狠将其一推散, 撞在了旁侧那根树干上。 指人雪痛哼了一声, 神态反倒是宁笑。 潘玉, 一课钟, 过半了, 我倒是想看看, 再等半课钟, 这里的东西闹出来, 你还能敲几次金魂罗, 还有, 不管你杀不杀我, 我披着的是青尸皮, 我会要了你的命。 不瞒你说, 我同你们四流帮, 也算是仇怨不清, 今天托你在这里同归于尽, 倒也让我吐了口恶气。 潘玉的面色更凝沉, 旁边那些人更是举足无措, 至于何东明, 他也急得满头大汗。 我手上温润粘涅, 是那些木刺扎穿了我的手掌, 血液在不停地流淌。 只认许和他们的对话里, 我听出来不少信息。 怪不得庚夫那一声锣, 效果这么凶, 兼鹰婆的杀术伤魂伤命, 属于杀敌一千, 自损八百, 生术更是十年阳寿。 庚夫能让青尸都一刻钟内无法动弹, 就是他代价最大的招数。 只是, 现在只认许这情况, 我该怎么破绝? 我几乎绞尽脑汁, 脑袋都传来一阵抽疼。 睁大了眼珠, 我盯着那棵树, 联想到只认许的话, 还有刚才那些事情。 我想到了一个办法, 或许控制不好, 就会同归于尽, 但也是最后能保住只认许的办法。 如果我现在不出去, 肯定只认许会死。 正当此时, 那何东明看向了潘玉, 他说道, 潘爷, 留着他没用了, 这老东西嘴巴硬, 怨气重, 杀了他, 割了头, 我再贴了佛, 我们先离开此地, 不要等他死了之后, 成了凶尸来找我们算账。 其余所有人都连连点头, 表示赞同。 潘玉嗨了一声, 顿时后方有一个人摸出来一把不小的闸刀, 往前走去。 我不再犹豫, 身体一拱, 直接就从灌木丛中钻了出去。 我微眯着眼睛, 嘀吼了一声, 住手。 顿时, 前方的那些人全都扭头看了过来。 何东明面色惊恶, 紧跟着, 却又是惊喜。 那潘玉差一只鱼, 却舔了舔嘴角, 说了句, 哦, 李阴阳, 你竟然自己出来了? 紫人许正正地看着我, 他瞪大了眼睛, 开始还丝毫没有波澜的情绪, 此刻却变得焦急无比。 他更是狠狠地跺了跺脚, 产生道, 阴阳, 你糊涂啊。 我这条老命, 死了也就死了, 你简直是糊涂透顶啊。 老东西, 闭嘴。 何东明反手又抽了紫人许一个耳光。 紫人许的脸上顿时被抽出来五指掌印。 紫人许猛然间抬起腿, 狠狠一脚踹中了何东明的腰腹。 何东明惨叫一声, 直接被踹到后方一个坟头上, 疼得整个人都蜷缩成了瞎子。 其余人都在注意我, 也没反应过来, 紫人许动手。 下一刻, 四五个人七手八脚地, 冲着紫人许便踹了几脚, 挥了几拳头。 紫人许年纪毕竟是大了, 这几下俨然让他吃不消, 整个人也开始朝着地上蜷缩下去。 不准再动许书, 我既然出来, 就是要和你谈谈, 若是你们伤了许书的命, 今天没有一个人能活着离开。 我盯着潘玉, 微眯着眼睛, 一字一句地说道, 你有什么资格和我谈, 出来了, 你便是接下球。 潘玉淡默地扫过我, 冷声道, 把李银杨拿下。 立马他手下分出来三个人, 朝着我走来。 我微眯着眼睛说道, 这半个钟, 又过了一半。 你现在也只是抓到了我和许书, 拿到了羊皮纸, 你还能怎么办? 死了一个鹰树先生, 你看得懂那张图? 挖坟掘墓, 你是要宝贝, 我不怕告诉你, 这里的凶尸坟里头, 少不了你想要的东西。 我将珠桂也安插在了另一个血眼之处, 我和许书回不去, 他就会破了那一处血眼, 这个地方会坍塌, 悬河主流灌入其中, 我们全部一起死在这里。 我语速极快, 丝毫没有露出惬意。 可我说的话, 却没有一句是真的。 何东明颤巍巍地从地上爬起来, 他吐了口血沫子, 却惊疑不定地看着我。 潘玉的脸色变得极为阴霾。 他忽然说道, 李阴阳, 你能做这么绝? 一起死? 我不信。 我还是盯着潘玉的脸, 瞳孔顿时一阵紧缩。 刚才我一直没怎么看清楚他的面相, 现在我看得仔仔细细, 明明白白。 他年寿之上有红线青筋, 阻溺死, 耳间有一颗黑质。 常言道, 耳间生黑字, 常招水晶。 我其实还没有办法, 不知道怎么破局。 骗他们挖坟弄出更凶的局面, 是唯一能想到的手段。 而潘玉的脸露出来的却是水恶像。 这两种面相都代表他要得罪水里面的东西, 死在水中。 潘玉, 不管你信不信, 如果你动许书, 必定无法活着回到岸上。 这水恶谁死相, 你可以叫何东明看看, 看看我说的是真还是假。 我这番话, 明显让场间其余人更惊议不定。 尤其是何东明, 他立即就看向了潘玉的脸。 潘玉面无表情。 通过这一幕, 我很快心里就有了个判断, 他们出发的时候, 潘玉是没有这个面相的。 是潘玉到了这地方, 才有水恶像。 否则的话, 何东明肯定会有所警觉。 下一瞬, 何东明神色亥然, 他呆知道, 水恶招水晶, 潘爷, 这。 李盈阳, 你到底做了什么不准? 何东明惊惧之下, 他不但抬手指着我, 更是瞪着我嫡合。 我们出来的时候, 我补挂过, 此行大吉。 何东明语气都变得惊意不定起来。 潘玉的脸色, 这才稍稍有了变化。 他神色更为阴霾了不少。 我心神平息了下来, 只要何东明乱了阵脚, 事关潘玉的性命之忧, 他不敢不信我。 只不过, 这也会有其他变数。 何东明算出来此行大吉, 现如今, 潘玉却有水恶大凶之相, 也并非我不止的手段, 这就代表, 潘玉可能再劫难逃, 这是他的命数, 也是他们这一行的变数。 我不说出来, 他们恐怕都不会发现, 现在挑明了, 恐怕也会造成一些变数, 譬如, 潘玉躲避水, 避免水伤, 甚至有可能让他活下去。 只是, 我却不得不说, 否则, 他们也不会信我。 我思绪落定, 更为平静地看着何东明。 放开许书, 我们未必真要弄个你死我活, 只不过此前你们不说目的, 直接就要杀人, 让我不得不和你们斗。 放你娘的屁, 未必你死我活。 楚道长死了, 崔先生没了命, 他们手下的人破口大骂。 我淡淡地说道, 这崔先生, 死于楚道长手, 楚道长被撞碎之后, 死于攀岩手中, 我此前未曾料到, 这凶师会隔着坟, 还撞碎了他们, 甚至动了许书, 破坏了我的计划。 否则的话, 现在我也不需要和你们商议。 何东明额头上汗水直冒, 至于攀岩, 他却忽然笑了笑, 道, 李阴阳, 你这句话倒是说得没错, 若是知道你这么难缠, 我的确不会直接让他们动手, 你还和柳家的人有些关系。 照你这样的说法, 我们这就是误会了, 攀岩话音听着是随和了不少, 不过我从他面向的最深处, 还是看到了一丝阴霾。 我很清醒, 攀岩是在将计就计, 我何尝不是如此。 自然是不打不相识的误会, 羊皮卷已经到了你们手里, 我们言和, 你们放了许书, 我发出信号, 自不会让朱桂动手, 我们都能平安离开这将心州。 回去之后, 我甚至可以帮你们看明白那张羊皮卷。 你们再找英树先生, 也不会受蒙骗。 还有, 这水恶像和先生一人怕是不好破的。 说话间, 我又瞥了何东明一眼。 他眼神出卖了自己不少的信息, 包括了他解决不了水恶像的麻烦。 若是能解决, 他的态度就不会是这样。 场间忽然又安静了下来。 潘玉嗡声笑了起来, 抬起手来招了招, 他手下那些人露出不甘心的神色, 却放开了只允许。 我心头微微一喜, 不过神色不动分毫。 先退出这里, 马上那东西要闹出来一些幺蛾子了。 潘玉吩咐手下之人, 他同时朝着我走过来。 我自然没有直接跑, 现在跑是跑不掉的, 即便是许书被松开, 也是如此。 只有弄出些乱子, 才有趁乱逃跑的机会。 何东明等人从正面退开。 只人许到了我身旁, 他看我的眼神有几分说不出来的复杂, 眼底也有惊异不定。 很快, 潘玉也到了我身边。 我们三人则是从另一个方向退去, 潘玉皮笑若不笑的事宜, 我去前面, 和他们的人会合。 等我们走到了正前方的时候, 其余人也全部从血眼中心退出来了。 甚至于, 他们还拖出来了楚游年和崔先生的尸骨, 在其头顶上贴了符篆, 并没有让他们有画煞诈尸的可能。 这期间, 淡淡的雾气从血眼中央那棵树上弥漫出来。 不只是如此, 那树上的人脸仿佛挣扎出来了一些, 像是在校一样。 纸人许之前布置那些纸扎人, 还是挂在钢丝上, 看似没什么变化, 可多看几眼, 那不再像是破纸, 而是飘在半空中的人。 李先生可以详细说说, 怎么破我现在的面相了? 还有, 你刚才说这凶尸坟里面, 有不少好物件, 我们从不走空, 死了崔先生和楚刀长, 自然是要拿走一些东西, 否则的话, 兄弟们也白受了惊吓。 潘玉问声开口, 继续道, 当然, 李先生出手, 自然不会白出, 我七, 你三。 话语间, 潘玉舔了舔嘴角看着我。 我微眯着眼睛, 摇了摇头道, 坟里的东西我不要, 我刚才只是一时口快, 说了出来。 财务对我来说无用, 我拿还坏了规矩。 很快, 潘玉的眼中就出现了阴霾和杀鸡。 他情绪出现得很隐晦。 我神色不变, 转而看向了何冬明, 淡淡道, 我要另外两样东西, 那块八卦虎头镜, 以及那洁白颠。 不坏地向看玉的规矩, 我也不算白点学开坟。 何冬明脸色又是一变, 他立即摇头, 不可能。 我没理会何冬明, 转而看向了潘玉, 平和道, 坟里的东西必定比那两样东西好, 不过每样东西在每个人手中用处不同, 潘爷应该知晓, 那雄师能撞碎披着青诗皮的许书, 能有多凶, 他的陪葬品肯定不会简单。 潘玉忽然又笑了起来, 他点了点头道, 李先生言之有理, 地向看玉的阴阳先生不缺钱, 阴阳先生的法器却世上含有。 八卦虎头镜可以给你, 白鞭也可以给, 我不怕李先生胃口大, 就怕你不要一样东西, 那潘某还真不敢信你。 我淡淡笑了笑, 刚才潘玉的眼神体现得几乎也是这个情绪。 我也得假戏真做, 先让他们肉痛, 他们才会信我。 既然潘爷爽快, 我也不拖拖拉拉。 水恶像是因为我的安排才会显现, 珠桂不破坏另一个血眼即可, 至于这血眼下的坟, 需要现在开, 白天开, 恐怕不见关。 我微眯着眼睛, 平静说道, 水恶像的面相, 其实和我毫无关系。 我这样说, 也是让潘玉他们对我更激怠。 潘玉点了点头道, 我敲了一辈子铜锣, 走了几十年夜路, 这点道理还是懂的。 问题在于, 我们靠近过去, 还会有麻烦。 潘玉扭头看向了中央那棵树, 他慎重道, 楚幽年被撞碎, 崔先生被杀, 你同行的纸扎将也中过招。 此时也就李先生, 你和我有手段接近, 但开关之后, 若是他凶恶到无法镇压, 应该怎么破? 我故作沉宁片刻, 便取出来了通窍分矜尺, 接着我又冲着何东明伸了手。 何东明的脸色变了变, 他下意识地后退了半步。 潘玉眉头一皱, 平静道, 何先生, 把东西给李先生, 这是交易, 李先生想来不会让我们吃亏。 何东明咬牙, 眼底深处也闪过一丝阴冷, 他才上前, 将虎头八卦镜和白鞭递给了我。 铜镜入手, 是另一种熟悉中, 透着陌生的厚重感, 至于那白鞭, 则是形容不出来的感觉。 我将鞭子缠在腰间, 铜镜放在外兜里, 单手持着通翘分金尺, 指了指血眼中央那颗树道。 一柄分金尺, 可正观尸鬼匠, 不知道潘爷和何先生是否听过那诗, 观尸鬼匠的凶, 饶是虎头八卦镜都会融化。 我此前的一块镜子, 也是因此化开。 我话音刚落, 潘玉眼中惊差不少, 沉声道, 观尸鬼匠, 是感尸匠一脉死于非命之后, 又化煞成凶尸的一种, 这我听过一些, 早年间有一脉感尸匠, 他们就出过一个观尸鬼匠, 死了很多人, 甚至还搭进去了不少道士的姓名, 最后才被一个高人阴阳先生镇压。 没想到, 李先生竟然斗过观尸鬼匠, 潘玉舔了舔嘴角。 倒也不是我一人斗过, 同常还有一个感尸匠, 以及另外的阴阳先生, 我取了镇那观尸鬼匠的通翘分金尺而已。 我平静回答, 这尺子不是用去镇他, 是从他身上取下来, 显然, 潘玉瞳孔都紧缩了起来。 我点点头。 潘玉长嘘了一口气, 眼中有了几分放心。 看来李先生的确是一高人胆大, 年少有为, 倒是潘某等人招惹你, 不开眼了。 这一番话, 我就没有骗潘玉了, 基本上是如实说明。 真假参半, 再加上我几乎全程和潘玉在讲话, 也避过了何东明的目光, 他们更不会发现问题。 我没再继续接话, 而是取出来怀表看了一眼时间, 此时差不多凌晨一点刚过, 也就是丑时了。 还差两个时辰天亮, 开了坟, 尽快离开。 我和尚怀表, 又看向何东明, 示意让他们手下的人给两个铲子出来。 何东明招手示意, 顿时有人递上来了两个铲子。 我和潘玉一人一个, 各自别在腰间。 接着, 我就率先踏步, 走进了血眼之中。 我不能多拖延时间多等, 长时间没去生机位, 朱桂肯定也会觉得出了问题, 甚至可能过来找我们。 现在能和潘玉他们达成这么微妙的平衡, 也是因为他水恶像, 再加上我言语将其骗过。 他们不敢动我, 也是忌惮暗处的朱桂。 若是朱桂出现在附近, 潘玉肯定会毫不犹豫地出手。 毕竟他们现在都信我, 水恶像是因为我的安排出现。 也好在潘玉他们贪婪, 若是他们不打算挖我所说的这个坟, 直接要离开, 我还真没有别的办法。 转瞬的思绪间, 我已经往里走了两三步。 潘玉也紧跟着我进了血眼之地。 幽冷的风吹拂在身上, 小手在摸索。 我明显还能感受到一些其他动静。 譬如四面八方挂在半空的纸扎人, 虽然没有许书操控他们, 但我却觉得他们都在盯着我和潘玉。 身上还感觉到另一种压迫感, 好像有个东西要从我额头里钻进去似的。 我将通翘芬精尺竖着放在胸前, 那股感觉才消散开。 只不过, 那种被盯着的感觉却强烈了数倍。 至于潘玉, 他跟到了我的身旁, 一手提着铜锣, 另一只手拿着锣锤, 似是随时会敲击下去。 我内心也在计算。 潘玉还有个手段, 就是拿他三年命敲响的一声锣, 可以两颗钟内震散鬼碎。 若是刚才没有一瞬间将他逼到绝路上, 他肯定不会敲锣。 我得小心谨慎, 挖坟开关, 弄出来那凶尸之后, 让潘玉敲不了锣。 这样一来, 才能达成我的目的。 否则潘玉再耗三年命, 我的计划就会一场空, 他用两颗钟的时间足够杀了我和指人血。 片刻后, 我们来到了树前。 地上满是污浊的血迹, 还有两个血沙纸扎在地上储着。 我踩到了一些内脏的碎片, 脚下软绵粘腻, 格外的难受。 潘玉视线也落至我身上, 明显是在等我。 我将通窍分矜尺别在胸口, 又取出来了刻刀。 低头看着树干上那如同人脸的树瘤子, 我伸手用刻刀将其头顶的位置刺穿, 往下滑拉了一下。 顿时, 一道淡红色的液体从树瘤上一出流淌而下。 我盯着那液体, 视线没有游离分毫。 刚才趴在灌木里, 我就思索过了, 这地方竟然还有一个极凶的尸体。 那这树瘤子的物极通灵, 恐怕就是因为那尸体的怨气凝聚, 而不是因为坟头堕。 此地已经在鬼见水血眼核心, 定罗盘转针的指向, 也无法让我分金定穴。 那想要找到尸身, 就要另辟蹊径。 很快, 那淡红色的液体流淌到地上, 顺着杂乱的树叶朝着树后流淌。 我和潘玉跟了过去。 树身之后, 入木地一幕却让我不寒而栗。 树身后方视线之前看不到的位置, 竟然有一个四四方方, 凹陷下去的坑。 在坑的中央, 钻出来了一只手, 它曲起五指, 小臂露出来半截, 似乎在抓着半空中什么东西。 那细长的黑青色指甲, 皮薄骨头的手指, 显得一样恐怖森然。 青色, 是青色煞, 那怎么还有一抹黑? 我见过黑煞化血, 蟹煞化青, 都是两种式变化中的模样。 黑煞不可能直接成青色煞。 我眉心紧皱成了疙瘩, 收起来了刻刀, 又将通俏, 分金尺握在手中。 潘玉微眯着眼睛, 难难道, 比寻常青色的怨气要凶一些, 却是黑色的, 当真是怪异。 一阵阵阴冷的气息, 似乎在我身上环绕流淌, 更想要钻进我身体。 潘玉手中的铜锣在发出丝丝的颤动, 似是要被凭空敲响的征兆。 李先生, 直接挖吗? 我用这铜锣护体, 它怨气太重, 我恐怕撑不到太久。 通俏分金尺帮我抵御了怨气和阴气。 很显然, 铜锣也有同样的效果, 帮潘玉抵御了这气息, 不然它已经被撞碎了。 只是铜锣不如通俏分金尺, 除非我动手, 或者潘玉敲那一声三根锣, 否则它就得退出去。 思绪若定, 我立即往前迈步。 并没有直接踏入坑中, 走到坑侧面, 从距离最近的位置, 直接顺着那条小臂的边缘, 将通俏分金尺, 横横往下一插。 通俏分金尺, 紧贴着那小臂一侧, 进入泥土中。 忽然间, 那小臂曲起的五指, 忽然颤动了一下, 就像是收紧了一样。 阴冷的气息变弱了。 通俏分金尺离开我身体, 我也没觉得, 再有什么气息, 要钻进身体。 那丝丝颤动的铜锣, 此时也平息下来。 李先生这通俏分金尺, 的确是好宝贝。 潘玉瞥了一眼通俏分金尺, 他又舔了舔嘴角。 挖阿坟? 我低声说了一句, 直接抽出来了铲子, 朝着深坑边缘, 直接挖了下去。 我动作很小心警惕, 顺着边缘往里, 尽量不碰到坑中他的尸体。 潘玉在另一侧, 也开始动起手来。 我余光注意到, 何东明与他手下那群人, 绕到了另一侧, 刚好是我之前藏身的那个方位。 这样一来, 他们就能瞧见我和潘玉, 不用被树挡住视野了。 指认许也在他们旁侧不远。 其实这时候, 指认许可以走的。 可凭他的秉性, 他也不可能离开。 当的一声轻响, 是我手头的铲子碰到了硬物。 棺材。 我愣住了一下, 因为我看到那小臂的时候, 我就觉得下面可能没棺材, 这尸体是裹着草席, 或者直接掩埋的, 否则的话, 它怎么可能伸出来手。 停顿片刻, 我继续开始挖。 很快, 泥土中荡针露出来一小节棺材的边缘。 确定了下面有棺材, 我速度就快了不少。 另一侧的潘玉也难难道, 有点意思, 没棺材, 好物件就只有身上带的, 有棺材, 陪葬品才更多。 不多时, 我们就将土坑两侧挖下去了快一米半的深度。 最中央的位置, 则是裸露突出来一口棺材。 棺材上方的泥土, 也被我们清理得差不多。 这是一口黑漆漆的棺木, 其上半截的中央有一个洞, 刚好探出来一截小臂。 通窍分矜尺, 刚好贴着小臂卡着进了棺木的洞里。 此时, 另一侧传来了稀稀疏疏的脚步声。 我侧眼一看, 是何东明带着几个人试探地走了过来。 当即我眉头就是一皱, 就我和潘玉两人在这里, 等一下我想办法弄出来乱子, 要方便得多。 人一旦多起来, 麻烦就大。 万一再有什么纰漏, 变数更是难以掌控。 停下, 墨进来。 我沉声呵斥道。 李先生, 这尸体不是已经被你用宝物镇住了吗? 多一个人大把手, 赶紧开关, 我们取了东西好走。 何东明眼中明显透着贪婪, 他后方的那些人, 也都眼睛放光似地盯着棺材。 潘玉倒是没说话, 他低头打亮着黑色的棺木, 似是在纵容何东明等人。 我皱紧了眉头, 看向潘玉, 说道, 要是闹出来什么纰漏, 让他撞碎十几个人, 你能对付, 还是我能对付? 我也不确定通俏分矜持, 能镇住多久。 潘玉这才抬起头来, 他抬手做了个制止的动作, 淡淡地说了句, 都在外面好好等着, 棺材李先生点出来的, 尸体他镇住的, 我们出去还要仰仗李先生, 莫要乱来。 何东明等人这才停下来脚步, 不过他们还是探头往李张望。 我定了定神, 目光还是落在了那胳膊上。 我差不多有了算计, 开关之后, 要先趁机将潘玉的罗弄脱手, 再把他推到尸体身上。 只要在这同时, 取走通俏分矜持, 他必定就要被撞碎, 而我有尺子护身, 能够借机逃窜。 何东明那些人, 虽然是个麻烦, 但没有潘玉压制只认许, 只认许也能动手, 那些人反倒是不足为惧。 问题就在于, 那胳膊穿透在棺材里头, 开关的话麻烦不小, 还得保证这期间不要让他诈尸, 不能将通俏分矜持和他分开。 我思绪期间, 潘玉也没有来打断我, 只是在旁边静等。 我脑海中推演了数次, 慢慢地想到了一个办法。 抬起头, 我目光落至潘玉的身上, 沉声道, 通俏分矜持是不能离开他身体的, 否则我们必定撞碎, 没办法阻拦。 有个简单的法子, 潘爷您敲一声锣, 里面的东西任凭我们拿, 不会出事。 若是潘爷您不愿意, 我再想另外一个法子。 潘玉的脸色, 当即就是一尘。 他嘴角抽起, 皮笑若不笑地说了句, 李先生, 你说笑了, 三更铜锣三年命, 想来你是听到的吧? 刚才我已经吃了大亏, 现在虽然你说了棺材里东西好, 但我毕竟没看见。 命, 不是这么花的, 你得想一个另外可行的法子。 我故意为难低头, 做出思索的模样。 其实那话, 也是我故意说出来的, 就是要让潘玉自己来说, 让我选另一个办法。 这样一来, 等会儿他就不至于再怀疑我。 半晌后我才抬起头来, 慎重地取出来一截绳子, 小心翼翼地将通翘分金尺 和那胳膊绑了起来。 做完之后, 我走到了潘玉身侧, 又取出来了八卦虎头镜。 第二个法子, 就是我固定了通翘分金尺, 但是也未必不会滑落。 潘爷你来开棺盖, 直接将其抬起来, 抬得够高, 我们也不需要取下来通翘分金尺, 直接就能将棺盖拿开。 若是中途出了披漏, 我们两个的命可都在你的手里。 我一字一句, 语气格外地凝重严肃。 潘玉微眯着眼睛, 平淡地回答, 李先生这就无需担心了, 这不就简简单单可以开棺了吗? 也无需让我耗费阳寿。 我沉宁片刻, 还是叮嘱他, 说开棺过程中或许会有意外, 让他小心一些。 潘玉不可置否地点了点头, 他侧身贴近了棺材, 手指在棺盖和棺身的缝隙中摸索, 我余光扫过后方那些人, 所有人都紧张无比地看着潘玉。 我并没有去看只认许, 也没有给他眼神示意地打算。 这个结果眼上, 不能让何东明发现问题。 棺材上传来咔嚓一声轻响。 是潘玉用一根铁签撬开了棺材盖子, 将其撬开出来一个缝隙之后, 棺材盖子明显倾斜了不少。 棺材盖子上的那个洞不大, 这倾斜已经触碰到了小臂和通翘分金尺, 让其歪斜了不少。 潘爷, 我压低了声音, 叮嘱了一声。 潘玉神色平静, 道, 莫慌, 我自由把控, 你看好棺材里头的尸身就行。 当然, 我也是故意说的这句话, 就是让潘玉觉得他自己能占据主动。 潘玉双手的力道当真是大。 棺材的倾斜, 只是他为了双手能握住棺材。 下一刻, 他便平稳地将整个棺材缓慢举起, 一直到了超过那条小臂高度一半。 我侧身倾斜往下看去, 一眼, 我就瞧见了棺材里头一具尸体。 那竟然是一具女尸。 这尸身通体泛轻, 其脖梗和头脸的位置却弥漫着淡淡的黑气, 这种黑气和黑煞的那种发黑不一样。 黑煞只是正常的黑, 而如今这黑气却深邃得如同墨色一般。 不知道这女尸多少年头了, 她的身体也是皮包骨头, 格外地恐怖。 我额头上冒着薄薄的汗水, 还看见了她尸身旁边堆积起来的陪葬品。 我不认的那些东西到底价值几何, 可那厚重感却格外重, 绝对不是凡物。 棺材盖子被抬得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我从内侧看, 已经高到了女尸手掌的位置了。 她平举起来的手指正在一点一点 从棺盖空洞中出来。 快抬完了, 潘爷, 你稳住胳膊, 千万莫摇晃, 棺盖上有浮, 不能损坏。 你再往上抬半尺, 不能动。 我沉声说道。 潘玉果然将棺盖又抬高了半尺, 她沉声道, 是什么事? 陪葬品如何? 她沉声再次响起, 语气中明显有了渴望和贪婪。 显然, 被棺盖挡住了视线, 潘玉此刻看不见棺材内的情况。 厚重, 非凡物, 潘爷你, 莫要乱了心神。 拿好棺盖, 这些都是你的。 我压低了声音, 一字一句地说道。 同时我伸出右手, 朝着棺盖下方, 那女尸的胳膊探去。 这过程中, 我隐隐动了动身体, 确保后方的人看不清楚我的小动作。 你阵师, 不用担心我, 我自然不会, 潘玉正说着, 我的手摸到了通翘分金尺。 让我闷哼了一声的时, 通翘分金尺竟是格外的刺烫。 本来捆绑在女尸手臂和通翘分金尺上的绳索, 忽然咔嚓地一下蹦裂了。 我心头大惊, 本来我是想要将通翘分金尺抽出来。 这直接断了绳索, 是女尸太凶。 我反应速度极快, 飞速抽出通翘分金尺, 再接着, 我身体狠狠侧过去, 朝着潘玉后腰上一撞。 这力道我用得格外大, 并且我注意着, 撞击地是后腰的位置。 砰的一声闷响, 潘玉重重地撞在了棺材边缘。 他一声痛哼。 潘爷, 小心! 我还故意惊怒地大吼了一声。 再接着, 我猛地抽出了身体, 抬手就去摸棺材盖子。 潘玉半个身体都倾斜进了棺材。 我抓住棺材盖子的瞬间, 身体是往后倾斜, 这会让人看起来我是将棺材往后甩。 但实际上, 我小臂用力, 却是在后退的同时将棺材盖子往下狠狠一压。 潘玉一声惨叫, 直接被棺材压中了半个身体。 我猛地后退, 朝着血眼之外狂奔。 这顷刻间, 整个血眼之地生起来了墨绿色的烟雾。 身后是潘玉的惨叫, 而血眼边缘那些纸扎本来是无力地搭拉着, 现在却完全崩直, 就像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完全充盈了起来。 余光更能看见, 空地上有六个小木人全部树立了起来在剧烈的颤抖不止。 血眼之外的何东明还有他那些手下, 惊恶不已地看着我。 几乎所有人同时抽出来了身上的兵器。 李阴阳, 你干了什么? 何东明一声大吼, 声音中都是惊怒。 我干了什么? 你要问潘玉干了什么? 他若是不乱来, 怎么会出问题? 贪心不足, 破了服务。 我转眼间冲到了血眼之地的边缘, 更是一声大吼。 很显然, 何东明都猛了。 我微眯着眼睛, 让自己神色显露出来的都是愤怒。 何东明的表现更让我确定了, 刚才他们的确没看见细节。 一旁的指人许, 却稍微往何东明他们身侧靠近了些许, 很显然, 指人许的眼中露出冰冷之色。 我心中一定, 顿时就晓得, 指人许看出来了。 到了何东明他们身前, 我没有停住下来脚步, 跨步往侧面走去。 同时我低声喝道, 赶紧离开这里。 潘玉闯了祸, 再不走, 我们都要走不掉了。 那青狮煞很诡异, 他死定了。 何东明那些人都慌了神。 有人要往外走, 何东明在原地来回犹豫, 他忽然色力内忍地说道, 不行, 李英阳, 你不能走, 去把潘爷救出来。 下一刻, 何东明抬手就要来抓我肩头。 就在这时, 指人许忽然低贺了一声, 他手中骤然一甩。 半空中传出呼啸和破空声。 好大一颗头颅, 自人群边缘处抛飞而起。 随着头颅飞起, 一股鲜血喷射, 起码超过两米高。 场间之人都惊怒无比, 靠近的人朝着指人许挥刀斩去。 老残废, 你找死。 何东明也被吓了一跳, 一股血更直接射在了他的脸上。 我再一次停住下来脚步, 扬起手中的通翘分金尺, 反手一甩, 朝着何东明的脸颊狠狠砸了下去。 本来我和他就距离两步左右, 这一甩过去, 通翘分金尺石打石地砸在了他的脸颊上。 何东明惨叫一声, 整个人朝着地上砸倒下去。 我心下一狠, 抬起腿, 顺着他倒下的势头, 狠狠一脚踏中他的腰上。 惨叫破了音, 何东明重重地摔倒在地上。 再观指人许那头, 他巧妙地闪躲开了刀剑, 手中钢丝挥舞得更加凌厉。 接连不断的惨叫声中, 抛飞起来的不只是头颅, 还有胳膊腿。 指人许身上本来就套着一层青尸皮纸扎, 已经被建设起来的鲜血浸透, 看上去格外地争鸣凶狠。 我握紧通翘分金尺, 眼皮狂跳地看着他的招式。 这些手段, 我看上去都很陌生。 可这才是指人许真的本事。 操控纸扎只是粗浅的手段, 一旦披上尸皮, 就挽落凶尸。 而且还不是笨重的尸体, 而是灵活无比的尸。 这期间, 有人见斩中了指人许的胳膊。 他除了被惯性力道压得手臂变形, 见根本没有穿透和娘子的青尸皮。 指人许基本上是毫发无伤。 我本来想要阻拦指人许的, 只不过他的动作太迅速凌厉。 那十几个人死了两个, 剩下的全都缺胳膊少腿, 在地上哀嚎惨叫。 阴阳,咱们走。 让他们自生自灭。 指人许抬头看我, 沉声说道, 我呼吸粗重地点点头, 不过我并没有立即走, 而是低头看向了何冬明。 何冬明此时蜷缩成了瞎子一般, 捂着自己的头, 格外痛苦。 你身上还有什么先生的物件, 都交出来, 否则我将你人扔进去血眼, 和那攀育一个下场。 何冬明站立的仰起头, 他眼中尽是恐惧和哀求。 别,放,放过我。 他哆嗦地说着, 从腰间取出来了一样东西。 那是一块乳白色的玉, 上头符纹繁杂, 一时间我也看不明白是什么。 羊皮纸呢? 我微眯着眼睛,又沉声喝道。 此前我看得清楚, 何冬明从崔先生身上将羊皮纸拿走了。 何冬明眼中闪过惨然和不甘, 他还是取出来了羊皮纸, 递给了我。 欲是什么? 怎么用? 我又问了一句。 和,和羊皮纸,是一套, 我还不知道怎么用, 何冬明哭丧着脸, 他此时太狼狈了, 半张脸都他陷了下去, 嘴巴也在流血。 我眼皮狂跳, 顿时不再多说其他。 和指人许对视了一眼, 我迈步往前走去, 指人许极为不舍地看了一眼血眼之中。 他身体晃了晃, 眼中也是不甘, 不过他还是跟着我一起走了。 急不走出去一段路之后, 我才停顿下来。 扭头看了一眼后方, 此时密林差不多遮挡了视线, 已经瞧不见血眼之地了。 刚才那些人或伤或残, 他们也没本事再追上来。 潘玉,确定死了吗? 指人许沙哑地问了我一句。 我有一片刻,摇头说道, 没死,不过应该活不下去了, 他来不及敲锣, 就被我按到了那尸体上, 那尸体,很可怕, 一瞬间就能把他阳气吸干。 指人许沉默片刻, 他还是盯着后方, 低声道, 庚夫的命就像是蟑螂一样硬, 没看到他断气, 我始终有些不放心。 只不过那地方太凶了, 我刚才也的确被撞碎, 我们没办法进去再扎一刀。 现在只剩下这盒娘子的纸扎, 我这些年的搜集, 也全部搭进去了。 指人许的话音中充满了唏嘘复杂。 任何东西都贵在金, 不再多, 我们再找上十个八个血沙, 总要强过几十个黑影。 指人许恩了一声, 说,此言非虚, 那羊皮纸上的地方, 我们要去一趟, 必定会有大收获。 我点点头, 又想到了那些手闸上描述过的语化膳师, 下意识地就摸了摸自己的脑后巨凹骨。 林子的另一侧, 传来了稀稀疏疏的脚步声。 指人许顿声警惕, 那根燃血的钢丝 瞬间都发出嗡的一声轻响。 我警惕地看向那个方向。 随着那声音之后, 出现的却是朱贵的身影。 朱贵脚步匆忙, 面色透着急促。 看见他之后, 我才松了口气。 朱贵神色也透着惊喜, 李先生, 指人许。 他展开几簇灌木, 来到了我们身前。 我就猜到, 朱贵发现了动静, 肯定会过来, 果然我们现在碰了头。 你们和他们碰过面了。 朱贵盯着指人许身上的血, 他眼中迸发出不少杀鸡, 警惕地看着我们后方。 已经解决了。 我沉生示意朱贵不用担心。 朱贵眼中露出恶然之色, 他眼皮狂跳, 问我是不是连潘玉也解决了。 我点点头, 一边示意他们往前走, 一边又和朱贵说了一遍刚才的情况。 等我们到了生机位的竹林时, 总算将事情说了明白。 朱贵连连点头, 说这群人应该是不可能出来了, 没了英树先生带路, 杨蒜先生在这种地方就是废物。 再加上潘玉被推到凶尸身上, 他们这就叫做善恶到头中有报。 挖坟掘墓不知多少, 最后还是要死在棺材上头。 我点点头, 不过心中却隐隐有些悸动不安。 抬起手, 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掌, 再看了看身旁指人许。 我身上没怎么沾染血腥, 甚至我没有下手杀人。 可事实上, 这些人若是全部死了, 也算是死在我手。 朱贵说善恶到头中有报。 他们的报应是栽在了我手里, 我身上却也要被记下来一笔债。 天亮了, 咱们就离开, 免得夜长梦多。 我低声又说了一句话, 便找了处干燥的地方, 斜靠着竹林坐了下去。 余光能瞧见狗居, 他坐在稍远的位置, 神色中明显有所畏惧, 没有靠我们太近。 指人许脱下来了和娘子的指扎, 他将其好好地折叠起来, 贴身放好。 朱贵则是一只手在竹林的边缘, 保持十足的警惕。 后面的一个时辰过得很快, 我打了个盹就天亮了。 阳光刚好通过树叶的缝隙 照射在我的脸上, 让我清醒过来。 只不过一睁眼, 我就发现了有些不对劲。 地上湿漉漉的, 好像是我坐在了水里面一样。 伸手摸了摸地面, 竟是不少冰冷的水。 我打了个寒劲, 昨晚也没下雨啊, 而且这地方更没什么小些, 哪来的水? 我立即站起来了身体, 这才发现地上水着实不少, 斑斑点点的阳光照射下, 还在反射着微微光韵。 顿时, 一个可怕的念头, 在我心中滋生。 我们所在六箭水的江星洲, 是一个看似圆形, 但却是从外网里凹陷下去的圆坑, 它只是边缘高耸, 中间却越来越深。 鬼箭水还并未曾到中央最深的地方, 穿过最深处, 就可以到天箭水和人箭水的那一面, 也就是我们入口所在。 没有下雨, 江星洲中没有小溪, 那这水, 就是从江星洲边缘溢进来的悬河水。 我越想, 额头上的汗水就越多, 也觉得冰冷和心慌。 一旦让悬河水溢进来, 这江星洲都会沉没, 我们压根没有离开的机会。 目光快速扫过四周, 两根竹子之中被拉了几条钢丝, 只能徐躺在上面休息。 我一眼, 没瞧见朱柜的人, 不过, 我却看到了基尼外的狗居, 他也在地上睡觉。 许说, 狗居, 起来, 我们要赶紧离开这里。 我低声喊了一句, 就快速朝着竹林边缘走去。 余光瞧见了指人许和狗居都在起身, 狗居疑惑不解, 指人许却眉头紧锁。 等我走到竹林边缘外了, 我才瞧见, 朱柜正坐在一处篝火前面。 几根木棍上插起来了几块肉, 熊熊的火焰上, 肉块滋滋冒油, 只不过, 风并不是朝着竹林里吹, 所以我刚才没闻到气味, 也不知道他烤的什么肉。 李先生你醒了? 刚才有一些畜生东西跑过来, 我抓了个兔子, 快一天没吃东西了, 我寻摸考好了叫你。 朱柜立即站起身, 他在腰侧擦了擦自己的手。 我深吸一口气, 低声道, 该走了, 这江心州有变故。 我话音刚落, 指人许和狗居就跟了出来。 朱柜眼皮也跳了几下, 他凝重道, 是潘玉那老不死的。 我摇头, 指了指地面。 草皮地里, 水在微微地流淌着, 甚至有的地方都汇聚成了小水流。 朱柜咒没到, 今早上天刚亮的时候, 忽然地上就出来一些水, 我开始以为是露水, 没太注意, 怎么就这么多了。 狗居的眼中总算有了不安和惊怕, 不安道, 这里的地势一旦被淹没, 我们就找不到任何落脚的地方, 捞石船也要被冲走, 周围全都是矮小的江心州, 我们根本无处可逃。 饶食我的水性, 也上不了岸, 咱们的确得快点走。 我迟疑了片刻, 扭头看了血眼之地的方向, 放弃从那边离开的念头。 取出来定罗盘, 分辨了方位, 往另一个方向走去。 狗居只忍许跟在我身后, 珠柜稍微靠后了一些。 往外走的过程中, 脚下一直传来啪哒啪哒的声响, 是地上积水太多, 泥土也变得粘密起来。 走着走着, 我才发现了细微处的区别。 阴逸的感觉, 消散了。 这鬼见水方位的密林, 即便是昨天我们白天进来的时候, 都是毕泽阴森。 即便是不到血眼之地, 在外延的时候, 也没有多少阳光能照射进来。 可现在, 我们还没走到外延, 穿透树叶的阳光都多了不少。 重阴之地, 只有风水开始崩溃, 才会出现反常之事。 当时的独结鬼山, 随着生机消散, 山体重组。 而这鬼见水方位的江星洲, 却是倒灌进来水, 谁也是生气。 死地灌入生气, 是因为死地被破。 想到这里, 我心头陡然一阵恶寒。 要破掉这里的风水, 就得破掉鬼见水的核心血眼。 难道说, 潘玉没死, 还破了棺材里头的女尸? 我身上陡然滋生出来了大量的鸡皮疙瘩, 猛地回过头去, 扫过狗居, 只认许, 猪桂一眼, 我与其沙哑地说道, 走, 这里有大问题, 潘玉可能还活着。 我与爸的瞬间, 只认许神色大惊, 猪桂也是, 惊疑不定。 脚下的速度开始加快, 我几乎是在小跑。 一刻钟之后, 我们走到了林子外延。 阳光刚照射下来, 晒满了全身。 忽而轰隆一声惊雷作响, 好端端的大晴天, 竟然一瞬间阴云密布。 痘大的雨水, 零零散散, 劈趴落下。 雨还没有下得很大, 却随时有变成暴雨的可能。 风很大, 呼啸乌叶, 就像是鬼哭狼嚎。 我们此时站着的地势已经不低, 这位置是最开始进鬼见水方位时, 水面距离岸边有两米左右的地方。 可我一眼就瞧见, 水几乎已经到了岸边缘, 随着风吹, 浪头一片一片地泼上了岸。 顺着斜着往下的凹地, 河水流淌了下去。 朝着右边看, 那是我们上岸的地方, 那里地势低, 已经完全被悬河水淹没了。 李先生, 你们在这里等我, 我去找川。 狗居眼中透着惶恐不安, 他硬着头皮说了句, 话语却在风中消散了小半。 下一刻, 狗居就朝着右边的方向急步走去。 捞石船被我们拉上岸之后, 狗居将其放在了岸边的树林子里。 这种情况, 我们必须要有船才能离开。 滚滚的闷雷响彻不止, 天更阴得吓人, 仿佛白天都成了黑夜。 风越来越大了, 吹得人都难以站稳脚步, 耳边更是凌冽呼啸的声响。 阴阳,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潘玉, 她不是不懂风水吗? 还能做什么, 弄得这整个地方大便? 只能徐顶着风到了我身侧, 她脸皮都被吹得颤动不止。 猪柜抽出来了砍头刀, 她走到我更前方的位置, 刀扎穿了, 在地上做固定, 帮我们挡风。 她也在看我, 眼中都是茫然。 闭了闭眼, 回忆昨天夜里的一切, 我才沙哑地开口说话。 结果风声太大了, 我说出来的声音太小, 几乎是低吼, 才能听得清楚。 我差不多说明白了, 想要破坏一个地方的风水, 并不是只有风水先生才能做到。 风水之地有雪眼, 雪眼之核心, 影响整个风水地的平衡。 我利用了鬼剑水雪眼的凶狮来对付潘玉, 心想着潘玉会被灭掉。 可一旦那凶狮出现问题, 就等同于动了整个鬼剑水地的风水。 河水倒灌其中, 属于鬼剑水死气散, 生气聚。 死地散死气, 那就是凶狮出世。 唯有的可能, 就是潘玉闹出来的乱子。 猪柜咬牙, 她嘀吓一声, 再见她, 我非要亲手斩她手机。 指人许雀面色变化不止, 她仰头看天, 嘴唇也翁动了一下, 不安道, 好重的阴气, 这雷雨天也要见鬼碎, 天亮了, 天还没亮。 我更为沉默, 心底的不安也更重。 指人许说的没错, 雷雨天见鬼碎, 这种日头, 我也遇到不止一次了。 冥冥之中, 风水自有定数。 是机缘巧合, 这种时候出现雷雨, 乌云蔽日。 还是说, 此地的风水大变有凶狮出土, 以至于滔天的阴气 引动了风水局的变化。 低头, 我取出来了数件物品, 将通俏分金尺交给了指人许, 又把八卦虎头镜交给了朱贵。 两人都是不解茫然。 我顶着风, 低吼着解释, 说这里风水的变化 会带给我们大凶险。 风水之变会引动命数之变, 我们若是命不够硬, 就要死在此处。 这风水大致是因潘雨之变, 而潘雨若是真不死, 就要找我们来算账。 因杨先生的东西, 可以化煞辟邪, 镇住命数。 他们带上这两样东西, 或多或少, 都有护身之用。 当时, 指人许和朱贵都要将物品还给我, 朱贵更是低声喝道, 李先生, 你莫要胡来, 我砍了一辈子人头, 命岂能不够硬? 你要是把保命的东西给了我? 指人许差不多也是这态度, 他脸色更不好看。 我打断了朱贵的话, 陈生和他们解释了, 我身上带着地向勘于的传承, 这些东西, 不比他们手中的物件轻巧。 我再拿得多, 也没有任何作用。 我这解释, 明显才让指人许和朱贵平复了一些。 也就在这时, 旁侧传来两声哨声, 尖锐的哨音几乎穿透了大风。 我立即抬头, 朝着斜后方看过去。 一眼我就瞧见了波涛汹涌的水面上, 一艘捞尸船正破开了浪花, 朝着我们岸边撑船过来。 朱贵和指人许同样扭头过去, 两人脸上都是大喜之色。 走! 指人许嘀吼一声, 往前走去。 我们站在浪头不停拍打的岸边, 狗居也将船撑了过来。 上船之后, 晃动的捞尸船都因为重量, 而稍稍平稳了一些。 我立即又取出来一样物事, 那是得自和东明身上的白鞭, 我让狗居缠在身上, 等会儿若是遇到什么鬼鬼祟祟, 用来防肾。 狗居眼中都是感激, 他立即开始撑船。 我目光迅速扫过捞尸船上, 找到了备用的竹竿船桨, 我立即将其拿起来, 也开始撑船。 我之前学了二十多年捞尸人的手艺, 我和狗居一样懂得怎么让我们出去。 两人撑船, 捞尸船明显更快了一些, 我们顶着风浪, 朝着来出的方向快速离开。 只不过, 一道又一道的浪头更快地打了过来。 我们刚撑船出去十几米, 那浪头大的惊人, 水位也在疯狂地抬高。 而旁边的水开始灌入六件水江心洲的时候, 更是形成了一股庞大的吸力, 要让我们的船被吸扯过去。 狗居头上青筋抱起, 他拼命撑船更是在战里滴吼。 我听明白了, 他是在滴吼挨公保佑。 我同样也在拼命撑船, 只不过, 我们只能勉强保证平衡。 离开了六件水的江心洲约莫二十多米, 换句话说, 我们压根没离开, 这地方依旧是环绕着江心洲的支流, 我们至少得用半个时辰的时间才能撑船出去。 可现在看这个情况, 我们压根不可能撑船离开了。 水位越来越高, 浪头越来越疯狂。 天也越来越阴沉漆黑。 轰隆一声惊雷作响, 一道闪电自天际披露而下。 刺目的白光闪烁, 一道浓烟自江心洲另一个方向腾腾升起。 好似闪电是一个讯号, 水位抬高的速度还在继续。 令我胆寒的是, 它批重的地方, 好像是六件水方位之中, 天见水和人见水所处的位置。 鬼见水是死地核心, 天见水和人见水是大吉所在。 我不晓得额头上的水到底是汗水, 还是河水, 或者是稀稀拉拉的雨水。 而我的心头也逐渐升起了惶恐不安。 因为我觉得恐怕出不去了。 水位高到了一种可怕的极限。 就好似一个巨大的漩涡, 中间是凹陷, 我们在其边缘的位置。 漩涡的水不停地朝着中央聚拢而去。 这种抬高的程度已经能看到相反方向, 割断了悬河主流的一侧江心洲。 嘶吼的声音从船头传来。 是狗居在绝望地大喊, 李先生, 快不行了, 顶不住了。 我胳膊也完全酸妈了, 下一刻就要难以承受。 一旦我们放松下来, 这船立刻就会顺着水流下滑, 很快冲进六件水风水地中。 只要过去那边, 我们能上那一侧江心洲山脉, 或者翻过去到悬河主流。 风水变化, 只是变化的一处, 整个悬河大风水没有动。 我又是一声大吼。 狗居几乎快哭了, 他哆嗦道, 李先生, 过不去, 除非来个神仙, 否则怎么能把船划过去。 他的颤音在风中散去。 只愿许和朱桂两人的脸色, 也一直在变换不定。 他们两人都死死地盯着我所说的远处的江心洲。 其实我们距离那里, 已经不远了, 也就二三十米的距离。 只不过, 一条河里面的二三十米, 又是如此迅猛的水势之下, 简直是比登天还难。 也就在这时, 只愿许忽然低声说道, 朱桂, 你砍头刀, 让我用一用。 朱桂差异不解, 只愿许埋头到朱桂耳边说话。 我也不晓得, 只愿许想到了什么办法。 我心头更焦虑不安, 若是换一个先生, 在这种境地, 可有破局之法。 换成我师尊在这里, 他会怎么办? 还是说, 他会淡然不惊, 因为他有阴阳先生的命术庇护。 我死死地钻井竹竿传讲, 懊恼却也毫无办法, 我回到地象炉, 就是想要阴阳术大成。 可潘玉这一行人, 也不得不除掉。 还是我不该利用风水。 我本事不够, 始终要被反噬自身, 才会出这些算计之外的问题。 李先生, 你们但求多福, 我不能陪你们送死。 又是一声战力不安的话音, 在风中消散。 下一刻, 船头失控了。 我生生瞧见了狗居, 他猛地松开了船桨, 一个猛子扎进了水里, 拼命地朝着 另一头割断之流的江心周游去。 朱桂破口大骂, 贪生怕死的狗砸碎, 老子剁了你。 没有回音传来, 捞尸传搜的一下, 就要朝着下方划去。 只认许雀飞速将砍头刀递给了朱桂。 朱桂又是怒吼一声, 他猛地一挥砍头刀。 那近乎一人大小的重刀, 呼啸一声, 被他甩飞而出。 一道血花, 自指人许的手臂见识而出。 几十米的距离, 几乎是一瞬间跨过。 砍头刀竟是生生扎穿进了 割据之流的江心周石块上。 剑射出来的血花, 有的落到了我的脸上, 不少撒进了船脸。 我才瞧见, 是树根钢丝绷直在半空中。 分明是刚才指人许用钢丝绑住了砍头刀, 再让朱桂挥刀出去。 这是指人许想出来的办法。 因为钢丝飞射出去的太快太快, 所以弄伤了指人许的胳膊和手掌。 顷刻间, 指人许单手抓住了钢丝, 他用力搅动手臂, 让骑在胳膊上缠绕竖圈。 双腿猛地往前一蹬, 整个人的身体倾斜往后一倒。 整个人和钢丝完全绷直, 刚失控的船, 顿时就平稳了下来。 只不过, 指人许却传出一声惨叫。 他胳膊几乎都被钢丝拉得变了形。 这一切, 只是转瞬之间的事情。 朱贵踏步上前, 他一手抓住前方的钢丝, 也和指人许相仿, 用力拉拽。 指人许的压力顿时少了很多, 朱贵也是闷哼了一声, 他的手也被勒出来血痕。 捞尸船和冲刷下来的悬河水, 达成了一个微妙的平衡。 我立即踏步上前, 并且我摸出来了灰仙手套, 还有监音婆的白瞻。 我先将白瞻包裹在手中, 在最前端的位置, 抓住一截钢丝, 用力拉拽之下, 双腿也蹬住船身, 承担了一部分力量之后, 我给了朱贵一只手套, 示意他赶紧戴上一只手。 同时, 我也将另一只手套递给了指人许, 喊他先松手, 有我们两个人, 暂时能撑住。 指人许没有推诿, 他直接松开了那只手, 颤巍巍地接过手套。 朱贵单手戴上手套之后, 迅速地又换了一只手。 我们三人绷紧了钢丝, 一点一点地拉拽, 捞尸船缓慢地接近着 分割之流水的江星洲。 几十米的距离, 却足足拉了整整一刻钟, 才到了江星洲边缘。 这里的江星洲, 其实很窄小。 它本来有露出水面十余米高, 因为水位暴涨, 以至于只剩下三四米左右, 而且宽度不足十米, 已经不能说是江星洲了, 只算是悬河上吐出来的一块石头。 只是这条石头很长很长, 除了几个水口断开之外, 几乎包裹了整个六件水的江星洲。 朱贵低声喊我先上去, 想办法固定船只。 我先松手, 他和指人许承受的力道瞬间又大了不少。 跳上江星洲的地面后, 我立即拉出来船头的青麻绳, 快速地在一处凸起的石块上, 将船绑住。 顿时, 青麻绳绷直地还嗡鸣了一声。 指人许和朱贵这才上了岸。 我们三人的胳膊都在颤抖, 我情况最好, 没有伤到手。 指人许锦存的手臂还在滴答滴答地流血, 朱贵也好不到哪儿去, 灰仙手套都被鲜血浸透。 朱贵脸色阴沉, 低声骂道, 那狗居最好死在河里, 否则让我见了他, 我非要将他包皮不可。 指人许沉默片刻才说道, 大难临头之下, 他有把握上岸, 的确没有必要跟着我们送死, 阴阳其实也可以下水, 他却没下。 阴阳, 这种不该做的事情, 你做了两次了。 指人许看向我, 语气却冰冷不少。 我身体顿时一僵。 大丈夫, 有可为, 有可不为, 更要有取舍, 而不是动不动, 就要搭上一条性命。 血眼之地外, 我即便是落了他们手, 其实你也应该走, 你走了, 必定还有算他们的机会。 你学了二十多年捞识人的手艺, 水性之强, 天赋之高, 这段水不可能要了你的命, 你却要留在船上, 跟我们一起耗。 你这条命, 要比许书金贵得多, 且不说你是地向炉的阴阳先生, 你身上背负的, 还有多少事情? 许书只是一个等死的糟老头子, 再说朱贵, 他应该也不会。 指人许话音到此处, 他看向朱贵, 眼神透着一种说不出的意味。 朱贵的的神情和身体, 则是一直僵着的。 他接上了指人许的话, 冲着我躬身行了礼, 哑着声音道, 李先生, 朱某之前不晓得你在水里的本事, 但若是再有危险, 莫要管我, 我敬重蒋先生一辈子, 不会用这条满是血债的命拖着你。 先生有情义, 朱某已经晓得了, 能来此行, 已然是先生情义深重, 若是害了先生, 我万死难辞其咎。 指人许和朱贵的这两番话, 发自肺腑, 可对我来说, 却让我心头久久难以平复, 这同样也是我无法做到, 和无法接受的事情。 我目光复杂, 并没有接话, 视线转而眺望至 斜对面的六件水江心粥。 支流暴涨的水, 实在是太大, 太汹涌了。 我们上来这段江心粥, 不过两盏茶的时间, 刚才也不过两克钟。 本来四周高中间低的水旋, 已经平稳了下来。 不, 不能说是平稳, 而是水流完全抬高, 六件水的风水局, 已经被淹没到了最中央的位置。 只剩下一些高处的树木, 还在水面上。 我心头只有后怕和金卷。 水恶, 攀育破的了那诗, 却逃不过水恶命, 风水之变, 迁移发而动全身。 我声音沙哑的喃喃。 天上惊雷依旧在作响, 闪电时不时地披过, 痘大的雨滴哗啦啦地落下。 而眼前的一幕, 却更令人震撼心惊。 倾盆的大雨之下, 阎国六件水江心洲的水面, 却在燃烧着熊熊大火。 那一部分, 是因为树太高, 又是之前被闪电击中, 河流灌入其中, 淹没了下方的江心洲, 树顶却还没灭火。 天空中惊雷滚滚, 闪电时不时让整个天际变得惨白。 火焰没有持续太长时间, 因为雨水太大, 就和倒豆子一样, 很快就将树顶上的火苗熄灭。 因为水流已经完全填满 六件水江心洲的缘故, 那股冲势逐渐小了, 水不再有那么凶险。 雨水也没有一直持续, 很快便停歇下来。 天还是很阴沉, 如同黑夜, 闷雷还在滚滚, 闪电时不时地出现一道。 原来六件水的江心洲, 完全成了一个被包裹的湖泊一般。 四面八方, 都是高出来约莫三四米的江心洲山脉。 湖泊中央有很多巨大的断木, 那都是被水冲断的大树或者本身倒掉的树干。 我重重呼吸几次, 平复了心跳, 正打算说我们撑船离开。 结果却瞧见湖泊最中央的位置, 几条巨木上悠悠地出现了极摩火光。 就像是黑夜中的几根蜡烛在挣扎的燃亮。 玄河上怎么会出现蜡烛? 我们距离的着实太远了, 近乎数百米的距离。 那火光能看清楚, 已然是匪夷所思。 至少在这个距离下看, 那的确是蜡烛。 几根巨木朝着我们缓缓地移动了过来。 随着距离的变境, 我逐渐看清楚了一切。 那不是蜡烛, 而是人点烛。 近乎十余个人, 有的人断手, 有的人断脚, 但无一例外, 所有人的头顶都被削去了一块。 他们头顶的火苗比我之前见过的人点烛都要大, 尤其是最前方的那一个人点烛。 她是个女人, 头顶被削去一块之后, 没了头发, 只剩下半个脑袋的黑发在身后飘舞。 青中透黑的皮肤, 一双深邃无比的黑眼, 就像是能把人完全拉拽下去的深探。 大昂! 得一声裸响, 让我身体陡然一个机灵。 白昼避天日, 日中人点烛, 死尸一至, 耕肤暴丧。 瘟声带着尖锐, 在湖泊中回荡不止。 那女士身后, 缓缓地走出一个矮小的人。 她身上很凄惨, 满是湿漉漉的水迹, 尤其是她肩膀的位置, 竟然有一处完全洞穿的伤口。 此人, 赫然就是潘玉。 不只是我看清楚了, 只人许, 朱贵, 同样也看清了。 只人许面色恶寒, 她飞速地取出来和娘子的纸扎, 将其套在了身上。 朱贵一把拔出了扎穿进山岩的砍头刀, 她惊怒无比地看着潘玉, 骇然道, 这老东西, 还不死。 好硬的面。 朱贵眼神很利, 她忽然说道, 只人许, 弄好了和娘子的纸扎, 顿时将手套递给了朱贵。 朱贵迅速戴上灰仙手套, 她将一截钢丝缠在手上, 快速到了更后方, 将新洲山岩更高的位置, 整个人原地一个旋转借力。 嗖的一声, 那柄砍头刀竟然飞射而出, 直接投掷向不远处的巨木。 潘玉的巨木, 此时距离我们也就三四十米的距离, 也就是我们之前所在的位置。 钢丝的长度足够。 与此同时, 那潘玉猛然间仰起了手中锣锤, 他狠狠一下敲击在了铜锣表面。 五十敲更锣, 一响惊气破。 陡然的锣声, 像是穿透了耳膜, 我感觉整个人脑海都是一阵撕裂的巨痛。 我闷哼了一声, 半跪在了地上。 指人徐也好不到哪儿去, 捂着头惨叫了一声。 道士朱贵, 他双目圆睁, 却从口鼻处开始溢血。 这刹那间, 那柄砍头刀已经投掷到了潘玉跟前。 青黑之间的女尸竟是刚好倾斜下来, 就像是扑倒在潘玉身前一般。 砍头刀直接扎进了那女尸的腰腹。 朱贵双手猛然一拽钢丝, 又要将砍头刀拉回来。 那女尸的双臂却刚好垂下来, 搭拉着抓住了砍头刀。 朱贵非但没将刀拉回来, 反倒是身体往前一倾, 险些坠入水中。 我脑袋几乎完全裂开了, 只剩下喘息和痛哼。 这期间, 剧目靠我们也越来越近。 潘玉脸上的表情。 她无比的阴毒, 无比的怨恨。 林阳, 好一个地向看玉的林阳, 你想不到吧, 我没死。 你应该抢走我的罗, 那我就真死了。 潘玉的嗡声, 就像是真一样, 想要刺穿我的耳膜。 我粗重地喘息着, 抬起头, 死死地瞪着她。 我不是不想拿, 只是你缠在腰头挡住, 没给我机会。 我声音格外沙哑。 话语间, 我双目逐渐地红了, 脑中也在疯狂想着对策。 其实我已几乎没办法了。 潘玉带着那么多人点竹, 她本身看似重伤, 但却依旧气势不减。 只认许和珠桂, 不可能是她对手。 听着那女诗, 我想出来了最后一个办法。 潘玉, 我死, 你放人, 如何? 我哑着嗓子, 低声道。 你本来就要死, 我会把你点了人竹, 纸扎酱, 我会包皮。 至于你这珠桂, 人点竹, 我都嫌你晦气, 我会杀了你为鱼的。 潘玉厌恶地说道, 她话语冰冷, 眼神中对我更是警惕 和完全不信任。 我死死咬住了下唇, 双拳握紧, 面色也是苍白。 潘玉又冷笑地说了句, 怎么, 李盈阳, 你还想赢我一次? 我不会给你机会了。 杀了你们, 我才高枕无忧。 剧目距离我只有十余米的距离, 潘玉舔势着嘴角, 明显她很兴奋, 兴奋的身体都在微微颤抖。 我呼吸越来越粗重, 不是盯着潘玉, 而是盯着那被制成人点竹的女士。 本来, 我是想要用这个方式, 至少先上到剧目上, 单独面对潘玉, 再接近那女士。 这种程度的女士, 恐怕能一瞬间吸干我的洋气。 别无选择之下, 我只能想出这个办法, 看看能不能绝处逢生。 可潘玉不给我这个机会。 眼看着剧目越来越近, 她又一次扬起螺锤, 要敲击下去。 她阴厉的开口, 也要喝出 那让人极其难受压抑的咒法。 可就在这时, 我注意到她的脸, 一瞬间, 潘玉竟是满脸的黑白花点。 本来潘玉脸上就有两种水恶像, 其耳间有黑子, 长朝水晶, 其年兽有红线丝巾, 主逆死。 这两种死像都应该死在水恶之下。 她破了鬼见水的风水, 以至于水难爆发, 这大水却没能要了她的命。 我还以为, 她的命印到了破掉了面相。 可实则不然, 她的水恶像还没到, 现在她的面相却代表水恶要来了。 谷相有言, 满面黑白花点, 命门将黑气入口。 水恶, 利剑, 九米, 八米, 七米。 潘玉已然迫不及待。 我盯着她的脸, 看着她的命门, 我声音沙哑道, 潘玉, 你快死了。 潘玉忽然愣了一下, 她笑了起来, 笑得格外爽朗, 同样也很鄙夷。 长笑之后, 她才失望地说道, 我还以为, 你要继续求饶呢, 我还打算将你留到唐阵, 让你在地象炉面前跪着和我说, 地象堪于不过如此, 上三流不过如此, 比不过我四流帮的耕夫。 你不求饶, 还是在这里死吧。 我会活着走出去, 因为你的命, 算得不准。 潘玉话音落下的那一瞬间, 她命门之上, 起了一缕黑气, 那黑气直直地灌入口中。 下一刻, 巨木旁边嗖的一声, 窜出来一道白影。 我知道潘玉要出事, 我开始却不知道, 她到底会怎么出事, 怎么应验她的死相。 可看到那白影的一瞬间, 我才明白, 我疏忽了一点, 遗漏了一点。 我一直都想着, 潘玉是要死在水中, 要被溺死。 忽略了的, 却是她耳间黑子, 常招水晶。 她整体的面相, 应该是先遭水晶再溺死。 这水晶, 来了。 白影, 是一个矮小的侏儒。 或者说侏儒, 倒不如说是几乎没有毛发的水尸鬼, 她退去了几乎全部的毛, 只剩下苍白的皮。 她来得突然迅猛, 她又距离潘玉太近, 潘玉所有的注意力都在我身上, 压根没注意到她。 等她反应过来, 惊惧地想要挥舞螺锤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那白水尸鬼, 几乎双手双脚, 完全扣在了潘玉的头顶。 她力气惊人, 潘玉就像是稻栽葱一样, 被这骨子巨大的力量, 拉拽着从巨木的另一侧, 坠入了玄河之中。 扑通的水声, 她入水之后, 迅速地又被拉进了水底。 咕嘟咕嘟的水花, 带着血水冒了上来。 紧跟着, 又是嗖嗖地声响, 后面还有数十头水尸鬼窜出, 他们穿过巨木, 竟是将那些人点竹, 全部都拽进了玄河里。 最后那个青黑色的女尸, 被四个水尸鬼扑中, 滚入河中。 猪桂嘀吼了一声, 在女尸落水的瞬间, 才堪堪将砍头刀拔了出来。 她心惊无比地看着河面, 同样惊惧地, 还有指人许。 这一切并没有停下, 水面上出现了很多细腻的头颅, 它们露出半个脑袋, 逐渐将我们这一段凸起的江心粥包围起来。 我心头恶寒不已。 这些水尸鬼扑了攀玉, 也没想放过我们。 嗖地一声, 一个水尸鬼从水中冲出。 结果它并没有扑向我, 也没有扑向猪桂, 而是直冲指人许。 猪桂陡然扬起砍头刀, 手起刀落, 就是好大一颗头颅飞起, 紧跟着又有其余的水尸鬼冲出来。 它们的目的全都是指人许。 指人许亥然之下摸出来一节钢丝, 它正要动手。 我脑海中思绪快到了极致。 瞬间, 我就想到了缘由。 水尸鬼以食尸为生, 在无尸可食之下才会选择其余的东西。 玄河灌入之流, 淹没了江心粥, 这些人点竹, 以及这女尸的出现, 吸引来的这些水尸鬼。 那白水尸鬼先弄死了攀玉, 也是为了尸体。 现在他们来攻击指人许, 同样是因为指人许身上有青尸皮, 他们将指人许当成了尸, 当成了食物。 许说, 和娘子的尸皮, 不要了, 脱掉扔水里。 我嘀吼出声, 而珠桂已经斩掉了 不知道多少颗水尸鬼的脑袋。 指人许身体颤抖, 他愕然地睁大了眼睛。 眼中都是不舍和煎熬。 快脱下来, 他们吃尸体的, 把你当成青尸了。 这里被引过来的水尸鬼太多了, 刚才那个再上来的话, 我们挡不住。 我焦急地又是大喊了一声。 同样, 我抽出来通翘分矜尺, 猛地往前一挥, 刚好砸中了一个水尸鬼的头。 闷响和碎裂声中, 那水尸鬼重重地落入水面。 指人许嘴皮几乎都咬出血了, 他单手抓住和娘子的指扎皮, 一把就将其扯了下来。 再接着, 他狠狠地朝着远处水面一头至。 瞬间, 那些进攻他的水尸鬼 都像是见了血腥的野兽, 飞速的游巷和娘子的指扎皮。 甚至有的水尸鬼大打出手, 当场撕咬起来。 我身体颤抖着, 心脏狂跳着, 咚咚咚地几乎要从嗓子眼蹦出来。 那几根漂浮的巨木上空空荡荡, 安静下来的水面上满是鲜血漂浮。 能流血的, 就只剩下攀育一人。 这么长时间没上岸, 又是被白水尸鬼抓中脑袋, 他死定了。 不但会死, 而且连炸尸化煞都不可能, 因为他会被吃得只剩下骨头。 猪柜没有收刀, 还是警惕精具地盯着水面。 只忍许站立无比, 他那条胳膊却无力地垂了下来, 正正地看着远处和娘子的尸皮, 眼中煎熬不甘更多。 我呼吸粗重, 还是不敢放松警惕。 那些正常的水尸鬼还在打斗中, 没有谁能先接近尸皮, 可一道白影忽然跃出水面, 将那尸皮抓住之后, 又没入了水中。 黄眼而过的瞬间, 我还瞧见那白水尸鬼的嘴巴上, 叼着一颗好大的头颅。 随着和娘子尸皮消失, 那些水尸鬼停下了打斗, 有一部分没入水中, 有一部分回头过来看我们, 也开始沉入水内。 又警惕了足足一刻钟, 我绷紧的神经才总算垮下来, 颤巍巍地坐倒在地上。 只忍许也狼狈坐下, 他却老泪纵横, 浑浊的泪水顺着脸庞巴搭落下。 乌云逐渐地散去了。 随着云层散开, 阳光洒落下来, 照射在我们三人身上。 劫后余生带来的不是喜悦, 对我来说是压抑不住的后怕。 潘玉死得很惨, 可就差一点点, 我们也要死在他手中。 上三流和下九流, 我头一次觉得, 差距其实没那么多。 还是说, 潘玉已经是四流帮中最顶尖的耕夫, 而我还是个不入流的阴阳先生, 即便是掌握了地上堪余, 可始终未曾出黑。 谁? 朱桂忽然嘀吼一声, 目光看向了右侧。 我近乎成了惊弓之鸟, 静意不定地看向那个方向。 一块岩石之后, 露出来半个脑袋。 是被吓得面如金指, 同样站立不止的捞尸人狗居。 他此前抛下我们, 选择单独上这一段的江星舟山脉, 的确比我们先上了岸。 他竟是一直躲藏在这里, 看着刚才一切的发生。 朱桂眼中露出愤怒、厌恶, 还有浓郁的杀鸡, 他直接踏步朝着狗居走过去。 手中的砍头刀拖拉在地上, 发出嘶嘶的声响, 甚至还迸射出极朵火花。 狗居恐惧无比地往后躲闪, 闪躲到岩石更后方的位置。 他疼的一声就跪了下来, 别,别杀我, 我只是不想死, 我没你们那么大的本事, 我只是不想死, 我可以撑船带你们出去, 求求你,别杀我。 李先生,您大人有大量, 蒋先生不喜杀人, 不喜杀人啊。 狗居目光看向了我, 他脑袋砰砰地磕在地上, 闷响连连。 朱桂快要走到狗居身前, 狗居体弱筛糠, 眼中都流露出绝望。 朱桂, 把白鞭拿过来, 让狗居撑船, 此地不宜久留。 我沉默片刻, 说道。 狗居眼中大喜。 朱桂冷冰冰地哼了一声, 让狗居将白鞭交出来。 狗居立即照做。 朱桂还给我白鞭后, 我们一行人上了捞尸船。 狗居立即开始撑船, 我们朝着返回的方向迅速离开。 这期间, 朱桂很是警惕地守在船边缘, 注意两侧的动静。 只允许疲态不少, 一直闭目休息。 我更多看了一下, 现在江兴舟山岩围出来的湖泊。 此处如今风水乱了, 再无六件水的奇特, 突出水面的那些树, 恐怕用不了多久就会被冲倒。 本身在天见水和人见水的血眼中, 还有一具尸体, 他也在无见天日的机会。 破风水之下, 恐怕他的家族也要受其影响波澜。 唏嘘轻叹, 我内心复杂不少, 可我别无选择, 也完全没料到, 潘雨能牵动这么大的变化。 没过多久, 我们就离开了此地, 回到了悬河第一曲上半部分的位置。 阳光越来越多, 照射在水边上, 波光凌凌。 等我们回到狗家的时候, 近乎到了天黑了。 狗前留我们用艳, 我也还有事情在身为由拒绝, 不过我也和他说清了, 等狗家想好要改风水还是建宅之后, 可以让狗略来找我。 离开了狗家, 我先送了指人许去二叔那里。 先见了何志和二叔, 好叫他们放心。 我同样了解了宅院的修建进度, 按照何志所说, 约莫再过两月能完工。 百双琴在这期间准备了不少吃食, 留我吃饭。 吃东西时, 我又劝了指人许, 食皮没了, 可以再去寻。 指人许罕见地喝了两杯闷酒, 却并没有接话。 离开了二叔住处, 何志一直将我送到地向炉, 才一一息别地离开。 进了炉内, 狗律正在清扫院子, 他见我们平安回来了, 更是惊喜无比。 我倒没多说别的, 依旧吩咐狗律, 按照时间送东西过来, 便让他可以回去休息了。 狗律告退后, 院内又只剩下我和猪桂, 以及老黄老鸡。 我关了关猪桂面巷, 他的短收巷并没有加重, 我便让他去烹药, 这段时间静养。 猪桂恭敬告退, 我独自进了堂屋, 坐在木桌后方, 疲惫袭来, 我便昏昏沉沉地打短。 不知不觉中, 竟然就这样坐着睡了半夜。 我睁眼清醒过来, 院内幽静无比。 灵堂的烛火微微晃动着, 淡淡的香烛味道 弥漫进口鼻之中。 我深吸了一口气, 脑袋清醒得更多了。 困意已经消散了, 我去了存放手闸的房间, 继续阅读历代地相 堪于阴阳先生的手闸。 和潘玉这一次争斗, 给了我极为深刻的教训。 我靠着和他们斗心机, 靠着潘玉这一伙人 是贪得无厌挖坟掘墓之人, 才赢了潘玉一把。 之所以能对付他, 也是因为他本身就有水额。 否则的话, 我们赢不了。 即便是这样, 只能许损失了所有的纸扎, 我们也显死还胜。 让我心头有所压抑的, 还有另一件事, 是因为我的命数问题, 才一直与麻烦总是上门。 我想要安安稳稳学艺, 却总是被打断。 过了许久, 我才压下着杂乱的思绪。 在之后的阅读和学习, 便让我乱了昼夜。 此前我虽然能分离出来黑夜白昼, 但潘玉的出现, 让我紧迫了太多太多。 七天后, 我阅读完了所有手闸, 并且每天我都至少抽出来一个时辰, 去花六腑符。 我没有每次都浪费铜片, 而是先用木头将六腑符完全熟练之后, 采用铜片短刻。 终于, 我完整地刻出来了两道六腑符, 分别镇住了那大鳄和大扇的头颅。 至此, 那房间中的头颅倒了140颗。 这几天无事发生, 让我心惊又恢复了一些平稳, 逐渐能正常地作息和学习阴阳术了。 一晃眼, 时间又过了一个月整。 那些地象看于先生的手闸, 给了我格外充沛的经验, 更深刻地了解了阴阳术的构成。 尤其是宅经之中, 还有一道竖法, 名为奔轰足固死亡阵物24节气阵物符。 我才明白, 为什么风水先生多叫阴术先生。 看山看水, 先生多看的都是藏地, 为死者寻牛眠之所, 其变为阴。 这奔轰足固死亡阵物24节气阵物符, 更是讲解了在不同的时间藏人, 需要怎么入墓, 怎么摆放阵物。 在不同的年月, 还有不同的符文阵目。 又譬如, 在炳子, 丙身丙五日丧命之人, 要用墓中用丙尘丙音符。 其余日子就有其余符文。 其中有一道镇幕符, 属于通用符, 在不知道亡命之日时使用。 学会了这些符文和镇物之后, 再去葬人, 即便是凶师也能安稳下葬。 除此之外, 我还学到了一个术法, 为转命之法。 以地上堪于独有的刻刀钻刻木人。 若是有生辰八字在手, 可镇命于无形。 到了极致处, 甚至可以使人死于肺牢, 兴衰, 肾结, 干裂, 木芒。 这要比寻常见的扎小人, 睡符文枕头, 凶了不止一星半点。 这是地上堪于独有之术, 绝无外传, 也不像是风水之法, 是海纳百川的搜集。 我研究深了之后, 才明白我在鬼剑水学眼之处, 转刻出来的木人有多粗糙。 只不过生辰八字并不是容易获得的信息, 这术法用来也不易。 宅经中的音术, 我学习了一部分之后, 又开始深刻钻研古像之中的阳算。 我对于金算盘的理解, 也逐渐地加深起来。 一时之中, 我又感受到了上一次学艺的山中五岁月。 一晃眼, 又过了快半个月, 距离除掉攀玉, 已经快接近两个月了。 我差不多觉得自己应该能够解那天晚上金算盘出现的卦象了, 便将金算盘放置在堂屋的木桌上开始解卦。 之前我看不太透彻, 不敢贸然解枝, 而现在便能看出来, 死卦为对下根上, 为山则损。 我本来以为这卦象是给我的, 可多看见之后, 我才发现不是。 死卦是给, 一用硅甲占卜之人。 给蒋盘的卦。 我强忍着心头的悸动, 开始仔仔细细地分析 这卦象的构成。 山则损之卦, 整体寓意是以择水进食山脚为戒, 制止其愤怒, 堵塞其贪欲。 解卦象六摇, 初九摇为祭祀之事, 当尽快参加, 才不会有灾难, 祭品之风, 可酌情减损。 九二摇为损伤他人, 反倒是对敌方有利, 虚君子守住本心, 最好不要伤人。 六三摇为三人同行, 意见难免分歧, 必定有一人会被孤立, 而最后只剩下一人, 孤单无助, 便想主动寻游。 六四摇是为了消除疾病灾难, 四处访问, 终于得到解除的契机。 六五摇象征着大吉大利, 天赐龟甲, 以龟甲补挂算命。 最后一摇上九, 则是不要减损, 不要增益, 保持现状, 固守本心, 可以平安无灾。 一旦想要得到某些东西, 就必定成单身之奴, 无家可归之权。 整体挂象看完解完之后, 我更能肯定, 这挂象是给蒋盘的了。 六五摇的龟甲, 说的便是蒋盘。 初九摇的祭祀, 一来是蒋盘需要祭祀我师尊蒋一红, 二来还有郭天玉。 只要蒋盘祭祀了, 就可以减少损伤。 六四摇的消灾, 恐怕就是蒋盘妻女的问题了。 至于九二, 六三, 上九, 却让我心头阴云不少。 蒋盘是宅心仁厚之人, 他平时怎么会随意伤人? 此处的伤人, 所指的肯定就是复仇。 可他复仇, 反倒是会伤害自身, 对仇家有利。 这就代表, 他不能去找杀死郭天玉的那老头。 此外, 他会与三人同行, 这里的三人, 应该是和他一样的阴阳先生。 他们意见会相互分歧, 一人被孤立, 最后只剩下一人, 那人也就是蒋盘。 这一摇是代表蒋盘做错了决断, 才会导致独身一人, 两个朋友都离开。 再看上九摇, 却让我沉默了。 这一摇, 需要让蒋盘保持不动, 才可以平安。 这就相当于抛开一切仇恨, 甚至是妻女的安危。 莫说蒋盘, 设身处地去想, 我也不可能做到。 可一旦去挣扎反抗, 就必定会成丧家犬。 我觉得此时, 自己脑袋嗡嗡作响。 这一挂是生平命树挂, 而且挂象狠死。 挂中唯一的变通, 看似是变通, 可实际上是珠星。 我在木桌前做了许久许久, 眼睛看金算盘, 都酸涩发痛了, 还是难以挪开目光。 我在想破解之法, 可挂象要破解, 除了第一挂和最后一挂的拨乱反症, 就只能在挂本身上寻找生机。 这一挂, 已经明显地给出来了生机。 那就是最后一摇的接受现状, 什么都不管不顾。 只是, 蒋盘是不可能接受的。 一天的时间过去了。 屋外传来朱桂担忧地询问, 李先生, 你做了整整一天, 不饮不食, 没事吧? 平日里, 我虽然看书久, 但饮食正常。 朱桂来问我, 也符合情理。 不过我没回答朱桂, 还是看着金算盘, 一言不发。 天慢慢地开始黑了, 随着月光落下, 冷风灌入脖子里, 我打了个寒镜。 还是没有想到破解之法, 却想到了这挂象 还会引来的更恶劣变化, 让我更为心度。 我拿着金算盘, 起身走进院子里, 到了灵堂之前跪下。 金算盘被我放在地上, 我一直正正地看着那空白的灵位。 师尊, 我应该怎么办? 这一挂, 蒋兄是破不了的, 他也不可能接受, 可不接受, 反倒是会成无家之人, 无家, 岂不是有无后之可能? 我该怎么帮蒋兄? 郭天玉说, 我的命数, 一旦跟蒋兄走得太近, 会害他。 可现在这情况, 若是我都不帮他, 还有谁能帮他呢? 说这话的时候, 我心里头难受的挣扎一样。 垂头, 我再正正地看着那些算珠。 我很想再得到一些指引, 显然, 这都是我在空想。 跪了整整一页, 金算盘都没有动弹一下。 珠桂也在我旁边守了一页, 同样给我身旁放下不少吃食。 我没有胃口, 也没什么精神。 珠桂总算忍不下去, 小声询问我, 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学不会的术法问题? 他又说, 其实我已经是天资聪颖之人, 不用太过执拗一个术法, 短时间不行, 可以长期慢慢学。 我摇摇头, 和珠桂说了, 并非如此。 珠桂神色诧异, 他犹疑后, 又道, 李先生, 若是其他想不明白的, 你或许可以和我说说, 若是我不合适, 你可以找其他人, 有句话叫做当局者迷, 旁观者清。 我眉头微皱, 没回答。 珠桂便双手指天, 他神色严肃道, 李先生可以信我, 珠桂早已经说过, 这条命以后, 都是给地向炉的, 绝不会泄露什么秘密, 否则天打五雷轰, 死无全尸。 我正想阻拦, 却已经来不及。 再下戏一想, 便和他说了, 蒋盘和我之间的事情, 以及这卦象解释。 珠桂听完, 他眉头紧皱地蹲在地上, 也面露沉思。 夜, 越来越深了, 逐渐到了紫时。 漆黑的夜空中, 月亮圆润, 繁星更是璀璨。 饥饿和疲惫, 让我脑袋发昏, 身体摇晃得快要倒下。 李智告诉我, 桂和迷茫解决不了问题。 师尊也说过, 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 就是学艺不经。 我不相信, 地上堪于没有解决这挂象之法。 正准备起身, 朱桂却先抬了头看向我, 沙哑道, 李先生, 我想明白了。 我心头一宁, 立即就让朱桂说。 朱桂停顿片刻, 道, 李先生, 你不信蒋先生。 他这话让我一愣, 我皱眉道, 此言和解。 蒋先生让你找蒋盘换骨, 你未曾换, 你听了小蒋先生的话, 去找了他师尊天元先生, 以此引发出来了不少变故。 你也从天元先生口中得知, 你不能接近小蒋先生。 朱桂微眯着眼睛, 他语气凝重, 可你又怎么能知道, 蒋先生没有算到所谓的命数呢? 这一挂, 也是蒋先生冥冥之中给你看的。 他死后都能有此算, 那他生前必定也有, 只不过没有说明。 他只是让你到小蒋先生旁边, 既能让小蒋先生帮你, 也能让你骨相完美无缺之后, 帮助小蒋先生。 我觉得, 这才是蒋先生最初的打算。 你是地相儒的传人, 你信的应该是地相, 而非天元。 朱桂自聚吭腔。 话音落下的瞬间, 棺材忽然颤动了一下。 灵堂上的香烛, 燃烧得更凶。 白烛火苗生腾, 香枝白烟也萦绕整个院子。 我学音术已经很深, 很透彻。 这一幕是王者欣喜的体现。 我睁大了双眼, 直直地看着灵位。 那灵位之上, 似乎也泛着一层阴晕的烟气。 我身上逐渐起了不少细腻的鸡皮疙瘩, 内心的悸动并非心肚, 狂跳。 当局者迷, 而旁观者轻, 这旁观者, 还得是与这件事情毫无关系之人, 才能够说得上是旁观者轻。 朱桂说得没错, 我动摇了好几次。 他说得更没错, 地相先生又怎么可能去信天元先生的命数。 再说破天, 我师尊蒋一红名扬天下, 更无半点无名, 他虽是为我而死, 但这也是他的计算, 为了地相堪余的算, 以命作为拨动我命数的手段。 郭天玉却相差甚远, 无论是名望上还是手段上, 他虽说是护短, 但也很小人行径。 并且, 他因为动了我师尊的计算, 以至于被反噬, 先是瞎眼, 虚弱, 后则是立即死于非面。 虽说那老头手段很毒, 但他莫名其妙地动了郭天玉, 这也是冥冥之中命数的报应。 从此处看来, 郭天玉是不如我师尊蒋一红的。 既然他不如, 我信他的话, 那就真的让蒋兄一个人去面对那难有变数的命运, 这也完全违背了师尊的用心。 据嗷骨已经是一个教训, 我又怎么能再明知故犯? 想清楚了这些, 我俯身下, 对着灵魏重重地磕了三个响头。 院墙下的老黄摸了一声, 声音中都似乎带着欣喜。 我站起身, 又抱拳和朱贵行了一礼。 朱贵被吓了一跳, 赶紧闪躲开。 李先生, 你这样, 我恐怕要折瘦, 这刚补上来的一点命, 马上就要没了。 朱贵苦笑不已, 我脸上总算有了笑容, 沉声道, 自然不会, 这一礼, 我应该行。 朱贵脸上顿时欣喜更多, 道, 您想明白了? 我想明白了。 我点了点头, 郑重道, 不过, 我不能现在离开, 现在, 还太心急, 我还需要一些时间, 行正轨之事, 再让阴阳术更深。 届时我会离开地巷炉, 去寻蒋兄, 带他回来祭祀师尊, 那段时间, 就劳烦老朱米, 看守地巷炉。 于爸, 我又抱了抱拳。 我叫朱贵名字, 虽说合理, 但太过有身份间隙。 如果我叫他一声猪老爷子, 他又受不起这个礼, 叫他老朱, 反倒是更合适。 朱贵连连点头, 面色郑重无比, 说让我一定放心。 也就在此时, 我心跳一阵失速, 捂着心口, 还有种强烈的眩晕感。 朱贵赶紧过来搀扶我, 他扶着我到了堂屋里面坐下, 又给我拿了吃食。 我吃过东西, 总算才舒服了一些。 朱贵叹了口气, 让我之后切莫如此, 常人三天不饮不识必死, 我差不多熬了两天, 也会伤元气。 我点点头, 说了句多谢。 再接着, 我就去房间休息了。 在之后几天, 我依旧正常地钻研阴阳术, 画幅, 同样我研究了一下羊皮纸和那白玉。 差不多临到了两个月的时候, 我换上了一身干干净净, 清清爽爽的糖妆, 主动踏出地香炉, 前往二叔的住处。 结果我到了院子, 敲门之后, 院内却无人回应。 陈寗半晌, 我眼皮也半垂下去, 心中在推演。 转过身, 我朝着镇上另一个方向走去。 这时候我才发现, 路上的镇鸣也少了很多, 但整体镇上散发着的, 是一股祥和喜悦的气息。 等我走到要去的目的地, 我才瞧见, 那里乌泱泱成群的镇鸣。 还有很多小孩, 在地上围成了圈, 又唱又跳。 镇鸣围着的, 是一个新建的宅院。 那宅院张灯结彩, 毫不洗净。 宅院前面站着两人, 一个是光头, 脸上带着伤疤的二叔。 另一人, 便是穿着新衣的百双琴。 在他们身后, 宅门上挂了个牌匾, 其上写着, 刘宅二子。 二叔神色郑重, 手挥得极高, 陈生说道, 诸位乡里乡亲的好意, 我留鬼手心灵了。 捡完了刘宅的彩, 大家伙儿, 应该去李先生的新宅了。 人群之中, 顿时更喧闹惊喜。 郑明主要的注意力都在前头, 我站在最后面, 他们也没发现我。 二叔说完之后, 就拉着百双琴 朝着一个方向走去, 郑明也都熙熙攘攘地跟上。 我心情也愉悦不少, 仅仅两个月的时间, 郑明不但认识了二叔, 甚至对他还信任不少。 我一下子就算清楚了, 必定是二叔何志, 还有指人许他们 替郑上办了很多事。 当时二叔和指人 需要留下何志, 目的就是为此, 替镇上办所事, 好让我专心学艺。 我跟在人群后面走着, 还是有几个郑明回头的时候, 发现了我。 他们神色先是惊恶, 接着就是惊喜。 我做了个虚声的动作, 那几个郑明顿时小心翼翼起来, 甚至还拦着其余要回头的人, 推散他们, 不让他们回头。 我脸上笑容更多, 对这些郑明也更觉得亲切了。 没过多久, 郑明就到了另一座宅院前停下。 这宅院要比二叔和百双琴之前 那宅院更大。 此刻宅门紧闭, 门上挂着红布, 顶端的牌匾上也有红布遮挡。 最前面的二叔高举起双手, 往下压了压。 喧闹的郑明顿时安静了下来。 百双琴从腰侧取出来了一把剪刀, 他面带微笑。 二叔冲着人群中做了个请的动作, 道, 唐镇长, 还请你来剪彩。 顿时, 郑明之中走出来一人, 赫然是身材高大的唐松, 他明显格外紧张, 一副受宠若惊的模样。 众多阵鸣明明显更是羡慕。 后方晓得我来的那几个阵鸣, 时不时回头瞄我一眼, 他们又赶紧看前方。 很快, 唐松就剪开了门上的红布, 还扣门了两下。 院门被推开, 走出来两人, 其中一人是何志, 另一人则是指人许。 人群中顿时发出一阵惊叹的唏嘘。 我看得出了神。 今天的何志, 太过明念动人。 一身白色的纱裙, 披着白色绒毛的披肩, 略施粉袋后, 那双桃花眼更是如同春潭。 当真是沉于落叶鸟金轩, 羞花碧月花愁颤。 何志手持一根细长的竹竿, 仰头朝着上方的牌匾一戳。 盖着牌匾的红布顿时被掀开, 露出来李宅二子。 阵鸣中, 顿时爆发出更兴奋喜悦的叫好声。 不少阵鸣都在交头接耳的议论, 就要在这里安家, 这样一来, 地象炉就不会像前段时间那样空置。 唐震又有了地象先生的庇护, 大家的日子也会越来越好, 不会有任何灾祸。 前方的二叔又抬起手往下压了压, 他咳嗽了两声, 说静一静。 接着, 二叔侧身和唐松讲了两句话。 唐松大喜过望, 他连连点头。 紧跟着, 唐松往前走了两步, 欲气严肃而又慎重, 冲着镇鸣沉声道, 流劳世人说了, 李先生不但常驻唐镇, 安家于此, 更要娶亲。 今日新宅完工, 便要请李先生出关, 再密良辰吉日, 让李先生和和姑娘完婚。 届时, 整个唐镇百姓都是见证。 唐松这话说完, 镇鸣都沸腾了。 何至面色纯红, 他慌张躲到了百双琴的背后。 唐松感慨地继续道, 蒋先生虽说走了, 但蒋先生一直没走过, 李先生作为他弟子, 来了镇上就解决了镇上的麻烦, 前段时间又诛灭了那么多的恶徒。 这段时间, 即便是李先生闭关, 也让和姑娘和流劳世人在镇上, 处理咱们的麻烦琐碎。 李先生成婚, 大家可要全力对待, 咱们整个唐镇都要张灯结彩。 还要广发勤俭, 这可是大事。 唐松与爸的瞬间, 二叔用力鼓了鼓掌, 大声说了句, 好。 镇鸣同样喜悦附和。 我深吸了一口气, 才迈步往前走去。 后方那几个镇鸣很有眼力见, 前面的人赶紧让开一条路。 李先生来了。 镇鸣顿时又安静一片, 大家迅速地让开一条到屋门口的通道。 每个人脸上都是兴奋无比, 看我的眼神也透着敬佩。 二叔愣了一下, 只允许神色倒算镇定, 百双琴微微躬身。 至于何志, 他呆呆地从百双琴身后走出, 轻咬着下唇看向我, 脸上不只是羞红, 却带着一点点的泪花。 一直到我走到他身前的时候, 何志还是这个表情。 百双琴轻声让开, 我顺着抬手握住了何志的手。 侧身, 我扫过阵鸣一圈, 面带微笑。 阴阳有幸来到唐镇, 不会让唐镇百姓失望, 主委之事也是阴阳之事, 这婚事便劳烦大家了。 最开始, 我其实没想着麻烦整个唐镇来操办。 可看二叔这么高兴, 何志这么高兴, 唐镇百姓这么热情。 这也是我和他们更熟络, 更好融入的一个时机。 何志休得躲在了我身后, 不敢抬头。 唐松又站上前, 说了几句话, 让镇鸣安静了下来。 接着, 他才恭敬地来问我, 婚期在什么时候, 需不需要他派人, 让快马去发一些请柬, 请一些我的亲朋过来。 他的话让我一顿, 不过我也不在伤感, 只是淡笑, 说现在我的亲朋全都在躺着。 唐松一下子就明白了, 他连连点头, 只是说他去拟定请柬, 发一些到平时拜见过蒋先生, 甚至蒋先生帮助过的那些人家中。 我沉溺片刻, 说了可以两字, 又说婚期定好了, 我会告知他。 唐松点点头, 他这才开始知会镇鸣散去, 回家去才红布, 挂灯了。 镇鸣这才逐个散开。 宅院门前就只剩下我, 何志, 只仁许, 二叔, 以及百双情了。 二叔爽朗地笑着, 拍了拍我肩头。 他更有些迫不及待地, 指了指自己的脸。 我自然是明白二叔的意思。 如今我的阴阳术, 对比几个月前, 又有了另一种程度的变化。 二叔不用着急今天, 回去好好休息一晚上。 二叔一本正经地告诉我, 他已经休息好久了, 不需要再些着了。 只要能改了这颗七刻子的命格, 刘家的祖坟都冒清艳。 看二叔紧张的神色, 我也不再推辞。 侧头和何志说了下, 让他帮我准备几根银针, 我们进屋去说。 只允许先进屋, 百双情紧随其后, 再接着才是何志二叔以及我。 这新宅的院子宽阔, 屋设不列, 完全按照我当时的设计图, 院内甚至还有花圃。 堂屋中摆放着一张石墓的大房桌, 我走进去之后, 二叔已经坐在了一张椅子前头, 明显神色紧张不少。 我愣了一下, 因为我瞧见屋内右侧, 南墙灯的位置, 竟然摆着一个小小的灵堂。 同顶相逐, 贡国整齐, 后方还有两个灵位, 其中一个写着流水鬼之灵, 另一个则是何鬼婆的。 我心头触动, 没想到何志如此细心, 竟然这件事情也做好了。 不多时, 何志拿出来了银针, 以及一把锐利的剪刀。 我开始帮二叔, 简单地更改面相。 古相有言, 无子断法先关面。 粉面金刚成佛祖, 和尚, 僧相叛官面, 冤鬼相, 面镜无须雷公嘴, 卧残干枯干瘪, 这都是无子之相。 二叔的卧残薄弱, 子女缘变薄。 我用针头挑起了二叔的眼瞼下方, 将因志弓撑起, 又在他其余面相上 做了些许调整更改。 最后, 我才告诉二叔, 尽量保证不要移动他的脸, 并且不能再一只光头, 得续发续须。 面相是一部分, 家宅也是一部分, 现在家宅没有问题了, 面相也更改了, 选定良辰即日成婚即可。 再加上, 我们一直都在唐镇, 即便出现什么问题, 我也能解决。 二叔欣喜无比, 平时他笑的时候, 脸上表情幅度不小, 这一次便面色板正, 反倒是让我和指人 许也哑然失笑。 这会儿, 二叔忽然又努努嘴, 看了一眼指人许, 说道, 盈阳, 你瞧瞧你许叔, 看看他还能不能老木逢春, 要是能的话, 合之那里还有不少钱, 讨个媳妇, 想来是可以的。 指人许当即便一瞪二叔, 甩了甩胳膊, 低声道, 一把年纪, 你以为谁都和你一样? 老不休! 二叔一本正经, 道, 一把年纪, 我比起你老许来, 小个三十来岁, 我这是正当壮年, 是不是老不休, 还不晓得, 道是你, 真是要绝下去, 二叔眉头一皱, 指人许闷不作声, 直接往院外走去, 二叔又冲着他后背喊道, 只要阴阳说你还行, 你不好意思作甚, 难不成还是要我把你捆起来, 生米煮成熟饭? 我面色尴尬, 百双情脸红了不少, 合之更是躲到了我背后, 许叔离开了院子, 很快消失在视线中, 二叔低声叙道了几句, 才去追止人许, 百双情和合之则是去厨房食多饭菜, 我凭了凭思绪, 在木桌后方坐下, 便开始思索日子, 阳算可以断日, 也有婚缘算法, 我打算给二叔算好日子, 也要给我同合之挑个吉日, 零快天黑的时候, 二叔总算将指人许带了回来, 合之和百双情也做好了饭食, 我们五人正要吃东西, 结果宅门却被敲响, 合之去开了门, 站在屋外的近视珠柜, 还有个明显是带路的村民, 我立即起身, 示意朱柜进院, 我以为是我长时间没回去, 朱柜来找我, 结果朱柜却匆匆地说, 地向炉来了客, 那客人拿着蒋先生的信物, 说要找我算命, 我面色当即就是一宁, 师尊的遗物, 找我算命, 顿时, 我便无心留下来再吃东西, 叮嘱了合之和二叔几句话之后, 直接就跟着朱柜离开, 回到地向炉的街道, 隔着老远, 我便看见炉门前停着一辆马车, 马车旁边有车夫恭敬等待, 还有一人身着华柜, 他再来回踱步, 我到了近前, 那人便神色惊喜地抬头看我, 我却瞳孔紧缩了一下, 因为此人的面相, 很怪异, 他颧骨饱满, 高耸, 元秀, 并不露骨, 不丰锐, 并且不滴不散, 眼神澄澈, 鼻梁端正丰锐, 地阁有潮, 硬堂光洁如镜, 这本来是好面相, 主事业有成, 尤其是中年时候, 全力在握, 他此时华柜的衣着, 也刚好说明这一点, 他家是很不错, 而且他正好四五十岁, 年纪也是最吻合面相的时候, 可在这面相的基础上, 他又有三间六肖, 三间六肖, 是必定贫穷, 这两种面相, 便格外地冲突了起来, 您就是李阴阳, 李先生, 我叫周星祖, 是红元县人, 前段时间听闻蒋先生先事, 可当年蒋先生帮周家时说过, 周家若无倾腹之危险, 不得再来唐镇, 所以今日我才来找您周星祖紧张无比, 他立即摸出来一样东西, 那是一块玉牌, 骑上刻着讲字, 这苍镜的字迹, 和我见过师尊的笔迹无二, 我接过来玉牌之后, 将其放入兜里, 沉声道, 进来吧, 跨步走进了地香炉, 周星祖则是立马跟上我, 进了院内后, 我去了唐屋, 周星祖则先虔诚地去了我师尊灵堂前祭拜, 这才跟着我到唐屋里, 朱贵没有过来了, 而是在地香炉门前候着, 显然, 周星祖想说的话不少, 他一直在愁愁, 准备开口, 你要算什么? 我微眯着眼睛, 沉声说道, 我并没有问他玉牌是怎么来的, 我能确定是师尊的笔迹, 那这件事情我就得办妥当, 家道, 我算家道, 周星祖立即开口, 他这才告诉我, 约莫三十年前, 周家本来是红元县一个小家族, 机缘巧合之下, 地香先生开炉算命点风水, 他父亲求到了一个机会, 得到蒋先生指点迷津, 签了祖坟, 改了命述, 这三十年来, 家业蒸蒸日上, 甚至他还在两年前, 成了红元县的副县长, 只是当年蒋先生还说了, 办假子后, 周家要面临一次劫难, 那时候, 周家可以带着信物, 再来递香炉, 若是他还在, 他会将劫难处理, 若是不在了, 便由他的弟子算卦, 果然, 刚到三十年的日子, 周家就出了事, 省城一纸文书, 说他滥用私权, 给家族牟利, 先是集了职位, 周家的生意也出了问题, 闹出了人命, 眼看家族就要出大变故, 他就赶紧带着当年的信物, 来了地香炉, 周星祖与霸, 看我的神色就更紧张, 我点点头, 其实在他说话期间, 我一直在观察他的面向, 倒是和他所说的差不多, 周家的家道变化, 是朝着破败方向, 他的三肩六肖, 也是将要贫穷, 若是这事情无法逆转, 那他很快就是个贫困之人, 并且仔细看他面向的时候, 我还发现了一些细节问题, 就是他看似圆润高企的拳骨, 似有几分破败, 算过帮你之前, 我得知道, 你周家到底遇到了什么, 你做好了莫动, 我要摸骨, 我沉申开口, 周星祖赶紧坐直了身体, 我双手直接覆盖在了周星祖的面颊上, 按住了他的拳骨, 触碰的那一瞬间, 我就发现了问题所在, 周星祖的拳骨是凹陷下去的, 这种凹陷是骨的异样变化, 拳骨会凹只有一个可能, 祖坟风水有变, 我瞳孔紧缩, 心头也惊骇, 刚才周星祖说的就是师尊给周家点坟, 难道他当年算好了, 那坟只能护住周家三十年, 很快, 我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祖坟若是拜风水到游进灯窟, 那不会是面向突变, 它不会还有权贵的基础像, 这是祖坟被破坏的表现, 周家祖坟坐向为东西方向, 最近你们可曾去看过祖坟, 我沉申开口, 周星祖一正, 他喃喃道, 李先生神了, 你怎么知道我家祖坟的坐向, 蒋先生说过这件小事, 我平静回答, 说让他回答我的问题, 周星祖才慎重地告诉我, 前段时间他们去过祖坟一趟, 因为周家有个小辈出了意外, 葬了祖坟, 我又问周星祖, 那祖坟有没有什么地方有破败迹象, 周星祖立即就摇了摇头, 他说葬了小辈之后, 他还祭拜了仙祖, 祖坟好端端的并没有什么破败象, 我眉头一皱, 才说到, 周家祖坟必定有变, 才会让你面向有变, 断了周家风水, 才会让你三煎六霄, 你去看过之后, 寻到祖坟被破坏之处, 将其补全了, 再来找我, 我说完之后, 就站起身来, 周星祖虽说愕然, 但他还是恭敬点头, 说他明白了, 我做了个请的动作, 算是送客, 结果我们刚到地象龙门前, 珠桂推开了院门, 路另一头, 便是一匹快马, 急冲冲地朝着这边赶来, 周星祖面露金色, 喃喃道, 我周家的人, 下一刻, 那快马到了跟前, 骑上翻身下一个仆人, 他急冲冲地到了周星祖跟前, 略带惊慌地说道, 家主, 族内又出事了, 少爷出事了, 慌慌张张, 成何体统, 仔细说, 周星祖瞪了那仆人一眼, 严厉说道, 可明显, 他压抑不住眼中的不安, 那仆人才说道, 今天是少夫人头妻, 少爷去祭拜, 结果发现, 少夫人的坟被人挖了, 尸骨消失不见, 他气急攻心, 下山的时候, 马又受了惊, 将他甩了下来, 我出来的时候, 少爷刚被送进洋人的医院抢救, 不晓得能不能挺过来, 周星祖脸色大变, 他忽然捂住胸口, 朝着后方颤巍巍退了几步, 朱贵眼疾手快, 搀扶住了他, 周星祖这才没倒下, 也就在这时, 那仆人又不安地说了句, 出城的时候, 我瞧见城墙处有人贴告示, 说最近红元县来了一群人, 专门挖坟掘墓, 他们别的不偷, 专偷女人尸体, 那仆人话音刚落, 我脸色也变了, 我想到了, 当时我去李家大宅的时候, 那时候董峰就告诉我, 红松县出现一伙人挖坟掘墓, 可能是只认许挖坟偷尸皮, 当时我还怕他们找上我娘, 不过之后, 我给我娘立了福气, 我也就没管他们, 直接离开了, 偷盗女士的事情少见, 很难有巧合, 尤其还是被我遇到, 我微眯着眼睛, 心头沉思, 朱贵谨慎地询问, 李先生, 你晓得这伙人? 很显然, 朱贵察言观色, 看出来了我的面色变化, 我沉默片刻, 点了点头, 视线落至周星祖身上, 我道, 周家主, 我跟你走一趟, 周家的事情我要管, 他们被挖坟窃尸, 这事不是简单填坟可以解决的, 得把尸体找回来, 这种情况, 单纯靠我指点周家, 压根解决不了, 周星祖眼中露出狂喜之色, 他颤巍巍地站稳, 立即做了个寝的动作, 示意我上马车, 我没立即上去, 而是回地象炉取了一些物品, 包括地象看于所有的家伙事, 还有我刻花六腹符的铜片, 这段时间, 我还刻了一些符, 除了六腹符, 我并没有学习徐三笔的符, 而是宅经中记录的符, 上马车时, 我叮嘱朱贵去通知一下我二叔他们我离开, 朱贵却表示, 他要跟我一起去, 对此, 朱贵的解释是, 挖坟掘墓之人大多都心狠手辣, 像是攀玉那一行人屠材, 还算正常一些, 这种专门挖掘女师的, 肯定有一些特殊的目的, 甚至是癖好, 若是遇到了, 肯定当场得分个生死, 心思只剩下毒辣之人, 以免我出现意外, 我皱眉, 朱贵说的其实不无道理, 陈宁片刻后, 我点点头, 让朱贵一起上了马车, 先驱车去了新宅, 我去和何志, 还有二叔说了情况, 何志显然想和我一起去, 我让他留在唐镇, 准备一应事宜, 二叔则是郑中告诉我, 这事办完之后, 回来了就赶紧选日子成婚, 我自事连连点头, 在之后, 我们才从唐镇离开, 刚才急着和周星祖沟通, 反倒是没吃晚饭, 朱贵取出来了一块干粮, 我就着水吃了, 唐镇和红元县距离并不近, 大约九点多出发, 一直到了凌晨两点左右, 我们才到红元县, 周家的宅子在县城中, 竟是一栋和货家新宅差不多的洋房, 砖旗的院墙得有两米高, 上半截还有铁网荆棘成的篮, 我们刚下车, 我就瞧见了不对劲, 大院两头挂着两个白灯笼, 显得格外的凄冷, 周星祖脸色变了变, 他险些没站稳, 还是车夫搀扶他, 才能立住脚, 我们进了大院, 院内飘散着一股浓烈的香烛味道, 阳楼的门半开着, 里面的情况看不清晰, 不过却传来了轻微的唾气声, 悲怅的气息更为浓郁, 不过我已经晓得发生了什么事了, 皱眉之鱼, 轻叹摇头, 周星祖推开了车夫, 跌跌撞撞过去推开门, 我和朱桂跟过去之后, 周星祖已经颤巍巍地走进屋, 瘫坐在了地上, 屋内很多东西都被清理到两边了, 一口黑漆漆的棺材被架在几条长凳上, 棺材上还涂抹了灰白色的石灰, 棺材前头是一个火盆, 旁边跪着几个女眷在烧纸, 棺材正上面则是一张略厚的纸, 其上是一个唯妙唯孝的人, 那年轻男人和周星祖很是相似, 我晓得这是什么, 村里头以前来过城里的照相的, 不过大多数村民觉得那东西射魂, 冒一阵烟雾, 就将人刻印在了纸上, 我爹和我讲了, 洋人管这东西叫照片, 他出去办事的时候, 有钱的主都弄上一张, 当一照, 周星祖呆坐了半晌, 不过他愣是没哭出来, 而且他还自己站起来了, 李先生, 我先送你上楼休息, 明天我带你去看祖坟, 周星祖明显嘴皮子再发抖, 是强忍着痛苦, 解爱, 我也只能劝慰这一句话, 上了洋楼的二楼, 我和珠桂都被分别安排了房间, 也有仆人在门前候着, 周星祖吩咐了仆人, 我们有任何要求都立即去办, 在之后他才离开, 这洋楼的房间就和我平时住处不同了, 屋子里有个四四方方的立柜贴贴着墙, 正中央有一个白色四方的床, 没有床围, 没有竹竿, 床另一侧则是一个空旷的平台, 再往外能看到街道, 平台两侧有凸起的半墙, 那里有帘子, 可以拉上, 我多看了几眼, 略做思索, 这种房屋倒是和正常的洋宅不同, 风水方面的看法, 自然也不同, 对我来说反而是兴起不少, 尤其是屋子里的光源, 是和洋人医院相同的瓦斯灯, 灯罩里面的光源稳定, 压根不会被风吹灭, 我也困了, 拉上了帘子便上床休息, 临睡下的时候, 我才隐隐约约听到了哭泣的声音, 有的是女人的, 有的是周星祖的, 中年丧子, 这种绝望的情绪, 我不能感同身受, 也能了解不少, 只是, 这也是周家命数, 困意越来越重, 我沉沉地睡了过去, 只不过睡到半夜的时候, 我觉得房间里阴冷不少, 我耳边更隐约听到轻微的嘶嘶声, 刚开始太过疲惫, 我倒是没在意, 反倒是睡得很沉, 我还做了梦, 梦到照片上那个男人, 一直对着我磕头, 他说他死得很冤枉, 他不想死, 能不能救救他, 也不知道睡了多久, 我总算清醒了过来, 还没睁眼, 我就察觉到一阵阴冷, 似是有什么东西在盯着我, 身上顿时起了一阵鸡皮疙瘩, 还有冷汗, 我猛地睁开眼, 侧头看向那阴冷传来的方向, 和我对视的, 是一张苍白无比的死人脸, 他躺在我身旁, 头扭过来, 刚好看着我, 睁大的双眼中, 只有黑漆漆的瞳孔, 几乎看不到眼白, 冰冷的气息扑面而来, 饶视我见过了不少凶尸, 也硬生生被吓得一阵白毛汗, 额头上的汗水顺着滑落下来, 渗透进了眼角, 我强忍着眼皮的狂跳, 静力平静地坐起身来, 这尸体, 怎么到了我床上? 我紧皱着眉头地看着这男尸, 他模样倒是和周星祖很相似, 我瞳孔顿时紧缩, 回想起来昨晚上看到灵堂上的遗照, 此人, 不正是周星祖的儿子吗? 只不过, 很快我就看出来了不对劲的地方, 他应该是下山之时, 被马甩下来之后不致身亡, 在面相上来说, 这又是车马商相, 应该是天仓编程一马骨黑, 鼻声横纹, 可他的脸上完全没有这些面相, 反倒是四库位置, 也就是双眉中心上方, 鼻翼两侧, 如同泥巴糊了一层, 晦暗无比, 这种面相为灾祸相哥, 主徒逢女害, 我眉头紧错, 本来周星祖这儿子的死, 就让我觉得突然, 被马摔死, 太过不寻常, 他半夜到了我床上, 这死相, 也完全不是车马商相, 这就是被其余人害死的, 还是被女人所害, 你觉得自己死得冤, 所以来找我, 我低声喃喃了一句, 便下床拉开了窗帘, 阳光映射了进来, 一眼我就瞧见楼下的院子杂乱纷扰, 不少人在匆匆地进出, 还有人从院子外面, 层层叠叠地包围了一圈, 我的房门被急促地敲响, 外头传来了周星祖仓皇紧张的话音, 李先生, 您醒了吗? 出大事了? 什么大事? 我神色平静地回答, 同时双手顺着背负在了身后, 屋外, 周星祖才更不安道, 昨夜我们守着棺木, 结果都昏睡了过去, 醒来之后, 列子的尸体不见了, 已经找了快一个时辰, 之前没敢来打扰您, 李先生, 您能出手找找吗? 我沉默片刻, 说道, 你进来看看, 房门立刻被推开, 周星祖急匆匆地走了进来, 刚到床边, 他整个人都呆住了, 被吓傻了似的看着床上, 李先生, 周星祖明显都结巴了起来, 神色更是茫然失措, 我瞥了一眼屋外, 又说了句, 关上门, 我单独和你说, 周星祖立即回头, 他赶紧关上了屋门, 我记得不错的话, 你儿子从马被摔下, 丧了命, 我又询问了周星祖一遍, 周星祖立即点了点头, 他面容悲怅, 我却摇了摇头, 说, 实则不然, 他没有车马上的死相, 反倒是主徒逢女害, 并不是摔死的, 话音未顿, 我又说了, 他是被女人害死, 结果无人知晓, 他才会被怨气驱使, 到了我这里, 一瞬间, 周星祖的面容就只剩下震惊, 在下一刻, 他眼中就只剩下恨意了, 咬牙低声说, 李先生指点迷惊, 让我报仇, 我脑中思索, 才继续道, 不要和任何人提起, 先将尸体放回棺材, 不发丧, 杀人者, 自然有杀人像, 周家祖坟的事情, 也需要先行查看, 你儿媳的尸体也得找回来, 否则周家安生不了, 另外, 和你儿子一起去祖坟的那些人, 全部留在一处, 不要让任何一个人走, 我回来再做决断, 周星祖表情显然是想哭, 他连连和我躬身行礼, 说, 多谢李先生, 我示意他往外走, 我同样往外走去, 推开门的时候, 我就瞧见了过到一侧的珠柜, 显然, 他刚才醒了, 在外面守着, 下楼之后, 周星祖立即喊人上去搬尸体, 我瞧见了不少周家的人, 眼神不经意地扫过了他们的面相, 却并没有发现任何一个人有杀人像, 周星祖谨慎地跟在我身旁, 我走到了棺材前边, 注意看了一下林卫, 我才晓得, 周星祖的儿子叫周康, 没过多久, 周康的尸体就被人搬运了下来, 他尸体入棺的时候, 我取了一枚铜片刻出的镇物符, 将其一起放入棺材内, 周康已经有怨气, 有镇物符镇棺, 至少能避免我不在的时候他乍世, 周星祖也招呼了一个显然是心腹的仆人到镜前, 耳语了几句话, 那仆人离开后, 周星祖才低声恭敬道, 李先生, 那先去我周家祖坟, 周星祖毕竟是一家之主, 对于情绪的把控也极好, 没露出什么破绽, 我点头, 往屋外走去, 猪柜紧随我身后, 几乎不离三步外, 院墙外停着一辆不小的马车, 我们上去之后, 我才发现马车中放着蒲团以及矮桌摆着吃食茶点, 周星祖恭敬地请我一边吃东西, 一边赶路, 车夫驾了一声, 马车缓缓上了路, 这时候, 周星祖才总算露出有忧心忡忡的表情, 人死不能复生, 周家主, 你还是极爱, 我劝了周星祖一句, 周星祖苦笑着说道, 道理懂, 列子已经死了, 我也的确没办法, 只是不晓得到底谁害死了他, 还有我周家前途未卜, 我还没说话, 朱桂却沉声说道, 周家主, 此言诧异, 李先生已经来了, 你是信不过李先生? 周星祖顿时一慌, 连连摇头, 说不是那个意思, 我给了朱桂一个眼神示意, 其实我大致理解周星祖复杂的心态, 他倒不是故意和我说什么话说, 周家不会有什么事, 这是师尊一命, 周家主放心即可。 我又说了一遍, 周星祖神色总算镇定了不少, 赶路月末花了一个时辰, 马车总算缓缓地停了下来, 车夫推开了车门, 恭敬地说了声道了, 一行人下了车, 入墓地并不是一座山, 而是两山。 我们是从南面过来, 山则是东西两分。 我问周星祖, 他们周家的祖坟在哪座山上? 周星祖却立即指了指两山中央的位置, 同时说道, 李先生, 当年蒋先生锁点的位置, 就是那里, 我周家祖坟全部歉移到此, 这不是两座山, 而是一山。 我脸色当即就是一变。 我这才发现, 周星祖说的还真没错。 山不是两座, 是一山乘二峰, 周星祖所指着的位置, 刚好是两座山峰中央。 看似是一座龙起的平地。 那地方最多不超过十米高, 我才一时间没注意到, 那也是山峰的一部分。 我眉头紧皱起来, 一时间没弄明白这里的风水。 按道理来说, 山峰从中被截断, 是断了龙身。 龙脉都断了, 哪有什么风水可言。 师尊又是怎么让周家发解。 就在这时, 我却发现朱桂不见了。 目光顿时四扫, 朱桂却从路边又走了出来, 他匆匆到了我跟前, 手中拿着的净是一顶帽子, 红白相间, 叠了好几层。 李先生, 你看这是什么? 朱桂语气格外凝重。 显然, 刚才朱桂就是剪着帽子去了。 我脸色却变了。 这帽子似是传言, 一层压着一层, 红白分外扎眼。 这勾起了我并不算太好的回忆, 当初在李家大宅, 我遇到了台关将王杠。 他抢了苗光阳的尸身, 我又和他起了冲突, 最后他带着台关八仙对付我。 若非我娘出手, 我怕是已经成了他们手下亡魂。 台关将? 我重重吐了口啄气, 微眯着眼睛, 神色凌厉了不少。 没错, 台关将。 朱桂神色更凝重, 道, 还不是普通的台关将, 是属于王家正统。 李先生, 你看, 朱桂指了纸帽子边缘, 那里用金丝绣了一个王字。 我脸色顿时在变。 显然, 我和朱桂两人的对话, 让旁边的周星祖, 以及车夫不敢说话。 周星祖还带了一马车人, 那些人也恭敬小心地候在一旁。 李先生, 你晓得台关将, 但你应该不晓得王家吧? 朱桂又问了我一句, 他显然还有更多话要说的模样。 我沉宁片刻, 道, 我认识一个姓王的台关将, 不过的确不知道王家。 朱桂慎重点头, 这才继续道, 捞诗人, 庚夫, 神婆, 台关将, 以及刽子手, 剃头挑子, 下九流一系列的派别中, 每个派别都有一个主家。 像是捞诗人的狗家, 居住在玄河一带。 神婆以何为主脉, 这台关将, 传承最正的便是王家台关。 传言帽, 罗不怕, 黑衣白鞋, 龙杠蛇棍随身携带, 出行必定一领式跟八仙。 朱桂话音格外凝重, 停顿了片刻, 他继续道, 唐镇是没有台关将的, 红圆县也没有, 有台关将的城镇, 必定在镇口, 城门处能看见一口悬挂在城墙边缘的铜关。 一个本该没有台关将的地方, 出现了王家台关的传言帽, 本就稀奇, 而且下九流之中, 对尸体有兴趣的不多, 除了好包皮的纸扎将, 就只剩下台关将了。 一旁的周星祖傻眼了, 他喃喃道, 还没看到被挖的坟, 就这顶帽子, 就知道是谁干的了。 朱桂皱眉, 他没和周星祖解释。 而朱桂的这番话, 更让我久久不言。 因为当初的洪松县, 也是失踪女师, 更是有王杠在。 这世上, 哪有那么多的巧合。 我立即沉声问朱桂, 他怎么会知道这么多台关将的事情。 这的确令我好奇, 因为我和何志一起遇到王杠, 他依然很了解下九流了, 他都不知道台关将王家, 竟然还有这种喜好。 朱桂苦笑一声, 说他和王家也有仇, 多年前, 他待着的那省城, 有一个达官显贵的大人物。 那大人物的小妾去世, 死得离奇, 成了一种很特殊的凶尸。 为了让小妾安息, 那大人物请来了一位阴阳先生, 点木, 行丧, 还请了王家正统的台关将, 一领式带八仙, 龙杠加蛇棍, 点的是藏风那气的龙穴, 用的是金丝楠木的棺果。 结果那王家一行人, 竟然胆大包天地将尸体调包, 被阴阳先生算了出来。 大人物震怒之下, 直接派了兵将那群人抓获。 王家的台关将虽然凶, 可龙杠对上火枪, 自是全部被捕。 审问之后, 才晓得他们王家有一个习惯, 喜欢用凶尸镇宅。 家族喜好生男丁, 人口众多, 一旦一家之中的男丁凑够八仙领事, 就会让其出去成分家。 分家成了, 就得自己打造出宅院, 自行去找镇宅之事。 对王家来说, 最好的凶尸其实不是男尸, 而是女尸。 领事会和镇宅女尸婚配, 女尸为正妻, 居家压宅, 再之后领事娶的女人便是小房。 话音至此, 朱桂吐了口啄气, 继续道, 当初那群人就是一个王家的分家, 见了那大人物的小窃城凶尸, 没按捺住贪婪, 反倒是到尸骨, 之后他们被问斩, 我掌刀行行, 那领事的头颅, 我也送到了地巷炉。 这番话我听得仔细清楚, 却只觉得心头冰寒。 活人和死人婚配用凶尸镇宅 抬官将这手段, 当真是出乎意料。 并且我也想到了一个细节, 当初王杠用八仙压尸镇 准备杀我的时候, 他还说过, 我体质特殊, 等我死了, 会将我鞭尸, 拿去王家镇宅。 并且当初听他那话头, 他是想用苗先生的, 我抢了苗先生, 他才想用我。 一时间, 我脑中的思绪串联成了一根线。 洪松县丢失女尸, 恐怕就是王杠一行人所为, 只不过, 他们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尸体。 一直到遇上了苗先生的活尸, 他是风水先生, 又是画煞尸, 肯定强过寻常尸身。 本身王家并不是一定要女尸, 王杠决定要苗先生之后, 就不再盗窃尸体, 这才会有董峰打探消息, 窃尸的团队消失不见。 在之后, 我娘救我, 王杠等人逃了命, 我也没管洪松县女尸失踪的事。 我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忽而想到会是冤家路窄。 我遇到王杠那一伙人, 还是说, 洪源县附近盗窃女尸的, 是另一个王家的分家。 我没说话, 朱贵自视在一旁恭敬等候。 朱贵是不晓得我这些经历的, 现在也没时间和他说太清楚。 伴赏之后, 我思绪落定, 才问道, 单打独斗。 你打得过一个王家八仙, 外加一个领事吗? 朱贵沉思了半赏, 他才不自然地说道, 李先生, 若是你不在, 我打得过, 若是你在, 我护得住你。 一下子, 我就明白了朱贵的意思了。 王家领事加台关八仙, 单打独斗不是朱贵的对手。 可有我的话, 我会成为破绽, 朱贵就必须保护我。 我视线落向周星祖, 说道, 周家主, 我们基本上能确定, 窃尸的人是哪一伙人, 我找到他们的所在之处, 你能否弄出来一对人手, 要有枪。 周星祖面露为难之色, 他由一半赏后, 慎重点头, 虽然我被革职了, 但面子还在, 周家掏一笔钱, 会有人帮我的。 我点点头, 不再多言, 直接朝着那两座山峰夹着的山峰平地走去。 凭借一顶王家台关将的传言帽, 加上朱贵对王家的了解, 以及我和王杠那一番遭遇, 他说王家的事情, 我信得过。 阴差阳错的, 我们刚到, 就确定了妾女士之人的身份。 他们未必是王杠那一行人, 可危险程度不会低于王杠。 我不会拖打, 带着朱贵, 就去对付他们。 沿用朱贵他们用过的法子, 才是最稳妥的办法。 可想要找到他们, 却不是那么容易。 周家的坟, 我也要确定一下, 被破坏到什么程度了, 先做简单的弥补。 很快, 我就走到了那隆起的平地前, 旁侧有一条小路, 能让人走上去。 我上去之后, 才发现这里格外的平坦, 一座座坟头整整齐齐地并列着。 人站在这里, 反倒是有一股温润的感觉。 只不过现在的温润中, 夹杂着一丝冷风。 我仰头看向左右两座山峰。 顿时, 我整个人都愣住了。 此前, 我远看着两座山峰, 觉得这是一条被截断的龙脉。 断龙身不可能有好风水, 反倒是凶杀之地。 可我师尊不可能给周家兄弟, 那样周家也不会发解。 现在我才一眼看明白, 此地的风水是极为特殊的阳瓦学。 一山虚成两峰, 两峰虚平顶, 左右倾斜, 望中央之学。 这两峰在风水中又叫做玄武望眼。 所说的眼便是中央学眼。 宅经一共记载了几种不同的学眼, 第一为龙学, 龙学难寻, 往往葬天命之人。 而且, 龙学涵盖的种类也多, 三言两语是说不清楚的。 其二是凹峰学。 李家村后山之下就形成了凹峰学, 第三最记凹峰学, 铁定人丁诀。 杨瓦学, 单纯的学眼排名中属于第三。 这种学最聚财, 只要不破焚山风水, 财运百年不散, 随着山气聚拢, 祖焚与风水融合更多, 更能让家族发迹。 宅经有言, 杨瓦学, 为天才心喜之。 这种学眼可遇不可求, 往往获福相依, 大多受到风水学眼庇护的人, 也会遇到一些恶劣之事。 可杨瓦学的不会。 也因此, 他只有聚财得保全的功效, 也能在学眼之中排到第三位。 目光收回, 我在扫视四周, 很快便看到一个被破坏的坟头。 走过去之后, 我才发现, 这坟被挖开得很讲究, 好像挖坟之人准确知晓棺材的位置, 就刚好四四方方地 顺着挖出来了一个坑洞, 恰好撬开了棺盖。 棺材里头空空如也。 猪柜和周星祖跟在我旁边, 旁侧还有几个周家的仆人, 明显是在等吩咐。 我目光看向这被掘开的坟头, 那里有一个墓碑, 其上有周家儿席的名字, 其名黄如。 我围眯着眼睛, 低声喃喃, 如中口, 为对挂, 对为争执, 山崩地裂, 破损。 随着我阴阳术的加深, 对于八卦法的应用和以前完全不同, 内心推演, 已经能完全掌握。 更是能分析每一个挂项的关联性。 棺木中空无一物, 基本上找不到什么线索了。 不过, 我并非要全部在这一个被窃的坟中找线索。 我沉宁片刻之后, 取出来了八块镇物符的铜片, 将其分别抛入棺材内八个方位。 再接着, 我就吩咐周星祖安排人盖上棺盖, 先暂时将坟垒砌起起来。 坟中无师, 虽然生气和阴气暂时紊乱, 但有了镇物符, 短暂能稳定场间风水, 我们将尸身寻回来即可。 周星祖显然不能完全听明白, 不过他还是立即吩咐仆人动手去做。 我稍微退后了一些, 让开了脚下的路, 没挡着他们。 朱贵愁出片刻后才询问我, 问我能不能补挂, 尽快算出来那些台官将在何处。 如果时间长了, 那些人应该会走。 我点点头, 示意让朱贵不用担心, 我自有判断和把控。 没过多久, 周家那些仆人就将坟头修复完全了, 空气中流淌着的生气再一次恢复了平衡, 那一丝丝冷气完全消失不见。 周星祖喃喃道, 怪怪的, 好像有什么变了, 但说不上来。 周家主, 此地不宜久留, 我还需要你做好几件事情, 先上车。 我示意周星祖离开。 先迈步往下走, 我们到了马车跟前。 这期间我其实很仔细注意周围, 朱贵明显看出来了我的动作, 也是小心警惕。 上车之后, 周星祖顿时面色稠稠地看我。 我交代了几件事情给他, 譬如回到县城之后, 让他散开消息, 大致就是, 我已经走了, 不在红圆线中。 其次, 让他去打听, 其余丢了女士的那些人户, 那些女人的姓名。 其三, 就是尽快准备好, 我让他准备的人手。 第四, 我还有一份红圆线的地图, 以及一个极度了解红圆线的地头蛇。 停顿片刻, 我又说了, 那地头蛇必须知道, 红圆线的大街小巷, 哪怕是一座废宅, 都要清清楚楚。 周星祖犹疑了一下, 说道, 第二第三, 我都明白, 这地头蛇非要一个人知晓的吗? 还有, 为什么要传递李先生您走了的事情? 现在红圆线人心惶惶的, 李先生您要是在并且解决了这件事, 对您的名声来说也是一件大好事。 还能稳定红圆线的民心? 以前蒋先生办事, 他以民心为重。 显然, 周星祖说这话的时候有些畏惧。 我眉头微醋了一下, 说我做这些事情, 自然有我的用意。 这台关将一行人不比其他, 他们既然在红圆线周围活动, 肯定会仔细观察红圆线的动静, 以及对他们有威胁的人。 我在的话, 他们肯定更警惕, 我不在了, 他们自然放松。 至于民生方面, 我不在意。 而我师尊当年, 也必定不在意民生, 他每次做的事情, 肯定是有相应的判断。 周星祖若有所思, 他眼中却忽然闪烁了几分, 小声说道, 我明白了, 李先生。 再接着, 他恭敬地后退下车。 车内只剩下我和朱桂两人, 显然, 朱桂脸色不太好看。 他皱眉低声道, 李先生, 他。 朱桂动了动眼神, 给了我示意。 我摇头, 平静道, 周家对师尊的尊敬无庸置疑, 我晓得周星祖起了什么用意, 对我们无碍。 这, 朱桂眼中的疑惑, 却还是散不开。 我自是没和朱桂解释得那么详细了, 只是告诉他, 跟着我即可。 朱桂眼中的疑惑散去, 他对我也是无比信任。 片刻之后, 周星祖回来了, 他毕恭毕敬地说, 都安排得差不多了, 李先生, 咱们先进城, 我安排了一个地方, 不会被人打扰。 马车逐渐动了起来, 从车窗处看见, 另一辆马车已经先走到了我们前面。 回洪源县的路上, 没有任何意外, 这期间我一直在闭目养神。 进县城的时候, 两辆马车分道扬镳, 我们走的是另外一条路。 等马车停下来的时候, 是在一条格外冷清的街道上。 面前是一个不起眼的小院门, 更没有门点。 周星祖上去推门, 我们进去之后, 车夫就拉着马车, 迅速离开了。 院内很简单, 普普通通的石桌, 一口老井, 院墙角落中的桃树。 周星祖一边走, 一边恭敬地和我汇报。 周家那边人多眼杂, 我现在下马了, 很多人也在盯着我, 李先生你回去了, 难免被注意到, 这地方清静。 人手已经在让人准备, 消息我命运去扩散了, 地头蛇正在寻, 那些丢失女士的名字, 天黑之前能送过来。 我点点头, 他办事还是利落, 至少现在没什么纰漏。 进了堂屋之后, 周星祖又去到了茶。 虽说他事情安排得到位, 但显然, 他神情还是紧张。 在堂屋待了一会儿之后, 周星祖就到了院子里来回踱步。 至于朱桂, 他则是拿着王家抬棺的那顶帽子, 一直低头看着。 一个时辰之后, 院子里来了人。 此人精寿精寿, 眉眼透着激紧, 他和周星祖汇报了几句话之后, 周星祖顿时眼中流露出一丝喜色。 同时, 他还给了周星祖一张纸条。 周星祖又和他儿语了几句, 那人离去之后, 周星祖立即就进了堂屋, 将纸条递给了我。 我一眼就看见, 其上写着的是名字。 赵姓子, 希可, 柳燕。 其实不光是姓名, 后面还有人死了多久, 甚至还写出来怎么死的。 这些人大致死的都不太正常, 换而言之, 是有划煞的可能。 看过这些名字, 我心中退演的更多, 我基本上能确定, 我可以找到那群台关将了。 周家的儿媳黄儒, 齐名戴口, 口为对卦, 寻他师, 当去对卦所在。 可台关将不确定因素太大, 加上他们的命也硬, 这地方也未必准确。 但如果, 我看过更多被盗窃尸体的名单后, 确定不同的卦项, 台关将可能去的所在。 去选几个最有可能之处, 或许重叠之地, 就能最快最准确地找到他们。 此时的这名单很直白, 每个名字竟然都带口字。 这样一来, 所有的卦项都指向对卦。 我只觉得, 恐怕这就是冥冥之中的定数。 思绪落定之后, 我取出来马指, 磨了墨, 开始写下来自己的推验。 对为则, 进水, 山崩地裂, 破损, 争执, 嘈杂多动物, 西面。 这就是对挂所有的体现, 变数, 全都在棋上。 我轻轻敲击着桌面, 端向着这张马指, 又继续等待。 周星祖明显欲言幼稚数次, 最后也没能开口询问。 差不多时间临近天黑了。 那个精瘦的周家仆人又来了, 他带来了一个竹梯子, 肩头夹着一卷纸, 身后一个人。 那人穿着脏旧的布衣, 肩头缠着块汉金, 头顶裹着帽子。 并且, 他眼睛活泛, 眼珠四处转动, 手脚也很长。 周家仆人和那穿不衣的小丝交代两句。 那小丝才小心翼翼地做了介绍。 他叫项路, 一直在红圆县寄送信件, 替人走街串巷。 紧接着, 那周家仆人交给了我他夹着的内卷纸。 我将其打开之后, 果然其中是一张地图。 只不过这地图很粗糙, 并不是我想要的那种 精细到房屋的图纸, 只是简单的街道和红圆县的布局。 我将地图平铺在了桌上, 用地支笔圈起来了地图的溪面, 并且我在地图上找到了一条河。 刚好, 这条河贯穿过我圈起来的地方。 项路, 这个范围的城区, 你能都清楚吧? 我指着我圈起来那范围, 问寻地头蛇项路。 他挠了挠脏兮兮的脸, 点点头, 认真说道, 按照你们找我的要求, 你们晓得的, 不晓得的, 我可能都知道。 雨霸, 项路的眼睛还咕噜转了转。 我围眯着眼睛, 继续道, 很好, 那你看好这张纸写的东西。 我要找的地方, 靠近这条河, 曾经发生过事端, 房屋遭到过损坏, 甚至屋门前的地面开裂过, 那里要多有人起争执, 甚至多口舌是非。 我说话速度极快, 将要求说了得清楚。 显然, 项路听得愣了一下, 他喃喃道, 这么多要求。 周星祖明显不习起来, 看了那仆人一眼。 那周家仆人顿时神色一慌, 低声和项路道, 你仔细想清楚再回答, 只要你找到了, 肯定不亏待你。 项路没接话, 反倒是拿起来了那张纸, 又低头瞅着地图, 很显然, 他在想。 足足过了一刻钟时间, 他才抬起头来, 喃喃道, 还真有这么一个地方。 两三年前, 徐家渠发过水, 冲垮了几家人的院门, 之后那些人修缮的时候, 因为食料的问题争执不清, 事情闹大了, 死了一个, 死掉的那个汉子, 家里头还有老母, 病妻, 幼儿, 那家人活不下去, 最后全上掉了。 相关的人, 有的被抓去蹲大牢了, 没事地修好了房屋, 那里就只剩下空无一人的凶宅, 地面开裂。 说来也怪, 只要经过那里的人, 总有人会因为一些原因, 闹出来口角。 久而久之, 大家都不愿意从那家门前走过。 先生, 你们要去这里, 我和您说, 这地方, 去不得, 搞不好闹鬼呢。 项路格外警惕, 小心翼翼地说道, 我微眯着眼睛, 却看向了周星祖, 说道, 周家主, 你的人手呢? 准备齐全了吗? 周星祖则是看了那仆人一眼。 那仆人点点头, 慎重地说道, 二十个兵都是守城的, 换上了民兵队的衣服。 不好太张扬, 应该够了吧? 周星祖也询问我, 人手够不够? 我点头表示够了, 才又说道, 弄一辆马车过来, 让向路赶车, 带着我和朱桂, 两人先过去。 你们带着人, 隔远一些跟上。 周星祖先变了脸色, 不安道, 那些都是亡命徒, 李先生大可不必以身犯险, 我们直接派人过去围堵, 不就好了吗? 我当即便摇了摇头, 说他们带一对人马过去, 肯定打草惊蛇。 我们只去一辆马车, 没人露面, 自然不会影响。 周星祖面露为难之色, 朱桂皱眉道, 李先生怎么说, 你就怎么做? 你还能比李先生更懂该做什么吗? 周星祖面露尴尬之色, 他不再多言, 而是吩咐那仆人去办事。 那仆人匆匆离开之后, 没过多久, 就带来了一辆马车, 停靠在院外。 接着, 周星祖和向路交代了, 让他走一条路线, 要经过某个地方。 他又和我说了, 让我们等半个时辰后再出去, 他现在回去准备好一因事情。 我自然晓得周星祖的用意。 他回去准备好了之后, 我们再经过, 他就能够根据时间和距离, 带人从后面跟上。 周星祖的思维, 也不可谓不缜密。 我表示没问题, 总归我们也得等天色稍晚一些, 这样一来, 时间刚好。 周星祖和那仆人离开了宅子。 猪柜则是打开了那仆人带给我们的饭梯子, 里头装满了不少吃食。 吃东西的时候, 我叫上了向路。 他显然很本分, 很守规矩, 夹了几筷子, 就不再多动。 向路和我们不熟悉, 我也没多招呼他, 看着怀表的时间差不多八点半了, 早已经过了周星祖要求的那个时间。 之所以等到这会儿, 也是因为现在天更黑, 大部分人都会睡下。 我起身, 试一向路去赶车。 离开这院子, 向路慢悠悠地赶着马车, 顺着城内走去。 我不了解洪源县, 也不晓得周星祖和向路说的地方是哪儿。 总归我们在城内绕了相当长一段时间, 车窗外传来了轻微的水流声。 我透过车窗往外看, 看到了一条波光淋淋的河水, 正朝着西方流淌着。 李先生快到那个闹鬼的宅子了, 向路的声音有些胆怯不安。 不用怕, 到了宅子门口, 你下车就往回跑。 我平静开口。 向路的语气都透着几分惊喜, 说了个好字。 路上格外安静, 至少从车窗上看似这样, 没有丝毫的人声。 这种情况, 我们必然也没引起任何风吹草动, 那一行台关将, 完全不晓得, 已经被我盯着。 而且, 我还到了近处。 朱贵则是侧头, 多打量后方。 笛声告诉我, 大致周星祖他们的人, 应该跟着我们有一里地的距离, 也就半盏差能赶到。 明显, 朱贵也是成竹在胸的模样。 马车忽然停了下来, 向路小声地说了句道了。 在下一刻, 马车晃动了一下, 听到的就是急促的脚步声, 显然是向路跑了。 我和朱贵两人下了车, 地面不少军裂, 身后是一条河, 河岸边是塌陷的。 当然, 也就只有这三四米的宽度塌陷, 前后两头都是修气得整整齐齐的砖石。 另一侧, 是一个破破旧旧的院子, 这里显然很长时间没人住了, 门口挂着的灯笼都已经破损, 结满了蛛丝。 朱贵眼中警惕, 他迈步朝着院门处走去。 我背负着双手, 跟了几步, 到了门槛下面停下。 咚咚咚, 朱贵敲响了门。 右上方的位置, 忽然传来了一股令人火辣辣的注视感。 我瞳孔紧缩了一下, 扭头朝着右上方的位置, 看去。 那是一棵枝叶茂密的槐树, 正好生长在这个院子里。 这一眼, 我除了看到乌七马黑的树叶, 没瞧见别的东西。 可我晓得, 院子里头的人, 已经发现我们了。 也就在这时, 院门忽然枝鸦一声开了。 只不过, 门后没出现人。 朱贵面色警惕, 他抬手按住了后背的砍头刀, 踏步往院内走去。 我依旧背负着双手, 跟着朱贵往前。 有朱贵的伸手在, 这里头的人, 想要动我不可能, 我没必要动手。 周星祖他们的人手也在附近, 我和朱贵吸引了这些人的目光, 他们就不会来得及发现那些人手。 片刻, 我们就到了院内。 冷寂的院子, 开始是漆黑无比的。 下一刻才亮起来了悠悠的烛光。 速速的声响中, 从各个黑暗之处, 翘无声息地走出来了人。 尤其是正面的堂屋, 阴暗的门背后也走出来了人。 此人生的矮小, 却格外地强壮, 四四方方的国字脸, 狠力之中又有几分阴柔。 黑不衣, 白不斜, 腰间缠着一卷白帕子, 头顶戴着个翻了好几次帽颜的红白帽。 朱贵蹭的一把, 抽出来了背上的砍头刀, 横举在胸前。 我瞳孔又紧缩了几下, 然后面色才变得平静镇顶。 本以为是遇到了另一伙抬官将, 道歉女师, 却没想到和王岭氏有缘, 我们又碰上了。 我淡淡地说道, 堂屋前头站着的那人, 赫然是王杠。 我话音落下的瞬间, 朱贵稍稍回了一下头, 他眼中诧异, 不过瞬间, 他就露出恍然大悟的神色, 并没有多问我, 反倒是更为警惕了起来。 其余阴影黑暗下走出来的人, 都和王杠一样地穿着, 只有一个人没帽子。 他们每个人手中都持着一根长长的竹竿, 骑上绑着红白相间的绳子。 王杠那张古兽灵巡的王字面, 只剩下阴厉和恶然。 其余那些抬官将, 眼中最多的也是惊议不定, 剩下的才是心惊和怨恨。 冤家路窄, 李银阳, 你竟然会在这里, 你是来找我们的? 王杠问声开口, 他微眯着眼睛, 抬了抬手。 那些八仙, 纷纷朝着我们逼近, 形成了一个包围圈, 俨然是要动手的准备。 朱贵冷冰冰地说了句, 你长得就和门敦似的, 脑袋也不太灵光, 刚才李先生不是说了, 本来是要找另一伙人, 没想到遇到你们了。 顿时, 王杠的脸就成了猪肝一样黑红。 他的手猛地从堂屋门侧的阴影处一拽, 一根巨大的龙杠, 直接被他抽出, 狠狠朝着地上一蹲。 狗砸碎, 你骂我。 我本来觉得, 虽然一切在掌握之中, 但难免要警惕, 以至于我都面无表情。 可朱贵的话, 还有王杠的反应, 反倒是让我哑然失笑。 猪贵眉头促起, 就和看傻子一样看着王杠, 说道, 都说头脑简单, 四肢发达, 我看你四肢发达不到哪儿去, 脑袋也不怎么好使。 比我之前砍的那个王家领事, 要差了太多, 也不知道是哪一地的王家, 把你们分出来的。 猪贵说话的语气很认真, 也就是这认真, 更是激怒了王杠。 王杠低声骂道, 你简直是找死。 还有李茵阳, 我早就想找你算账了, 踏破铁鞋无秘处, 你也当真是胆大包天, 就带着这么一个狗砸碎, 还敢管我们王家的事情。 王杠踏步直接走出屋外, 他斜着一拽龙杠, 呼啸一声, 龙杠直接朝着猪贵撞击了过来。 杰八仙压尸阵, 拿下李茵阳。 与此同时, 王杠低吼一声。 周遭的八仙, 同时踏步往前, 手中的竹竿高高扬起, 交错之下, 当头朝着我压了下来。 猪贵的动作极为快速凌厉, 他忽而猛地抬起腿, 竟是双腿朝着袭来的龙杠一蹬。 砰的一声闷响, 龙杠被反踢了回去, 更是刚好击中了王杠。 那一瞬间, 王杠双臂交错在胸前, 挡住龙杠的同时, 却直接被撞进了堂屋之中。 头顶八仙压尸阵的竹竿落下, 还没接触到我, 猪贵落地一甩砍头道。 呼啸的破空声中, 就凭你们这些跳梁小丑, 也敢动李先生。 一群废物。 猪贵鄙夷的扫过四周, 那些台关八仙也是眼眶泛红, 恨不得将猪贵包皮。 屋内传来了王杠的咒骂声, 先弄死这个贵子手, 李阴阳跑不掉。 我这会儿才明白, 猪贵是故意在激怒他们, 动手的时候拖延时间, 也刚好让这些人只针对他。 这样一来, 这些台关将注意力更在我们身上, 也不会注意到外头会来人。 李先生, 你小心闪避, 猪贵压低了声音, 他面色也警惕了数倍。 也就在这时, 呼啸一声闷响, 躺屋之中, 龙杠再一次冲撞而出。 只不过此时, 就不是凭空飞来, 后方是王杠在推动。 其余的八仙, 持着短了一截的竹竿, 交错身影, 朝着猪贵身上抽来。 猪贵单手推了一下我肩头, 一股子柔筋推的我, 往后闪避几步, 刚好躲开了战局。 他和八仙, 王杠, 瞬间就斗在了一处。 院子不大, 一瞬间就变得混乱无比。 八仙吃了断竹竿的苦头, 此时就避过砍头刀, 竹竿必定要去抽猪贵的身体。 王杠举着龙杠, 攻击的势头更猛。 可猪贵也丝毫不落下风。 每每有竹竿要抽中他的时候, 他的砍头刀都能巧妙地变换方向, 刀刃直接迎接上去。 几番缠斗下来, 八仙手中的竹竿 都成了地上的一节节断竹。 饶尸王杠的龙杠也是窗衣满目, 伤痕累累。 也就在这时, 忽然其中一个八仙, 手中取出来一样物事, 他狠狠朝着半空中一扬。 一大片粉末撒在半空中。 所有人同时凭住了呼吸。 或许寻常人一眼看不出来, 但我看面相太久, 看得出来他们面部的变化。 我眼皮狂跳, 骤然间心惊无比。 猪贵, 小心这些粉末, 不要稀气。 我嘀吼了一声, 猪贵顿时一手去捂住口鼻。 那王杠显然抓住了这个破绽, 龙杠直接攻击猪贵的薄弱处。 猪贵闪躲不及, 直接被击中, 轰隆一声, 就被打飞树米, 重重地撞在了院墙之上。 八仙露出狂喜之色, 直接就朝着猪贵冲去。 王杠面色冷练, 他目光却看向了我, 阴狠道, 李银阳, 眼力很毒, 你胆子大原来是有平贱, 这刽子手的确伸手好, 换个地方, 我们不是他的对手。 可这会儿, 他要顾忌你, 拦住我们, 他就只有死了。 说着, 王杠拖着龙杠, 静止朝着我走来。 院墙那侧的猪贵面色惊怒, 低吼道, 李先生小心。 冲上去的八仙已经和猪贵斗成了一团, 猪贵显然不能靠近我。 不过, 我还是面色不变, 甚至依旧保持着背负双手, 都没拿出来通俏分矜持。 到了我进前, 王杠忽然又停了下来, 他面色更阴厉, 一时间竟是不敢上前了。 李盈阳, 你在耍什么花招? 王杠眼皮狂跳, 眉头紧皱地盯着我。 我平静地笑了笑, 说道, 花招? 显然, 是我的不动, 让王杠不敢上前。 王杠面色殷勤不定。 下一刻, 他竟是高高举起龙杠, 要当头朝着我砸来。 我微眯着眼睛, 目光锐利地盯着王杠的脸。 其实他靠近我的时候, 我就已经注意到了他的面相。 他眼睛昏黄, 眉毛散乱。 并且整张脸, 给人一种臃肿的猪像。 他本来是面骨大, 薛瘦, 这臃肿之像, 也是一种面相变化。 骨像有言, 金昏金黄眉又乱, 兵戈之伤。 形如猪狗牛羊, 多兵王。 猪贵和他们的打斗, 早已经超过半盏茶的时间, 我靠近院门站着, 也早就听到了院外传来了细微的声响。 只不过王杠他们一直在拼斗过程中, 压根没发现而已。 我的思绪, 只在转瞬之间。 王杠挥着的龙杠, 俨然要砸中了我。 只不过, 他眼中更惊疑不安, 显然, 是上一次我娘的出现, 给了他太多心理移民。 在下一刻, 冷静的夜空中, 砰的一声枪响。 王杠举着龙杠的手, 爆出来一团血舞。 他一声淒厉的惨叫, 龙杠直接脱手而出, 重重地落在地上。 他捂着自己的胳膊, 惊恐无比地看向我身后高处。 速速地声响中, 又有砰砰的落地声传来。 几个民兵穿着的人, 落在我身侧, 他们都手持枪支, 眼神格外的灵力, 都是杀过人, 刀口填血的灵力。 杂乱的脚步声继续传来, 院外顿时又冲进来十余人。 为首的一个民兵, 直接冲着王杠的腿上开了一枪。 又是一声惨叫, 王杠砰的一下跪倒在地, 半个身子都被鲜血染码。 那些八仙被吓傻了, 全都停在原地, 一动都不敢动。 为首那民兵冷声喝道, 全部双手抱头, 否则当场击变。 我面色依旧不变, 依旧双手背负。 王杠汗水痘大痘大的, 从额头滑落。 他面色痛苦, 浑身颤抖之余, 眼中更是愤怒和怨毒。 两个民兵冲上前, 将王杠双手抓到身后, 并且将他摁在了地上。 八仙不敢轻举妄动, 纷纷双手抱着头。 朱贵来到了我身后, 又有更多民兵上前, 将那些八仙双手捆绑至身后。 所有人都被擒获了。 周星祖匆匆地走进院门, 他快步到了我面前, 行了一礼。 在扭头看王杠等人, 眼中除了厌恶和严厉, 还有兴奋和惊喜。 李先生当真是神机妙算, 不费吹灰之力, 就抓到了这群混账。 我点点头, 周星祖则扭头看向王杠, 他冷声质问, 你们偷来的尸体, 都藏什么地方了? 王杠受伤不清, 此刻已经失血不少, 脸色都变得格外惨白。 他并没有回答周星祖, 而是抬头看向我, 冷声说道, 阴阳界的事情往来是阴阳界般。 穿堂装的先生, 却用上了扛枪的兵, 你这样抓了我, 我不服。 话音至此, 王杠还冲着我吐了口唾沫。 旁侧的民兵忽然一枪拐抽了下去, 王杠一声痛哼, 竟是被抽出来了一颗牙, 啪地落在地上。 一旁的八仙, 惊慕地喊了生灵士。 自然, 那些人也没逃到好果子吃, 要么被枪抽了头, 要么背上就挨了两下。 我并没有理会王杠的话, 但但说道, 现在说出来, 尸体在哪里藏着, 还有时间找大夫给你止血, 你挖坟道师, 自有王法去断你。 若是你拖着不说, 恐怕就要失血过多, 死在这里了。 王杠紧拧着嘴巴, 几秒钟后, 他才撇了一眼院子的西侧。 我立即让周星祖安排人, 给王杠止血之伤。 周星祖小心翼翼地问询我, 怎么处置他们? 我才说到, 刚才我已经说了, 自有王法, 交给宏元县现在当差的官家吧。 周星祖这才点点头, 那些民兵分出去一半人手, 压着王杠和巴仙离开了。 他们走的时候, 看我的眼神都是不甘和愿毒。 我转身走向院子西侧, 那里有一个房间, 紧闭着门。 猪柜稍微快了一点点, 过去将门推开。 进屋之后, 并没有瞧见我预料中的几口棺材, 反倒是地上有几圈草席。 光线晦暗, 草席的尾端是几只苍白的死人脚, 让人很压抑。 此外, 另一侧光线最暗的角落, 还有一具女尸被吊着挂在墙上。 女尸身上有不少鞭痕, 就好像被虐尸了一半。 她身上有不少黑色的绒毛, 甚至朝着血色在转变。 不过, 在她眉心上贴着一张符。 他们应该再选尸, 只是没选到合适的, 就会逝尸的怨气能不能增加。 猪柜在一旁解释。 我若有所思。 周星祖从后方跟了进来。 我扫了一眼屋内, 才说道, 寻出来哪一句是你而习的, 将其送回安葬, 其余师生各自让人来认领吧。 停顿后, 我继续道, 他葬回去之后, 周家的祖坟就忘无一失, 周家运势也会恢复。 不过, 为了避免意外, 最好你常年安排人去寻坟, 周家不差这点人手。 周星祖连连点头, 道, 李先生所言即是。 他犹疑了一下又说道, 我拿列子周康的。 回去之后, 我看看同他去祭拜的那些人, 就知道凶手是谁。 我回答道, 周星祖眼中闪过感激之色。 从这院子离开之后, 我们上了马车, 周星祖便吩咐车夫回去。 王杠一行人被抓了, 我自然不需要再做掩藏。 不多时, 我们就回到了周家。 那些民兵散了, 周星祖则是和几个仆人, 领着我到了旁侧一个屋子门口。 周家的洋房, 除去了正堂的大屋, 一楼左右两侧, 还有不少小屋。 这屋门被推开后, 房间内有不少人。 不过这些人都是男人, 并且全都神色恍然不安。 我皱眉扫过他们, 他们并没有杀人像。 最主要的是, 我看过周康的死相, 他是被女人所害。 我退出房间之后, 周星祖惴惴不安地看我, 明显在等我说话。 这里没有凶手。 我摇头说道。 周星祖愣了一下, 他茫然不安道, 那凶手会在什么地方? 就是他们跟着列子。 我打断了周星祖的话, 说道, 女人。 最近他和什么女人有过矛盾, 甚至是仇怨, 或者出行之前见过什么女人, 你去弄清楚, 再将人带来。 女人, 周星祖脸色变了变, 他喃喃道, 矛盾, 倒是有一些矛盾, 就是我纳尔西黄如有个妹妹, 她们姐妹本身相依为命, 黄如嫁进周家之后, 妹妹黄玉也嫁了人。 只不过, 黄玉染上了大烟影, 抽空了夫家, 叫人给修了。 他就逼迫着黄如, 让康儿娶了她做妾。 以我周家的财力身份, 男儿多娶一房, 本身无碍, 可一个烟鬼, 还是被修了的女人, 康儿怎么可能娶? 黄如自事知晓, 自己规劝她妹妹, 只不过前段时间, 她病逝, 康儿倒是派遣过一些人, 给她妹妹送衣物, 生活用度的钱财。 周星祖说完之后, 他更不安道, 他和康儿的死有关吗? 倒是有仆人和我讲了, 康儿临出城的时候, 遇到过黄玉, 两人还争执了一番。 我瞳孔紧缩了一下, 沉声道, 将人带来, 我一看便知。 周星祖立即吩咐了仆人去办, 他又将我请到了洋房内。 一楼停着周康的棺材, 不方便坐, 二楼也有, 类似于堂屋客厅的大房间。 进去之后, 有仆人来奉茶, 又有人送来吃食。 我吃了些东西, 便闭目养神等待。 约我一个小时之后, 一个女人就被带了上来。 这女人骨瘦如柴, 蜡黄的皮肤显得营养不良, 她双眼凸起, 眼中满是血丝, 并且眼神一直游离不定。 周家仆人推丧她, 她明显还很不满, 小声地骂着, 总归说周家人都不好, 冷血无情。 她姐姐死了, 就没人管她了, 现在周康也死了, 真是死得活该。 她话音中透着破罗声。 周星祖脸色不好看, 她侧身在我身旁, 并不多说话。 我已然断定, 周康就死于此女之手。 破罗声是杀人鹰, 眼球密布血丝是杀人像。 她被推到我身前站着之后, 我便微眯着眼睛, 直接说道, 你是用什么手段害得周康? 我话音落下的瞬间, 周星祖愣了一下。 显然, 她没料到我会这样说。 那女人明显也镇住了。 忽然间, 她冷笑了一声, 嗓音都尖锐不少。 你们周家, 弄丢了我姐姐尸体, 不给钱让我过日子, 还想栽赃陷害了? 我都听说了, 周康明明是自己, 从马背上摔下来的, 她冷血无情, 遭报应死了。 你们还来冤枉我一个女子? 黄玉一副惊叉恶然的表情, 她更是厌恶地扫了我们一眼, 转身就想要走。 周家仆人挡在了身后, 没让她离开。 她用力伸手去推丧, 更是没推动。 她转过头来, 眼看着又要谩骂, 眼神更是凶狠。 我微眯着眼睛, 说了句, 周家主, 她现在不说不要紧, 将她关进一个房间去, 再将周少爷的尸骨放进去, 是非曲直, 明日自见分晓。 周星祖神色一领, 她立即沉声道, 听见了吗? 按照李先生说的去做。 显然, 黄玉被吓傻了, 她前一刻还狠立的表情, 顿时就变得惊慌不少。 她立即破口大骂, 说周星祖是疯子, 我也是神棍。 她根本就和周康的死无关, 他们凭什么滥用私刑, 将她和尸体关在一起? 她要去告关? 周星祖眼神凌厉许多, 那些仆人的动作更快, 直接就将黄玉扣下, 拉出了客厅。 这么长时间耗下来, 我也露出疲惫困倦之色。 周星祖眼力加, 她立即说道, 李先生, 我给您换一个房间, 您先休息一夜。 我点点头, 同时说道, 明日她说了, 你们便将她交给官家, 再直接葬了周康, 毕竟她是凶死, 不能和黄如合葬, 另立一份吧。 此外, 周家不会再有风水问题, 天亮之后, 我就会离开。 这, 周星祖明显不想我走, 可他也没再继续说别的, 还是送我去了房间。 朱贵去了另一个屋子休息, 这一夜很平静地便过去了, 没有出现任何意外。 四日清晨, 天刚亮我就醒了。 从房间出去, 朱贵已经在门口等我, 旁侧还有个周家仆人站着。 那仆人恭敬地将我请到了客厅, 桌上已经准备好了精致的餐食。 我和朱贵刚吃了东西, 周星祖就兴冲冲地来了。 他脸上红光不少, 虽说眼底还有悲怅, 但显然压下去很多。 到了近前, 周星祖就深深和我鞠了一躬。 李先生, 您和蒋先生对周家的大恩大德, 星祖莫尺难忘。 我神色镇定, 示意周星祖不用多理。 看过他面色, 硬糖红光, 嘴唇红润, 颧骨野饰更饱满起来。 我才说到, 看来, 京城还有喜事。 周星祖连连点头, 他显然强压着激动, 告诉我, 今早上, 省城就送下来了任命函, 不只是让他官复原职, 更是调走了他上头的县长, 按照这个趋势, 假以时日, 他会被扶正。 周家损失的生意, 昨天晚上就在恢复了。 抓了王杠那一群人, 寻找回来其余被丢的女尸, 不但收获了红元县大部分明星。 其中有两具女尸, 家族中权力不低, 不但感激周家, 也要和周家进行生意上的合作。 说到这里的时候, 周星祖稍作停顿片刻, 他低声诱道, 黄玉, 我已经送去见官了。 他昨晚上一直在惨叫, 喊卡尔不要找他报仇。 还没到天亮, 他就承认了, 他给卡尔下了毒, 卡尔落马, 和马匹受惊有关, 他本身也快毒发。 显然, 周星祖眼中悲怅又多了不少。 闭了闭眼之后, 周星祖摇头道, 人死不能复生, 我还不算太老, 还能再生养, 周家的香火不能断。 我点了点头, 说周星祖的心态很好, 这样一来, 周康泉下有之, 也能好好去投胎。 周星祖轻叹了一声, 他又毕恭毕敬地说道, 李先生, 您确实是要离开吗? 我恩了一声, 说要走, 既然事情都解决了, 我即刻就会出发。 周星祖苦笑, 他道, 今儿天还没亮, 就有很多人登门, 想要求见您了, 不过, 昨天找回来的那些女士, 那两个家世不低的家族, 送来了一些谢礼, 我就先替先生收下了, 包括周家准备的谢礼, 我都放在了一辆马车上, 我命运送您。 我点点头, 这些东西, 我就没有拒绝了。 与人消灾, 收人钱财, 这也是因果。 只不过从周家出去, 上了马车之后, 见着马车上足足五香财物, 我还是眼皮跳了跳。 赶路略枯燥, 我一直在闭目养神。 差不多临近中午的时候, 我们回到了唐镇, 靖镇直接就前往了里宅。 马车刚停下, 只人许, 二叔, 何志都从宅门匆匆出来。 朱贵将一个箱子提下来, 二叔和何志都是露出惊喜之色, 也立即上去帮忙。 五个箱子取下来之后, 我便让拉马车的周家仆人赶回去, 将木箱挪进宅内唐屋, 二叔快速地将这些箱子打开。 箱子里头装着的是成捆的大钱, 大黄鱼儿, 以及贵重首饰。 二叔砸罢砸罢了嘴, 他摸出来一瓶老白肝滋了一口, 说他本来等我回来, 要好好训斥一下我, 闭关那么久, 出来了应该忙婚事, 怎么又出去办事了? 结果我正回来的都是真金白银, 反倒是让他没话说了。 何志则小声地说了句, 婚事都不急, 这么多钱, 要是不去赚回来, 那才耽误了大事。 二叔哑然失笑, 他煞有其事地点头。 不过紧跟着, 二叔就催促我看时间, 这婚事不能再耽误。 何志则适合百双情去收拾那些钱物。 只有纸人许, 略有落魄地坐在屋子一旁。 这一幕我看在眼中, 其实也心中唏嘘。 并且, 我也拿定了注意, 要和许叔谈一谈, 做做规劝。 他现在情况很不好, 许昌龄的事情让他独身一人, 现在纸扎也全部耗尽, 若是心态出了问题, 恐怕会影响寿命。 在之后, 我便算了一个时间。 差不多半个月之后, 是丙虚年, 新卯月, 乙卯日。 这一天, 又是金折日。 时值金折, 阳气上升, 生机涌动, 是一婚配, 祭丧式的节气日。 并且, 我建议二叔, 可以双喜临门, 他在留宅成亲, 我和何志拜堂。 二叔皱了皱眉, 他说道, 这可不行, 我的面相改了, 宅不是也好了吗? 随便选个日子, 拜了堂就好。 你和何志成婚, 高堂不可无人, 还是你不想二叔坐那个位置? 显然, 二叔的眼中有所不满。 我苦笑一声, 摇头说我不是那个意思, 这也是为了他的命数, 和子嗣方面着想。 金折是某月某日, 众春之月挂在阵位, 乃是万物生发之相。 这对延续子嗣极佳。 虽说我帮他改了不少面相, 但依旧得借时辰的事, 避免出意外。 接着我又解释说了, 高堂之位, 我打算摆放我爹和何鬼婆的灵位。 稍作停顿, 我复杂地说道, 我得让爹看到我娶妻, 更想让他看见我如今不算丢了他的人, 想来和鬼婆更想看到我们成婚。 我说完这番话后, 二叔挣了挣, 他低声说了句, 倒也是, 我就不和大哥争了, 不过阴阳, 二叔得先和你再说一件事。 我点点头, 让二叔淡说无妨。 二叔才告诉我, 他虽然信我, 但是他还是怕自己不中用, 万一还是没能有个一儿半女的, 他就得让我和何志多生一个孩子, 还得是儿子, 过记给他。 二叔说这话的时候, 认真无比。 我听得一愣, 接着, 我立即就告诉他。 子嗣的问题, 的确不用担心, 即便是有问题, 我也会立即想办法。 二叔却更郑重, 让我必须答应他。 正当我在想, 怎么继续让二叔放心的时候, 何志刚好又和百双情进了屋。 他立即到我身后, 拉了拉我的袖子, 低着头小声地说, 二叔, 阴阳和志尔都答应你, 你放心就好了。 二叔顿时才喜笑颜开。 再之后, 他就带着百双情离开了院子, 说是去找唐松了。 既然定了婚期, 就要马上筹备更多, 唐松要去送的请柬, 也好硬上日子。 二叔走了之后, 何志微咬着下唇看我。 我一时间, 却不知道怎么开口。 对何志的表现, 我很是感激, 他愈发地乖巧懂事。 也就在这时, 何志小心翼翼地 瞥了一眼一旁的指人许, 又给了我一个眼神示意。 我立即明白了何志的用意, 他和我所想, 插之无几。 我还要收拾收拾房间? 何志轻声说道, 又从唐屋离开了。 我深吸了一口气, 停顿半晌, 才喊了一声许叔。 指人许一时没回答我, 像是出神了似的, 过了几秒钟他才抬头, 道, 阴阳, 怎么了? 我苦笑, 说, 许叔, 谈谈吧。 指人许倒是神色平静, 他摇摇头, 不必了, 我晓得你的意思。 我这把年纪, 早已就看通透了, 昌林不孝, 不过时风乱世, 他心狠, 我反倒是觉得, 或许能活得更久, 站着更稳。 当初不是他开枪, 他本可以杀我, 却没杀, 也没回去拿走所有纸杂。 若是你真想帮许叔, 我想, 你给昌林算一挂, 看谈他的命数如何, 也好叫我放心。 指人许这一番话, 反倒是让我一愣。 他所言, 也的确没错。 乱世之中, 单纯的好人不会偿命, 好人心多余。 相对来说, 真正的恶人容易遭报应, 可心狠, 还真不代表是恶。 许昌林没有是父的话, 那他对我下手, 也不过是妒忌之心。 他办事果断, 不拖泥带水, 反倒是能在乱世中生存得很好。 想到这里, 我点了点头, 说了个好字。 指人许脸上有了笑容, 他立即和我说了, 许昌林的生辰八字。 我立即拿出来金算盘, 补了一挂, 只不过让我惊住的是, 我竟然没算出来, 许昌林的挂项。 算术混乱, 完全形成了乱挂。 这就代表, 许昌林目前的处境, 或者说他以后命的处境, 不是我能算的, 其中变数太大。 指人许在一旁, 显得极为迫切期待。 我也不能骗他, 只能如实说了。 指人许一愣, 他又道, 那安全呢? 我摇摇头, 说我也算不到, 不过成乱挂, 就不会那么容易死, 反倒是命硬。 指人许吐了口啄气, 这才点点头, 说道, 那就好。 话音未顿, 他又说让我不要担心, 他没那么脆弱。 他等着我阴阳术有成, 还要去那阳皮纸所在的坟。 并且这段时间, 他还要收一个弟子, 多传一脉纸扎的手艺下去。 听到指人许说这些, 我顿时放心了更多。 再之后, 他惊气神明显, 又好了不少。 夜里头, 二叔和百双琴回来, 两人更是高兴。 我们吃过了东西, 我没在李宅住下, 而是要回地香炉。 这一次, 何志还要送我, 我则是没让他出门。 回到炉内之后, 我在灵堂前面跪拜了两个时辰, 一直到紫时的时候, 才回房间睡觉。 在之后的日子, 我中午会去李宅, 童二叔、 何志, 以及指人许他们吃饭。 其他时间, 我继续在地香炉之中钻研阴阳术。 大约距离经浙还有七天的时候, 唐震开始来了很多客人。 几乎每天, 都会有人来地香炉见礼。 这其中不乏一些权贵, 甚至还有道士, 先生。 道士是红圆县百里内的道场而来, 先生也相访, 大多数人是受过我师尊恩惠, 或者指点, 类似于苗先生那般。 权贵和先生送的礼最重, 不过我表示, 不收钱握, 他们文讯来参加我婚事, 不是因为我多厉害, 而是我师尊的名望, 是因为地香炉的名望, 他们来, 我已经受宠落金, 无功不受禄。 我没说的是, 我晓得他们肯定或多或少有求于我。 这些离我拿了, 必定就是拿人手短。 至于道士, 他们送的莫过于福。 福只算是薄礼, 我同样回了一些镇宅, 镇物, 镇煞的福。 除了我收礼多, 老黄也收了不少礼。 有一些道士认出来了, 老黄是柳天牛的做起, 更是连夜请来了自家长辈。 那些老道士则是夸张不少, 他们竟是围着老黄打坐, 清晨来, 夜间走也不影响我。 这就弄得我无法感人, 老黄显然有些烦躁, 时常甩起牛尾, 还有一些靠得太近的老道士, 被抽了头脸。 之后, 那些老道士还问我, 能否将柳天牛柳道长请来? 说实在的, 我的确想请, 可我也压根不晓得柳天牛会去什么地方, 更无从请起。 虽说, 我身上有柳家召集令, 一旦放出去, 附近的柳家人能过来, 但我觉得, 因为我的婚事, 这样去找柳天牛, 太不合理, 他行走四方, 也是在为枪族追杀邱天元。 最后, 我就放弃了这个打算。 时间, 一天一天的过去, 总算到了金哲。 在金哲前的头一天, 我就住进了李宅, 何志则是被接去了唐松安排的院落。 唐松给我准备了很多人, 将李宅布置得喜庆无比, 处处都是张灯结彩, 贴着大红喜字。 还有一个约莫六十岁开外的梳头婆子, 她要在迎亲那天给我梳头。 这就是婚事的规矩了。 一来是我要八台大轿将何志接回李宅。 拜堂成亲之后, 何志才能名正言顺地和我成为一家人。 若是他直接住在李宅, 我们成婚, 那这就乱了规矩。 二来, 不只是女人要梳头, 男人成婚之前同样也需要梳。 这本来应该是家中最年老的长辈来做。 我爹去世和鬼婆身故, 二叔和百双情也得在今天的日子成婚, 这事就只能交给梳头婆。 头天夜里, 李宅还摆满了酒席。 次日清晨, 我就被书头婆叫醒, 开始整理衣表仪容。 只能许在我旁边守了一会儿, 就告诉我, 今天我的婚事人太多太多, 足够热闹, 他就不在这里看着了, 我二叔那边人不多, 他得去看着。 我自视没有其他意见。 关于这事, 其实唐松安排过。 每家每户, 都会有一口人去参加二叔的婚事席面, 所以绝不会冷清。 书头婆仔仔细细地帮我刮面, 修剪胡须, 甚至还简单地打了打粉, 最后他才给我梳了头。 梳头的时候, 他语气还格外清脆大声。 讲究的是, 一梳梳到尾, 二梳梳到白发齐眉, 三梳梳到儿孙满地, 四梳梳到四条银笋进标齐。 这一切做完了, 时间都过了五十。 我去正堂, 吃过了给我简单准备的粥汤, 剩下就是等, 等到进黄昏之前去接亲。 这期间, 书头婆便没一直跟着我了。 李宅一点不冷清, 此时就热闹非凡。 今天是正日子, 来参加婚事的权贵。 先生, 道士, 还有镇上的镇鸣, 天刚蒙蒙亮就来了。 他们都坐在各自的席位上, 相互攀谈。 我注意到了, 狗家其实也来了人。 来的还是狗家家主狗钱, 只不过他没来和我见礼, 只是和狗绿坐在很边角的位置, 没怎么露面。 有一些先生, 借此机会也上前和我攀谈, 大多是先恭喜了我, 年纪轻轻就成了蒂香炉的先生, 又恭喜我喜结连礼。 攀谈之余, 他们还侧面问寻了 我一些风水方面的事情。 显然, 这是在刺探我的本事。 若是和几个月前比, 我自是相形见处, 可现在很多东西回答起来 不但游刃有余, 更是让这些先生深思不已。 当然, 这并非是我本事多高深, 而是蒂香炉历带先生的手闸, 给了我太多经验。 时间过得很快, 正头顶的阳光已经没那么赤脸。 大门前忽而有人扯着脖子喊道, 及时已到, 新郎关上马, 起叫迎亲。 梳头婆也不知道从哪出来了, 皱巴巴的脸上都是喜庆笑容, 她催促我出发。 我整理了一下衣服, 又回头看了一眼正堂最后方。 那里, 摆着三个灵位。 左右分别是我爹, 还有和鬼婆的灵位, 最中央的则是我师尊蒋依红的, 不过, 那是一个空白灵位。 蒋盘未归, 师尊不能落葬, 灵位自然不能克制。 离开李宅, 宅门外挂着大红花球的, 是枪足的一匹大马。 梳头婆到了后方去, 在前头牵马的, 则是一个衣冠整齐的中年男人, 显然是司仪。 在马匹后面, 还跟着八人, 抬着一顶四四方方的大花轿, 叔婆就是到了轿子前头。 从李宅出发, 不多时, 我们便到了唐镇中的一个宅邸。 那里同样是张灯结彩, 门口还有很多小孩, 再来回跑来跑去, 身上都穿着喜庆的红衣。 司仪到了宅邸门前, 扣了扣门。 很快门便开了, 走出来的先是一个年轻女子, 她手中还持着一把红伞。 她先撑开了伞, 后方才款款走出一个女子, 到了红伞之下。 她披着红盖头, 穿着狭配的嫁衣, 赫然便是何智。 饶是何智还遮着头脸, 但我还是看得出了神。 即时已到, 请新娘上轿。 司仪朗声喊道, 那女子便扶着何智, 进了花轿。 我觉得胸腹灌入了一口气, 本能的背都挺折不手。 夕阳余晖映射, 我看不见自己的脸, 但我晓得此刻自己必定是红光满面。 余光看着身后的花轿被抬起, 迎亲队的唢呐吹奏, 司仪继续在前方带路, 整个队伍要比刚才更活泛, 喜庆了起来。 我们并没有直接回李宅, 反倒是司仪带着我们, 在唐真绕了好大一圈。 最后才回到李宅门前。 又是按照婚俗的规矩, 过门火盆, 最后在宾客喜庆的恭贺声中 到了正堂之中。 我站得笔挺, 何智则是在我身侧三步外, 那女子扶着她。 司仪先是站在正堂门前, 沉声喊道, 一拜天地。 我同何智同时转身, 冲着屋外一拜。 紧跟着, 司仪又朗声喊道, 二拜高堂。 再一次转身, 我同何智同时拜过那三尊灵位。 这期间, 何智的肩头都在微微发抖, 显然, 她不太能控制住情绪了。 我则愈发觉得联系。 司仪深吸了一口气, 语气更为清朗, 高喊道, 夫妻对拜。 我转过身体, 那女子则是搀扶着何智, 和我相对一拜。 何智的颤抖更为厉害, 这一拜的礼数完了之后, 堂屋外顿时传来了 如雷一般的掌声。 司仪端上来了一个红盘, 其中放着两只酒盏。 请新郎官和新娘饮交杯酒。 司仪显然也喜悦无比。 我端起酒盏, 女子也扶着何智端起酒盏。 我们双臂勾过, 何智轻轻掀开一点点红盖头, 饮了交杯酒。 我瞧见了她精致无比的小半张侧脸, 还有不停滑落下来的泪痕。 顿时, 我心中感触更多, 心疼和联系也比刚才浓郁了数倍。 刚放下酒盏, 我从那女子手中接过何智的手。 何智纤细的手指, 紧握着我的手掌。 深吸了一口气, 我另一只手却食指中指并拢, 斜指着天。 李阴阳还是李家村的那个少年郎。 我一字一句, 低声难难, 但话音也逐渐变得更郑重, 严肃。 今日, 何是鬼婆有女, 下架我李阴阳为妻。 李阴阳指天为事, 诸多宾客见证。 乱世多不易, 但李阴阳有始终。 若有背弃, 天雷轰顶。 我与爸的瞬间, 何智已然气不成声。 她哽咽地印了一句话, 先生立誓, 小女生死与共。 屋外再无掌声, 剩下的只有安静。 众多人看我的眼神, 或有深思, 或有其余一些 我说不上来的情绪。 过了许久, 思一笑呵呵地拉拉拉氛围, 又清脆地说了句里程, 请送入洞房。 自有叔头婆, 以及刚才那女子, 送我和何智回房。 操办宴席的厨子开始上韭菜, 有宾客带头起了筷子, 众人便开始推杯换盏, 好不热闹。 我同何智被送进了房间, 其余人便退下。 何智坐在床头, 一侧的木桌上则是一根红烛, 其上是烫金的龙缝。 我走至桌旁, 点上了红烛。 悠悠的烛火, 光运印满了整个房间。 我取其桌上一根精致的衬杆, 到了床边, 轻轻地挑起盖头一角。 掀开红盖后, 便是一张带着粪冠的俏丽容颜。 泪痕并没有破坏何智的美感, 只会让人心头愈发柔软。 何智脸颊逐渐通红, 他双手捏着一百, 低下了头。 一夜无话。 次日清晨, 我不是自然醒的, 而是二叔粗犷的嗓子把我喊醒的。 何智还在熟睡, 我捏手捏脚地披上衣服, 翻身下床。 到了屋外, 二叔在院内背手走着, 他红光满面。 我喊了他一声, 二叔立即就点点头, 眼中满是高兴。 见你人生大事已了, 二叔高兴, 我让你省省下厨, 昨天没喝到酒, 今儿咱们叔侄俩, 要好好喝一杯。 二叔又拍了拍我肩膀, 脸上笑容更多。 我姿势不能拒绝, 点头说好。 也就在这时, 朱贵刚好从院门走了进来, 他脚步匆匆, 眉头却紧皱。 李先生, 朱贵喊了我一声, 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朱贵有话要说。 怎么了, 朱贵? 我情绪不变, 镇定平静。 朱贵到了我进前, 才低声开口, 昨夜宴席散了, 宾客也差不多走了, 我才回去, 不晓得是哪一路人, 送了一份厚礼在地香炉, 我才赶紧过来和你说。 这, 二叔皱了皱眉头, 看向我。 我沉溺了片刻, 道, 此前说过不收厚礼, 我去看看。 我先和二叔说了, 让他在这里等一下, 何止等下出来了, 他们在一起到地香炉找我。 再接着, 我才同朱贵离开。 回到地香炉, 一眼, 我就瞧见了, 门口摆着的三个箱子。 这不是普通的三个木箱, 每一个箱子上头, 都压着一张符。 符文更不简单, 并非道是符, 而是风水符, 几乎都是大符。 很显然, 朱贵没动过箱子。 我取下来中央那箱子上的符纸, 将盖子打开。 结果入墓底, 竟是满满当当的一箱大黄鱼。 我眉头紧皱, 打开了另一个箱子, 那箱子里装着的是一箱子银条。 再将第三个箱子打开, 其中装着的东西就特殊许多了, 是一些铜镜, 锣盘, 还有另件之类的物事, 这些东西远远比不上我手头的, 但的确也价值不菲。 朱贵, 去找人, 将这三箱东西抬去唐松处, 让他去挨个询问, 看看是哪个宾客送来, 心意领了, 离我们不收。 我刚说完, 目光鬼使神拆得又是一扫, 却发现那个装着先生误事的箱子侧面, 夹着一封信件。 我下意识地将信件拿了起来。 正面写了几个字, 小李先生亲起。 心头莫名地生起了悸动感。 我拆开了信件, 取出来一张保纸, 上面笔记清秀地写着一段话。 我游历阴阳界, 寻术大成之法, 术有诚实, 却总觉身后孤单。 近日来回到旧地, 见到旧卢心力, 见到玄河怨气深重, 见到花容。 他竟是有了福气。 寻觅之下, 竟知晓当年我离开后, 他竟临死前缠子。 李阴阳是个好名字, 虽说拜捞诗人为父, 却天命使然, 依旧成了阴阳先生。 人生有命数, 你将我的命传承得很好, 年纪轻轻, 便可一眼断风水, 一眼看命数。 地上堪余的蒋依红, 也是我觉得可以称赞之人。 你成婚之日, 我这位谋面的父亲, 也当送上贺礼, 以表香火得以传递, 孤单泯灭之喜。 这信件的内容, 让我愣住了。 下一刻, 我死死地攥着信纸, 睁大了眼睛, 直勾勾地看着那些字。 字体仿佛在纸张上跳动, 一个个蹦入我的眼中。 我呼吸变得格外急促, 胸口的起伏也越来越重。 猪贵, 带上你的刀, 和我去镇口。 我眼中迸发出来的, 还有杀戒。 压抑不住的杀戒。 猪贵明显被我吓了一跳, 他立即回到地上炉中, 取出来了砍头刀。 我转过身, 直接就朝着镇口的方向走去。 手中的信纸直接被我钻破, 杀戒很快还混杂着恨意, 让我眼睛发烫, 发红。 很快, 我们两人就来到了唐镇的镇口。 取出来了一张画纸, 将其交给了猪贵。 猪贵接过去看了一眼, 他顿时心惊无比。 李先生, 这人好怪地长相。 下一刻, 猪贵又倒吸了一口凉气, 喃喃道, 他的眼睛合。 见了他, 便斩了他手脚, 命, 留给我。 我哑着嗓子, 一字一句地说道。 猪贵面色顿时又是一领。 他眼中明显有对我的担忧, 不过很快就变成了坚决, 用力地点点头。 李先生放心, 猪贵灵命。 他立即视线扫向正口前方, 整个人都变得沉寂下来。 我低头一直看着那张信纸, 看着这上面的字, 同时我在回想昨天婚宴上, 他到底在什么地方偷看我。 他肯定在场, 可我竟然毫无感觉。 还有, 他怎么配提起师尊, 竟然还说师尊是他觉得可以称赞之人。 他完全没那个资格。 他更没有资格提起我娘。 我总觉得我找他, 很难。 如同大海捞针, 几乎现在没有任何机会, 可他竟然自己出现在了我面前。 那我肯定不能让他就这样走掉。 路上证明来回不少, 见了我都和我打招呼, 还有一些昨天参加了婚宴的人, 开始从正口离开。 唐松自然过来送人离开。 和这些权贵碰面, 他们诧异之余, 刚好又有人说道, 李先生大婚次日, 又怎好来正口送我们。 这刚好给了我个台阶。 我神情也静下来不少, 但笑说了几句场面话, 他们才离去。 唐松也疑惑问我, 为什么在这里等着? 难不成真的是送宾客? 我冷静下来更多, 便问唐松, 这是不是第一批离开的人? 唐松马上点头说是, 我就吩咐他, 派遣镇上的民兵, 将离开的路全部封死, 只有正口能走人。 唐松面色一紧, 神色顿时凝重许多。 他显然看出我态度的问题, 立即抽身离开去办事。 在之后的时间, 我就和朱桂一直在正口守着。 时间一点一滴地过去, 逐渐到了正午, 离开的宾客越来越多, 其实这些人我都眼熟。 我才逐渐察觉到另一个问题。 所有宾客都是提前赶来, 我见过面, 打过招呼, 都说过话。 凭借我现在对面向上的认知, 如果说有一个人在我附近打量我, 他还很陌生, 对我别有目的的话, 我一定是能发现他的。 饶氏当初的郭天玉, 在我阳算不深的时候, 我都能看出来他对我不喜。 那此人出现在我附近, 我不可能察觉不到。 我更不用恍然去想, 是不是他阴阳术太深? 他甚至有可能故弄玄虚, 就是算准了这一点, 混淆我的视听, 让我觉得他深不可测。 有九成的可能, 他没进过里宅, 只是在外看了我接亲。 我又想到了一个可能, 他如果真这样算计我的话, 恐怕他已经走了。 如果我没想明白, 我就会在心里埋下一颗种子。 他的阴阳术高超无比, 即便是我守着阵口, 也找不到他, 他走在我面前, 我都无法发现。 思索清楚了这些, 我打了个寒镜, 心头便偷着后爬。 李先生, 会不会有点问题? 朱桂略有不自然地说道, 很久了, 他还没来, 是发现我们在这里守着了, 还是说, 我们没拦住? 此人, 不一般。 我回过神来, 摸出来怀表看了一眼时间, 这会儿已经到了下午三点了。 我深吸了一口气, 朱桂的表现都成了忌惮之人。 当然, 这和我之前的表现, 也关系不小。 再等一会儿, 天黑之时, 若是等不到, 我们就离开。 我开口说道, 朱桂立即点点头, 后面几个小时, 一晃眼便过去了, 天色入了暮。 我告诉朱桂, 让他去找唐松, 让唐松将民兵遣散回家, 然后就去我二叔那里等我, 顺道告诉他们, 我再办一件正事。 朱桂立即领命离去, 我则是回到了地下屋外。 门口的三个箱子还在, 没人挪动过。 我捡起来了那三张特殊的符纸, 低头端详。 在原地站了许久, 我将这几个箱子搬到了地下炉里面, 将符纸拿到了堂屋, 放在了木桌上。 现在赌不到人, 可这些符纸也能给我一些线索。 地下堪于是集大多风水树为大成, 所以很多符都囊括其中。 可也有相当一部分阴阳先生, 他们的传承并没有被的像堪于收入其内。 一个成名的阴阳先生, 传承特殊的话, 那其成名的符传必定会被同行知道。 我只是通过邮寄, 多了很多经验, 却还是不了解当今的阴阳界。 但我可以踏印这些符, 想办法知道它们的出处。 这样一来, 我就可以直接找上门去。 在原地沉思半赏, 我便做好了打算。 没有继续留在地下炉, 离开之前, 我更换了一遍灵堂上的香烛, 便静止去了二叔住处。 等我到地方的时候, 珠桂已经在那里等着。 二叔在堂屋里夺步, 合志则是铜板双晴, 在院内忙碌。 我刚进院子, 二叔就匆匆走到我身前, 他就没说到, 怎么回事。 珠桂虽然没靠近过来, 但是却和我点了点头, 显然, 他是和我示意, 事情办妥当了。 我就做好了决定, 这事暂时不能告诉二叔和合志。 我的酬愿太深, 他们晓得了, 劝我不对, 不劝我更不对。 我简单同二叔讲了, 是昨天宾客里面出了些问题, 有个不该送礼的人, 送了一份我受不起的礼, 我想要退回去, 只不过没找到人。 这番话说出来, 我既没有骗二叔, 也没有完全隐瞒。 二叔眉头皱得更紧了, 他连连点头, 这事没错, 是得退掉, 不然的话, 平白沾上了因果。 可你没找到人, 这怎么办? 指人许也从唐屋里出来了, 他同样神色慎重。 我吐了口浊气, 无奈地摇摇头, 想办法找。 唐松应该知道的更多, 所有人都是他请来的。 难道说, 来了什么不速之客? 显然, 指人许看问题的角度, 要刁钻不少。 他一句话就问到了关键点上, 的确是不速之客, 不过, 应该能找到的, 他送的东西, 留下来了一些线索。 我笑了笑, 说道, 许叔你不必担心, 我自由把控。 指人许恩了一声, 点点头。 唐屋里, 百双情喊我们去吃东西了。 进屋时, 我先喊了叔母, 何志则是侧身微微和我行礼, 喊了声相公。 他脸颊微红, 我则是柔和地过去拉着他手, 也叫了这儿。 二叔坐下的时候, 搓了搓脸, 他说道, 我和双情也成混, 哪有你们这样, 见面就让人一身鸡皮疙瘩的? 阴阳还好, 这儿你当着我们的面, 还是叫阴阳吧, 倒是闺房, 你们怎么称呼, 都无所谓了。 说着, 二叔滋了一口酒, 何志的脸顿时通红, 我也略有尴尬。 百双情小声说了二叔一句, 让二叔去厨房取东西。 不多时二叔回来了, 吃东西的过程中, 百双情又说了几句, 大致是让何志别听我二叔的, 他是个操汉子, 没那么多好听的话。 何志也和百双情聊了不少, 总之场间的气氛很是和睦。 这一餐饭下来, 二叔给我灌了不少酒, 我喝得略有昏尘。 临最后, 我还是被何志和朱贵 搀扶回到李宅的。 四日, 直到日上三竿, 我才清醒过来。 我吃过东西之后, 何志就催促我去地向炉, 让我潜心学艺。 我很感激何志的理解。 匆匆离开了李宅, 回到地向炉。 我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将那三张符, 踏印画出来了数十份。 我让朱贵叫来了唐松, 并且亲自将这些踏印出来的符交给他。 让他将符文送到各个来参加我婚宴的先生, 倒是手中打听好这符文的来处。 唐松郑重地拿着符文离开。 我静坐在唐屋墓桌前, 缓缓平复了心神。 急迫没有任何的作用。 我不怕那人, 可说到底我的阴阳术也还不够, 否则不可能让他来了之后又走。 我和何志成家之后, 已经是一件大事落罢, 和鬼婆和我爹, 九泉之下也可以安宁。 如今的当务之急, 还是我的阴阳术。 阴阳术不够, 即便是找到那人, 我也可能不敌。 此外还有蒋盘。 那挂项虽然不急迫, 但却是蒋盘的命术挂, 我需要帮他。 更需要带蒋盘回来, 让师尊下葬。 可道理一样, 现在我还没把握, 直接去找蒋盘, 很可能会应了郭天玉说的话。 得等我阴阳术达到一定境界之后, 才能去找他。 尤其是攀玉那一行, 更让我领会到命术庇护的重要性。 静坐了半日时间, 我才让心更静。 取出来了宅经, 古相, 静心严读。 何止给我送来了吃食, 并且也给师尊祭拜, 上香。 他并没有在地乡卢多留, 便静止离开。 一直到入木之后, 我才放下宅经古相, 回到李宅之中。 在之后的日子, 变得极为平静。 唐镇少有外来者, 若是附近的县市出现什么问题, 和风水有关的话, 我会指点一二。 若是无关, 只是一些鬼鬼祟祟, 何止和二叔, 还有指人许三人就会去解决, 不影响我钻研阴阳术。 当然, 我会给他们服。 我也发现, 再一次静下来, 从头开始一点点地看宅经古相, 更有不同的感受。 我还做了一件事情, 将历代地向炉出黑鹰阳先生的手闸, 做了一个归类。 更擅长因数宅经的一类, 杨蒜的又是一类, 我学习风水局的时候, 会和不同的游记做对比。 其中唯有一本格格不入, 便是徐服游记。 我其实动过念头, 想着, 要么我只学一两道符。 最后, 我还是放弃。 宅经古相这两本书, 已然受用无穷。 徐服的服, 以阴阳术为根本, 我对服没有天资, 学了也属于浪费时间。 十天, 二十天, 两个月。 我开始越来越沉静, 甚至有的时间, 我会忘记回李宅。 每一次彻底钻研清楚一道风水局, 我都会欣喜若狂。 而在这段时间中, 还有一件事情, 令我格外欣喜。 何至, 有了身孕。 他身怀六甲之后, 我便不再让他外出唐阵, 如果有人上门求办事, 我会自己去办。 时间开始转动得极快, 让人感觉不到流失。 我心境也越来越沉稳, 越来越平静。 次年, 也就是丁亥年, 鬼卯月, 假生日时。 何至怀胎十月, 临盆分娩。 他生下来的是一个男婴。 怀抱着孩子的时候, 是如同血脉交融一般的情绪。 何至眼中都是喜悦慈爱, 我除了这些情绪, 还有感激。 因为孩子也巧合地出生在金哲日。 金哲又是对应雷天大壮一挂, 我便给他取名李顿空。 避免雷声惊魂, 但其命却承接金哲之生气。 倒是二叔, 他高兴之余, 又是愁眉苦脸。 缘由无他。 我和何至成婚一年就有了后, 而二叔和百双琴, 还没有任何反应。 虽然二叔不说, 但我知道得清楚, 他很焦虑。 何至坐月子的时候, 百双琴去照顾他。 二叔则是私下找我, 问我是不是他命术始终难以游子。 如果真这样的话, 他就不再强求了, 让我和何至再带一个孩子, 无论男女, 过记给他。 我阴阳术已经比之前更深, 二叔的面向上开始出了子女缘。 我便劝调了他一番, 让他耐心等待。 又是一年过去, 这一年之中, 二叔的心境还是难以平复, 甚至还单独找过何至。 何至心不忍, 也和我商议过这件事情。 我同他解释的要更清楚一些。 二叔是刘家血脉, 若是他养的是过季的孩子, 另一种程度上, 刘家还是无后。 况且我已经确定, 二叔和百双琴肯定有子女缘。 何至对我的话, 自然是深信不疑, 他也就一起劝百双琴。 好在不久之后, 二叔终于传来喜讯。 百双琴一日干呕后, 请了大夫诊断, 已经怀了身孕。 那段时间, 二叔走路都带风。 镇上见到任何人, 他都恨不得立即和人攀谈几句, 生怕别人不知道, 他留鬼手的老婆怀孕了。 只是我和何至, 开始没有那么平静了。 因为, 顿空有影疾。 开始他几个月大的时候, 我们还察觉不到, 只觉得他很安静。 至少要比寻常的婴儿安静, 不喜哭闹, 喜欢静静地看着人。 澄澈的眼睛里, 情绪不多。 等到他一岁半的时候, 我才发现不对劲。 人生来九股, 头顶还有信门。 正常的孩子, 一岁到一岁半的时候, 信门会关闭。 这信门关乎于魂魄。 总说小孩子眼睛能见鬼, 便是因为信门开启, 有时候见到鬼碎的, 并不是双眼, 而是魂魄。 顿空的信门, 一直到一岁半的时候, 还是开着一条缝隙。 寻常人看不见, 甚至何志和二叔也看不到, 可我很了解头骨, 看得清楚明白。 顿空的影集则更麻烦。 他能看到更多 我们都看不见的东西, 甚至于还会丢魂。 在某些特殊的日子, 他丢魂之后, 身体形弱呆滞, 不言不语。 何志要用鬼婆子特殊的法子, 招回魂魄。 我也想了办法, 打造了一块金锁, 将杨蒜之中的金锁腹抄写一遍, 存放其中, 带在他脖子上。 可这种效果依旧甚微。 丢魂的后遗症很严重, 他先天体虚, 整个人都显得病烟烟的, 也丝毫不活泼。 为此, 我每月都会出门数次 去拜访一些先生, 倒是想要寻求 能治疗顿空的法子。 只是, 地上堪于都没有的办法, 别的先生更是无可奈何。 一晃眼, 顿空三岁, 时间也到了更一年。 他丢魂的现象越来越严重。 甚至于, 李宅前面会来一些 吃昧亡俩的脏东西。 何知会躲藏一旁, 偷偷地以泪洗面, 但他不会当着我的面说。 我深知, 这件事情已经不能再拖下去了。 也恰逢此时, 唐松带来了消息。 其一, 是他可能找到了 关于四年前, 我给他踏印符址的线索。 其二, 有一封来自于红河的信, 寄信人的名字, 叫蒋盘。 那符址的线索, 来自于红渊县四十里外的一个道场。 照着唐松的信息, 道场兴建而成, 坐镇的先生被称为九宫先生。 我想要知晓更多信息的话, 得去一趟九宫道场。 若是往前几年, 甚至是顿空一岁, 我发现他信门有问题之前。 我知道了这些信息, 必定会立刻赶往九宫道场。 可如今, 我却沉默许久, 无法做下决定。 至于蒋盘给我寄来的信件, 我回到了地上炉中, 坐在木桌之前, 才将其打开。 蒋盘的笔记格外工整, 整整一张信纸, 被写得满满当当。 贤弟, 黄眼间, 四年已过。 此信于兄动笔数次, 反复数次, 才堪堪能言。 当年, 我不该带你回天心时道, 不该让你见老师, 以至于命数之变, 毁去父亲遗骨, 此事于兄对你之亏欠。 数年前, 听闻你已然同和姑娘婚配, 于兄甚为欣喜。 当时本想启程, 可想来你阴阳术 未曾到父亲要求之时, 于兄更不知道如何面对你, 索性便在红河煮酒, 全当是饮了你的喜酒。 你给于兄的信件, 我看了, 老师之死, 我已知晓。 天元地相本不该相伤, 他伤地相, 命数当有此报, 于兄亦能承受。 害他之人, 于兄也有所闻, 因果相连, 此仇于兄去报。 于兄万事安好, 只由你之命数。 聚傲无补, 命损难填, 幸而于兄时得一人, 其阴阳术之高超, 远胜于兄, 更通林郑二神, 声望之气。 贤弟读此信后, 当即日启程, 于兄在红河等你, 定完成未完之事, 替你改命。 我握着兴旨的手, 在微微颤抖。 蒋盘这番话, 更令我心神难以平复。 当日, 去见郭天玉是蒋盘的提议, 但却是我的决定, 这与他无关。 显然, 他将巨凹骨被毁的事情, 罪则全部揽在了自己的身上。 这同我所想的没错, 就是因为郭天玉强行扣下巨凹骨, 又将我驱逐, 才会让蒋盘离开天心石道。 我完全没想到, 他竟是将我的事情, 一直记挂在心。 甚至于, 他竟然有了破解之法。 而由我来说, 我知道他的挂像, 并且这四年来, 我阴阳术, 其实已经达到了一种极深的程度。 但都因为顿空之事, 一直不敢离开唐镇, 便没有去找他。 爹爹, 智嫩话音进入耳中。 我立即抬起头来。 地向炉门前, 穿着一身纱裙的和志, 正抱着顿空。 这四年来, 和志的脸上的智嫩退却不少。 此时浮现于面上的, 是一种温柔、 甜静、 混合在一起的气质。 至于顿空, 寻常人家, 三岁大小的孩子早已经满地跑, 根本不太想要大人抱。 他却一直挂在和志身上, 没有下来。 病奄奄的精神状态, 脸色也极为不健康。 过了时辰了, 你还没回来, 我听朱桂说了, 唐松和你说了事情, 还有信件? 很要紧吗? 都不吃饭了, 今天是端午, 二叔, 许叔, 还有叔母, 都在等你呢, 平江都饿着哭鼻子了。 和志轻轻猝着眉头, 也心疼地贴了贴孩子的脸。 顿空也饿了, 可他说爹爹没回来, 大家也都没动筷子。 我站起身, 走至地向炉前。 接过来了孩子, 让其坐在我臂弯上。 结果, 他却忽然从我胳膊上爬了下来, 甚至朝着西侧跑去。 和志愣了一下, 我也愣住了。 因为这一幕简直太少见了, 顿空不惜走动, 几乎随时都要人抱着。 在另一侧院墙下, 朱桂起了身, 他赶紧追着顿空过去。 同时又匆匆道, 先生, 你有事要和夫人说, 我守着少爷。 几年前, 从和志生下顿空之后, 朱桂他也改了称呼。 照他的话来讲, 住在地向炉, 当真让他多活。 我对他的恩情, 已经不亚于我世尊对他的。 地向炉有尊卑, 他尊称我一生先生, 我护他余生性命, 那我之妻便同我相访。 朱桂坚持, 我也难以反驳。 老朱, 小心一些, 若是顿空有事, 立即喊我。 我说道。 当着顿空的面, 我从来不会提丢魂的字眼, 不过朱桂却很清楚。 他点了点头, 这才追到西侧屋檐下面。 三岁大小的顿空, 还不过三尺高, 他正趴在一道屋门上, 冲着门缝里面看呢。 那门, 刚好是存放地像看于 历代阴阳先生游记守闸的门。 是出什么事儿了? 何志秀没紧促, 他眼中诧异。 我低声道, 这儿, 你随我来。 走出院门, 我一直到了地向炉外的老树旁, 才停下。 抬手, 我将蒋盘的信递给了他。 何志低头看着, 很快, 他胳膊就在微微颤抖了。 小蒋先生, 你的命数, 竟然有破解之法了。 何志抬头, 他眼眶都微微泛红。 我停顿片刻, 才低声开口道, 顿空之事, 还未曾有破解之法。 蒋兄找我, 本不该去, 可蒋兄之事, 我也该和他说清楚。 虽然还未到他应命之时, 可我觉得, 时机到了。 命数天定, 冥冥之中, 一切都有一条线。 蒋兄所说的林郑二神, 是极为特殊的阴阳术, 古像中未曾记载多少, 那与人之二五精气相关, 更与魂魄息息相关。 我觉得, 此行找到蒋兄, 或许我的命数有所契机, 他的命数, 我可以帮他, 甚至可以让他的朋友, 帮一帮顿空。 我话音落下的瞬间, 何志咬唇, 他神色都紧张了不少。 只不过, 很快他又不安地摇摇头, 说道, 路途遥远, 我怕顿空半路丢魂, 这危险太大了。 唐震之中, 尚且有蒋先生和你这些年的福, 我不敢带顿空去那么远的地方。 我眉头也是紧照。 陈寗半晌之后, 我才说道, 如此一来, 那便我只身前往红河, 同蒋兄会面, 解决了蒋兄命数, 我便带他回唐震, 我之事尚且不及, 我应命之年上九, 请他回来, 一来是安葬师尊, 二来, 就是请他朋友出手, 来唐震救之顿空。 我说完, 何志立即点头, 他眼中多出了不少喜色, 我恩了一声, 道, 事不宜迟, 今天是端午, 吃过这顿饭, 你同二叔他们说几句, 然后再走。 何志拉了拉我的小臂, 我犹豫了片刻, 点头答应。 就在这时, 地向炉内却忽然传来哇的一声, 孩童痛哭的声音。 何志脸色一变, 立即迈步往炉内走去。